对于邹瞎子的死 严仇心中的悲痛 自然是远胜于严手一的 他的语气平淡 解释时只是轻轻叹气 似乎听不出什么情绪的起伏 然而实际上 严仇心中的怒火 可以让大海蒸发 隐忍 或许就是成年人唯一的本领了吧 严手一总算明白 为何严仇始终没有抵达峨眉山 也知道他们之前失联的原因 但他依旧觉得 心里堵得慌 罢 或许复仇没那么重要呢 严仇沉默了一阵 轻声说道 你妙计叔叔的父母和妹妹 死在了这帮所谓玄山派的人手中 严手一拿着手机的手微微一颤 心里忽然万分愧疚 未经他人苦 莫劝他人善 这个道理 其实当年爷爷就教育过他 只不过严手一被邹瞎子的死 冲昏了头脑 一时间没考虑到其他人的感受 他好像明白了一切 明白了他一直不能理解的父亲 其实并不是一个什么都不看重的人 邹瞎子或许也是 急于让妙计复仇 才不想影响严仇他们的吧 对不起 严手一低声说道 有儿子的道歉 严仇便知道 自己的儿子已经理解自己了 他放下心来 安慰了几句 而后语气变得有些冷 你说有人追杀你们 那人是谁 严手一答道 一名扎子人 名叫楚良 他还带着一群奇人异士手下 好像来自于各门各派 他们的目的是抓走 蛇刀人弟弟王之来 严仇听后 意味深长地说道 扎子人是民间教派 他又拉拢了各派势力 结合这些条件 你能猜出这伙人的来历吗 严手一立刻想到了什么 脱口出道 那个新成立的玄山派 嗯 楚良是一名杂志传人 他在新玄山派中 也算是核心人物 严仇说道 杀害妙计叔叔家人的 也有着楚良的范儿 我们一直在找这家伙的踪迹 奈何始终查不到线索 没想到 他竟然出现在了荣城 严手一补充道 而且 他们想要抓王之来 应该是惦记上王之来 能预知未来的本领 也不知他们 在谋划着什么 严仇问 你想报仇吗 严手一咬了咬牙 想到了楚良 竟然也参与了 杀害妙计叔叔的家人 他便答道 想 楚良也不是无敌的存在 只要你情家修炼 再带上几个 有本事的好友 打败他不是男士 严仇道 接下来的日子 你在荣城等消息 一旦我们找到楚良的踪迹 便立刻通知你 这个楚良 交给你来解决 好 严手一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楚良虽然有不少的手下 但多是一些虾兵蟹将 而严手一身边 诸如林子彤 阿公 罗宁 王吉网这样的杰出年轻人 有不少 大家合力 未必不能击败楚良 对了 爸 严手一苦笑道 那反严仇联盟群里的人们 最近越来越躁动了 前几天派了不少人到荣城来 有一些我转化成了朋友 但还有一些 估计是结下更深的梁子了 哦 来的人都有谁 严仇饶有兴趣地问 昆仑山雁家雁南飞 峨眉山林小小 林隐寺常山 这三位如今如今 已经与我成为了朋友 但那物贞派的伊和欢 东北赵家的申田一郎 则与我成为了敌人 如今申田一郎生死未卜 伊和欢受伤逃走 你做得不错 做人身边不能全是敌人 广结好友是对的 至于这些仇家 你无需担心 接下来 我会慢慢 让那个聊天群里的人消失的 严手一心里一惊 您不会要杀光他们吧 他们当中有不少人都是好人 只是和咱们之间存在误会而已 我没那么心狠手辣 严仇笑道 是我欠的债 我会去还 我指的消失 是让他们心甘情愿地 退出那个聊天群 严手一松了口气 有那么一瞬间 他真以为自己老爸 要杀光他们了 好了 事情我都知道了 现在 我得去和狗道士他们 打上招呼 严仇轻声说道 狗道士他们 还不知道邹瞎子的死讯 严仇却必须 将这个坏消息告诉他们 严手一答应了一声 说了再见 挂断了电话 他回头看向邹瞎子的坟 心里头多了诸多思绪 而在距离戎城 上千公里远的某个深山中 严仇挂断了电话 转头看向身后的寨子 在那山寨的门口 狗道士正蹲在一旁抽着烟 温玉仙再给妙计疗伤 狗道士见严仇的脸色不太好看 不由地叼着烟问道 大哥 发生什么事了 邹瞎子死了 狗道士的表情顿时僵住了 他缓了好一阵子 直到嘴里的烟都烧到唇边 被烫了以后才惊醒 他丢掉烟头 问 好端端的 怎么就死了 还记得他和蛇刀人做的交易吗 那个蛇刀人 叫王如和对吧 瞎子二十年前 本就应该死了 如今 想必是他儿子 继承了王如和的衣钵 也触发了五壁三缺 这才让瞎子的病卷土重来 听了严仇的解释 重伤的妙计 默默地念起了 超度死者的地藏菩萨本愿经 狗道士则是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抱着自己的老黄狗 苦着脸道 死瞎子 说好的 一起喝醉裂的酒 泡醉骚的妞 结果这家伙先咱们一步 去因曹地府享福了 说着说着 狗道士竟然哭了起来 严仇安慰道 至少在他死之前 首一替他找回了儿子 首一告诉我说 瞎子死的时候 是没有任何遗憾的 他是没遗憾了 但是咱们有啊 狗道士骂道 咱们解决遗憾的方式 很简单 严仇点起了一把火 随手扔进了山寨中 山寨很快就燃起了熊熊烈火 火光滔天 在一片火光的映照当中 严仇走到附近的一具尸体旁 捡起了他的手机 一番操作后 帮这位死者 退出了反严仇联盟群 随后 他将手机扔进火海里 一个人扛起了妙忌 对温玉仙和狗道士说道 新玄山派的家伙们 已经开始骚扰 其他的民间教派传人了 楚良甚至和手艺打过照面 咱们的动作得快一点了 温玉仙文言 严肃道 他们没把手艺怎么样吧 放心 手艺的本事我最清楚 区区楚良是杀不死他的 恰恰相反 这个楚良 我交给手艺去解决了 严手艺挂断电话 大家带来的纸钱 也全都烧完了 王吉王给邹瞎子的坟上 添了一把土 随后收拾好心情 对严手艺说道 咱们回去吧 之后 你有什么打算 严手艺问 我爸临死前 让我跟着你 应该也是另有一番用意 王吉王说道 我打算先去看一眼 我的亲生母亲 然后就回来跟着你混 严手艺哭笑不得 我除了当木匠 也没有别的什么本事 未必养得活你 龙飞成在一旁说道 我其他都不佩服严哥 就佩服他 找到了像我大嫂这样 貌美如花的富婆 一辈子不愁吃穿了 严手艺美好气地 瞪了龙飞成一眼 能找富婆 那是我的本事 你找不到 是因为你硬件条件不行 我觉得我硬件条件还可以啊 每次小姐姐都夸奖我 龙飞成嘀咕道 你们闭嘴吧 还有小孩在这儿呢 严子彤捂着王之来的耳朵 王之来是个哑巴 但不是笼子啊 众人尴尬地笑了笑 王吉王道 我此番去见亲生母亲 恐怕不方便 把弟弟带在身边 所以想要拜托你们 照顾他一段时间 严手艺惊讶道 你能放心把他交给我们 咱们好歹也算是 过命的交情了 我不担心 王吉王笑着摇摇头 王之来似乎是知道哥哥要走 不由地抓住了王吉王的手 他虽然面无表情 但眼神深处却仿佛在说 不要丢下我 王吉王蹲下身子 双手放在王之来的肩膀上 安慰道 放心 哥哥只是出去一趟 很快就会回来的 严大哥他们都是信得过的好人 这个你应该比我更懂才是 王之来犹豫了一下 最终点点头 严手艺好奇道 他是算了和我们在一起的未来 确定没有危险 才同意留下来的吗 王吉王答道 我弟弟的预测未来能力 算普通人 那是十拿九稳 但算咱们这伙人 只有六成的把握 所以有时他算出的结果 也不能全信 原来是这样 林子彤抱起了王之来 还在他白嫩的脸蛋上捏了一下 你就放心去吧 我可喜欢小孩了 之来交给我们 肯定没问题 谢谢弟妹 王吉王感激不已 对了 严手艺提醒道 我刚才与我爸通电话 已经知道那个杂指人 储良的身份了 说起来 储良不仅打着之来的主意 而且还与咱们的父辈 颇有渊源 说是有仇也不为过 只要储良再次现身 我爸就会给咱们传消息 到时候你 我一定会回来的 王吉王毫不犹豫地说道 我师父走了 我爸也走了 我就剩弟弟这一个亲人了 谁敢打他的主意 我就杀谁 到底是奢刀人 拿刀的家伙 说话都要狠上几分 有了王吉王的支持 严手艺就更没了后顾之忧 报仇之事 已成定局 这时 拿着手机正刷着什么的龙飞城 忽然说道 颜哥 奇怪 咱们这个反颜仇聊天群里 忽然间退出了好几个人 嗯 为什么 不知道啊 大家都在纳闷呢 也许是我爸和他们化解了矛盾 解开了误会吧 三天之后 严手艺他们送走了王吉王 又要送另一批小伙伴离开了 龙城的机场外 严手艺和叶南飞他们一一握手 语气颇为不舍 你们来也匆匆去也匆匆 我都来不及招待你们 林小小苦着脸说道 要不是师父让我回山门 我恨不得赖在这儿不走了 跟着颜大哥和子通姐 我可以天天吃大鱼大肉 还有肥宅快乐水喝 哎呀 好舍不得呀 林子通上前与林小小拥抱了一下 小小 只要你有时间 随时可以到龙城 找我们 吃喝肯定管够 嗯嗯 这还没离开荣城呢 林小小已经开始期待下一次到荣城了 严手艺喊了一声叶南飞的名字 然后从胯包里拿出了一张古朴的罗盘 道 燕师兄 这燕心罗盘 他正打算将燕家的宝贝还给燕南飞 谁知燕南飞竟故意把头歪到一边去 你手里拿着的是什么 我可没瞧见啊 我劝你赶紧收起来 待会儿给我看到了 我可就要抢走了 严手艺愣了愣 燕师兄 这可是你们燕家的宝贝啊 燕心罗盘虽然是宝贝 但我们燕家人真正感到愤怒的 是你父亲玩弄了我姑姑的感情 燕南飞叹了口气 说道 我交了你这个朋友 但燕家人和你们家的仇恨 恐怕不会轻易化解 燕家人是要面子的 被抢走的东西 一定会亲手拿回来 所以 这罗盘你先收好 他日子会有燕家人来找你讨要 这 你听我的便是 拗不过燕南飞的固执 严手艺只能暂时将燕心罗盘收了起来 燕南飞又说道 那伊和欢和身田一郎 恐怕不会善罢甘休 我们走后 你们千万要小心 若是需要帮忙 随时联系我们 谢谢 严手艺又与燕南飞紧紧地握手 还碰了一下肩膀 他又对常山说道 常山 燕师兄和灵师妹 是因失命才要回山的 你又没有任务 不如多留些时日 燕师兄和灵师妹走了 我一个人 在这儿也颇为无聊 其实常山说道 我打算一路走回灵影寺 好好再看看这个世界真正的模样 大家颇为感叹 常山这是要开始苦修了 传说中的苦行僧 一路朝圣 三步一拜 九步一扣 在困苦中寻找真我 寻得无量佛法 也不知常山这次是受了什么刺激 打算尝试着徒步走回灵影寺 不过大家都没有阻拦 大家一一告别 正当要分开之时 灵小小忽然接到了一通电话 原地说上几句后 灵小小惊喜地转过身来 对严守医说道 严大哥 您的父亲和奶奶到我们峨眉山了 现在掌门和他们已经兵士前嫌 让我不要再追杀你们 而且还要把这个送给你 说着 灵小小塞给了严守医一张令牌 得知严筹他们抵达了峨眉山 严守医也颇为开心 他接过令牌一看 只见上头刻着太鹅二字 灵小小解释道 峨眉山的范围很大 寻常游客根本找不到 我们门派所在之处 只有拿着这块太鹅令 才能在峨眉山里找到太鹅山 带着令牌 便可随意出入我们山门 师父这是把你当做自家人了 希望你有时间到我们峨眉山做客呢 真的吗 严守医高兴万分 算起来峨眉山还是他奶奶的老家 那儿肯定有许多亲人 他小心翼翼地将太鹅令收好 对灵小小笑道 有机会我一定去峨眉山看你们 记得要带着可乐来哦 灵小小喊道 哈哈 好的 登机的时间越来越近了 燕南飞只能拽着灵小小往里走 大家挥手告别 一起期待着重逢 其实大家很快就能见面了 因为这几天 严守医了解到 清明过后 龙虎山举办罗天大教 届时向燕南飞 常山 灵小小这类各门 各派结出弟子 都会前去参加 据说罗天大教 将会从玄门中挑选最有天赋的弟子 继承天师之位 当时 燕南飞提起这天师之位 严守医的表情就有细微的变化 因为他想起自己得到龙虎秘文的事情 如果天师要传为他人 按道理 就只能传给 拥有龙虎秘文的三个人之一 所以 严守医提出了这个疑问 而燕南飞的回答是 老天师认为 天师之位能者居之 即便是得到了龙虎秘文 若是实力太弱 也不能服众 所以到时候罗天大教 各门各派的杰出年轻人 都会参加 与那隐藏身份的三名继承人 共同参与选拔 要是第一名刚好拥有龙虎秘文 便可直接继承天师之位 而要是没有龙虎秘文 也可以获得来自龙虎山提供的 丰厚奖励和整个玄门的尊重 所以 即便大家根本没有龙虎秘文 没有当天师的资格 也都会踊跃参加 一是为了凑热闹 二是为了打名气 名气在玄门中 其实是大家都十分看重的 有些老前辈实力不强 但是德高望重 也同样受人尊敬 所以 每隔三年举办一次的罗天大教 已经成为各门 各派展示 各自培养出的年轻人的舞台 成为了玄门中最大的盛世 年轻人们渴望发光发亮 为各自的门派争光 所以到时候 都会格外地卖力 如此盛会 燕南飞等人自然不会错过 而当他们三人得知 严守一竟然也会参加罗天大教之时 都觉得十分好奇 因为参加罗天大教的 向来都是名门大派 很少有民间教派的传人去参加 不过他们并没有问太多 还鼓励支持严守一 约定到时候见面一块喝酒 三人还感慨 这罗天大教举办了十来年 都没有出现所谓拥有龙虎秘文的人 但今年不一样了 天师府据说已经有一位年轻人 获得了龙虎秘文 倘若他今年在罗天大教上夺得冠军 恐怕天师之位就真的要一主了 听闻此事 严守一不免感到一丝压力 送走了燕南飞等人以后 严守一过了一周的平淡生活 因为没了王吉网的阻碍 西湖的工程在严守一的监督之下 如火如荼地进行 林子彤每天除了去处理一些公司的事情以外 最大的乐趣就是带着王之来和严守一一起出去逛街 每次路人见到他们 这对俊男靓女还带着一个可爱的小男孩 都会忍不住抛来羡慕的眼神 而林子彤不仅不反感 竟还十分开心 这让严守一搞不太明白 女生不是都不喜欢被喊老吗 看林子彤这样 好像不是把王之来当弟弟 而是当儿子带了 严守一越想越觉得奇怪 最后实在憋不住去询问龙飞城 这天龙飞城本还在群里调戏那群大佬 正要告诉严守一 群里的复仇者又少了几个知识 却听到严守一时隔许久 再次向他咨询感情问题 他直接将自己的事抛在脑后 激动万分地喊了一声 爷清回 严守一不解 啥意思 龙飞城笑道 严哥 自打你和嫂子在一起之后 你可就再也没有向我咨询过感情问题了 此时此刻 再次听到你的问题 你知道我是什么感觉吗 我仿佛回到了 当初咱俩住在上行一校保安宿舍时的日子 那时的你还年幼 我还懵懂 我们俩 打住 别说那些废话了 先回答我的问题 回答完了 你自己跟慢慢回忆 严守一打断道 龙飞城黑黑一笑 然后煞有其事地分析起来 嫂子和你已经结婚了 如今又把王之来当儿子 还喜欢带着你们去逛街 享受大家的赞美 种种线索结合起来 严哥 其实答案已经很明显了 你还想不出来吗 严守一皱着眉头说道 其实我感觉有点苗头了 只是不够确定 哎 你还是经验太少 我就直说了吧 龙飞城语重心长地说道 嫂子这是想跟你玩角色扮演的 码玩意儿 严守一一脸猛逼 他虽然听不懂 但直接告诉他 龙飞城的答案 和他心里想的有很大的出入 龙飞城见笑道 老夫老妻在一块缺少激情 通常就会玩一种角色扮演游戏 比如说 他扮妈妈 你爸儿子 你是说 他想当我妈 严守一震惊道 我表现得很缺母爱吗 龙飞城无语 直接搂着严守一的肩膀 道 这种事情 我也没法言传身教 这样吧 我这里 有几部小电影 你拿回去研究研究 自然就明白了 严守一不懂这些 拿了小电影 还特别感谢了龙飞城一番 回到房间里 严守一带着满脸求之欲 打开了所谓的教育片 不到三分钟 严守一脸上的求之欲 就变成了茫然 急忙红着脸关掉了电影 与其自责地说道 这 这这这 有伤风化 有伤风化 他看不懂 但他大为震惊 时间过去了一周 在严守一的监督之下 西湖的房子 已经出现雏形 这新房 乃是严守亲自规划的 里头的蕴含了 数不清的风水门道 如今仅仅只是盖出了雏形 便已经让人在寒冬腊月 也如沐春风 工地上那些不懂风水的工人 都清晰地感觉到了不一样 纷纷嘖嘖称奇 这天傍晚 严守一从工地回到别墅 就看到林子彤坐在客厅的沙发上 表情有些苦恼 他疑惑道 怎么了 难得见你愁眉苦脸的模样 林子彤叹了口气 上周我宋志来去上学 按照他的年纪 应该上幼儿园 但我托关系 直接让他读一年级了 结果才去几天 正好赶上期末考 今天期末考成绩出来了 龙飞城正巧从二楼走下来 听到林子彤说的话 不由得黑黑笑道 王志来是不是考杂了 难怪我刚才在楼上 看到他有点不开心呢 考试嘛 又不能决定人的一生 我以前每次考试都不及格 现在还不是活得好好的 严守医白了他一眼 你现在不愁吃穿 是因为子彤养着咱们 唉 要是考杂了 也就算了 林子彤又叹了口气 严守医严肃起来 他该不会作弊了吧 那是得好好教育教育 这可比考杂了要严重多了 万一王吉网知道这事 搞不好要和咱几眼 小孩子学坏很容易的 你们都别瞎猜了 林子彤摇头道 他既没有考杂 也没有作弊 刚才老师来电话了 说王志来的考试题 全部都答对了 不过 不过什么 二人竖起了耳朵 好奇不已 不过他写的全都是 明年期末考试卷的答案 林子彤哭笑不得地说道 这小子动用了 预知未来的能力 预知了明年的考题答案 我靠 严守医和龙非诚 都忍不住张大的嘴巴 感慨王志来的本事之逆天 要是他们当年能有这本事 那不得上天啊 龙非诚还没走到楼下 就打算转身回楼上 严守医拽住了他 你干什么去 我去问问王志来 下一期彩票的中奖号码 忘了我跟你说过的话了吗 预知你的财运 会让你晚年不祥的 可是现在的贫穷 比晚年不祥更可怕 就算是浑身长满红毛 我也不想继续穷下去了 龙非诚正要往楼上走 忽然他和颜守医兜里的手机 疯狂震动起来 震动的手机 不是他们私人的手机 而是之前 从生鲜罐到什么 手里抢来的手机 二人拿出手机看了一眼 脸色都有些微妙 发生什么事了 林子彤问 颜守一把手机递给了林子彤 申田一郎死了 你自己看看吧 聊天群中 发言的人乃是物真派的孤红失态 这老太婆 竟然直接在群里 发了几张申田一郎失守的照片 然后艾特了群里的所有人 孤红 at所有人 此乃赵家申田一郎的尸体 我的徒儿刚刚从龙城逃回来 据他所说 昆仑山艳家 林影寺 罗梅山 已经全部背叛咱们了 申田一郎是颜守一所杀 我徒儿拼着重伤 才勉强活着回来 王八 难怪群里突然间少了这么多人 原来他们背叛了咱们 宁静致远 可恶 这颜守一境有如此本事 封过无痕 确定申田一郎 是颜守一所杀的吗 我怎么瞧着这尸体 有点不太对见 孤红 at封过无痕 鲁班传人及百家之所长 会一些阴毒邪恶的法术 也很正常 申田一郎这次是撞枪口上了 被严守一用如此残忍的方式伤害 我的徒儿亲眼所见 被吓得有些精神失常 现在还在山中静养 封过无痕 群里有赵家的人吗 谁帮忙艾特一下 这个聊天群中 大家很少以真实身份发言 甚至有些压根就是小号 因为他们心里也清楚 群里的人鱼龙混杂 有正派 也有邪魔外道 所以大家都故意不谈自己的真实身份 这样还勉强能在一个群里共处 所以大家到现在也不知道 群里的哪个人是赵家人 而林子彤将聊天记录看到这儿 便深深地皱起眉头 那个依和欢在借刀杀人 是的 看申田一郎的尸体模样 明显是被依和欢吸干了惊气 奈何现在没有别的证人 只能由着那孤红随意捏造了 严守一心里郁闷 此时对方可以随意污蔑他 而他却无法站出来为自己澄清 再这么下去 自己这个江湖恶人的儿子的名号 又要臭几分了 那帮人可不会听他解释 他们才不在乎真相呢 这时群里又有了动静 血狄子 我是赵家人 群里的人们一阵惊讶 没想到 这位最经常发言的血狄子 竟然就是赵家人 血狄子先是在群里疯狂地问候了 严守一的祖宗十八代 又表达了自己的悲愤之情 最后询问孤红身田一郎死时的具体情况 孤红自然也是胡编乱造一番 但血狄子信以为真 最后 群里的气氛烘托到位了 那血狄子直接发出了一段语音 我与严家不共戴天 今日开始 我赵家举全族之力杀去荣城 必要先杀严守一而后快 底下竟然是一堆群友们的大拇指表情 他们再给血弟子点赞 严守一看的一阵汗言 这群里到底有几个是真仇人 我怎么觉得 大部分都是看热闹不嫌失大的吃瓜群众呢 看样子 咱们接下来没有什么安稳日子可过了 林子彤郁闷到 赵家也不是什么小家族 要是他们真的全员杀过来 咱们应对起来也十分麻烦 颜哥 嫂子 你们不用担心 这件事包在我的身上 龙飞城拍着胸口说道 我乃荣城战略忽悠局局长 上次我能把他们忽悠拐了 这次就能把他们忽悠瘸了 你们等着 我这就忽悠那血弟子 给他来个全国旅游套餐 按照龙飞城的计划 他要像之前忽悠那宁静致远 和王霸一样 骗大家说 严守医逃出戎城了 然后给他们乱指方向 忽悠他们满世界跑 然而 还没等龙飞城发言 孤红便抢先拆穿了 严守医他们的身份 大家注意 群里的生鲜罐师兄弟三人 其实早就已经死了 他们的聊天号 就在严守医的手里 之前大家都被他们给骗了 龙飞城 我靠 我大意了 这老太婆不讲武德呀 孤红点破了严守医他们的身份后 群里再次炸开了锅 就连那些潜水许久的群员 也都纷纷跳出来骂娘 血滴子 什么 他们一直潜伏在群里 王霸 合着我和宁静致远 在宾州等了这么久 全都白瞎了 宁静致远 我要亲自杀去龙城 取他们性命 风过无痕 老子真是热了狗了 他们在群里谋划着 如何对付严仇和严守医 殊不知严守医就在群里猫着 不仅对他们的计划了如指掌 更是将他们忽悠来忽悠去 当傻子似的戏耍 简直是奇耻大辱啊 群里好些人都愤怒到极致 当场就将龙飞城和薛凯的号码 踢出了群 龙飞城郁闷地说道 完了 BBQ了 他们把我们踢出群了 严守医端着手机说道 我好像还在群里 不是吧 他们为什么踢我们不踢你呢 龙飞城不解 严守医苦笑道 那血滴子现在正在 对着我放狠话呢 说是半月之内取我性命 那咱们不得反击反击 龙飞城喊道 我这里有一些杀伤力不大 但侮辱性极强的表情包 这就发给你 不必了 严守医用手机 对聊天群输入了一句话 诸位 在下就是严守医 群里诸位都是要杀我的 但我的命只有一条 交给谁来杀好呢 不如大家排着队来吧 就从赵家开始 一周之后 我在荣城西湖设宴 招待赵家人 赵家人若是有胆就前来赴宴 其他人就别来了 等我收拾了赵家人 再到群里点名 点到谁谁就来 咱们把恩恩怨怨 都当面算得清清楚楚 大家都守点规矩 不用争不用抢 人人都有机会 谁杀了我就是赚到 你们看如何 此言一出 群里陷入了十几秒钟的沉默 随后血低子总算站出来发言 但他只发了一个字 好 其他的人也争先恐后开始报名 赵家之后就是我了 谁都别抢 行 你第二 我第三 等等 咱们要是现在开始排队 岂不是咒赵家人 杀不了岩手一 好像有点不对劲 但管他的呢 岩手一说得不错 杀到就是赚到 我第四 我靠 刚才是我先发言的 应该是我排第四才对 因为岩手一的一番话 这个聊天群 前所未有的热闹 整得大家都有点错觉了 这个群到底是杀岩家人的 还是捧岩家人的 在岩手一发话以后 没几分钟 他也被群主给踢出群了 这当然是岩手一的意料之中 毕竟这帮家伙 还要在群里密谋着 如何杀他呢 龙飞城对岩手一 竖起大拇指 岩哥好计谋 把赵家人全都骗到龙城来 然后咱们再跑路 又摆了他们一道 美滋滋啊 岩手一笑着摇摇头 你的想法很好 但这一次没猜对 这次我不打算耍他们了 你的意思是 你真要请赵家人吃饭 林子彤疑惑道 嗯 是福不是祸 是祸躲不过 就算这次咱们能走 你的亲人走得了吗 赵家人要是有心 肯定能找到任何一个 和咱们有牵连的人报复 所以咱们继续夺也不是办法 岩手一说道 而且赵家人到了龙城 我们再明 他们再按 搞不好就会被偷袭 那样对咱们更加不利 倒不如摆一桌酒席 让赵家人全都上桌 什么恩恩怨怨 都摆到台面上来 谈一谈 谈拢了皆大欢喜 谈崩了 谈崩了就怎么样 龙飞城咽了口唾沫 岩手一笑了笑 谈崩了 自然就撕破脸皮大干一场了 所以 咱们得尽快召集人手了 先把罗宁阿公他们找回来吧 不是吧 颜哥 就凭我们这几个小辈 要面对赵家一整个家族 龙飞城万分不自信 上次那个楚良出现 着实把我搞得有点不自信了 林子彤也说道 我也觉得 这样太过冒险 除非让驴山派给咱们撑腰 驴山派固然值得信任 但咱们 也不能进给他们带麻烦不是吗 严守一道 你们放心吧 我爸那头还有不少朋友呢 联系联系 总会有几位叔叔阿姨有空 过来给咱们撑腰 你是说就玄山派的成员 林子彤的眼睛都亮了不少 如果是他们出马的话 那就没什么问题了 龙飞城也笑道 哈哈哈哈 我怎么给忘了这一茬 颜哥 有你这句话 我瞬间自信起来了 我现在觉得 区区一个赵家还不够 最好赵前孙李全都来 否则都不够咱们收拾的 你太膨胀了 严守一无语道 嘿嘿 龙飞城尖笑着 终于是上了楼 林子彤在严守一的侧脸 亲了一口 说道 我去洗澡 去吧 我一会儿就上来 严守一览洋洋的 在沙发上坐下 看了一眼 放在沙发旁架子上的斩破刀 正打算联系严筹 他手里的手机 竟再次震动了一下 打开一看 是一个名为 往事如烟的账号 申请添加他为好友 仔细一想 他想起来了 这家伙好像就是 反严筹联盟群的群主 这家伙加自己好友做什么 来者不善 虽然心里怀疑 但严守一 还是毫不犹豫地 通过了对方的好友申请 想要想出对付的办法 至少要先知道 对方要出什么牌吧 好友申请刚刚通过 对方就发来了一个 皮笑弱不笑的笑脸表情 并配上了一段文字 浑小子 你骗得大家好苦 这狡猾程度 和你爸当年有的一拼 严守一哑然失笑 其实大部分时候 都是龙非诚在忽悠他们 自己可没那么多闲功夫 对方又说道 大家把你踢出群以后才想起 要是你不在群里 之后就没办法点名报仇了 所以我特意来添加你好友 若是赵家人没能杀了你 你在设宴之时 便可以让我通知群友们 严守一看着对方 这令人摸不着头脑的话语 总觉得对方有点古怪 好像对方压根就不恨严家人 只是单纯地看热闹 不嫌失大 或者说就是故意想看着 一帮人追杀严家人 这是什么变态啊 寻思了半天 严守一最终指挥了一个 OK的手势表情 因为他实在想不出 要和一个仇人聊点什么才好 对方也没有再回复了 好歹是停止了这尴尬的聊天 不过严守一对此人 还是感到十分好奇 因为他不知 这位复仇者群主 到底是男是女 是老是少 究竟和自己老爸 有什么仇什么怨 才组建了这么一个聊天群 好奇心让严守一 忍不住点开了此人的朋友圈 令他感到惊讶的是 对方的朋友圈 竟然没有屏蔽自己 而且还没有设置任何限制 里面的内容有图片有文字 甚至还有小视频 说不出的丰富 点开第一个小视频 只见视频里拍摄的 是一座枝叶繁茂的山头 山中隐约能看到几座道观 云雾间有白鹤飞舞 配闻 龙虎山上的这个冬天 没有雪 手机屏幕前的严守一 忍不住眯起眼睛 涉货竟然是龙虎山的人 那自己清明过后 去龙虎山参加罗天大叫 难道不是自投罗网 严守一接着往下翻 脸色越发的古怪 他是万万没想到 这个群主的朋友圈 竟然如此精彩 翻看着群主 往事如烟的朋友圈 严守一越发的 对这家伙的身份感到好奇 因为 这位群主的朋友圈里 有着大量的龙虎山照片 而且看样子 都是一些闲杂人等 不得入内的清静之地 要知道 现在龙虎山 已经被开发成旅游景点了 好些龙虎山的道士 每天除了修炼打坐以外 还要负责接待游客 为门派创收 而群主的朋友圈中 却看不到任何一名游客的身影 可见此人在龙虎山内 必定位高权重 能一个人享有如此宝地 除此之外 严守一还注意到 群主酷爱收藏字画 在他的书房之中 有着堆积成山的名家制作 而且 他自己的书法与作画的造诣也颇深 这家伙 不简单哪 正当严守一心中 对此人生出几分佩服之意时 却猛然间发现 这家伙竟然在朋友圈里 公然为女网红打扣 呆妹不愧是我家才女 青春靓丽 吹拉弹唱样样精通 天天正能量 十年修得同传度 大家一起点关注 百年修得共枕眠 刷刷羽毛不要钱 呼呼哀哉 我家小团团 居然露脸了 看着朋友圈里 一条条转发直播间的广告 这位群主刚刚在严守一心里 建立起的神秘形象 瞬间垮塌 这什么情况啊 龙虎山上的道士 什么时候这么赶时髦了 严守一一连 又刷了十几条 最后竟然看到了 群主的自拍照 为了防止出意外 严守一立即点了保存 然后再仔细查看 群主的模样 看着有六七十岁 是一位先锋道鼓的小老头 倒是和驴镜生有点像 当然 不是指模样上的相像 而是气质上的 照片里 这老头穿着道袍 一张老脸 占据了百分之九十的画面 其中胡子又占据了大半 最后 从那紧剩的角落 严守一看到了天师府的牌匾 这老家伙 到底是龙虎山的谁 止不住的好奇心 让严守一 想要调查个清楚明白 然而自己身边 似乎没有几位名门大派中人 严守一想了想 直接给驴镜打去电话 电话刚接通 暴脾气 驴镜劈头盖脸的便骂道 臭小子 有什么事 严守一干咳两声 驴镜掌门 我没找你惹你吧 怎么这么大火气啊 你小子 找我准没好事 而且我们驴山派 最有天赋的弟子 都被你给拐跑了 一个月也不见人影 你让我怎么给你好脸色 驴镜骂道 子童那是自愿跟着我的 再说 我们已经回荣城了 他不去驴山派 那是你们自己的问题 臭小子 你 嗨嗨 先说正事 说正事 严守一赶紧说道 我这里有张照片 似乎是龙虎山中人的 驴镜掌门帮我瞧瞧看 认不认识 提起此事 驴镜倒是有了几分兴趣 一口答应了下来 严守一将照片发给驴镜以后 驴镜只是看了一眼 便说道 亏你还是鲁般传人 不是号称走遍天下吗 竟然连这老家伙你都不认识 瞧您说的 龙虎山是能随便去的地方吗 好了 老夫也不卖关子了 这照片里的老家伙很出名 你本应该认识才是 他就是龙虎山天师府的老天师 什么 严守一惊了 他甚至怀疑自己有没有听错 可他多次确认 驴镜给的都是一样的答案 严守一才终于接受这个事实 反言仇联盟的群主 竟然是龙虎山老天师 这是要闹哪样啊 老爸和老天师有仇 竟然也不提一嘴 自己清明之后 去龙虎山参加罗天大叫 若是不知此事 怕是当场就要 被老天师给一掌拍死 而且 这老天师的爱好 居然这么时髦 也不知龙虎山的其他人 知不知道这件事 驴镜听严守一半天不说话 不由地问道 怎么了 你和老天师有什么关系 呃 没什么关系 只是好奇一万也 严守一打着哈哈 想糊弄过去 好在驴镜也不在乎 严守一和老天师有没有过节 他主动转移了话题 你们回龙城了是吧 何时让子彤回驴山派一趟 虽然他被你小子给拐跑了 但他始终还是我们驴山派的弟子 最近有一些事情要交给他 回头你帮我与他打声招呼 什么事啊 关你小子屁事 这是我们驴山派自己的事 驴镜直接挂断了严守一的电话 看得出这小老头 还是一样的暴脾气 严守一信信地放下手机 重新打开老天师的朋友圈 然而此时他却发现 之前还可以随意查看的朋友圈 此时居然已经被屏蔽了 老天师这是后知后觉 连忙关掉了朋友圈 还没等严守一反应过来 老天师竟又给严守一发来消息 臭小子 你刚才没进我的朋友圈吧 严守一 没有 老天师 呵呵 那就好 没事了 你忙你的吧 严守一 结束聊天后的严守一 忍不住长天大笑起来 老天师啊老天师 明老的秘密 被我给发现了 之前严守一还怀疑 老天师喜欢看女主播的事情 是不是人尽皆知 而如今看来 不是那么一回事啊 这完全是老天师自己的小癖好 被我发现了呀 严守一觉得自己 已经抓住了老天师的一条小辫子 要是到时候去了龙虎山 自己有什么危险 必然也要让老天师射死一次 到时候 那可就是晚节不保 身败名裂了 哈哈哈哈 什么事笑得这么开心啊 林子彤在楼上好奇地问 我上来与你说 严守一开开心心地走上楼 为了避免被别人听到 严守一进了房间 以后还锁上了门 正打算与林子彤 分享自己的小秘密 她一转身 便看到林子彤穿着浴袍 躺在床上敷面膜 白净的小腿 惬意地搭在枕头上 从浴袍中不经意间露出的大腿 比直接穿着泳装更为诱人 严守一孤独地吞了一下口水 上前躺在林子彤身边 我发现了一个惊天秘密 反言仇联盟群的群主 是龙虎山老天师 居然是老天师 林子彤敷着面膜 不便有过多的表情 但小眼神也已经足够惊讶了 她说道 可这有什么好笑的 多了一个如此强大的敌人 不是什么值得开心的事啊 严守一说道 老天师不知道 我已经发现他的身份了 而且我还发现了 他老人家喜欢偷偷看女主播 扑呲 林子彤连忙 扶着自己的脸 道 你别逗我笑 面膜要掉下来了 嘿嘿嘿 总之我算是抓住了 老天师的小辫子了 严守一嘿嘿一笑 说道 刚才我与驴警掌门打了电话 他知道我们回来的是 让我通知你有空去 驴山派一趟 似乎你们驴山派有什么事 需要拜托你 林子彤答道 我正打算明天回去呢 严守一想了想 哦对了 我差点忘了一件大事 只见严守一对着 林子彤摊开手掌 掌心处出现了一道 奇怪的印记 隐约可以辨认出 是一个灵字 这是什么 这是我上次在陈家村 见到神龙与白虎时 他们送给我的传承 名为习兆万灵 据说只要学了它 就可以与动物沟通 甚至能够统一万灵 林子彤忍不住拍了严守一掌 这么重要的东西 你怎么现在才想起来 你的心可真大 我喊你大傻子 果然没错 严守一不好意思地 挠了挠后脑勺 怪我怪我 这段时间不是忙忘记了吗 有这种传承 你怎么不赶紧学了 林子彤问 这是我特意留给你的 严守一笑着说道 我是鲁班传人 要学的东西太多了 所以没心思再学别的 这席照万灵 倒是挺适合你 所以 话才说一半 严守一一掌 拍在林子彤的额头上 林子彤就这么毫无防备地 接受了席照万灵的传承 他来不及说什么 赶紧闭上眼睛 领悟消化 眨眼的功夫 半个小时的时间过去 林子彤脸上的面膜 早就干巴巴的了 他终于睁开眼睛 才睁开眼睛 林子彤就忍不住扯掉面膜 给了面前的严守一一拳头 大傻子 就算要传承 你也得让我有点心理准备啊 我的面膜都干了 严守一 差点被这一拳捶出内伤 我给你的 可是神龙的传承 你怎么还在乎这面膜啊 我在乎的 当然不是面膜 是我的脸 林子彤称怪地瞪了严守一眼 随后说道 这席照万灵确实厉害 我刚才也只是领悟了十之一二 以后恐怕要花不少心思 你还有邹叔叔的琴谱要学 看样子 你要忙咯 严守一幸灾乐祸 林子彤美好气地白了他眼 大傻子 你以为我看不出来吗 这席照万灵你自己学 也花不了多少心思 但你就是想把它交给我 好让我有多几分实力保护自己 看破不说破 严守一微微一笑 哼 林子彤撅着嘴巴 但却不是真生气 反而因为严守一的关心而窃喜 他的脾气来得快去得也快 在看到严守一还在偷笑后 林子彤就绷不住了 他将面膜扔到垃圾桶里 对严守一道 我去洗把脸 今晚我们早点睡 明天一早 我就回驴山派 他正要走 严守一冷不防地 一把把他拉进怀里 你不用洗 也一样香 你学坏了 林子彤娇称地说道 小楼一夜听春雨 第二天一早 林子彤就出门去驴山派了 等严守一醒来 只觉得浑身酸胀无力 仿佛被女妖怪吸干了惊气 难怪抓鬼要保持童男之身 我忽然有点理解身天一郎了 哎 坐在床上的严守一摇头叹气 然后挣扎着爬起床 他今天还有一些事要去处理 六天之后 赵家人会杀到荣城来 严守一要设鸿门宴 自然要找到足够多的帮手 来撑场子 洗漱以后 严守一来到阳台 先是给罗宁打了一通电话 罗宁那边接得也很快 上来便问候了一句 怎么了 你和林子彤吹了 你嘴里能说出什么好话吗 严守一无语道 就算我和子彤分了 也轮不到你啊 你 我挂电话了 罗宁气个半死 他其实不讨厌严守一和林子彤 但是就是喜欢和林子彤比一比 顺便调戏调戏严守一 一开始还蛮有成效的 但不知从哪一天开始 严守一的情商突飞猛进 每次罗宁出招他都能接得住 甚至反弹给罗宁 搞得罗宁乱了阵脚 严守一赶忙说道 别啊 之前听老金说你出去赚外快了 现在回荣城了吗 还没有 明天回 严守一笑道 六天之后 我需要你来帮忙撑场子 我开价很高的 罗宁道 你尽管说 罗宁想都没想 便说道 自打白石洗魂飞破散以后 平安大厦的煞气 已经大不如从前 我在那儿的养尸地也没用了 你要是想让我出手帮忙的话 就帮我找一片养尸地吧 没问题 严守一一口答应了下来 罗宁虽然是赶诗人 但他并不是很精通风水 想要找到极佳的养尸地 还得靠严守一这个鲁班传人 身为女孩的罗宁 行事风格倒是十分干脆 严守一和他稍微寒暄了几句 便挂了电话给阿公打去 喂 阿公那 最近在柳家过得如何啊 严守一意味深长地问 阿公不好意思地答道 每天就是与家人在一块 也没有别的什么事 闲得很 那正好 六天之后 我需要你来帮忙撑场子 有没有兴趣 哦 我没问题啊 阿公看来 也是个闲不住的主 一听说有事 他也来了兴趣 而且不像罗宁一样提要求 直接就答应了 二人又闲聊了一会儿 阿公忽然告诉了 严守一一个特别的消息 柳家前几天 来了一位身份十分特殊的客人 这位客人 乃是龙虎山天师傅的大长老 大长老很意外地 看中了柳一人的天赋 当场就将他收入门中 而后便带着他去龙虎山了 看样子 是打算好好培养柳一人 这个消息 让严守一感到十分惊讶 龙虎山天师傅 作为道教之手 门下聚集了天底下最顶尖的天才 可以说 天师傅的外门弟子 都比一些门派的内门弟子要厉害 任何一名龙虎山弟子 哪个不是从小就被选中 当作苗子一路培养长大 像柳一人这样半路出家 已经成年才入门的 实在是少之又少 关键在于 严守一从未发现过柳一人的天赋 有多么逆天 能够让龙虎山大长老直接破格收入门下 他虽然忠心希望柳一人也能有光明的未来 但眼下听到这个消息 心里还是觉得有几分古怪 唉 反正过不了几个月 我也要上龙虎山 不如就等那时 再看看是什么情况吧 严守一心里下了决定 这天中午 严守一乘车前往荣城机场 为了给赵家摆下鸿门宴 严守一破天荒地求助了严筹 严筹听后也没有多废话 当场就只派了两人前来给严守一称场子 但严筹并没有说来者的名字 只是让严守一提前一日的中午时分 去机场接人 严守一对来称场子的两人十分好奇 所以早早地就出发了 开车的司机是一名中年大叔 严守一刚上车 就注意到前排的椅背上贴着一张小卡片 上面写着 诚哥您好 我爸爸 今天是第一天开出租车 或许有些路任不全 请您不要怪罪他 谢谢 卡片上还画着一个大笑脸 严守一哑然失笑 对司机师傅说道 师傅 这卡片是您孩子写的 师傅也颇不好意思 啊 是我女儿写的 这小妮子 今年才上初中 担心我第一天开出租车 会犯错挨骂 就在车里贴了这玩意儿 让您笑话了 这小小的卡片 却承载着孩子的爱 看着卡片 严守一心情也好了不少 但车子上路后 严守一却发觉 这司机师傅的气色不太好 可谓是霉韵缠身 要是放任不管的话 不出今日必有血光之灾 司机也随口地抱怨了几句 奇怪 我这头一回开出租 也不太了解行情 但这转悠了一早上 就遇到你这一位客人 难道出租行业这么不好做 实际上并非是出租行业不好做 而是这位司机师傅自身的问题 霉韵当头 乘客们会不自觉地避让 就算是看到了 这位司机师傅的车 也会下意识地后退 想要等下一辆车 而严守一之所以坐了上来 主要是因为它比较特殊 直接无视了那些霉韵 严守一问道 师傅 方便告诉我 你的生辰八字吗 司机师傅笑道 小哥这是要给我算命啊 我只是略懂一些 说不定能帮师傅您转转运 行 我的生辰八字是 拿到了司机师傅的生辰八字 严守一就忍不住皱了皱眉头 这位师傅五行属金 对应的颜色是白色或金色 而这辆出租车的 却是红色的 车子颜色与五行不同 本是没什么的 但奈何火克金 而火对应的颜色 正是红色或紫色 也就是说 这位师傅刚上路第一天 就开着一辆 与他命中反冲的车子 自然就会避开了财运 甚至有可能有血光之灾 但如果只是五行相克的话 应该不至于造成 眼前这么严重的情况 车上应该还有某样东西 在发挥着影响 严守一寻找了一番 很快便将目光 放在了后视镜上 悬挂着的一串平安符上 正常的平安符 应该是折成三角形的形状 但眼前的平安符 却是正方形的 这与严守一所知道的平安符 完全不同 他不由地问道 师傅 您这平安符是哪来的 师傅答道 这个啊 这是昨天我老婆 从外面捡回来的 看着像平安符 所以就干脆挂在车上了 严守一眼角抽搐 师傅 平安符都是 针对个人开光的 您捡别人的平安符 不仅不会报平安 还有可能招来祸端 有这事 师傅虽然诧异 但这种事情 命可信其有 不可信其无 于是他当场就扯下来 打算扔出窗外 严守一连忙拦住 给我瞧瞧吧 那你看完可得扔了 别留在我车上啊 晦气 接过平安符 严守一将之拆开 发现里头竟然写着 四象山的名号 他大吃一惊 四象山乃是驴山派 千年难得一遇的 天才铜金城暗中创立 之前严守一 已经灭了铜金城 四象山也不复存在 可如今却又看到了 这张四象山的符 难不成四象山死灰复燃了 看来这件事 有必要让驴金去查一查了 严守一默默地将符撕碎 塞进了口袋里 抵达机场 下车之时 严守一提醒司机师傅 最好将车子的颜色改一改 最好改成黑色或者蓝色 司机师傅满口答应 但会不会照做 就不是严守一能管得着的了 好歹是平安到了机场 倘若不是严守一 找到了四象山的符路 恐怕这一路可不太平 才下了车 严守一忽然接到了 叶南飞的电话 喂 叶师兄 有何贵盖啊 叶南飞在电话里沉声说道 你已经被踢出群了对吧 严守一愣了愣 是啊 怎么了 我刚才在群里看到 赵家人并没有履行承诺 而是派人提前抵达戎城 恐怕要悄悄对你们下手 叶南飞说道 有这种事 严守一心中一惊 嗯 他们以为群里都是你的仇人了 所以才将计划泄露 恰好被我给看到了 叶南飞提醒道 你最好多留个心眼 别被赵家人给偷袭了 明白 多谢叶师兄 改日去了昆仑山 我请你喝酒 行 我记着了 你欠我一顿 挂了电话 严守一深吸一口气 脸色沉了下来 其实赵家人会有这种动作 是在严守一意料之内的 赵家人怎么会不知道 荣城之行是一场鸿门宴 他们若是真的按照规矩乖乖地来 那才是脑子有毛病 不过 严守一本意的 并不是将赵家人赶尽杀绝 而是想着 尽量以和平的方式解决矛盾 如今对方提前出手布局 严守一的态度 也要相应地做出改变 随后他又不自觉地笑了起来 本来还担心与赵家谈判 手里没筹码 这回好了 赵家人竟主动将筹码送过来了 他快步走向机场的到达口 找了个角落坐下来 仔细地打量着 每一名从机场里走出来的旅客 赵家在东北 他们想来荣城 必定是坐飞机来的 而荣城 也就只有这一座机场 所以只要在这儿等 必定能等到赵家的先前部队 这一座就是一个小时 赵家人是没瞧见 但美女着实让严守一看了不少 正当他满心罪恶感之时 到达口里 忽然走出了一行人 他们穿着大衣 戴着墨镜 一行大约二十人 板着臭脸 一副生人物镜的模样 光看着行头和气势 就能猜出 这一群人不简单 但真正让严守一确定他们身份的 主要还是 因为他们身上那股若有若无的妖气 毕竟是出马仙 身上附着黄鼠狼 必定会泄露出几分妖气 而这也就方便了严守一 来了 严守一自言自语 悄悄地站了起来 三元 又有任务要交给你做了 严守一从胯包里拿出了木鸟三元 三元扇动着翅膀 晃晃悠悠地飞到空中 混入鸟群当中 难以察觉 三元可谓是天生的赤后探子 有他在 严守一就好像有了第三只眼睛 放出了三元 严守一又坐了回去 悠哉悠哉地目送赵家人走远 他拿出手机 给罗宁和阿公发了一段语音 有空把平安大厦 清出一个房间来 再准备一点尸体和纸人 咱们容成很快就要有客人了 二人心领神会 立马开始忙活起来 给这群来自北方的客人 准备客房 赵家人这一行队伍中 有一位女子十分引人注目 她披着貂皮 涂着艳妆 烫着大波浪头 看着十分惹火 她是身田一郎的妹妹 名为赵一瑶 赵一瑶今年不过21岁 但却十分成熟 而且也算是天赋一禀 在赵家当中地位非凡 这次带来的这一群族人 全都以赵一瑶马首是瞻 可此时的赵一瑶 却是满脸不屑 只是对付一个严守一 用得着我们举族出动吗 旁人安慰道 一瑶 这次可是大事 严守一杀害了你亲哥哥 家族举全族之力报仇 这很正常 赵一瑶冷笑一声 身田一郎 一半是赵家人 一半是霓虹人 他死是因为他自己本事不够 依我看他就应该认栽 父亲也不该替他报仇 赵宁这么说 我们难道不应该来杀严守一 不 严守一是要杀的 但并不是因为要给我哥报仇 而是因为 这小子打了我们赵家的脸 赵一瑶的心 比身田一郎要狠得多 他甚至不在乎 什么兄妹之情 什么血浓于水 他在乎的是赵家的颜面 在赵家 重男轻女是十分常见的 尽管赵一瑶的本事 强过身田一郎 但他们的父亲赵正豪 依旧是更加看重身田一郎多一些 而在赵一瑶的眼中 身田一郎那种广撒往事的捕捉世神 是非常愚笨的行为 他认为 人只要将一件事做到极致 就足够天下无敌 所以赵一瑶只容得下 他和他身上的仙家 容不下其他 而他身上的这位黄大仙 也比其他赵家人的 要强大得多 赵一瑶沉生说道 这个严守一眼 不知是胆子大 还是单纯的愚笨 竟敢与我们赵家为敌 等着瞧吧 不等明日他设好鸿门宴 我们今晚就将他们全部生情 然后慢慢折磨至死 在发出了最恶毒的诅咒后 赵一瑶等人乘上了街机的专车 向着市区挤驰而去 而三元也紧紧地跟在他们身后 严守一收回目光 看了一眼时间 寻思着自己等的人也应该要来了 会是谁呢 忽然 严守一感觉到 身后有两道气息 正向自己靠近 他眉头一皱 转过身 哟 你小子够警觉的吗 我们的脚步这么轻 你居然都能察觉到 身后的两人 严守一是见过的 当初严仇出狱 带着一群人上飞凤山 就有这两人的身影 严守一记得 他们一个叫做三龙 一个叫做腊梨头 三龙是一名硬汉 大冬天的 却只穿着单薄的衣服 胸口挂着一串狗牌 行为举止 颇有军人之风 腊梨头则是一个矮胖子 脑袋上长满了窗 笑起来满嘴都是黄牙和烟字 其中还有一颗大银牙 严守一露出笑容 张开双臂喊道 三龙叔 胖叔 没想到 来的竟然是你们俩啊 三人简单地拥抱了一下 三龙说道 你父亲之所以派我们俩来 主要是因为我们的本事 天然针对赵家的出马仙 在我们俩面前 就算是赵家的家主赵正豪来了 也掀不起什么风浪 这么厉害 严守一有些惊讶 因为他对这两位叔叔 还不是特别的了解 腊梨头迫不及待地点了支烟 一边抽一边问道 明天的场子订好了吗 我们挺赶时间的 帮你解决了赵家人以后 立马又要飞走了 场子已经订好了 严守一问 二位叔叔是着急去处理 新玄山派的人吗 三龙和腊梨头对视一眼 道 看来你都知道了 没错 西北那边还有不少 新玄山派的人在兴风作浪 你父亲没空过去 所以就得咱们俩出手了 严守一点点头 看样子 铲除新玄山派的任务 十分繁重 二位叔叔 现在事情有了点变化 今天恐怕来不及 给二位叔叔接风洗尘 就得忙活起来了 严守一带着歉意说道 三龙摆了摆手 不打紧 我们本来就是来帮你的 需要我们做什么 你尽管开口便是 既然如此 严守一也就没什么 不好意思的了 他说道 赵家已经派了一行人 刚刚抵达戎城 他们打算 今晚就对咱们偷袭 杀咱们一个出其不意 哈哈哈哈 腊里头大笑起来 我就知道 赵家这帮家伙 不会老实的 三龙挑了挑眉吗 那守一你的意思是 既然我已经知道 他们的计划 那当然不能坐以待毙 他们想要杀咱们 一个出其不意 咱们就给他来一个 先下手为强 严守一笑道 我已经派三人跟踪他们了 待会儿咱们追上去 直接将他们一网打尽 他们有多少人吗 三龙又问 一行十来人 二位叔叔有把握吗 有把握 哈哈 守一 你还是太低估我们的本事了 腊里头笑着 直接大步往外走 走了几步又回过头问 还愣着做什么 麻溜的 我已经迫不及待 收拾这帮魂球了 跟在腊里头后方的严守一 忍不住小声问三龙 三龙叔 胖叔怎么显得如此激动 难不成他和赵家人有什么恩怨 三龙憋着笑说道 你听口音 大概也能听得出来 你胖叔是东北人吧 严守一愣 胖叔该不会是赵家人吧 那当然不是 三龙笑道 东北的出马仙 主要供奉有三种动物 分别是狐狸 蛇和黄鼠狼 这赵家主要依仗着黄鼠狼 而你胖叔以前 是东北吴家的人 吴家供奉的是狐狸仙 这和赵家有什么关系 多年以前 胖叔的狐狸仙 被赵家的一只黄大仙给黑羞了 虽然事后 胖叔已经把那个干坏事的出马仙给咔嚓了 但这事 可是胖叔多年来憋在心里的一口气 据他所说 那种感觉 就好像自己养了十来年的女儿 一眨眼的功夫 没看出 就被赵家的人给糟蹋了 你这要是换成你 你能不恨赵家人吗 那确实是该恨 我如今能理解胖叔了 容成的某家高级酒店 赵一瑶刚刚办理好手续 在服务员的帮助之下 入住总统套房 将行李放好 赶走服务员后 赵一瑶望着落地窗外的繁华城市 脸上却是浮现出一丝烦躁之色 区区一个严首医 竟要我们举足过来 父亲真是太过紧张了 赵一瑶对自己父亲的决定十分不满 他认为严首医根本不值得如此大动干戈 更不值得他亲自到容成一趟 对于他那刚刚隔屁的哥哥 赵一瑶没有任何的悲伤难过 甚至他觉得身田一郎死了才好 或者说家里的年轻男人全死光了才好 这样赵正豪才会发现 自己的女儿是多么的优秀 明白家族大权将来应该交给谁 今晚我便出手 将严首医等人全部屠杀殆尽 证明自己的本事 赵一瑶刚刚做完决定 忽然注意到自己的床上竟然有几根白毛 这让赵一瑶瞬间抓狂 他们入住的好歹也是六星级酒店 可床上竟然有大量毛发 保洁人员却没有发现 身为大家千金的赵一瑶 完全无法忍受自己的床上有别人的毛发 正打算打电话去前台问责 又猛然地挂断了电话 不对劲 这毛发 看着根本不像是人的 赵一瑶走到床边 小心翼翼地捏着一根毛发 仔细观察了一番 他起初以为 这应该是某个白头老人的头发 然而现在他不这么认为了 人的白发不会如此银亮 而且这并不是毛发 而是绒毛 人身上不可能有这么长的绒毛 他沉着脸对着毛发秀了秀 随后面色大变 这是狐狸毛 认出了这毛发的来历 疑心慎重的赵一瑶瞬间明白 自己的屋子里还有别人 黄色皮 赵一瑶立即召唤自己的黄大仙 从他的身体里 钻出了一道黄色的影子 迅速地在他面前 凝聚成一头黄鼠狼的模样 这黄鼠狼比狼狗的体型还要大 更诡异的是他 竟然是用双足直立的 站着的模样 就好像一个脸上长毛的小孩 然而 还没等这位黄大仙发威 房间的角落猛然窜出一道身影 直接咬住黄死皮 将他死死地按在地上 黄死皮几次挣扎 可咬着他脖子的狐狸 竟然比他的体型还要大上不少 魁梧得好像一只藏鳌 而且 这狐狸的脸上 还有一道长长的伤疤 看起来就更加凶悍猙獰了 赵一瑶脸色大变 黄死皮 巨型狐狸死死地 咬着黄死皮的脖子 嘴角咧开 露出了尖牙 同时发出了呜呜的警告声 黄死皮吓得浑身颤抖 不敢动弹 赵家的丫头 忽然 一道人影出现在赵一瑶的身后 赵一瑶瞳孔一缩 手中瞬间抽出两柄匕首 朝身后刺去 腊里头早有防备 不仅轻松闪开 还接连两个掌刀披在赵一瑶的手腕上 疼得他直接将匕首脱了手 你是谁 赵一瑶惊恐地问 赵生根是你叔叔吧 腊里头冷笑道 你知道当年是谁把他给咽了的吗 赵一瑶瞬间知晓来者的身份 脸色更加难看了 你是吴家一种 吴富海 腊里头黑着脸说道 你说话真难听 什么叫做一种 真到我吴家人都死绝了 赵一瑶此时才意识到自己失言了 但他并不打算道歉 因为腊里头显然来者不善 他与他多说一句话 都是自己往深渊里多迈一步 于是赵一瑶二话不说 便冲向房门 打算逃出去找同族人的帮助 然而腊里头却不会放过赵一瑶 他从手中扔出了一条练刃 虽没伤到赵一瑶 但练刃却是死死地缠住了赵一瑶的小腿 轻轻一拽 赵一瑶顿时狼狈地摔在地上 黄四皮虽然有心帮忙 却被狐狸仙死死地压制住 根本动弹不得 看眼逃跑无望 赵一瑶也不闪躲了 咬着牙问 你到底想做什么 报复我们赵家吗 当年灭你们无家的 又不是我们 冤有头债有主 你应该去找宋家才是 谁说我是爱复仇的 腊里头笑道 你忘了我是谁了吗 玄山十三太保 我排第二十二 赵一瑶 十三太保 你排二十二 还好意思说 再提醒你一句 我们玄山派乃是鲁班传人 严仇所创立 而你们此行 要杀的严首一 是严仇的儿子 说白了 就是我们的少主 赵一瑶终于明白 腊里头的意思了 他含声道 我们走漏了消息 所以 你打算提前过来杀人灭口 别说的那么难听 我严首一 又不是什么是杀之人 一道声音慢悠悠地 从门外传来 随着滴滴一声响 严首一和三龙推门而入 赵一瑶盯着严首一看 你就是严首一 正是在下 严首一抱拳行礼 随后微笑着说道 你们想杀我们一个措手不及 我选择先下守围墙 这很合理吧 哼 赵一瑶冷哼一声 你也别害怕 我不喜欢杀人 严首一淡淡地说道 明日才是设宴的日子 我既然邀请了你们赵家人 自然要让你们 所有人都到场上桌 赵一瑶瞬间明白 严首一的目的 混账 你要拿我们做人质 严首一他们能 大摇大摆地走进他的房间 就说明 他们已经将其他的赵家人 都给解决了 所以在这儿 赵一瑶才说的是 我们而不是我 严首一坐在床边 询问道 我的计划如何 赵一瑶铁青着脸 恨不得就地自杀 他本是打算着 提前到荣城 大展手脚 杀了严首一立功的 结果不仅没达成目的 自己才刚刚下榻 就被严首一给生情了 反过来当作明日 与赵家谈判的筹码 这不仅仅是失败那么简单 这对赵一瑶而言 简直是奇耻大辱 十分看重面子的赵一瑶 气得在心里抓狂 他宁愿死 也不想受如此屈辱 可奈何在腊里头的面前 他连死都做不到 内心挣扎了数次的赵一瑶 最终放弃了抵抗 恶狠狠地瞪了严首一眼 我一定会让你付出代价的 严首一笑着说道 想让我们严家 付出代价的人太多了 按照你的实力和资质 怕是要排到一百名开外了 所以你想报复的话 恐怕要等停久的 呸 你去死吧 赵一瑶当真冲着严首一吐口水 好在严首一躲开了 三龙皱着眉头说道 这丫头怎么如此粗鄙 严厉头微笑道 多半是欠的 打一顿就好了 有严厉头和三龙的帮忙 严首一轻松抓住了 赵家先遣部队的所有人 而以赵一瑶为首的 这帮赵家人 又在严首一的盛情邀请之下 光荣入住了平安大厦 平安大厦没了白石洗 就好像以朝里没了以后 那些原本被白石洗 吸引过来的妖魔鬼怪 如今树岛胡孙散 大部分都已经离开平安大厦 自寻去处了 所以 如今平安大厦的煞气 远不如从前 好在威名犹在 容成的百姓 依旧不敢靠近 这也方便了严首一 他本来还不知该 把赵一瑶他们关在哪 如今正好有了去处 罗宁和阿公 在平安大厦44层一番改造 给赵家人每人 准备了一间单间 屋子里有一具 罗宁的僵尸看守 屋外有两名指人坐镇 赵家人入住以后 直接就处于 24小时不间断的监视当中 别看赵家人都是出马仙 但他们也少有和僵尸 同处一室的机会 所以 有不少赵家人 入住豪华单间以后 哭着求颜首一 给他们换一间房 或者是把僵尸带出去 对此 颜首一让罗宁去和他们交涉 而罗宁只是撂下了一句话 我的僵尸多可爱啊 你们竟然嫌弃他们 信不信我让他们 在你们睡着以后咬你们啊 此话一出 赵家人再也不敢吭声了 只能蜷缩在角落 默默地忍受着角落里 一动不动的僵尸 其实这些僵尸 都被罗宁下了禁止 只要赵家人不想办法逃跑 那些僵尸就不会动他 但一旦 他们有想要逃跑的迹象 僵尸立刻就会行动起来 同时 阿公放在门口的指人 也不是摆设 他们会立刻钻进房间里 直接束缚住赵家人 如此 便是万无一失了 赵一瑶的房间里 被罗宁特殊照顾 足足放了三具僵尸 此时他脸色难看至极 想要去砸门 又怕僵尸们醒过来 严守一站在房门外 对赵一瑶说道 赵小姐 我这也是无奈之举 请你多多理解 多多海涵 赵一瑶怒道 你看看这里的环境 若是别人看到了 哪相信你是鲁班传人 这分明就是邪魔妖人的老巢 腊里头拍了拍大门 骂道 差不多行了 我们这是绑架 不是请你过来度假的 还他妈对环境有要求了 严守一笑道 明日我设宴 自会带你过去 要是我和你父亲谈拢了 保证把你们原封不动地送回去 但要是谈不拢吗 赵一瑶咬了咬牙 落入你手 我也没有什么怨言 只是我还是要问一句 你把我的黄四皮怎么了 放心 和其他的黄鼠狼 一起集中圈养呢 集中圈养这个词 赵一瑶听了 差点就要吐血了 黄大仙在他们那儿 都是要烧香供着的 到了严守一阵 就变成集中圈养了 伤害虽然不大 但侮辱性极强 严守一带着众人 走出关押区 他小声对落里头说道 不是说赵家人喜欢奴役黄大仙吗 为何我感觉 这个赵一瑶 对自己的黄大仙 还挺尊重的 他只是个例 落里头笑道 你没看到咱们集中圈养的 那群黄大仙 一个个欢天喜地的 就好像回到了老家一样吗 严守一 也是哈 他想了想 让罗宁去向赵家人 抢了一部手机 拿到以后 直接给赵家家主赵正豪 打了过去 与此同时 赵正豪还远在东北 正等着赵一瑶他们的消息 手机忽然响起 赵正豪看了一眼 顿时露出笑容 看样子 是一瑶他们得手了 这个严守一到底 还是太嫩了一些 明日乃是鸿门宴 我怎么可能真的过去 他信心满满地接起电话 准备听到赵一瑶他们 杀了严守一的好消息 然而电话接通以后 传来的却是陌生的声音 赵家主 您好啊 赵正豪的笑容 瞬间僵硬在脸上 沉默了几秒钟后 他问道 严守一 正是晚辈 赵正豪的呼吸 顿时变得急促起来 你把我的人如何了 放心 我没伤害他们 不信你听 严守一把手机 放到一间牢房的门外 罗宁直接解除了 牢房内僵尸的禁止 僵尸刚刚动弹了 几根手指头 牢房内的赵家人 就吓得发出了一阵 撕心裂肺的惨叫声 赵正豪气得 差点没把手机撇碎 严守一一边对罗宁摆手 一边冲着电话说道 看 他们都还活着 赵正豪咬牙道 你不是说 没伤害他们吗 是没伤害啊 但他们 为什么惨叫 我就不知道了 是我看清你了 你这个小狐狸精 严守一无奈 赵正豪自己耍心眼 他不过是反击了一下而已 就成了小狐狸精了 一摇呢 赵正豪又问 你想听他的惨叫声吗 严守一故意问 不用了 赵正豪连忙回答 此时赵正豪万分后悔 因为他的轻敌竟亲手将自己的女儿送到了严守一的手里 变成牵制他的人质 赵家主 算算时间 您此时应该开始收拾行李 否则赶不上明天一早的飞机了 严守一笑着说道 明日我在西湖设宴 您千万记得要来 我和赵一瑶在湖边等您 赵正豪深吸一口气 努力地克制住自己的怒意 最终憋出了一个字 好 严守一点点头 直接挂断了电话 他要的就是给赵正豪一股神秘感 其实他这儿压根没把赵家人怎么样 可偏偏赵正豪却不会那么认为 赵正豪肯定以为 严守一用尽了手段折磨赵家人 神秘的 就是最恐怖的 所以 严守一什么都没做 而赵正豪已经乱了阵脚 迫不及待地要把底牌交出来了 三龙看着严守一这一系列的操作 眼中不由地有了几分赞许之色 严守已经很厉害了 但当年严守像严守一这个年纪的时候 都不如严守一现在的手段多 真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多谢二位叔叔帮忙 严守一对二人抱拳说道 明日宴席结束后 我给二位叔叔安排洗脚按摩 三龙和腊里头一愣 随后哈哈大笑 直夸严守一懂事 一旁的罗宁则是满脸无语 三方七相 文如方 驴山派的宅院内 林子彤和驴精在蒲团上静坐 二人手里各自拿着一根吊杆 垂直的鱼线沉入湖底 可以看见湖底有不少鱼儿 绕着鱼线徘徊 忽然 驴精面前的鱼线抖了抖 吓到了鱼儿们 将平静的湖面 惊出了小小的涟漪 紧接着 驴精便睁开了眼 他看了一眼身边的林子彤 不由地叹了口气 没多久 林子彤也睁开了眼 他微笑道 掌门失书 承让了 驴精无奈地说道 没想到我活到这个岁数了 心竟然还没拟近 真是惭愧 林子彤谦虚道 兴许是这湖里的鱼儿调皮了 你无需安慰老夫 驴精摆了摆手 咱们驴山派的鱼儿 自小养在此处 早已有了灵性 就算岸边有人跳舞 他们也无动于衷 若非是老夫的心乱了 惊到了这些鱼儿 这些鱼儿是不会有动静的 林子彤也没再多嘴安慰了 因为事实也正如驴精所说的那样 驴精夸赞道 当初师兄 选你做关门弟子 门中不知多少人持反对态度 其中也包括我 但如今我越来越发现 师兄的眼光是对的 驴山派的传承非你不可 即便是我 也只是代理掌门罢了 这驴山派掌门的位置 迟早是要传给你的 林子彤心中一惊 似乎已经猜到了 驴精想说的话 驴精继续说道 过去我没当上掌门 对此位置心心念念 如今我当上掌门也有 一个多月了 才发现自己不过是夜宫浩龙 真做了这掌门 反而束手束脚 也能理解当初师兄的 种种做法和决定了 驴精的脾气暴躁 和驴靖生 完全是两种类型的人 驴山派在他的管理之下 远不如当初驴靖生 当掌门时的好 驴精也正是意识到了这一点 才萌生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这次让你过来 主要是 希望你能去参加一下 清明节之后的龙虎山 罗天大叫 驴精放下鱼竿 总算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好啊 出乎意料的是 林子彤想都没想就答应了 这让驴精有点范忙 你如此轻易就答应了 怎么也不问我 去参加罗天大叫做什么 本来驴精还准备了一大段说辞 想力劝林子彤参加呢 结果林子彤二话不说就答应了 林子彤笑了笑 说道 首一也要去参加罗天大叫 这回驴精算是彻底傻眼了 他愣了半想 才无奈地说道 敢请你去参加罗天大叫 不是为了驴山派 而是为了那臭小子 师兄若是还在门内 不知道会不会一掌拍死严首一 反正老夫是已经有这个心思了 顿了顿 驴精又说道 严首一是民间教派 为何会去参加罗天大叫 他有这个资格吗 林子彤想了想 应该有吧 您忘了 他和龙虎山张山通老前辈 也有关系吗 说的也是 驴精点了点头 没有多想 事实上 这世上没有比严首一 更有资格参加罗天大叫的人了 因为他拥有龙虎密文 子彤 师兄常常夸你聪明 所以你能猜得出来 我为什么要让你 去参加罗天大叫吗 驴精问 林子彤没多犹豫 直接答道 掌门师叔的意思是 让我在罗天大叫上 取得一个好名次 将名声打出去 获得各大门派的认可 然后就可以顺理成章地 回来接手驴山派 如此一来 不论是驴山派内外 我都能负重 果真是聪明无双 驴精对林子彤的竖起大拇指 眼里赞许之意更胜 然而林子彤下一秒却说道 但是 掌门师叔 这次罗天大叫 我恐怕只能观战 无法参加 驴精愣住了 为什么 林子彤默默地摸了摸自己的肚子 驴精瞳孔一缩 震惊到 神 什么时候的事情 就是大婚当日 林子彤低着头 红着脸说道 驴精忍不住站了起来 在原地徘徊 双手不停地挠着天灵盖 他感到头皮发麻 来回走了好几圈 驴精停下脚步 指着林子彤的肚子说道 那小子什么狗屎运 怎么就这么准呢 林子彤尴尬地笑 他骂的 我这就打电话过去 好好训斥 训斥这混蛋小子 你们俩都还年轻 还没有做好当父母的准备 驴精正要打电话给严手医 林子彤连忙拦住了他 掌门师叔且慢 手艺他 还不知道这件事 他不知道你怀孕 驴精更震惊了 你们年轻人 现在玩的都是什么路数 林子彤低下了头 他有命节缠身 还有仇家在虎视眈眈 我担心 我告诉他这件事后 他会因此分心 你 驴精一阵愁眉苦脸 这可怎么办才好啊 如果是驴静生在这儿的话 肯定会冷静下来 寻求解决的办法 而驴精这个暴脾气 遇到事情 就忍不住先抱怨一番 这也是为何驴精觉得自己 不适合做掌门的原因 但好歹 驴精也是一把年纪的过来人了 抱怨了一阵后 还是能冷静下来思考对策 驴静生沉思了片刻 沉生问道 子彤 你是否有做好把孩子生下来的打算 林子彤眉头一皱 我不会抛弃我的孩子的 唉 老夫当然也不是要让你把孩子打掉 驴精说道 只是你们过早生孩子 恐怕不利于你们自身 更不利于孩子的成长 倘若你想将此事缓一缓 老夫倒是有个办法 办法 就是暂时抑制住孩子的发育 让孩子保持着现在的状态 等你们觉得时机成熟了 再解开静止 让孩子继续发育 当然 这个方法肯定不会影响到孩子的健康 驴精说道 但这个方法多多少少会对你产生一定的影响 林子彤听后 陷入沉默当中 驴精叹了口气 你自己好好考虑 老夫也不过是给你多提供一条出路而已 不管你做出什么样的决定 老夫都会无条件支持 这样吧 你先回家去 过几天考虑好了 再来驴山派找我 这种事情 驴精认为 林子彤需要考虑很久 所以 已经做好了让林子彤离开的准备 然而他刚刚转身要离去 林子彤就已经给出了他的答案 就让孩子 先缓一缓吧 掌门师说 告诉我 我应该怎么做 驴精停住了脚步 背对着林子彤问道 你真的决定好了吗 叶叶叶 子彤去驴山派那 到现在还没回来吗 西湖边 严手一下了车 询问等候在此的林家老管家叶成福 叶成福摇头道 小姐最近几日常去驴山派 据说是跟着驴精掌门静坐修心 不过算算时间 此时也应该要回来了 严手一这几日 正忙着处理赵家人的事情 正巧林子彤也天天要去驴山派打坐 所以 两人的交流的不太多 叶成福的话音才落 林子彤专属的兵力坐驾 就停在了严手一的身后 林子彤从车上走下来 笑着说道 大傻子 我没来迟吧 看着林子彤脸上明显要明媚一些的笑容 严手一有点不解 我怎么觉得 你今天比平日要开心许多 是不是遇到什么高兴的事了 林子彤来到严手一的身边 垫着脚尖 在他的耳边说了一句话 什么 驴精掌门 要把驴山派掌门之位传给你 严手一直接震惊了 林子彤连忙捂住他的嘴巴 还没有完全定下来的事情 不要让太多人知道了 不过叶成福士 已经听到了 他露出慈祥的笑容 恭喜小姐 老爷要是知道这件事 一定会特别高兴的 林子彤勉强地笑了笑 他还有一些事情 藏在心里没说出来 但既然大家这么高兴 那些话就没有再说的必要了 严手一抱着林子彤 骄傲地说道 到时候去了罗天大教 我保证让你发光发亮 让悬门中的人都看看 驴山派的心掌门有多么优秀 哎呀 小龙他们过来了 你快把我放下来 林子彤娇羞地捶打着 严手一的后背 远处 小龙 阿公 罗宁 老金等人 正在朝严手一他们的方向走来 除了他们以外 还有一人也已经到场 此人正是奢刀人王极王 王极王去到他亲生母亲的城市 悄悄地观察了好几日 见到母亲如今过得幸福 拥有了一个新的家庭 便不想打扰 又悄悄地回到戎城来了 王极王心里明白 即便母亲有了新的家庭 也不意味着 自己就无依无靠孤身一人了 他还有王之莱这个弟弟 还有严手一这些朋友 严哥 什么事情这么开心啊 龙飞城到了两人跟前 打趣地问道 嫂子有喜了 林子彤一正 严手一却已经一脚 招呼在龙飞城的屁股上了 龙飞城赶紧认怂 严手一也说起了正事 叶爷爷已经在西湖边上 摆好了酒席 赵家人也已经全都抵达 容成机场 按时间来算的话 不出半个小时 他们就会抵达了 提到此事 众人的脸色都变得严肃起来 王极王说道 你有信心对付他们吗 那可是东北赵家 不用担心 我已经请来了两位叔叔 帮忙坐镇 更何况 也未必能打得起来 严手一信心满满地说道 罗宁差一道 你们杀了赵正豪的儿子 还绑架了他的女儿 再加上你爸和他们赵家的 辛仇旧恨 这还打不起来 老金也说道 是啊 换作是我 肯定要揪头发山 耳八子了 严手一解释道 身田一郎又不是我们杀的 赵义瑶更是自己送上门 说白了这些事都怪不得我 时间已经差不多了 严手一让大家先到酒席入座 不管怎么样 一会儿赵家人来了 他们的驾驶也得摆出来 若是见面时驾驶输了 今天的宴席可就输了一半了 叶成福身为管家 便守在入口处 替严手一等人 等待赵家人的到来 十分钟后 西湖入口放行 一辆辆宝马车 整齐地驶进飞观光区 叶成福见到赵家的车队来了 便挺直腰板 打起精神 准备接客 二十几辆轿车 直接将这片私人停车场停得满满当当 车上下来了一百多号人 全都操着一口东北枪 正是赵家人无疑了 这一百多号赵家人 全都以一名留着八字湖的中年男子为首 此人不下车 大家也不会往前多迈一步 叶成福这些年在林家 接待了不少大人物 所以有很强的眼力 一眼就认出了那个八字湖的中年男子 就是赵家的家主赵正豪 于是 叶成福双手抱拳 朗生说道 比人乃是立成林家管家 叶成福 我们家姑爷严守一 和小姐林子彤 已经在里面等候多时 请赵先生一步 进去详谈 然而 赵正豪压根不给叶成福面子 依旧坐在车上 摆出一张臭脸 不肯动弹 沉寂了一阵 一名赵家的年轻小辈 走到叶成福的面前 冷声说道 我们赵家举足清零 那个姓年的 不亲自出来 接也就算了 让你这么个死老头在门口 是几个意思啊 叶成福一把年纪了 自然不会和小辈一般计较 他淡淡地说道 不管你是多大的人物 来别人府上做客 就得守别人家里的礼数 这是我们家的规矩 诸位若是想进西湖 就得让我来替诸位带路 若是诸位不想进西湖 我这就进去与姑爷通报一声 取消今晚的宴席 你 赵家小辈大怒 糟老头子 你这叫什么李硕 剑州不过是难移之地 也配与我们赵家谈李硕 叶成福依旧不为所动 你们究竟想不想进西湖 他妈的 听不懂人话是吧 赵家小辈抬起了手 竟想要扇叶成福一耳光 然而 一只有力的手 抓住了那小辈的胳膊 任其如何用力 都无法打下去半分 叶叶叶 我听到动静 却半天不见人影 出来一看 果然闹事了 这赵家人 真是连脸都不要了 既要对老人动手 严守一抓着那小辈的手 冷声说道 还好我出来了 赵家小辈一阵挣扎 混蛋 你小子是谁 谁让你多管闲事的 你们千里迢迢跑到荣城来 不就是想杀我的吗 怎么我站在你跟前 你都认不出我来 严守一冷笑道 看来你们赵家人 也不是特别恨我 我还以为 你们对我恨之入骨了呢 听闻阻拦的小子就是严守一 赵家人纷纷露出愤怒之色 一副当即旧药 和严守一拼命的模样 心仇旧恨 赵家人当然是对严守一 恨之入骨 那被严守一阻拦的赵家小辈 更是蠢蠢欲动 心里想着 二人如今距离如此之近 要是自己趁机偷袭严守一 成功将其斩杀 日后必将得到家主重用 成为赵家希望啊 于是 在其他的赵家人 还在对严守一怒目而逝的时候 这位赵家小辈 已经悄悄召唤出自己的黄大仙 命令黄大仙扑上去 要咬严守一的脖子 哼 严守一发现了这家伙的小动作 冷哼一声 周身瞬间撑起了金色的光照 此乃金光照 以这名赵家小辈的实力 远远不是严守一的对手 严守一只是 撑起了金光照 便将赵家小辈召唤出来的黄大仙 挡在外头 无从下口 认其如何努力 愣是无法靠近严守一半步 见到这一幕 赵家小辈面色一变 随后却是极其不屑地轻笑一声 严守一问 你笑什么 赵家小辈满脸轻松地说道 我笑我虽然杀你失败 但你却不敢还手 因为我们赵家已经举足杀到你跟前 要是你敢还手 大家就会一拥而上 把你剁成肉泥 你为了多活几分钟 也不敢拿我如何 哈哈哈哈 赵家人皆以为然 纷纷露出相同的轻蔑笑容 唯有赵正豪面无表情 谁知道 这赵家小辈话音才落 严守一抬手 就是一耳光 啪 这一耳光响亮无比 打得那赵家小辈半张脸 瞬间肿胀 巨大的力道 让他的脖子 差点就当场扭断了 呸 赵家小辈一张嘴 直接吐出一整排牙齿 他满脸震惊 愤怒万分 没想到严守一真的敢还手 这严守一 难道不要命了 真的要一见面就和赵家动手 严守一微笑着说道 你别误会 误会什么 别误会 这一耳光是 教育你尊老爱幼 为我夜夜打的 一旁的叶成福 微微欠身 感谢严守一 替他伸张正义 紧接着 严守一一脚揣在赵家小辈的 左腿膝盖上 当场将之揣的90度 反向弯折 这一幕 何其残忍血腥 让在场的赵家人 都忍不住嘴角抽搐 眯起了眼睛 仿佛有一根针 悬在他们的眼珠前似的 赵家小辈疼得连连惨叫 严守一却将他 随手扔到赵正豪的面前 这一脚 才是报复 你刚才 想要偷袭我的 赵正豪依旧面无表情 事实上 他早就料到 会是这样的结果 也一再警告过 自家的小辈 不要小瞧严守一 但他们 显然都没有太放在心上 这样也好 杀鸡儆猴 让自家人明白 严守一不是好惹的 这严守一 果然如同传闻那般 血腥残忍 杀人如麻 刚见面就给下马威 小子真是嚣张狂妄 我看他是着急送死了 家主 只要您下令 我们立马上前 将这小子剁了 赵家人义愤填膺 恨不得立马上前 围攻严守一 搞得好像自己是正义之士 严守一敢还手 自然是有他的依仗 不等赵正豪说话 他的身后 便走来一行人 三龙 腊里头 林子彤 龙飞成 罗宁 阿公 王吉王 老金 除了龙飞成和老金 看起来没什么战斗力之外 其他人全都是将气势提升到极致 随便拎出一个 都可以吊打赵家人 而当他们凑在一起 虽然人数远不如赵家人多 但气势上 竟然已经持平 众人在严守一的身后站定 态度已经十分明显 就是来给严守一撑腰的 林子彤更是拱手喊道 晚辈乃是驴山派前掌门清传弟子 县掌门驴金正在附近喝茶 他老人家可是很有兴趣 来见识见识赵家的风采 赵家人不由地沉默了 不说眼前这帮家伙 看起来不好惹 那驴山派 好歹也是地头蛇 赵家在荣城 未必斗得过他们 驴山派虽然没有直接露面 但态度已经摆出来了 难怪严守一敢如此嚣张 原来是早就找好靠山和帮手了 家主 我们怎么办 赵家人低声问赵正豪 赵正豪抬起手 用两根手指头勾了勾 立马便有赵家人 将那不停哀嚎的赵家小辈抬走 而后赵正豪淡淡地说道 立氏三龙 狐仙吴富海 还有驴山派传人 赶尸传人 扎指传人 奢刀传人 古一传人 严守一 你好大的阵势 赵家千里迢迢赶来荣城赴宴 我自然也要喊上朋友 来给赵家接风洗尘 否则岂不是落了赵家的面子 严守一微笑道 赵正豪点点头 冷笑一声 也好 就让我赵家某些不开眼的东西 长长见识 刚才之事 我就不计较了 宴席在哪儿 这赶路了一整天 我还真有些饿了 严守一让开身子 笔划出邀请姿势 朗声喊道 赵家主豪爽 里面请 赵正豪迈开步子 我们走 赵家人浩浩荡荡地走进了西湖 严守一直起了腰板 叶城福在一旁问道 要不要通知驴金掌门过来 不必麻烦他老人家了 今天这架打不起来咯 严守一轻松地说道 龙飞成一愣 不是吧 他们千里迢迢杀过来 难道真不打算和他们动手 要动手的话 刚才我打他们家小辈的时候 双方就忍不住了 但赵正豪忍住了 严守一笑道 龙飞成并不能理解严守一的意思 但其他人却已经猜出大概了 因为赵正豪不想动手 西湖边 燕西早已经摆好 赵家人纷纷入座 而最中心的桌子 却只坐着赵正豪一个人 严守一等人来了 大家围坐在主桌上 严守一就坐在赵正豪的对面 上菜 上酒 林子彤吩咐道 叶成福带来的人 立即开始将热腾腾的菜 和好酒端上桌 这排场可要比赵家人要大得多 赵家人看着桌上 价值不菲的山珍海味与美酒 心里一时间有些不适滋味 这些酒菜 是他们这些自诩大家族的赵家 平日里难能见到的 说起财富 林家的却是要比赵家富有得多 再加上有严酬的帮助 最近这段时间 林家更是如日中天 财富早已经翻了好几倍 严守一端起酒杯 对赵正豪说道 赵家逐远道而来 这杯酒 就算是我替您接风洗尘 我干了 严守一的酒一饮而尽 赵正豪却连酒杯都没碰 他冷声问道 我女儿呢 放心 赵家的千金在很安全的地方 我可没动他半分毫毛 所有赵家人都盯着严守一 当他面带微笑说出这句话的时候 在赵家人的耳朵里 自动将这句话转换成了 你死了心吧 赵一摇已经被我黑羞黑羞千百遍了 你再也要不回你 可爱的女儿了 毕竟 在赵家人的眼里 严守一妥妥的臭名昭著 是比他们还要更被大家抵制的恶人 严守一乃知道 自己在外头的名声 已经恶劣到了这个地步 其实他真的只是单纯地 想要表达一下赵一摇 现在很安全 赵正豪深吸一口气 那为何还不把他带来见我 赵家主别着急 在这之前 我倒是有个问题 想问问赵家主 你说 严守一放下酒杯 用筷子敲了敲碗 示意大家都别干坐着 赶紧动筷吃饭 赵正豪叹了口气 拿起筷子正要加肉 龙飞城忽然抢先 把他的目标夹走了 赵正豪也没生气 转而将目标 放在了一旁的鱼肉上 结果老金竟然整盘 端到自己的面前 行了 不吃肉不吃鱼 我吃点青菜 总可以了吧 子彤 多吃青菜 对身体好 这回直接是严守一 亲自下场 把青菜都夹给了林子彤 其人太甚 赵正豪郁闷地放下筷子 道 有屁快放 严守一黑黑一笑 道 敢问赵家和我们严家 到底有什么仇什么怨 非要和我们过不去啊 赵正豪瞳孔一缩 脸色比之前都要难看 让他感到离谱的是 自己记恨了严家这么多年 而严家似乎压根 没把他放在心上 严仇甚至都懒得 将两家人的恩怨 告诉自己的儿子 本以为今天的鸿门宴 是高手对弈 旗鼓相当 结果却是 自己万分在乎的事情 在对方的眼中 却不值一提 这强烈的落差 让赵正豪险些窒息 这代表着的 不仅仅是两家的气度 更是两家的差距 深吸了几口气 调整好情绪后 赵正豪才说道 当年我与你父亲 在江湖结院 本不是什么大事 但他却悄悄溜进我们赵家 把我父亲的黄大仙给抓走了 等我们找到他们的时候 他们已经把我父亲的黄大仙 给烤了吃了 严守医 不仅烤了吃了 当我们寻仇上门的时候 他们还嫌我家那黄大仙肉太色 不好吃 严守医 他悄悄地看了一眼王几网 用眼神告诉王几网 这事儿 你爸肯定也有份 正当严守医想要表达 愧疚之情时 腊里头却冷笑着说道 赵正豪 你可拉倒吧 你爹那只黄大仙 是什么货色 你还不清楚吗 当年这家伙 偷偷吃了多少活人 而且据我所知 他可是连老幼妇孺都不放过的 当年我们大哥抓了他 分明是为民除害 用他来填饱肚子 不过是顺带而为罢了 要不是我们都饿了好多天 你以为咱稀罕吃他 严守医一惊 胖叔 这事儿 您也有份 腊里头指了指三龙 他也有 严守医顿时哭笑不得 本来他心里还是有几分愧疚的 毕竟自己老爸吃了别人家里供奉的神仙 但既然那只黄大仙 不是什么好货色 杀了就杀了 没必要愧疚 赵正豪气不打一处来 对腊里头吹胡子瞪眼 这事儿 你们还敢再提 就不怕我和你们拼了 腊里头卷起袖子 来啊 你以为胖爷我不敢吗 眼看双方就要先桌子掐架 严守医连忙站起来劝说阻止 之所以阻止 是因为严守医明白了 其实赵家和严家 压根就没什么深仇大恨 赵正豪也知道自己不占领 好不容易安抚了双方 严守医直接端着酒杯 来到赵正豪的身边 对他说道 赵家主 这么说来 咱们两家也没有什么解不开的恩怨 不如借着这杯酒 咱们化干戈为玉伯 兵士前嫌 赵正豪推开严守医的杯子 冷笑道 之前是没什么 但这次你杀了我儿子 还绑我女儿 这事儿能做罢 严守医笑着放下酒杯 反问道 赵家主 您还装傻呢 混小子你说什么 赵家人立马拍桌质问 都坐下 然而 他们却被赵正豪呵斥了 赵家人不甘心地坐回座位 但目光却没从严守医身上移开 严守医淡淡地说道 我是鲁班传人 也不是什么真正的歪门邪道 您儿子身田一郎死是事实 但您真看不出来 他是被谁杀的吗 赵正豪沉默不语 那日 我们的确交手了 但我并未对身田一郎下杀手 最后 他与物贞派的伊和欢一起离开 物贞派 您懂吧 赵正豪当然明白 他很清楚 自己的儿子是死在物贞派人的手里的 但他依旧杀来荣城 其实是为了借此机会找个正当的理由 把严家的仇给爆了 至于物贞派 以后慢慢对付 可为何赵正豪明知自己被人荡枪时 却还是屁颠屁颠跑到荣城来呢 按照严首一的分析 是因为赵正豪在赵家的地位 已经受到了威胁 他急需通过某件事来巩固地位 赵家人恨了严家好多年 那么正豪就来找严家麻烦 一旦成功 赵正豪的地位就稳住了 所以归根结底 赵正豪并非是与严首一不死不休 只是因为这些原因 不得不走到对立面罢了 这些猜测 一半是从赵一瑶口中套出来的话 当然 赵一瑶那个蠢丫头 当然不知道自己被套出了这么多信息 见赵正豪不说话 严首一直接拿起一壶酒 说道 西湖的夜色很美 不如赵家主和我一起 去西湖里走走 单独聊几句 不知情的赵家人开始反对 他们认为 严首一要将赵正豪骗出去杀了 纷纷劝说赵正豪别上严首一的当 但赵正豪竟接过了酒壶 一口答应下来 好 我就与你走走 赵家人立刻喊道 家主 不可呀 严首一狼子野心 肯定会对您不利的 赵正豪故意冷哼一声 你们就守在这儿 倘若我出了事 就直接与他们拼个你死我活 驴山派一时半会儿赶不过来 谁输谁赢还不一定呢 西湖中央的长廊上 严首一走在前头 赵正豪走在后头 赵正豪低着头 抬着眼看着严首一的背影 你就不怕我现在动手 赵正豪冷声说道 你在年轻一辈算是厉害 但毕竟太年轻 我想杀你 三龙和腊里头他们 根本赶不及过来 严首一头也不回 自信地说道 赵家主是不会杀我的 因为咱们今晚很有的谈 赵正豪冷笑一声 黄毛小子 是什么给你的如此自信 严首一止住了脚步 双手扶着栏杆 侧着脸笑道 赵家主恐怕比我 还不想动手 毕竟现在赵家 在江湖上声名狼藉 您的位子又坐不稳 对您而言 如今内忧外患 已经是自顾不暇 泛不着和我拼个你死我活 这些话 是你从一摇 那丫头口中套出来的 赵正豪的脸色有些 不太自然 唉 这丫头还是太嫩了些 严首一道 咱就不提那些废话了 说实话 能让您大老远 带着整个赵家跑来荣城 想必只有一个原因 到了荣城 您可以将内忧外患 一起解决了 所以 咱们现在就来谈谈 如何能替您解忧 赵正豪沉默了一阵 其实严首一说得不错 赵家 因为对待仙家的态度不同 早就受到北方悬门的联合抵制 如今 他们在东北 早就地位不保 也正因为如此 赵家人已经蠢蠢欲动 不少人认为赵正豪无能 开始基于他的家主之位 赵家本就不顺 再加上内部不合 若是真的换了家主 只会加速赵家的衰亡 所以 赵正豪这次非要杀来荣城 本来打算就是杀了严首一 出一口恶气 给自己在族中立威 他心里很清楚 身田一郎不是严首一杀的 只不过是找个借口罢了 但后来赵一瑶被抓 赵正豪的想法又变了 见赵正豪不说话 严首一悠悠地说道 其实咱们两家没有什么生死恩怨 我也不喜欢四处疏敌 所以 我能给您一个方案 既可以解决赵家主您的内忧外患 也能缓解咱们两家的关系 赵正豪尽量想要让自己表现的 不那么配合严首一 但他实在是沉不住气 不过犹豫了几秒钟 便败下阵来 主动开口问 什么方案 出马仙有一心法 名为 神内经 严首一只是点出了这心法的名字 瞬间便让赵正豪浑身一震 他瞪大了眼睛 眼里控制不住地流露出疯狂的渴望 你知道 神内经 鲁班淑集天下百家之所长 您说呢 严首一眨了眨眼睛 反问道 赵正豪更加激动了 你是说 鲁班淑中记载着 神内经 严首一笑而不语 双手离开了栏杆 腹背而行 赵正豪连忙跟了上去 却发现严首一不停地向前走 而这连狼也不宽 他甚至 没法挤到严首一前头 去和他对话 只能老老实实地跟在后头 每一名被仙家选中的出马仙 必遭受苦难 五必三缺就不提了 体弱多病 都是常有的事 毕竟附在你们身上的 也不是真正的神仙 而是还没有成仙的妖怪 其实我也理解 赵家为何会反过来 奴役那些黄大仙 毕竟谁也不想 被这么耗着一辈子 赵正豪叹了口气 没错 那些仙家 也未必都是好妖怪 有些仙家 甚至会逼迫我们 去做不好的事 所以我们才反抗 但这种反抗 在某些老古董的眼里 就成了忤逆 成为了不尊重传统 这才让赵家 变成了过街老鼠 被悬门所耻笑 附身在你们身上的仙家 被称之为神外 神内经 则是帮助出马仙们 修炼神内 也就是自身 一旦修炼成功 自身的魂魄 甚至会比附身的仙家 更加强大 倘若仙家能够配合 你们强强联手 可是如虎添翼 严手一顿了顿 继续说道 可惜神内经 早在数十年前 东北沦陷的时候 因战争而丢失了 如今唯有黑龙江 刘家拥有 但他们的家族 是由宝家先锁控制 根本不会将 神内经外传 所以这世界上 唯有我的手里 还有神内经 赵正豪 克制不住的双手颤抖 他直接停下脚步 咬着牙说道 若是 你愿意将 神内经给我 我赵家之主的位置 将不再被动摇 赵家人一旦学了 神内经 更不怕 被外人骚扰欺负 这的确是一个 能够解决内忧外患的办法 严守依依旧没有转身 他哈哈一笑 意味深长地说道 可是我有说过 要将 神内经 给你们吗 这玩意儿有多少价值 赵家主应该也知道 只要我愿意拿出来 多少出马仙家族 愿意到荣城 来找我交易 我何必用此等宝贝 去抵消一个 莫须有的罪名 这个罪名 也就是所谓的 他杀了身田一郎的罪名 赵正豪深吸一口气 他如今算是明白了 严守依一直有恃无恐 原来是早就凶有成竹 他手里的底牌 一个接着一个 既有赵家忌惮的 也有赵家渴望的 打从一开始 严守依就在下一盘 不可能输得起 而这一路过来 严守依始终是背对着赵正豪 其实要的 就是赵正豪的态度 他需要的是赵家的臣服 赵正豪站在严守依的身后 看着月色之下 这名年轻人 那自信孤傲的背影 发觉此时的严守依 与当年的严仇 是那么的相像 臣服 还是不臣服 这是一个根本 无需多做选择的题目 赵正豪咬咬牙 直接单膝 跪在严守依的身后 我愿意代表赵家 臣服于你 臣服于严家 世代为严家效忠 果然 严守依转过身来 以正面面对赵正豪 他淡淡地说道 现在的时代和过去不同了 世世代代太过久远 严家也有衰败的一天 到时候 难保你们赵家不会是主 所以 这本神内经 我唤你赵家三代人的臣服 三代之后 随便你们赵家去留 赵正豪万分惊讶 他没料到 此事竟然还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他忍不住说道 若是你父亲严仇的话 恐怕不会给我们这个机会 严守依微微扬起下巴 语气淡然又坚定 我不是他 一个简单的回答后 赵正豪赫然发现 这个与严仇年轻时 有着九分貌似的年轻人 此时又仿佛与严仇 有着巨大的不同 他不是严仇 他是严守依 赵正豪笑了 他心服口服地说道 过去我只当 你是严守的儿子 现在不一样了 现在 你是严守依 当严守依通过自己的魅力 脱去严守的光环 这也意味着 老一代终将留在过去成为记忆 而新一代的豪杰 开始崭露头角 赵家三代 愿意为严守依 赴汤蹈火 家主和那严守依 为何还不回来 该不会是那奸诈小人耍阴招 设了陷阱坑害家主 我说家主真是有些老昏头了 竟然会答应严守依的无理要求 这下悬了 若是家主真的中计了 咱们还要和严家拼命吗 赵家人各怀心思 暗中讨论 桌上的菜都凉了 也没人有心情动快 反观龙飞城他们那一桌 倒是十分轻松惬意 甚至龙飞城和腊里头 还划起拳来了 老金低声问林子彤 林家丫头 小妍她到底有没有把握呀 这半天都没动静 咱们要不要跟过去看看 林子彤抿了一口小酒 十分放心地说道 她做事自有分寸 区区一个赵家 还没有让她要到赌运器拼命的时候 所以肯定没事的 老金点点头 说的也是 这小子看着老实 实际上鬼精鬼精的 在场的众人听到老金这话 都忍不住点了点头 想起了自己被严守依忽悠的血泪式 这时 严守依和赵正豪 总算是回来了 和大家想象中的不同 严守依和赵正豪 竟然有说有笑 相谈甚欢 这 这什么情况 别说是赵家人了 就连老金都 有点猛逼 两人回到座位上 赵正豪看了一眼 自己带来的人 不由得呵斥到 都愣着做什么 你们肚子都不饿吗 饭菜都已经凉了 赶紧动快啊 不是 家主 现在是什么情况 有赵家人忍不住问道 赵正豪一边吃菜 一边答复道 杀我都不是严守依 是乌真派的义和欢 所以 咱们来错地方了 报仇雪恨 应该去找乌真派 赵家人都听懵了 可是这严守依 成大事者不念过往 当年的事情 就让他过去吧 我与严守依相谈甚欢 刚才顺带拜了霸子 以后赵家与严家 有意长存 赵家人一个个呆若木鸡 脑子转不过弯来 之前他们还杀气腾腾地 过来找说法 结果这一盏茶的功夫 赵正豪就和严守依情同手足 这让他们之前 那些说严守依坏话的人 情何以堪啊 赵家人正要说什么 赵正豪却用一句话 堵住了他们的嘴 严守依吧 神内经 给我了 那些要说话的人 瞬间就把话憋回了肚子里 神内经 那不是出马仙们 梦寐以求的东西吗 赵家人若是拥有 神内经 又怎么会沦落到如今的地步 本来 还对赵正豪的决定 颇有怨言的赵家人 瞬间心里就不气了 反而怎么看严守依 怎么觉得顺眼 甚至要不是知道 严守依已经有老婆了 他们都要上前去 说说没了 但还是有几个 别别有用心的赵家人 发现事情 与他们预料中 发展的不太一样 忍不住站出来说道 家主 我们与严家是世仇 难道您忘了 您父亲的黄大仙了吗 我个人觉得 我们不应该与严家来往 赵正豪将手里的酒一饮而尽 随后斜眼看着 这名说话的赵家人 冷笑道 我而赵申天死的时候 就属你喊得最欢 你难道看不出来 我而是死于物贞派之手 又或者说 你巴不得我们赵家与严家 拼得你死我活 我明白了 乱世出英雄吗 赵家若是不乱 你怎么会有机会翻身呢 家 家主 您可别乱说 我没有那意思 那名赵家人顿时慌了 连忙矢口否认 但其他的赵家人 也不是白痴 被赵正豪这么一点 大家也都清醒了 现在赵家本就混得不咋地 还跑来招惹严手衣 这里头 说不是有人刻意推动 谁也不相信啊 于是 那名说话的赵家人 顿时成为了众矢之地 面对众人的质问 他很快就败下阵来 承认了自己的确有那种想法 赵正豪也不废话 直接将此人逐出赵家 当场让他滚蛋 以锦笑油 若说这赵正豪 也的确是个雷厉风行的家伙 得到了神内经后 他只做了两件事 便巩固了自己的地位 还向严守一表明忠心 第一 公布获得神内经 知识 获得赵家人的幸福和支持 第二 以雷霆手段 解决一名基于他家主之位的人 敲山正虎的同时 又向严守一表了忠心 赵家主 咱俩走一个 严守一十分赞许赵正豪 当场与他干了一杯 碰杯之时 赵正豪故意将杯口 递了严守一一等 其他的赵家人没看到 但同桌的三龙和腊里头等人 却看清楚了 二人相视一笑 对严守一这次的表现 很是满意 虽然人都找来了 但却不费一兵一卒 就让赵家臣服 所谓的领头者 并非是带着 人手打胜仗才厉害 不战而屈人之兵 不让自家兄弟受伤 那才是真正的厉害 虽然现在赵家人 还没有全部信服严守一 但这不是严守一该管的事情 而是赵正豪需要做的事 真正的帝王 从不需要让天下所有人信服 只需要让诸侯低头就行了 林子彤在严守一身边 小声问道 现在咱们和赵家 是什么关系 严守一喝着小酒 轻声说道 主仆关系 你不怕赵正豪拿了 神内经 就翻脸不认人 不怕 赵正豪已经把他女儿 抵押给我了 什么 林子彤脸色一变 你想那欠 破 严守一差点没把手里的杯子打翻 他连忙解释道 不是 赵正豪毕竟还要回去发展赵家 没法跟在我左右 所以就把他女儿留下来了 一方面是 给我一个保障 另一方面 也算是扩充我们的队伍了 这还差不多 林子彤撅着嘴说道 我还以为你 我怎么可能三心二意呢 这不是因为我马上要出远门了吗 严守一一愣 连忙放下酒杯 不解地问道 什么出远门 林子彤叹了口气 答道 你知道的 掌门师叔有意将掌门之位传给我 但在那之前 我必须出去游历一番 尤其是要获得一些 与我们驴山派关系不错的门派的支持 所以 最近我要离开一阵子 严守一刚刚解决了赵家的事情 忽然又面临着林子彤的离开 他一时间有点不知所措了 毕竟 自打二人再次相遇之后 几乎就没有分开过 你要去哪 我陪你去吧 严守一提议道 不行 我是要做掌门的人 要是你一路跟随 这历练岂不是成了游玩了吗 林子彤拒绝道 以严守一对林子彤的态度 那就是 捧在手心怕坏了 含在嘴里怕话了 所以 严守一心里也清楚 这条路是林子彤必须自己走的路 自己若是跟着去 只会害了他 看到严守一脸上的落寞和不舍 林子彤笑着安慰道 不过你放心 这一路有掌门师叔 和几位驴山派核心弟子跟随 一路保驾护航 不会有什么事的 驴经掌门也去 嗯呐 那我可放心不少了 严守一松了口气 对于驴经的实力 他还是十分认可的 我不在的这段时间里 对你只有一个要求 林子彤竖起了一根手指 严肃地说道 不准拈花惹草 严守一哭笑不得 我是那种人吗 你不是那种人 但难保你身边的女人 不会喜欢你 林子彤说道 我已经拜托罗宁帮我看着你了 严守一瞟了一眼罗宁 问 你难道就不怕他坚守自盗啊 他不会的 林子彤邪媚一笑 罗宁喜欢女人 啊 这事儿 我怎么不知道 严守一大吃一惊 下巴都快要砸到饭桌上了 合着罗宁过去调戏自己 纯属兄弟情义 真是热了狗了 林子彤恢复了正常的神色 给严守一道了酒 提醒道 我三天后启程 所以咱们不急于一时讨论 你先好好应付赵家人吧 行 行吧 严守一端起酒杯 在赵正豪的引荐之下 又认识了几个赵家的核心成员 而看着严守依娜应对自如的模样 林子彤不由地想起了 今日驴精对他说的话 你真的决定好了吗 掌门师叔 我已经决定了 那 恐怕你得 随我离开一段时间了 想要让你的孩子暂停生长 咱们必须得去 东海走一趟 我会亲自出马 再带上几个核心弟子 保驾护航 路上不会有什么危险 要多长时间 清明以后才能回来 能赶上罗天大教吧 傻丫头 都这个时候了 你还是只想着那臭小子 你为那臭小子所做的事 那小子几辈子都还不清了 我爱他的 不要他还 西湖一宴 严守依收服了第一只属于自己的势力 赵家得到神内经 想必不久之后 便能重振旗鼓 成为一股不可小觑的力量 在赵正豪离开后的第二天 林子彤也在驴精等人的保护之下 踏上了东行之路 严守依与林子彤不舍告别 大家还一起 送了林子彤不少保命的法宝 林子彤全都收下了 也一再提醒大家 自己此去不会有任何危险 请大家放心 但不管怎么说 林子彤走后 严守依身边 好像就少了几分生气 严守依一向话不多 林子彤就好像一只 在他身边叽叽喳喳的百灵鸟 总能带动一些气氛 如今林子彤暂时离开了 严守依感觉心里空落落的 好在他身边的伙伴还有不少 尤其是龙非城这个极品画牢 林子彤刚走他就要 带着严守依去洗脚按摩 严守依当然是拒绝了 不过他也兑现了之前的承诺 让龙非城领着三龙和腊里头 去嗨了一整晚 第二天三人回来的时候 精神明显为你了不少 严守依以为三龙和腊里头 替自己站了台以后 很快就会离开 却没想到两人竟表示 还要在荣城多住几天 一问之下才知道 原来他们二人回荣城来 主要有两个目的 其一自然是替严守依对付赵家人 其二则是严筹私下叮嘱交代的 希望二人留下七天的时间 指点指点严守依 所以两人让严守依做好准备 把该处理的事情处理一下 而后便要进入为期半个月的闭关 得知此事的严守依 并不畏惧那半个月的闭关 反而十分期待 他见识过这两位叔叔的本事 能得到他们的指点 严守依高兴还来不及呢 但在闭关之前 他还有一件事要去做 这天夜里 严守依来到了平安大厦 摸着黑城这电梯 抵达四十四层后 刚开门就被吓了一跳 你怎么会在这儿 只见四十四层电梯外 罗宁正面对着几具尸体 做着什么研究 他答道 我也没别的去处 何况你今日 应该是来见赵一瑶的吧 林子彤走之前 拜托我盯着你 严守依哭笑不得 你还真要跟着我 不然呢 罗宁白了他一眼 随后丢给他一串钥匙 这位赵小姐脾气可不好 你最好小心点 赵一瑶的脾气 严守一早就领略过了 再差又能差到哪儿去呢 严守一拿着钥匙 正要去给赵一瑶开门 谁曾想赵一瑶屋内的大门 猛的一声巨响 竟然隐隐有些变形了 什么情况 严守一连忙跑回去问罗宁 你把他的黄丝皮 还给他了 罗宁摇了摇头 没有 那他怎么有这种力气 他姨妈刚来没几天 这来的是姨妈还是肾上线索 为了以防万一 严守一直接用燃斧取物 召唤了斩破刀 小心翼翼地打开房门 房门才刚打开 一张铁床就狠狠地砸向严守一 好在严守一眼几手快 给躲了过去 你把我的家人们怎么了 赵一瑶怒气冲冲地看着严守一 所谓的鸿门宴 应该早在四天前就结束了 但严守一却迟迟没有过来释放赵一瑶 而且赵一瑶还听到 其他被关在这里的赵家人都被带走了 不明情况的赵一瑶 还以为严守一把他们全都杀了呢 严守一干咳两声 说道 你冷静点 你的家人都很安全 那晚我和你父亲相谈甚欢 我们还拜了霸子 按道理 你应该喊我一声疏疏 我呸 赵一瑶怒道 你以为我会相信你的话吗 若是和解了 为何今日才来这里 这个嘛 是你父亲的意思 他觉得 你年轻气盛 杀气太重 所以让我多关你几天 去去你的锐气 什么 很显然 这一招并没有去掉赵一瑶的锐气 反而让他杀意更重了 此时严守一才明白 多半是赵正豪那老匹夫 已经猜到赵一瑶会震怒 所以故意让严守一多关他几天 等到自己已经带着赵家人回东北了 赵一瑶再发怒 也挨不着他赵正豪什么事了 这个混蛋赵正豪 有这么当爹的吗 为了让赵一瑶相信自己的话 严守一直接扔了个手机给他 让他自己打电话给赵正豪确认 赵一瑶当然是不幸 立刻打电话求证 但当他从赵正豪那儿得到答复以后 瞬间整个人都不好了 前几日 大家还是不死不休的仇人 现在就成了主仆关系 而且在电话里 赵正豪还要求赵一瑶 努力成为严守一的左膀右臂 就从严守一的小秘书开始做起 这让赵一瑶更加抓狂生气了 自己可是要来杀严守一的 怎么几天的功夫 就变成他的小跟班了 我不接受 赵一瑶徒手将手机捏碎 冷声说道 答应你的是赵正豪 与我赵一瑶无关 你把我的黄四皮还给我 我这就离开这里 严守一目瞪口呆 乖乖 合着我抓的是鲁迅 和你周树人无关呗 你还我黄四皮 这恐怕不太行了 严守一淡淡地说道 你父亲在走之前 已经叮嘱黄四皮 若是你执意要离开 黄四皮也不会回到你的身边 赵一瑶咬着牙 双拳紧握 最后一脚踹碎了角落的马桶 大声喊了一声 操 严守一眼角抽搐 不愧是东北的女汉子 合着我现在 是我爸嫌给你的人质了 赵一瑶冷静下来后 问道 严守一点点头 作为交易 我们两家的恩怨一笔勾销 另外还有这个 严守一随手甩出一叠 用A4纸打印出来的资料 赵一瑶接过一看 有点傻眼 神内经这么重要的东西 你用打印的 准确来说是复印 赵家人都有了 我只给了你父亲一份 他怎么处理 就不关我事了 赵一瑶拿着神内经 一时间脑子有点转不过弯来 要不是严守一在这儿 他甚至想立刻坐下来 修炼神内经 但好歹他保持了理智 默默地收起神内经 问 我需要在你身边待多久 最多不到三年 严守一答道 为什么是这个数字 三年之内 我的命节将至 要是我挺过来了 一切都好说 要是我挺不过来 你也恢复了自由身 听到这个回答 赵一瑶愣住了 他呆呆地问 为何你的命节这么早 休民间短发者 必有命节降临 但大部分人的命节 不会这么早 所以 类似罗宁阿公等人 完全不着急 严守一叹了口气 上辈子造了太多的杀念 这辈子就短命了 赵一瑶沉默了一阵 最终答应道 好 三年之内 我任你差遣 三年之后 我们大陆朝天各走一遍 还有 你可以让我替你卖命 刀山火海我也能闯一闯 但你不能强迫我 做我不愿意做的事情 比如 我不吃香菜 冬至只吃饺子 豆腐脑和粽子 只吃咸的 收了赵一瑶后 严守一与赵家的恩怨 算是告一段落了 为了接下来这半个月的闭关 严守一必须要找一个幽静之所 他左思右想 最后想到了位于深山老陵里的古陵柳家老宅 柳靖康已经魂飞魄散了 如今老宅里只剩一些小鬼 在阿公的庇护之下 照旧生活 于是 严守一与阿公和刘老爷子打了声招呼 刘老爷子便立即派车过来 将严守一他们接近了古陵 随行的还有龙飞城 阿公 罗宁和赵一瑶 到了古陵 严守一和柳家人短暂地叙旧 而后在柳家人的带领之下 找到了一片竹林 这片竹林先有外人靠近 距离柳家古宅也很近 若是严守一等人需要休息 随时可以回古宅去 于是火 严守一的闭关 就这么开始了 清晨的竹林中 严守一刚刚抵达 便看到背对着他 副手力的三龙 三龙说 严守一打了声招呼 三龙转过身来 笑着说道 我与你胖叔已经商量好了 各自教你七天的时间 我教前七天 他教后七天 这半个月的时间里 你能学多少 全看你自己的悟性和造化 半个月之后 我们就会离开 严守一点点头 好奇地问 您要教我什么 你是鲁班传人 会的东西本来就够多了 我和你胖叔的本事 不能全部传给你 那样会乱了你自己的道心 所以我们二人 只个字教你一招绝技 文言 严守一面露认真之色 三龙和腊力头的本事 他可是见识过的 虽无法完全跟着他们学习 但哪怕只是一两手绝技 也足够提升 严守一一大劫的实力 三龙问道 你可知少林寺十八同仁 严守一立即答道 少林十八同仁名动江湖 欲满天下 我怎么会不知道呢 那你说说看 什么是十八同仁 为了防止功夫 未成的少林弟子 下山被人击败 辱及少林声名 少林寺便设十八同仁于四门前 少林弟子若能击退同仁 即表示其功夫精湛 方可下山历练 同时十八同仁也是少林寺的门面 若有人想要强行闯山 就必须通过十八同仁的考验 可以说十八同仁便是少林寺的大门 不管是想出去还是想进来 都必须闯过十八同仁阵 三龙满意地点点头 说得不错 那你可知道 我是谁 您过去就是少林寺十八同仁之一 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 严守一要是再猜不出来 那就和傻子没什么区别了 答对了一半 三龙说道 我曾经是少林寺十八同仁之首 名曰立世 难怪赵正豪见到三龙的时候 喊了一声立世 原来是这个原因 可严守一还是对三龙的本事 没有一个清楚的认知 也猜不出他想要教自己什么本事 三龙领着严守一 来到一根粗壮的竹子前 他用手赶制了一下竹子的硬度 随后摆出架势 口中说道 你看好了 只见三龙气沉丹田 口中猛地发出一声爆喝 一拳轰在了面前的竹子上 竹子一阵颤抖 上方的竹叶随之下落 严守一和三龙瞬间被落叶吞没 严守一回过神来 却见眼前的竹子毫发无损 他不由得感到诧异 三龙叔这是要教我什么 抬头看看 三龙提醒道 严守一抬头一看 顿时惊掉了下巴 只见后方的九根竹子 竟然竞数被崩断 场面犹如飓风过境 一片狼藉 这是 那家功夫 隔山打牛 严守一惊讶道 你小子之前走江湖 也不是白走的 一眼就认出来了 三龙笑道 准确而言 这叫透镜 这就是您要教我的绝技 怎么 不想学 严守一连忙点头 当然想了 那就开始吧 三龙让出身子 让严守一站到他的位置上来 一边纠正严守一的动作 一边开始讲解透镜的原理技巧 你学过 周易 应该知道 万物之间都存在着某种联系 牵一发而动全身 透镜便是需要你寻找到万物之间的联系 而后用巧镜将力气 传到其他的物体身上 说着恐怕有些晦涩难懂 所以 咱们还是先从拳法开始 三龙不仅是一名强者 同时也是一名好老师 在三龙的讲解之下 严守一飞快地吸收着 有关于透镜的知识 时间眨眼而过 二人 从清晨练到了太阳落山 期间严守一滴水未尽 但衣服却已经湿了一遍又一遍 他不知 对着面前的竹子 出了多少次拳头 手臂酸胀疼痛都不重要了 他只想在有限的时间里 多吸收一些三龙教的本事 等到太阳落山 三龙见严守一 还没有要休息的意思 便主动提议道 透镜不仅需要练 也需要静悟 我练了三十几年 也不过练到九透镜 也就是 一拳可以穿九名敌人 而当年我只是练出一透镜 便花了三年的时间 所以说 这事急不得 不如你今晚先回去休息 好好参透参透 咱们明天继续 严守一却答道 三龙说 我是天煞诗魁 几天几夜不吃不喝 不睡是没事的 趁着您还在容成 我得抓紧时间多练练 三龙一时间无言以对 又看到严守一努力的模样 只能不再劝说 自己回去休息 他刚走没几步 就在竹林里 遇到了正在考野兔的腊里头 饿了一整天的三龙 忍不住凑上钱 从腊里头的手中 抢了一根兔腿 腊里头拿出了一瓶二锅头 扔给三龙 问道 手艺学得如何 这小子和大哥一样有韧劲 而且对自己也很 三龙苦笑道 他仗着自己是天煞诗魁 练起拳来 简直不要命 腊里头笑道 要不大哥怎么会千方百计 让手艺和拿中棋遭遇呢 三龙拧开二锅头的瓶盖 一口就闷了半瓶 而后擦了擦嘴巴说道 现在我还不知手艺的天赋如何 毕竟一透镜 我就练了三年 这七天里有我的指导 手艺能摸到透镜的感觉 就很不错了 腊里头啃了一口兔腿肉 道 我要教的本事简单 要不我让三天时间给你 也不是不行 三龙正要喝第二口 可他的酒瓶刚到嘴边 竟突然砰的一声炸了 二锅头顿时撒了他满身 吓得三龙蹦了起来 随后怒道 谁在暗处耍阴招 腊里头也警惕起来 小心地看着四周 然而 竹林里却钻出了眼手艺的身影 他看着碎裂的瓶子 不好意思地对三龙说道 三龙说 不好意思 我刚刚练出一透镜 却暂时找不准透镜的方向 三龙愣了愣 等等 你啥意思 你是说 你练出一透镜了 刚才打碎我酒瓶的人是你 是 是啊 眼手艺挠了挠后脑勺 有点不好意思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三龙满脸不敢相信 不停地摇头和摆手 他已经是少林寺 百年一遇的天才了 三年练出一透镜 是少林寺至今无人打破的记录 可眼手艺之练了一天啊 你现在就演示一下 腊里头说道 眼手艺乖乖地找了一根竹子 深吸一口气后 精准地挥出拳头 碰 腊里头手里的酒瓶子 也轰然碎脸 腊里头看着手里 只剩下半个的破瓶子 一时间有点猛 三龙则是彻底心塞了 自己练了三年 这小子就练了一天 难道自己练的是假透镜 这打击可不是一星半点啊 眼手艺还没有发现 三龙的不自然 而是皱着眉头研究自己的问题出在哪 我始终找不到落力点的位置 三龙深吸一口气 走上前拍了拍眼手艺的肩膀 说道 可能是你累了 手也抹了 所以难以把握这其中的细节 不如你今晚先回去休息 我们明早同一时间在这里碰面 我再指点你 如何掌控落力点的方向 眼手艺也没多想 当下点头答应 然后走回柳家古宅 等他走后 腊里头忍不住说道 手艺的天赋 简直是万年难得一遇 我现在不仅知道大哥为什么要让他成为天煞诗魁 更是知道大哥为什么那么那么看重他了 三龙 你为何不直接教他接下来的内容 三龙搭拉着脑袋 悠悠地说道 我本以为他能领悟出一透镜就不错了 根本没想着能教更多 所以也没想要 接下来该怎么教 让他先回去 不是因为他学不了 而是因为我教不了啊 腊里头吃惊地张大了嘴巴 随后两人又忍不住笑了出来 咱们民间教派 这次真的要出一名空前的天才了 有手艺在 撞灾玄山 指日可待 颜哥又在练拳啊 午后 小雨 龙非诚打着伞 站在竹林内 问罗宁和赵一瑶 赵一瑶冷哼一声 我记得他已经练了七天了吧 他面前的那根竹子 怎么没有半点变化 罗宁轻笑一声 这赵一瑶过去七天 都在闭关修炼 神内惊 并不知道这几日 颜手艺都在练些什么 龙非诚打量了一阵 发现颜手艺的拳头 压根就没碰到面前的竹子 不知是在打空气 还是在打雨点 他咬了一口手上的苹果 又问 你们俩怎么会在这儿 他给我的 神内惊 有一部分缺失了 我来找他问得清楚 赵一瑶答道 罗宁双手环抱 靠着竹子道 我来盯着颜手艺和赵一瑶 看他们俩有没有搞暧昧关系 龙非诚 赵一瑶瞪了罗宁一眼 满脸的嫌弃之色 其实他心里明白 罗宁表面上说是监视颜手艺 实际上是在监视他赵一瑶呢 毕竟赵一瑶刚刚加入 颜手艺的队伍 而且之前颜手艺和赵家 还是敌对关系 所以目前赵一瑶 并没有获得大家的信任 所以罗宁才要监视他 不过赵一瑶也没说什么 他心里已经不打算 和颜手艺做对了 至于信任 信任是需要慢慢培养的 正当三人闲聊之时 颜手艺一拳轰出 几滴雨滴落在他的拳头上 没有丝毫的动静 但在他面前十米开外 雨点猛然爆裂 被吓得双肩一颤 只有罗宁知道 颜手艺这几天在练什么 所以他一点都不意外 也不感到惊讶 颜手艺的脸上露出兴奋之色 他紧接着朝着面前的竹子 挥出第二拳 一拳落下 竹子只是轻轻摆动 上方抖落了几片枯黄的竹叶 但这根竹子后头的三根竹子 轰然碎裂 随着竹子的倒下 颜手艺也松了口气 回头略带骄傲地 看向身后的三龙 三龙眼里也满是赞许之色 他说道 短短七天 你不仅掌握了透镜 还练出了三透镜 要不是我亲眼所见 必然是不敢相信的 颜手艺收起了骄傲 谦虚道 还是三龙叔教导有方 你不用谦虚 当年我用了三年 才练出一透镜 已经是史无前例 而你只用了七天 就练出了三透镜 三龙摆了摆手 手艺啊 我知道你为人谦虚 但你必须认清 你的强大天赋 并且努力将之发挥到极致 我是生怕 给你半点打击 便会让你对自己的天赋认知 下降几个度 影响了你未来的高度 可以想象 十年之后的颜手艺 会有多么的强大 三龙不担心颜手艺不够强大 只担心他没能将自己的天赋 运用到极致 所以 三龙不会洋装不满意 以此来激励颜手艺 他反而无比珍惜 希望颜手艺意识到 自己的天赋有多么强大 三龙微笑道 俗话说 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 原本我还担心 七天时间不够 你领悟一透镜 寻思着向你胖叔借三天 现在看来不需要了 我对你的指点到此为止 胖叔在柳家古宅等你 你这就去找他 开始第二阶段的闭关吧 颜手艺没着急走 而是跪在三龙面前 行了一个磕头大礼 虽说三龙是他的叔叔 但这段时间 两人的关系更像是师徒 三龙受得起颜手艺这一拜 拜谢之后 颜手艺起身 朝着柳家古宅的方向跑去 看着他的背影 眼里满是期待 走吧 咱也回去吧 罗宁对赵一瑶说道 龙飞城一愣 这就回去 我走了半个小时山路 才刚刚走到这 罗宁和赵一瑶 没搭理龙飞城 二人身轻如燕 眨眼就消失在了竹林中 留下龙飞城 一人一脸猛逼 他的体力 可不像罗宁和赵一瑶那么厉害 这半小时 山路走下来 腰酸背痛腿抽筋 结果一个苹果还没啃完呢 又要走回去了 龙飞城再回头 三龙也消失不见 直接毁掉了他 想让三龙带他一程的想法 哎 造孽啊 龙飞城叹了口气 扔掉了苹果盒 正要往回走 却听到一旁的竹林里 沙沙作响 仿佛有什么野兽正在靠近 龙飞城顿时警惕起来 默默地放下了伞 拔出了彩微剑 对那动静传来的方向 露出了少有的严肃之色 忽然 竹林中窜出了一道黑影 瞬间将龙飞成笼罩 柳家古宅 阿公正扎着纸人 忽然见到严守一伙 急火了地冲进来 不等阿公开口便问 胖叔在哪 在后院呢 谢了 严守一再次消失在阿公的面前 阿公挠了挠后脑勺 觉得莫名其妙 但并没多想 继续扎着纸人 后院 蜡蜜头正趴在柳家的古井上 研究着什么 严守一跑了进来 兴奋地喊道 胖叔 我练成了三透镜 接下来轮到您这儿了 蜡蜜头被吓了一跳 差点没掉进古井里头 回过神来的蜡蜜头 也对严守一露出笑容 好小子 这么快就练成了三透镜 你三龙叔 恐怕要怀疑人生了吧 这个 嘿嘿 我也不知道 严守一不好意思地说道 行 你过来吧 我先与你说说 我要教给你的是什么 严守一来到蜡蜜头的面前站定 只见蜡蜜头打了个响指 他的身后赫然出现了 如同藏骜一般体型的白狐狸 第二次见到蜡蜜头的狐狸仙 严守一依旧被小小地震撼了一下 赵一瑶的黄四皮 和这只狐狸仙比起来 完全是小巫见大巫 这只狐狸仙的气质无比高傲 脸上的伤疤 让它看起来比老虎还要威猛 它舔脚掌的时候 无意间露出的爪子 泛着荧光 好像藏了几把钢刃 在肉掌里似的 我们出马仙 其实和尼红国的士神有些相似 已经修炼成妖的动物 为了能够成仙 最常用的办法就是行善积德 但它们并非人类 想要混入人类的社会难上加难 所以只能选择一名命运的人类 来当作躯壳 借助它们的皮囊 在人类的社会中活动 一些粗暴的妖怪 直接就夺射了人类的身体 但大部分的妖怪 不会那么做来自损功德 而是像我们一样 签订契约成为出马仙 个别出马仙 诸如你遇到的身田一郎 能够做到反客为主 反过来控制仙家 但那样的人少之又少 从我的话 你应该能够听得出来 其实成为出马仙的条件并不苛刻 你需要的 只是一名甘愿与你签订契约的仙家而已 所以 我要教你的 便是让你也拥有一名仙家 严守一一正 你要让我也成为出马仙 不 出马仙是为了成就仙家而存在的 我要你成为的 是相辅相成 相互成就的出马仙 你与你的仙家 关系平等 没有主仆之分 等你们积满功德后 仙家成仙 你也受益无穷 严守一大概理解了 拉里头的意思 但他还是皱着眉头说道 可就算这么说 我上哪儿去找愿意 与我签订契约的仙家 这玩意儿 又不是路边的白菜 论金卖的 难不成胖叔 能送我一个不成 拉里头正要回答 却听外头有声音大喊 我愿意成为你的仙家 随着一阵脚步传来 只见一头大野猪 冲进了柳家的后院 不认识此野猪的狐狸仙 瞬间进入警戒恐吓的状态 对这头野猪露出了獠牙 令人惊讶的是 龙飞城竟然坐在野猪的背上 那野猪慌慌张张地 跑到严守医的面前 扑通一声 直接给跪下了 并且口中大喊 老大 我愿意成为你的仙家 龙飞城尴尬地说道 严哥 我在山里遇到他的 然后他就闯进来了 那啥 我也就是搭个顺风车 你们聊 我先撤了 说完 龙飞城翻身下猪 走到院外去了 拉里头回过神来 问严守医 你认识这家伙 严守医脸色尴尬地点点头 认识 眼前这头闯进来的野猪 当然就是所谓 山神的儿子朱山造了 之前朱山造 帮助严守医对付白家 事后 严守医让柳家在古陵里 为他修建了寺庙和塑像 并且每日派人给他送香火 本来朱山造 应该能以这样的方式 继续修炼 然后迟早成仙才对 眼下这家伙 怎么又火急火燎的 要来当自己的仙家 严守医问朱山造 你放着好好的12代不做 来我这做什么 朱山造苦着脸说道 哎 别提了 我现在可不是什么神二代 发生什么事了 我 我惹了人了 啊 朱山造咬咬牙 说道 前一阵子 我在山中巡游 遇到一只外来的野狼 在我的地盘欺负小动物 我当然就把他给弄死了 结果后来才知道 那头小狼 是某个仙家的孩子 对方已经放出狠话 准备横扫古领 只要抓住我 就让我生不如死 对方来力这么强吗 你怎么都不挣扎一下 而且 你干爹不保你吗 严守依疑惑道 唉 一言难尽啊 朱山造心虚地说道 反正你 若是需要仙家的话 我愿意跟随你 朱山造本就对严守依服气 之前只是放弃不了自由 所以没有选择 一直跟随严守依 而现在情况不一样了 他必须要找个靠谱的靠山 刚才听到严守依 和腊里头的对话 立即就沉不住气跳了出来 严守依看向腊里头 胖叔 我这是没什么问题 只不过 仙家不都是胡白灰柳黄吗 没听说过 野猪也能做出马仙的 腊里头解答道 胡白灰柳黄不过是 东北比较通人性 有灵气的动物 它们比其他的动物 更容易修炼成仙而已 实际上任何动物都可以成仙 你的这位朋友 自然也可以 不过我 观察你这位朋友 感觉它可没那么简单啊 您说朱山造 严守依感到疑惑 朱山造不就是野猪妖吗 有什么不同呢 只见腊里头围着朱山造 转了好几圈 认认真真的打量着朱山造 说道 很简单 你有见过几个会说人话的妖怪 严守依依愣 这么说来 好像也是啊 强如腊里头的狐狸 先都不会说话 更别提赵一瑶的黄四皮 身田一郎的那些世神了 他们都不会说话 为何朱山造能说话 而且 朱山造不仅能说话 严守一头一次 见到这货的时候 这货还变成了一个 人类男子的模样 这货好像真的不简单啊 朱山造则是有点猛逼 啥意思 别的妖怪 不会说人话吗 见大家不说话 为了求证 朱山造来到狐狸仙的面前 问道 这位奶奶 您会说人话吗 回答朱山造的是狐狸仙的爪子 挠得朱山造满脸是血 哀求着退下了 严守依可一点都不同情朱山造 喊人家狐狸仙叫奶奶 人家能不挠你吗 天底下的女性 都是一样的 包括狐狸 腊里头摸了摸下巴 用不太确定的语气说道 我怎么觉得 这家伙看着像一种上古妖怪 叫什么 华怀 怀 山海经中有记 幼东三百四十里 约遥光之山 其阳多玉 其阴多金 有寿烟 其壮如人而炙烈 斯基里 学居而东辙 其名约华怀 怀 其阴如镯 镯 木 剑则现有大窑 一 窑 朱山造吸了吸鼻子 我是上古妖怪 不对 不太对 腊里头又否定了自己的说法 继续分析到 他和华怀虽然十分相似 但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 我怀疑他是华怀和野猪生的串 朱山造顿时怒了 你才是串 你全家都是串 说一只动物是串 就与骂人类是杂种一样 也难怪朱山造会如此生气了 狐狸先见朱山造 竟敢辱骂自己的人 顿时发出了一声警告的叫声 朱山造立马闭嘴 老实起来 不管怎么说 你这位朋友 应该不是什么普通的妖怪 他若是能成为你的仙家 自然是好事一桩 腊里头说道 而且 在我的帮助之下 你们二位会变得更强 朱山造两眼放光 如果我能变得更强 就不用担心那群狼崽子了 所以 只要成为严守一的仙家 朱山造就有机会回到古岭来 夺回自己的场子 朱山造 这是一万个愿意 严守一问道 朱山造 你愿意 我愿意啊 朱山造直接抢答 严守一白了他一眼 让我把话说完 否则搞得像在求婚似的 随后严守一又问 腊里头 胖叔 我们该怎么做 腊里头微微一笑 开始讲解 如何让二人签订契约 就这样 朱山造成为了严守一的仙家 他直接舍弃了肉体 以后就完全住在严守一的身体里了 只要严守一需要他 他随时可以出来帮忙 虽然舍弃了肉体 但朱山造也不心疼 只要他能修炼成仙 就能重塑肉身 所以 自打他决定和严守一 一起成为出马仙以后 肉体就不重要了 接下来便是围棋一周的闭关训练 不同的是 从严守一一人单独训练 变成了他和朱山造一起训练 在腊里头的教导之下 二者越发有默契 实力也在稳步地提升着 直到 一周之后 严守罕见地主动给严守一打来电话 电话里 严守连招呼都不打便说 楚良出现了 你还想杀他吗 楚良出现了 你还想杀他吗 短短的一句话 瞬间让严守一的呼吸变得急促起来 他忍不住想起 邹瞎子死的那个晚上 想到了诸多遗憾 还有那楚良的咄咄逼人高高在上 他从未如此 想对一个人动手 你想杀他吗 严守在电话里说道 我们调查到了他的行踪 他是新玄山派的重要成员 就算你不杀 我们迟早也会派人杀掉他 严守一沉声说道 把他交给我们吧 这才是我严守的儿子 严守似乎对严守一的决定很满意 他说道 正巧可以测试一下这半个月 三龙与腊厘头对你的提升 测试实力提升 倒不是最主要的 严守一只是单纯地 想要铲除掉楚良这个祸害 为邹瞎子争一口气 严守一道 他会出现在哪 说来话长 我剔除掉不重要的信息 大概与你说一说吧 严守顿了顿 说道 过去就玄山派 由民间教派 与各大门派叛逃弟子组成 曾经有一名成员 乃是戏法传人 他的戏法出神入化 擅长欺骗之术 欺骗之术 不是幻术 他们让你们看到的一切都是真实的 只是你们根本无法察觉出来而已 因为戏法师的本事特殊 他们几乎没有战斗力 多半是执行一些卧底任务 同时也是 就玄山派情报网中最重要的一员 在就玄山派解散后 新玄山派成立 他们的首要目标 就是抓住戏法师 从他身上拷问到过去 就玄山派的情报 而据我所知 当初与我们一起的那位戏法师 已经病逝 他把他一身本领 与所掌握的情报 全都交给了自己的弟子 那是一名年轻的戏法师 三天前 这名戏法师联系到我们 说他遭到了新玄山派的追杀 需要我们的支援 而根据我们的情报 追杀这名戏法师的人 正是楚良 戏法师将会在明晚出现在 武夷山境内的一家茶馆 楚良多半也会在那出现 所以 如果你们要杀楚良的话 明晚是最好的机会 听完了严酬的讲述 严守一心里 已经有了大概的计划 令他感到惊讶的是 这位年轻戏法师的存在 过去西方的魔术师 还没有传入华夏 华夏乃是戏法师的天下 戏法师们的戏法众多 奥妙无穷 在行走江湖的同时 也留下了诸多传说 例如 他们的绝技 神仙锁 至今都无人能破解 严守一爷爷说过 厉害的戏法师 拿着一捆神仙锁 往天上一扔 神仙锁就仿佛拴在了苍穹之上 凌空而上 戏法师更是可以顺着绳子 爬到万米高空 至于那吞剑 胸口碎大石 喉顶长枪 三仙龟洞 都是戏法师最入门的本事 可放在如今 依旧为人称道 爸 我知道了 戏法师交给我们 我这就去通知大家 准备启程去武夷山 严筹提醒道 楚良也是扎指人 你身边的阿公也是 我明白 我会去找阿公的 挂断了电话 严守一皱着眉头 武夷山位于 建州省西北部 距离陈家村很近 若是开车过去的话 需要四个多小时 乘坐动车 只需要一个半小时便足够 所以他还有很长的时间计划 三龙和腊里头前脚刚刚离开 这次杀楚良 他们俩是帮不上忙了 只能靠自己 而楚良和阿公 都是扎指人 严守一不确定 他们俩是否有什么联系 万一阿公不愿意对付楚良 赵一摇 严守一喊道 守在一旁的赵一摇 瞪了严守一眼 干啥 去通知一下大家 两个小时后 我们在西湖别墅集合 赵一摇一愣 滚犊子 你真把我当丫鬟了 女孩子说话不要这么粗鲁 没让你事情就不错了 严守一回对道 赵一摇吓了一跳 顿时不敢再随意 和严守一对着干了 慢着 严守一突然喊道 又有什么事 把阿公和王吉王喊过来 哦 赵一摇不情愿地答应一声 跺着脚走了 对付这名东北女汉子 严守一也有她的办法 这丫头明显是吃硬不吃软 而且心大得很 就算严守一凶塌 她也不会放在心上 毕竟双方心里都明了 如今赵家无条件服从严守一 就连赵一摇的黄大仙皇四皮 都被赵正豪叮嘱 要以严守一的命令为主 必要的时候 甚至要出手控制赵一摇 所以 赵一摇根本没有和严守一抗衡的资本 不多时 阿公和王吉王来了 两人都觉得奇怪 为何严守一要单独见他们二人 严守一开门见山地说道 扎指人储粮出现了 二人同时愣住 就连脚步也定在了原地 王吉王呼吸变得急促起来 双拳紧握 沉声问道 什么时候在哪 明晚 在武夷山的一家茶馆 王吉王转身便走 好像是要去收拾菜刀 准备去披了储粮 严守一拦住了他 不要着急 你一个人对付不了储粮 今晚我会召集所有人 大家一起赶去武夷山 好 王吉王也十分理智 立马答应了下来 随后严守一看向阿公 阿公 你也是扎指人 你是否认识储粮 果不其然 阿公点了点头 可惜的是他戴着面具 严守一分不清楚 他对储粮的态度 阿公沉默了一阵 低声说道 储粮是我师兄 严守一和王吉王露出惊讶之色 那你们俩 阿公苦笑着指着自己的面具 说道 你们应该知道 我脸上的烧伤伤疤吧 那是在我四岁那年 储粮把我的脑袋 按进火坑里造成的 那次我 差点就死了 后来虽然活下来了 但脸上还是留下了 这样触目惊心的伤疤 我之所以没让老金帮忙恢复 单纯就是想让自己记住 储粮对我所做的事情 记住这些仇恨 原来阿公和储粮也有仇 严守一心里反而松了口气 这样事情就好办了 若是他们俩不是敌对关系 明日杀储粮 严守一恐怕对阿公 要心生愧疚了 阿公咬着牙 冷声说道 储粮虽然是我师兄 但他的行径人生共愤 我与他早就不共戴天 只不过一直找不到杀他的机会 如今你们若是要杀储粮 我愿意加入 也算是为自己报仇血恨 从阿公那儿 严守一了解到了 他和储粮之间的恩怨 二人的师父 名为百男 是一名传奇杂志人 百男早在二十几年前 就收了储粮做弟子 储粮的天赋还算不错 只是性格孤僻极端 百男之所以收储粮 主要是因为其安静化少 但师徒二人行走江湖多年 百男始终没有将真本事 交给储粮 起初储粮心里认为 百男没将真本事传给自己 是担心教会徒弟饿死师父 所以储粮也没有生气 只是觉得 等到师父想要退营的时候 自然会把真本事交给自己 自己只需要安静地 跟在师父身边就可以了 后来 百男捡到了年仅四岁的阿公 并且收养了他 储粮对这个师弟 也是疼爱有加 好吃的好喝的 全都让给阿公 甚至有时候走远时 还会弯下腰背着阿公走 阿公十分敬爱储粮 他感受到了 从未有过的安全感 这本应该是师兄弟二人 共同成长的美好故事 可结局并不是这样 捡到阿公没多久 储粮忽然发现 师父竟然要悄悄地 将杂指人的真本事 传给阿公 那时储粮才知道 师父并不是担心 教会徒弟饿死师父 只是单纯地 觉得他没资格学习 杂指人的本事而已 哀莫大于心思 得知真相的储粮 无比绝望 被愤怒冲昏了头脑 他把阿公叫到厨房 天真的阿公还以为 师兄又有好吃的 要给他了 谁知平日里 对自己疼爱有加的师兄 竟然粗鲁地抓着他的头发 一把将他的脑袋 按到火坑里 炽热的木炭 在阿公的脸上 留下了丑陋的伤疤 那几乎要了阿公的命 好在师父百男及时赶到 阻止了储粮 才让阿公捡回了一条命 自那之后 储粮就离开了 原本师徒三人 只剩下两人 阿公的心也永远地缺了一块 多年之后 阿公成为了真正的杂质人 但他脸上的伤疤 也随着他长大 师父死后 他戴上面具 发誓要找到储粮 报当年之仇 如今 机会来了 第二天晚上 武夷山的某家偏僻的茶馆 严守一 龙飞城 罗宁 阿公 王吉网 赵一瑶 六人出现在茶馆楼下 茶馆处在山里 规格和档次都很高 虽然地处偏僻 但还是有不少有钱人 愿意专程驱车前来 一行人走进茶馆 在一楼大厅 要了一个位置 几人围坐在一块 叫了两壶茶 茶馆装饰古朴 十分考究 身处其中 甚至一时间 不知是在古代 还是现代 台上有几名古装美女 弹奏着舒缓的明月 颇有情调 茶馆里不少客人 恐怕是冲着 这几位美女亚而来的 一位古代店小二打扮的服务员 热情地给众人上茶 严守一 随手给了她200块钱的小费 这名服务员顿时没开眼笑 我问你 严守一对服务员说道 今晚你们茶馆什么位置 是有客人预定的 服务员拿了钱 当然就好说话了 他毫不犹豫地答到 三号桌 十九号桌 二十一号桌 都有客人预定 知道了 你走吧 不用来打扰我们 打发走了店小二 严守一对大家解释道 既然戏法师和楚良 今晚必然会出现在这里 那么他们双方都有可能预定位置 一会儿 大家重点关注这三个位置 我有一个问题 龙飞城举起了手 有屁块放 严哥 刚才那200块 你为什么不给我 我喊那店小二出去抽根烟 就都问出来了 没必要浪费啊 严守一 王吉网笑道 合着你 还想当中间商赚差价呀 罗宁阴阳怪气地说道 自打严守一 嫁入豪门 出手倒是阔绰了 严守一直接无视了 罗宁的阴阳怪气 实际上 林家如今裁员广进 也多亏了自己爷爷当年的帮忙 而且严守一的私货 可是各个价值连城 只不过没办法 换成钱花出去而已 赵一瑶吐槽道 我们脸上这妆容 你们说的那个楚良 当真认不出我们 为了不让楚良认出 严守一和王吉网 大家都经过了一番乔装打扮 龙飞城还往自己的脸上 贴了如同张飞一样的大胡子 严守一苦笑道 反正免不了一战 认出来就认出来吧 只要楚良能出现就行了 我还有问题 这回是阿公举手了 他问道 没人知道 戏法师长什么样吗 严守一摇了摇头 说道 这名戏法师 是老戏法师的徒弟 就算是就玄山派的人 也不知道他的长相 只能靠咱们自己认了 大家一阵苦恼 事实上 戏法师比他们还要神出鬼没 在场的人里头 就没有真正了解戏法师的 唯一令人感到庆幸的是 这家茶馆里的客人不多 此时算上他们 也不过只有四桌而已 大家坐在角落 低头喝着茶 默默地等着 很快 二十一桌的客人出现了 二十一桌的客人 是一对夫妻 二人看样子是茶馆的老顾客 店小二对他们格外热情 严守一观察了一阵 遗憾地摇了摇头 应该不是他们 为什么 赵一摇问 戏法师知道 今晚楚良会出现 就算他有妻子 或者丈夫 也不会带过来以身视线 而且 他们是茶馆的老顾客 戏法师是一路逃窜到此地的 不可能是老顾客 赵一摇暗暗吃惊 他自以为自己已经算聪明的了 上回栽在严守一手里 不过是因为严守一身后 有三龙和腊里头帮忙 而如今看来 严守一和自己同龄 但洞察力和分析能力 却比他高尚不少 这让赵一摇在挫败的同时 也感到了一丝庆幸 还好自己此时觉悟 否则以后只会吃更大的亏 不知不觉的 赵一摇对严守一的态度 稍微好上了一点 这时 三桌的客人和十九桌的客人 这两桌的客人都是孤身一人 其中三桌是个沉默寡言的年轻人 要了茶后就不吭声了 而十九桌的客人 是个中年人 看其穿着打扮片古典风格 倒是有点戏法师的模样 龙飞成将自己的脑袋探到桌子上 压低了声音说道 大家来赌一把吧 我做庄 赌谁才是戏法师 严守一瞪了小龙一眼 啥时候了 别瞎搞 谁知王几网直接压了一百块 说道 我赌是三号桌的客人 严守一 有人带头 其他人也有了意思 纷纷吓住 严守一无奈地摇摇头 其实在他心里 觉得这两桌的客人 都不是戏法师 三号桌的年轻人 低着头玩手机 拿着手机的手轻微地颤抖 明显不是连家子 戏法师的手 必然是快准稳 而这名年轻人手抖成这样 必然不是戏法师 而十九桌的中年人 眼睛始终盯着台上的古典美女 但她的眼神又不似好色 反而是溺爱 这只有一种解释 台上的某个美女 是这名男子的女儿 严守一推测 戏法师应该没有女儿 即便有 在知道楚良在追杀她的情况之下 她也不会把麻烦 带到自己女儿的面前 所以 这两人都不是戏法师 那么 戏法师究竟在哪 异曲中 台上的几个古典美女 抱着乐器走下了台 茶馆里的氛围忽然一变 从角落中走出了一名 穿着戏服 背着戏奇的便脸师傅 严守一的目光 瞬间将之锁定 高亢的音乐响起 在一阵灯光变换中 便脸师傅昂首挺胸地走上台 她身穿彩龙上衣 脚踩踏云靴 肩顶绣花云间 背有流子斗篷 脸上的妆容不怒自威 看着气势非凡 伴随着音乐 便脸师傅突然甩了一下斗篷 脸上的脸补装瞬间变化 从一名哭脸丑爵 变成了怒脸老生 速度之快 令人根本无法察觉捕捉 好 叫好声四起 本来还沉浸在古典音乐中的客人们 纷纷放下了茶杯 好奇地观看着表演 严守一笑了 他对龙非诚说道 小龙 今晚你要赔不少钱了 龙非诚不服气地说道 为啥这么说 戏法师不是三号桌 就是十九号桌 现在赌金对等 怎么算我也不至于赔钱啊 谁告诉你 戏法师只可能是客人了 严守一反问道 龙非诚一愣 随后众人的目光 也跟着锁定了台上的便脸师傅 不会吧 你不是说 戏法师是逃窜到这儿的吗 他怎么可能是这儿的表演人员呢 赵一遥不解地问 严守一指了指客人 道 这里有不少客人都是熟客 但他们此时的表情很是新鲜 说明平常这里根本没有便脸表演 这便脸师傅 是头一回在这儿表演 退钱退钱 龙非诚立即将之前收的钱 全都拿出来放在桌上 推得远远的 表示自己和这钱没有关系 其他人哪能答应 纷纷又拿着自己的钱 往龙非诚怀里塞 龙非诚做梦也没有想到 头一回有人把钱硬塞给他 竟然是这种情况 罗宁威胁道 你要是敢反悔 晚上我就让我养的僵尸 去敲你的窗户 赵一遥冷笑道 我让我的黄四皮 去你卧室里放屁 王吉网的威胁方式 就更简单粗暴了 他直接丢出了一把菜刀在桌上 龙非诚苦着脸说道 我收还不行吗 哎 辛辛苦苦好几年 一招回到解放前 龙非诚寻思着自己 就是个破财的命 稍微有点积蓄就能很快败光 也不知什么时候才能时来运转 好了 别闹了 严守一提醒道 既然戏法师已经出现了 咱们就应该把注意力放在楚梁身上了 那楚梁还没出现 要不咱们先把戏法师带走 王吉网问 严守一摇了摇头 我总觉得戏法师出现在这儿 还有其他的什么目的 这次戏法师出现的时间和地点 都太过于确定 这还不是楚梁能够控制的 反而是戏法师 所以严守一怀疑 戏法师在这个时间出现在这儿 必然是有他的原因的 他有必须出现在这儿的理由 却又担心会被楚梁给抓住 这才联系严仇 让他派人来帮忙 眼下能做的 就只有等 变脸师傅的功底很好 想要完成一场精彩的变脸表演 不仅要会变脸 更要会带动气氛 在观众们猜不到的地方 突然变脸 以达到令人惊喜的目的 只见变脸师傅在台上变了几次脸 便开始走下台 与观众们互动 他看了一圈 最终将目光锁定在 严守一等人的身上 变脸师傅静置来到 罗宁的面前 示意罗宁伸出手 罗宁伸出手后 变脸师傅将脸凑了过去 紧接着浑身一抖 脸上的脸谱装再次变化 这出其不意的表演 让罗宁都忍不住露出 惊讶的表情 观众们纷纷叫好 大家本以为变脸师傅 会去找其他的客人们互动 没想到他竟然还不走 又来到严守一的面前 示意严守一伸出手 又来 严守一虽然心里诧异 但还是伸出了手 变脸师傅如法炮制 抓住了严守一的手 将脸凑了过去 他浑身一抖 但脸普装却并没有变化 正在大家以为他是否失误的时候 变脸师傅一回头 竟又瞬间变了脸 厉害 严守一笑着对变脸师傅 竖起了大拇指 变脸师傅因为戴着头套 所以看不出表情 他只是对着严守一点点头 就回到台上去了 观众们还有些失望 他们本期待着 也能和这位厉害的变脸师傅 互动一下呢 严守一收起笑容 默默地端起茶杯 低头看向手掌心 方才变脸师傅与他握手时 在他的手里塞了一张字条 如今摊开一看 里头只有一行字 替我保护好长发蓝衣服的女孩 长发 蓝衣服 严守一环顾四周 客人里哪有什么长发蓝衣服的女孩 但变脸师傅 竟然给严守一送字条 就已经是确定了她的身份 严守一皱着眉头 一方面防范着楚良 一方面寻找着长发的蓝衣女孩 这时 台上的戏法师拿出了火棍 一阵挥舞过后 直接45度对着天空 吹出了一团大火球 火光映在每一名客人的脸上 大家都表现得 对今晚的表演十分满意 严哥 戏法师的表演快要结束了 楚良还没有出现吗 龙非诚忍不住问 再等等 沉住气 严守一嘴上安慰大家 心里却有些沉不住气了 她所获得的信息实在是太少 这让她有着深深的危机感 突然 严守一在茶馆的角落 发现了一道身影 那正是长发蓝衣的女孩 这名女孩 是刚才在台上弹琵琶的那位 同时也是19号桌的 那名中年男子 十分在意的那位 令严守一感到惊讶的是 这长发蓝衣女孩 一直都盯着戏法师看 而女孩表情透露着 她与戏法师关系匪浅 甚至有可能亲人关系 有点不对劲 严守一警惕地说道 19号桌的客人不对劲 怎么了 罗宁不解 来不及解释了 严守一直接站了起来 露出严正以待的表情 她甚至不敢 背对着19号桌的客人 戏法师让他们保护长发蓝衣女孩 说明两人关系不一般 而19号桌的客人 却一直盯着长发蓝衣女孩看 露出的表情也不寻常 如果19号桌的客人 与长发蓝衣女孩有关 为何戏法师不让严守一顺带 保护19号桌的客人 这些线索结合起来 就只有一种解释 戏法师和19号桌的客人 都是冲着长发蓝衣女孩 而出现在这家茶馆的 能准时出现在这家茶馆的人 除了戏法师 就只有储良了 19号桌的客人就是储良 他之所以出现在这里 便是要杀长发蓝衣女孩 以引戏法师现身 静小慎微的严守一 瞬间想通了一切 他的目光锁定19号桌的那位中年男子 中年男子似乎也察觉到了严守一的目光 侧过头与严守一目光碰撞 他的脸上很明显闪过一丝错愕 他认出严守一来了 下一秒 戏法师突然出现在严守一 与中年男子中间 手中的火棍对准中年男子 便是一口龙油火 喷在中年男子的身上 这一口龙油火 瞬间让中年男子身上 燃起了熊熊大火 整个人被大火笼罩的就好像是一个大火球 客人们先是傻眼 几秒钟过后 全都尖叫着跑出茶馆 服务员们也慌了 四下寻找灭火器 那戏法师却是拿着火棍 冷声对众人说道 全都滚出茶馆 谁还留在这儿我就烧了谁 服务员毕竟也是打工的 碰到了戏法师这种不要命的脚 当然是躲得越远越好 所以他们立刻放弃了寻找灭火器 连滚带爬地冲出了茶馆 最后逃出去的服务员生怕发了疯的戏法师 还会追出去 所以十分缺德地将大门给关上了 西萍 你疯了 本是站在后台的长发蓝衣女孩 并没有像其他人一样逃走 而是跑上前来拉着戏法师 不敢相信她怎么会对客人做出这种事 戏法师冷声说道 珊珊 我现在与你解释 恐怕你会无法理解 所以请你相信我 离开这儿 躲得越远越好 你在说什么 长发蓝衣女孩自然是不肯走 戏法师看向严守医 严守医当即说道 赵一瑶 带她走 赵一瑶也分析出 事态逐渐失控 当即抓住长发蓝衣女孩的手 强行将她带到大门前 长发蓝衣女孩还想挣扎 但她惊讶地发现 赵一瑶的力气大的吓人 根本容不得她反抗 然而 两人来到茶馆大门前时 却发现 不论他们怎么用力 大门就是纹丝不动 有古怪 赵一瑶脸色一变 立刻召唤出她的黄大仙黄四皮 黄四皮从她的身体里钻出来 盯着大门看了一眼 竟转身朝着大门 放了一团黄色的臭屁 那臭屁好似在门上作画 很快就让两个惨白的指人 显出了原形 那两个指人 似乎早就藏在门后 只等大门关上 便手牵着手 如同一道大锁 将茶馆的大门死死封锁 两个指人手牵着手 脸上带着十分惊悚诡异的微笑 盯着赵一瑶和长发蓝衣女孩看 长发蓝衣女孩从未见过这一幕 吓得花容失色 甚至忘了尖叫 赵一瑶倒是还算冷静 她铁青着脸 怒骂道 区区两只指人 也想拦住我的去路 黄四皮 让他们知道我们的厉害 黄四皮虽然是黄鼠狼 但却是像人一样 用两条腿直立着行走的 她的脸上 同样露出十分拟人的不屑笑容 随后只是冲着指人吹口气 指人的身上就燃起了火焰 赵一瑶十分自信 她觉得这两只指人 根本扛不住多久 这天底下 哪有指人是不怕火的 然而 事实却让赵一瑶也震惊了 那两只指人被大火包裹 却是毫发未损 甚至嘴巴裂到了耳根 似乎在嘲笑赵一瑶不自量力 严首一在后方喝道 楚良的指人非比寻常 用的似乎是特殊材料 不怕火烧 赵一瑶后知后觉 这才知道 想从大门逃出去 基本是不可能的了 如今出不了茶馆 她只能带着长发蓝衣女孩 往角落跑 并且让黄四皮 给她们打掩护 戏法师站在严首一身边 陈生说道 在下戏法传人何希平 那女孩是我喜欢的人 名叫黄一珊 楚良今日出现在此 就是为了杀珊珊 逼我现身 我实在没办法了 只能向你们求助 一句话 将前因后果全都解释清楚 这戏法师的性格看来 也是十分果断的 严首一点点头 也简单地介绍道 我是鲁班传人严首一 鲁班传人 何希平脸色一变 十分意外地说道 你是玄山十三太保之手 严筹的儿子 是 何希平不由地感慨 自己何德何能 能让严筹将自己亲儿子 派出来搭救 今日 大家要是一起杀了楚良还好 若是杀不了楚良 反而被楚良所杀 何希平就算到了地府 心里也还是万分愧对严首一他们 见何希平神色紧张 严首一安慰道 放心 我们与楚良也有仇 今日是有备而来 是杀楚良 说话间 赵一瑶已经带着黄一山 跑到了茶馆的二楼 二人从高处的栏杆缝隙往下看 只见被众人围着的中年男子 已经完全被火焰吞噬 然而诡异的是 他并没有倒下 更没有惨叫 只是坐在那儿 静静地让大火焚烧 仔细一看 男子的皮肤 竟然被大火烧得 好像墙纸一样脱落 露出了一张 与之前完全不一样的脸 那张脸苍白 虚弱 看着就好像病入膏肓的肾虚男 好似两柄利剑 让人完全不敢与之对视 很快 火焰熄灭 中年男子也露出了他的真面目 眨指人楚良 楚良依旧坐在椅子上 他打量着眼手一等人 冷笑着说道 世界可真小 上次我在西湖便放你们一马 你们还不知足 如今自己找上门来送死 呵呵 还搁着装逼呢 上回并不是你放了我们 而是我们放了你 龙飞城嘲笑道 是谁见到我们邹叔叔 屁都不敢放一个 掉头就跑的 楚良面色一沉 显得十分愤怒 甚至一巴掌拍在桌子上 我那日也是太过大意 竟没发现那禽鬼已经病入膏肓 被你们戏耍了 很显然 事后楚良也收到了 邹瞎子死去的消息 他当然是万分懊悔 那日没有强行出手 结果放走了追杀多日的王之来 也正因为他没抓到王之来 还损失了一大批人手 新玄山派的领导者 对他很不满意 于是楚良才又出来抓捕戏法师 想要将功补过 结果好巧不好巧 他竟然又在这荒郊野岭 遇到了严守医他们一行人 严守医淡淡地说道 楚良 你这话还有一个错误 我们出现在这儿 不是因为世界太小 而是因为 我们就是来杀你的 楚良听后 一点也不觉得害怕 甚至放声大笑 哈哈哈哈 杀我 就凭你们这群乳秀未干的小毛海 我看你们还是再回去 修炼个十几年吧 大可不必 阿公从众人身后走了出来 他冷声说道 我知道你的所有弱点 即便你比我们所有人都要强 但你今日依旧只有失败的结局 你又是谁 楚良收起笑容 格外认真地打量着阿公 他隐约觉得 此人并不简单 而且似曾相识 阿公默默地摘掉了他的面具 露出了一张丑陋的脸 这张脸上满是烧伤疤 甚至有些变形 好像是一团化了的冰淇淋 又或者是柔坏了的面团 但阿公的眼神里 却充满了杀意 是你 楚良显然十分意外 他以为自己这位聪明的师弟 早就和师父一起死在了某个无人问津的角落 结果现在看来 这小子活得还挺滋润 甚至找到了一大帮家伙 替他撑腰 楚良的神色变得严肃起来了 因为他发现 阿公说得的确不错 二人师叔同门 对互相所谓的本事了如指掌 阿公的弱点 自然就是楚良的弱点 今天这一战 恐怕没那么好打了 楚良默默地低下头 抿了一口茶 下一秒 他一掌拍碎了桌子 将手中的茶杯扔向阿公 当 王吉网瞬间出现在阿公的身前 一柄菜刀 直接将茶杯切成两半 紧接着 愤怒的王吉网 没有片刻地停歇 照着楚良的脑门 就是一刀 让你追杀我弟弟 让你害死我弟 我杀你 王吉网无法怪罪邹瞎子 将命运出卖 只能怪罪楚良害的他们父子俩 团聚的时间变得短暂急促 所以他心中的恨意 甚至比阿公还要重得多 杀了楚良 至少短时间内 王之来就是安全的 一刀斩下 那楚良居然不躲不闪 以王吉网的力量 直接将整个菜刀 都没入到楚良的脑袋里 刀刃甚至已经劈到楚良的鼻子 然而诡异的是 楚良并没有惨叫 甚至伤口里 也没有流出任何的鲜血 王吉网面色大变 撒手 推开 眼手一眼挤手快 直接推开王吉网 下一秒 楚良的身体 瞬间喷出熊熊烈火 差点就伤到了王吉网 可即便如此 眼手一眼还是沾上了 楚良体内喷出来的火焰 好在他是天煞诗魁 忍着痛 强行用手 便将火拍灭了 他一脚 将楚良的踹翻在地 冷声提醒大家 大家小心 楚良用了金蝉脱鞘 这不过是他的一句指人而已 真正的楚良 还躲在暗处 楚良也不愧是老江湖 竟然在追杀戏法师何希平的时候 都没有选择直接出动真身 而是让一个扎指人来代替 被眼手一踹倒的替身指人 很快就被油内而外的火焰 烧成了灰烬 龙飞成剑状忍不住喊 他的指人不是不怕火烧吗 不一样 阿公解释道 他在指人中藏了油 火是自内而外烧的 他的真身现在在哪 罗宁皱着眉头 警惕地看着四周 阿公道 楚良无法让指人距离他太远 所以他必然也在茶馆内 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 阿公对楚良的了解 大大的减少了众人的压力 大家背靠着背 互相将后背交给其他人 然后警惕地寻找楚良的身影 忽然 何希平想到了什么 不由得面色大变 珊珊是不是还没出茶馆 严首一心中一沉 赵一瑶带着黄一山上了二楼 那楚良必然会到二楼 去找他们两人的麻烦 说时时那时快 严首一几乎没有任何犹豫 甚至来不及提醒其他人 便奋力一跃 孤身跳上了二楼 与此同时 二楼果然传来了黄一山的尖叫声 珊珊 何希平焦急万分 也急忙从楼梯跑上二楼 而爬楼梯毕竟要慢一些 严首一已经翻过栏杆 冲向黄一山 只见二楼的角落 楚良将赵一瑶和黄一山 已经逼到角落 他的手里拿着一柄长剑 已经要砍向黄一山 赵一瑶咬了咬牙 用将黄一山拦在身后 用自己的后背 想要硬抗楚良这一剑 你找死 楚良冷哼一声 眼中杀意毕露 不介意多杀一个人 然而 就在楚良的剑 即将落在赵一瑶身上的时候 一只手臂突然出现 强行为赵一瑶挡下了这致命一剑 快闪开 严首一忍着痛喝道 赵一瑶转过身来 刹那间看到楚良手里的长剑 剑刃一半 已经没入到严首一的手臂里 那场面触目惊心 可想而知有多么疼痛 还愣着做什么 闪开啊 严首一再次提醒 赵一瑶此时才反应过来 急忙抓着黄一山往外逃 楚良冷笑 强行将长剑拔了出来 第二次劈向严首一 力道更胜 倘若这一剑劈中了 怕是直接能斩断严首一一条手臂 然而 楚良的算盘却打错了 第二剑严首一 换成了左手来接 只听当的一声 这第二剑 竟然没伤到严首一分毫 你的袖子里有东西 楚良瞬间反应过来 严首一撇开楚良的剑 抬起左手的衣袖 瞄准楚良的脑袋 瞬间启动了袖针板的飞虎爪 飞虎爪的力道很大 启动机关后 爪子能弹出去三十几米远 如今近距离打在楚良的脸上 更是恐怖 金刚打造的铁爪 瞬间扯掉了楚良的半张脸 严首一也看准机会 夺过楚良的长剑 反手刺进楚良的心脏 此时何希平才姗姗来迟 他虽然看到严首一次穿了楚良的心脏 但并没有丝毫的大意 而是立刻从宽大的戏服中 抽出了两柄三棱刺 狠狠地在楚良的后背 补了好几下 这回他应该死透了 何希平心想 然而很快 二人又发现了不对劲 眼前这个楚良 和刚才那个楚良一模一样 受了如此严重的伤 却是一点血也不流 一声惨叫也没发出 这依旧是替身 该死 严首一拔出长剑 随手扔在一旁 又将假楚良从二楼踢了下去 他提醒众人 楼上的楚良也是假的 大家小心 赵一摇 别再大意了 已经吃过一次亏的赵一摇 让黄四皮寸步不离地守在黄一山的身边 方才那楚良出现得太突然 导致他乱了阵脚 差点就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而严首一 刚才徒手挡剑救他的画面 也深深地印在他的脑海里 严首一收回观察赵一摇的目光 心里已经逐渐对赵一摇放松了警惕 他虽然是赵家人 之前还想要刺杀自己 后来更是心不甘情不愿地留下来 但刚才他为黄一山挡剑的行为 足以说明他不是坏人 值得严首一信任 要不怎么说 患难与共才是真感情 严首一直到现在 才真正地对赵一摇放心 否则即便赵一摇在严首一身边跟了三年 严首一也只会把他当作是一个制约赵家的人质 不会真正地接纳他 同样有了新想法的人 是何希平 赵一摇替黄一山挡剑 而严首一为黄一山和赵一摇两人挡剑 这一幕也落在了戏法师何希平的眼中 之前何希平不过把严首一当作同阵营的人 而看到严首一能为一个素不相识的人挡剑 何希平有足够的理由认为 严首一是值得结交的人 你的手没事吧 何希平问道 严首一扯下自己衣服上的一块边角 缠绕在手臂上 解释道 我是天煞失魁 这点伤对我而言算不上什么 很快就能恢复 何希平稍微松了口气 但他也知道 虽然伤势可以恢复 但疼痛却是不能消除的 他依旧很感激严首一 刚才为黄一山挡剑的事 对付楚良 严首一不甘拖大 在短暂地接触交手之后 可以预料得到 接下来才是双方真正交手的时候 所以严首一冲着下方喊道 小罗 把东西给我 好 龙飞尘弯下腰 从桌子底下拖出了一个木盒 从里面爆出了用布条缠着的斩破刀针身 接着 严首一一把抓住斩破刀 即便有佛家六字真言的镇压 斩破刀依旧有不少的煞气泄露 而且全都钻进了严首一的体内 好在如今严首一也有所提升 不至于被这点煞气吞噬了理智 他只是打了个寒颤 随后眼神就变得凌厉起来 他一手抓着二楼的栏杆 朗声喊道 名人不说暗话 楚良 今日我们之所以出现在此 就是来杀你的 不管你躲在哪 都出不了这家茶馆 不如早点献出真身 是生是死 咱们都好好打一场 声音在茶馆中回荡 没多久 茶馆里响起了轻轻的拍掌声 啪 啪 啪 楚良的声音从四面八方传出 没想到 我本是来设局抓戏法师的 反而是采进了你们给我设的局 有趣 有趣 严首一皱起眉头 他发现 楚良的声音之所以听起来空灵 并非是因为在茶馆产生了回音 而是因为 四面八方 的确都有楚良的存在 龙飞城看着四周 忍不住吐槽 我滴个乖乖 引分身之术 这个楚良莫非性漩涡 茶馆的设计 乃是回字形的 龙飞城他们在一楼正中央 严首一和何西平在二楼 而茶馆的三楼 一共出现了七个楚良 整整七个楚良 全都一模一样 不管是眼神 还是脸色 亦或是动作 看不出任何的区别 他们好像都是 从镜子里映出来似的 靠在三楼的栏杆上 看样子 丝毫没有将严首一他们放在心上 都是指人 阿公开口提醒大家 但真正的楚良 应该也藏在他们中间 但哪一个才是真正的楚良 罗宁感觉自己的脑子 已经全都是江湖了 阿公 你不也是扎指人吗 楚良这一招 你应该知道怎么破财神 王吉网问道 阿公摇了摇头 楚良很厉害 他亲手做的指人替身 几乎就和真人一样 找不出任何的破绽 那岂不是无解了 龙飞城咽了口唾沫 问 咱现在撤退还来得及吗 王吉网道 要走你走 我可不会当逃兵 今日我必杀楚良 龙飞城干咳两声 王哥 你是新来的不了解我 我就是喜欢口嗨打嘴炮 我龙飞城最重情重义了 你们赶我走我还不走呢 但我就是觉得 这个楚良太诡异了 咱们要是盲目地和他动手 吃亏的必定是咱们啊 见到龙飞城难得地开始动脑子 严首一感到十分欣慰 这时 阿公说道 也不是全无破绽 这个楚良 不等阿公说完 三楼的七个楚良 忽然间全部消失 阿公的解释 也戛然而止 下一秒 四个楚良 就从一楼的暗处杀楚 阿公立刻扔出了几张小指人 念动咒语之后 指人瞬间活动起来 开始抵挡四个楚良的攻击 然而楚良的指人分身 显然要比阿公这临时 扔出来的指人厉害得多 所以 阿公的指人 只不过拖慢了楚良的脚步而已 只是停顿了一下 四个楚良 就杀到他们的面前 退开 王吉往手里提着两把菜刀 一个双刀横切 竟是切出了两道刀器 指人分身连忙闪躲 那刀器蔓延出去 竟在茶馆的木头柱子上 留下了深深的刀痕 倘若再来两刀 这柱子必断无疑 罗宁也回过神来 拿出了赶试用的小铃铛 摇晃几下之后 一脚踩在龙飞城的肩膀上 高高跃起 差点将龙飞城踩得趴在地上 不等龙飞城吐槽 罗宁从天而降 竟然一拳踏碎了大理石地板 随后 破碎的地板里 竟爬出了几具高度腐烂的僵尸 你提前将这些僵尸埋在这里呢 龙飞城震惊道 罗宁白了他一眼 很显然 这些尸体本就在茶馆的地底下 我不过是用擀尸之术 将它们唤醒 让它们破土而出而已 有僵尸的助阵 场面稳定了许多 大家各显神通 轻松扛住了楚梁的第一波偷袭 另外的三个指人分身 也分别找上了严守一 何希平和赵一瑶 赵一瑶不需要自己出手 有黄四皮对付指人分身 他自己就可以全心全意地保护黄一山 所以一时间他并没有什么压力 反而是何希平那儿 很是被动 何希平只是戏法师 他的本事大多是用于迷惑敌人 或者是伪装自己 正面战斗的话 他远不如严守一等人 所以 何希平只能且战且退 被楚梁的分身压着打 严守一面对着眼前的楚梁 虽然分不出眼前这个是不是楚梁的真身 但对方所散发出来的气势 却是重现了一个月前 楚梁在西湖边追杀他们时的强大模样 当时若不是邹瞎子出手 严守一恐怕根本无法与楚梁抗衡 但这一次不同 这一次 而楚梁孤身一人 还将自己的力量化作了七分 这一次 严守一带足了人手 而且还从三龙与拉里头那边 学到了新的本事 未尝不能一战 楚梁 受死 严守一嘀喝一声 扯掉了斩破刀刀刃上的布条 无视洞中太义军 头戴七星布四灵 手执龙刀镇上力 力训寻离直至昆 对护游行至前害 遥望天门夜帝君 坎子横山顶上过 直下更攻封鬼门 敢有不顺无道者 驱来剑下化卫尘 急急如律令 斩破刀上 燃烧起了八卦礼火 此乃礼火赤刃咒 严守一一出手 便拿出了自己最顶级的杀招 目的就是以最快的速度 解决眼前这个楚梁 杀了他 就可以去帮助其他人了 楚梁手里这回 也多出了两柄长剑 一柄正握 一柄反握 严守一杀到他的跟前 楚梁自信应对 二者短短几个呼吸 刀刃已经碰撞了数十次 在我的眼里 你们不过是一群 乳秀未干的小毛孩 不管是从实力 经验 目光 你们都不如我 楚梁开口嘲笑严守一 严守一冷哼一声 也许你说的是对的 但我们也有我们的优势 哦 你们有什么优势 我们年轻 而你已经老了 严守一发出一声爆喝 出刀的速度再次提升 楚梁不由地感到了一丝压力 心里也十分惊讶 上次见这小子时 他还毫无还手之力 被一路追杀 而这次见到他 感受却完全不同 他凭什么能成长得如此之快 王吉网在对付面前的楚梁时 同时又分神关注到了 其他人的战斗 他发现 七个楚梁当中 当属严守一所面对的楚梁最强 龙飞城所面对的楚梁最弱 知这七个楚梁 并不是完全一样的 而是有强弱之分 否则 以龙飞城的本事 应该早就在楚梁的手里 败下阵来才是 不可能撑到现在 我们还年轻 还有成长的空间 而你已经老了 你这辈子也就只能这样了 这就是严守一的优势 楚梁在惊讶于严守一的成长之时 终于领会到严守一所说的话的意思了 自打严守一提升了出刀的速度以后 楚梁显然已经有些力不从心 于是开始转攻为首 这反倒让严守一觉得不妙 楚梁如果全力防御 自己未必能解决得了他 而一旦被他给拖延时间 其他的楚梁必然会找机会突破 例如拿龙飞城开刀 如今平衡的局面一旦被打破 便会瞬间变成一边倒的情况 所以 为今之计 只有想办法找出楚梁的破绽 将之击败 诸山灶 出来 出乎意料的 严守一体内猛地钻出了一只黑皮野猪 那野猪刚刚现身 便闷头直撞 猝不及防的楚梁 顿时被撞了个满怀 一屁股摔在了地上 关键时刻 还得是要本大爷救场啊 诸山灶骄傲地喊道 坐在地上的楚梁一脸猛逼 这是出马仙 你小子不是鲁班传人吗 何时成了出马仙了 严守一冷笑道 所以说你老了 正所谓 一日不见如隔三秋 末期少年穷 楚梁过去 以自己年长为傲 如今却是败在了年长之上 严守一一直在成长 而楚梁还在原地踏步 诸山灶 还记得咱俩研究出来的骚套路吗 严守一问诸山灶 诸山灶愣了愣 有点不情愿地说道 一定要这么做吗 废话 不然咱们过去七天的训练 岂不是全都白费了 那好吧 你轻点 朱山灶满脸不情愿 郁闷地来到严守一的面前 然后在他的面前躺平 楚梁不能理解 自己刚才被朱山灶撞倒 本应该是露出破绽 为什么严守一没有乘胜追击 反而让朱山灶躺下了 下一秒 更加让楚梁不能理解的事情发生了 朱山灶躺下之后 严守一竟然左手持刀 右手握拳 狠狠地砸在朱山灶的肚子上 这小子发起狠来 连自己人都打 破 不等楚梁想明白发生了什么 他的腹部忽然遭受重击 整个人僵直地倒在地上 随后痛苦地蜷缩成一团 什么情况 这是什么情况 为何打在那朱山灶身上的拳头 却是疼在我的身上 楚梁瞪大了双眼 满脸的不可思议 他想到了一个解释 眼手一会透镜 隔山打鸟 这小子让朱山灶当山 把他楚梁当牛打了 朱山灶躺在地上 嘿嘿地笑道 还好我皮糙肉厚 正好耐打 就是不知道你这个扎指人 能不能扛得住了 这就是严守一和朱山灶 一起开发出来的骚套路 当时三龙和腊里头二人 看到严守一 把他们交给他的本事 组合成了这样的骚套路以后 整个人都不好了 透镜和出马仙 还能这么玩 严守一干脆放下斩破刀 开始活动拳头 准备给楚梁来一场狂风暴雨的透镜 楚梁满脸恐惧 一时半会儿 根本想不到破解之法 眼看着严守一一拳又一拳地 落在朱山灶的身上 楚梁的身体也挨到了一拳又一拳 而且那透镜刁钻 根本不知会从什么地方钻出来 一时间 楚梁只能倒在地上 双手抱头 任由严守一揉念 与此同时 罗宁开始催促阿公 阿公 你刚才说楚梁有弱点 到底是什么弱点 阿公一边躲避着楚梁 一边达道 楚梁很早就离开师父 并没有学到扎指人的真本事 名为点睛术 也就是说 楚梁扎的指人没有自我意识 必须要由楚梁亲自控制才行 所以我刚才才说 楚梁一定就在茶馆内 这算是什么弱点 龙飞城完全无法理解 边跑边喊道 我脑子不够用了 你还是直接说 怎么对付他们吧 找真身 阿公喊道 只要制服了真身 其他的指人 就会瞬间失效 操 这不是废话吗 问题是怎么找真身啊 龙飞城吐槽道 王吉网大喊 我知道 七个楚梁强弱不一 最强的那个 肯定是楚梁 也就是严守医的那个 文言 严守医更卖力地垂珠山造了 然而罗宁却反驳了 王吉网的想法 不对 楚梁要分心控制其他指人 自身实力必然不会太强 真正的楚梁 应该是最弱的那一个 最弱的那个 那不就是追杀龙飞城的那个 龙飞城自己也感觉到了 他虽然拿着采尾剑 但全靠着一身三角猫的功夫 和严守医之前 在陈家村教给他的一些法术 本应该早就败在楚梁手里才是 可自己竟然坚持了这么久 显然是追杀他的楚梁有问题 于是 龙飞城鼓起勇气 突然停下脚步 转身杀了个回马枪 楚梁避之不及 竟真被龙飞城刺中了小腹 鲜血顿时流淌而出 没错 这个就是真肾 龙飞城兴奋地大喊 楚梁脸色一沉 抬脚便将龙飞城踹飞 然后迅速后撤 其他人纷纷放弃 对抗指人分身 朝着楚梁的真身包围而来 然而指人的速度更快 直接冲上前 与楚梁的真身混在一块 场面稍微一乱 大家又找不到楚梁真身了 而且 每一个指人分身 小腹上都出现了伤口和流血 更加令人捉摸不透了 严守一得知自己正在做的这个指人 不是楚梁真身以后 当即就放弃了 朱山造刚刚爬起来 那分身就抽身离开 混入其他六个楚梁当中 如今 七个楚梁凑在一块 被严守一等人包围 他们的脸上带着一样的笑容 根本分不清楚谁是谁 他骂的 王吉网怒骂道 真是难对付 现在就算是阿公 都拿楚梁没有办法 大家势均力敌 这么耗下去 只会对严守一他们不利 忽然 龙飞城似乎想到了什么主意 他连忙对赵一瑶说道 赵小姐 借你的黄丝皮一用啊 赵一瑶问道 做什么 让他冲着楚梁放屁 龙飞城笑道 指人是不用呼吸的 但楚梁需要 咱们用黄鼠狼的屁熏他们 谁要是扛不住了 谁就是真正的楚梁 论完骚套路 严守一直在第二层 而龙飞城在第九层 用黄丝皮的臭屁熏出楚梁真身的这种骚套路 再长也就龙飞城能想出来了 这办法虽然粗笔 但却好像十分简单有效 令人无法反驳 身为女汉子的赵一瑶 一点也不墨迹 当即对黄丝皮喊道 黄丝皮 按他说的去做 黄丝皮十分拟人化的 白了龙飞城一眼 他可是堂堂黄大仙 为的本事多不胜数 结果这小子 竟然只让他去放个屁 黄丝皮乃是黄鼠狼 臭屁存在身体里 随时都可以当作武器来使用 所以在得到赵一瑶的命令以后 黄丝皮静直冲到七个楚梁的面前 一个漂亮的甩尾 将屁股对准了他们 然后卷起了尾巴 绽开了菊花 大家快捂住口鼻 严手一赶紧提醒 大家后知后觉 这才捂住口鼻 不约而同地向后退了半步 Pull 一阵震天动地的臭屁声响起 密闭的茶馆里 甚至刮起了一阵风 黄丝的臭屁 从黄丝皮的屁股里喷射出 直接将七个楚梁全部笼罩 那臭屁好像是一朵云 缠着楚梁他们不肯散 甚至有点辣眼睛 严手一他们光是站在外头看 就已经能感受到那可怕的臭气 就连眼睛都忍不住流眼泪了 瞧瞧这楚梁还能撑多久 二十几秒钟过后 终于有一名躲在后方的楚梁忍不住了 剧烈地咳嗽起来 眼泪哗啦啦地往下流 一张脸都憋成了紫红色 发现你了 王吉网兴奋地大喊 然而 在场这么多人当中 一时间竟然没人愿意杀上去 对楚梁出手 那经久不衰的黄色臭气 实在是令人望而却步 上啊 你们怎么不上 王吉网问道 罗宁冷声道 我不想沾了那臭气 回头几天几夜都散不去味 最后还是那楚梁自己忍不住了 亮亮呛呛地从臭气中跑了出来 结果刚跑出臭气区域 视野还没有恢复 迎面便遭到了严手一的一记重拳 碰 这冲着门面落下的拳头 当场将楚梁打得摔倒在地 头晕眼花 何西平猛地扔出了神仙锁 神仙锁就好像长了眼睛似的 自动缠绕上楚梁的双手双脚 直接将楚梁捆成了粽子 速度之快 让楚梁根本来不及反应 我的神仙锁 越挣扎就捆得越紧 楚梁这回逃不掉了 何西平松了口气 楚梁被抓 他的那些指人也依次倒下 最后化作一团废纸 严手一这次上前便是一把火 轻松将他们烧掉了 如此他才敢确定 被他们抓住的人才是真正的楚梁 这是真的楚梁 赵一摇差一道 怎么感觉没想象中的墙 阿公解释道 楚梁是半路出家 学艺不经 和咱们比 就是厉害在年纪大而已 他喜欢控制指人 但自身的实力却不怎么样 再加上他分心控制其他指人 自己就更来不及反应了 多盯着点 小心他还留有后手 严手一提醒道 大家当然不敢小瞧楚梁 罗宁派出了他的僵尸 赵一摇派出了黄四皮 阿公也派出好多个指人盯着 严手一派出了朱山造 而龙飞城派出了他自己 何西平劫后余生 心里庆幸 对严手一说感谢的时候 又注意到了 躲在赵一摇身边的黄衣衫 黄衣衫见楚梁被制服 急忙跑到何西平面前 关心道 你没事吧 有没有受伤 何西平摇了摇头 摸了摸黄衣衫的脸 我没事 你呢 黄衣衫当然没有受伤 只不过他 刚才见识到了 颠覆了他过去认知的事情 如今有点回不过神来 何西平健壮 微微叹气 我不想让你参与到 本不属于你的世界 是我没保护好你 这次之后 也许我们应该分开了 否则我会给你带来很多麻烦 甚至是威胁到你的生命 毕竟这次楚梁 就是冲着黄衣衫来的 要不是严手一他们赶到 怕是今晚黄衣衫难逃一死 何西平不愿意再牵扯黄衣衫 一旁的严手一心里叹气 这或许就是民间教派 为什么大多孤独终老的原因 他们的人生和普通人太不一样了 如果不能找到一个圈内人 恐怕会害了对方一辈子 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 黄衣衫竟然没有坚持 要跟着何西平 他只是流着泪 默默地看着何西平 这反倒让何西平松了口气 他微微一笑 对黄衣衫说道 其实我今天来这儿 就是为了和你说分手的 你还有更美好的人生 不应该浪费在我的身上 黄衣衫已经气不成声了 可他依旧没有开口挽留 众人看着沉默 其实不是所有的故事 都能有完美的结局 人生总是充满了遗憾 他们俩分开 才是最好的结果 黄衣衫不再有危险 何西平不再有弱点 这时 严守一还觉得庆幸 庆幸林子童与自己是同一类人 他们的人生本来就布满了荆棘 恰恰只有在一起携手共进 披荆斩棘 才有走到生命尽头的机会 何西平将黄衣衫带到了一旁安抚 大家也回过神来 决定如何处理楚良 此时的楚良 眼睛还在不停地流眼泪 但心中的愤怒和懊悔 都已经全写在脸上了 我怎么会输给一群黄毛小子 而且还是输在一个屁上 这简直没有添脸 今晚的楚良 根本没有发挥出他真正的实力 若是与严守一单打独斗 楚良根本不会把严守一放在眼里 可奈何严守一带来了这么多人 楚良不得不动用指人分身 结果却给自己挖了一个坑 以如此屈辱的方式 输在了严守一他们的手里 心有不甘的楚良不停地挣扎 那神仙锁却越收越紧 最后勒得他甚至有点喘不过气来 别挣扎了 再挣扎你就死囚了 赵一瑶嘲笑道 严守一用脚给楚良翻了个身 然后蹲在他身边 说道 对了 我们除了年轻以外 还有一个优势 就是人多 你们这么多人逗我一个 你胜之不武 楚良怒骂道 老东西 你以为打擂台呢 咱们这是生死之斗 谁跟你讲那么多规矩 我们就是人多 不服你也喊人啊 喜兄弟揍来啃我 龙非诚一句话 直接是杀人诛心 楚良气得只咬牙 恨不得把牙给咬碎了 来表达自己的愤怒 王吉网直接举起了菜刀 瞄准了楚良的脖子 和他废话那么多做什么 让我先砍了他的脑袋 稍安勿躁 严守一拦住了王吉网 他说道 你们就不想知道 星玄山派和楚良 为什么要追杀王之来 和何希平 严守一这一问 顿时提醒了王吉网 即便是要杀楚良 也得先从他的嘴里 套出点话来才行 于是 王吉网直接将菜刀 架在楚良的脖子上 威胁他说道 说 为什么要追杀我弟弟 不说我就削了你 可楚良 哪会这么轻易屈服呢 只听楚良冷笑道 我说与不说 今日都难逃一死 倒不如给你们留点悬念 让你们自己去找答案 混账 你刀我不敢杀你 王吉网直接用刀柄 狠狠地敲打了楚良的脑袋 楚良的脑袋 迅速长出了一个大包 阿公虽然是楚良的师弟 但当年楚良差点就杀死了他 还给他留下了一辈子的痛苦 所以 阿公对楚良 没有半点同情 楚良挨了一下 不仅没喊疼 还笑得更开心了 最大不过生死 如今我落入了你们的手里 也算是看待生死 任你们如何对我 我都不会说半个字 嘿 瞧把你给能的 小爷我就喜欢欺负嘴硬的 龙非诚喊道 黄四皮 臭气伺候 所有人都同时后退了好几步 然而黄四皮 却压根不搭理龙非诚 如今除了严守医 和赵义瑶的命令 黄四皮可不鸟任何人 更何况论年龄 黄四皮 都可以当龙非诚的太爷爷了 见黄四皮没动静 龙非诚有点尴尬 语气也从之前命令口吻 改成了求他出手 黄四爷 给我的个面子 再憋几个屁 把这个混蛋往死里熏 赵义瑶忍不住说道 你以为黄四皮的屁 要多少有多少啊 刚才他一口气全放了 现在没了 龙非诚顿时郁闷了 难得有一次装逼的机会 居然还整失败了 为了逼楚良开口 罗宁也出声了 若是你乖乖回答我们的问题 我保证一会儿让你死得安详 你要是不说 我就剥离你的魂魄 奴役你的肉身 让你永世不得轮回 千百年成为我的奴隶 罗宁乃是敢诗人 他绝对有这个能力 说道做道 可楚良还是不为所动 死后的事情 我不在乎 人就活一世 下一世 可就不再是我了 没想到 楚良竟然还能说出 如此高深的话 一时间 罗宁拿他 也没有什么办法了 难道就没人有办法 逼他说真话了 朱山造不甘心地说道 严守义也想不出什么办法 他所会的一些民间招数 的确有一些可以让人说实话 但那对楚良恐怕没什么效果 就在大家陷入尴尬境地之时 王吉网开口了 他不说话 我也有办法知道 王吉网 你有办法 严守义问 王吉网答道 那是自然 当年我跟着师父 学的就是算过去 那你怎么不早说啊 害得我们白费半天口舌 龙飞城吐槽道 王吉网没回答 但严守义却知道原因 王吉网曾经私下与他说过 王吉网和王之来二人算的东西 都未必是百分之百准确的 对于未来的事情 因为有太多的变数 所以王之来算的不一定准 而对于过去发生过的事情 虽然是百分之百准确 但因为信息太过庞大 且算的时候 没有什么头绪 所以 王吉网算出来的结果 未必会是 大家所想要的 而且 这因因果果太多 如果没能算出事情的全貌 只亏其一心半点 哪怕是丝毫偏差 也未必就是事情的真相 王吉网的本事 更多是针对于人 而无法针对于事 这也是射刀人 和其他算命学派不一样的地方 你来试试吧 严守一对王吉网说道 王吉网点点头 拿着菜刀 找来一个小盆 如同杀鸡一般 面无表情地 割了楚良的手腕 没一会儿 就放了整整一盆的血 别看楚良一脸 甚虚的模样 但这货也是条汉子 愣是一声不吭 看着他 别让他死了 王吉网提醒道 严守一拿出了鬼门十三针 轻松封住了楚良的穴位 止住了手腕伤口的出血 如今的楚良 当真是任人宰割 他只能默默叹气 懊悔自己 怎么会落到了这帮 曾经自己看不起的小背手中 只见王吉网用刀 沾着楚良的鲜血 在地上画出了一道法阵 里头穿插着许多血字古文 就连见多识广的严守一 都认不出 王吉网写的都是什么 完事以后 王吉网端着血盆 坐在法阵中央 将一只手放进了盆中 低声念起了咒语 那血盆里的鲜血 居然沸腾了起来 他的遗事感好足 龙非诚小声地对严守一说道 严格你之前算命 不过只是掐指一算而已 对比之下 果然太过粗糙了 看看人家这才叫专业啊 严守一哭笑不得 不同教派 不可同日而语 二人话音才落 王吉网忽然说道 其实我也可以不用这么麻烦 掐指一算 也不是不行 龙非诚好奇道 那你做这么多 会算得更准吗 不 会更贵 龙非诚 王吉网叹着气说道 当初和我师父行走江湖 经常饿肚子 所以遇到能赚钱的 就得多赚点 仪式感做足一些 收费就能理直气壮地 抬高一些了 严守一等人瞠目结舌 可你放了这一大盆血 这盆血对算命的结果 没什么帮助 我只是单纯想折磨一下 储粮而已 王吉网淡然地说道 大家忍不住打了个寒战 这王吉网 看着老实巴交的 没想到 居然是一个腹黑小王子 这报复人的手段 还真是阴险狡猾 可恶 被王吉网给装到了呀 尤其是楚良本人 气得差点崩掉身上 严守一的鬼门十三针 然后大吐几口捞血 王吉网你 简直不是人 算出结果了吗 严守一问 王吉网脸色古怪地点点头 他缓缓说道 为逆天改命 必向死而生 斩同门之命脉 夺短教之气韵 以绝后为代价 向天再借寿百年 说人话 罗宁道 楚良他们这帮人认为 民间短法教派 之所以要遭受五壁三缺 和生死命结 是因为他们逆天而行 有为天道 而只要他们顺天而行 替天道铲除掉 同门中的所有人 就可以夺走他们的气韵 让民间短法一蹶不振 以此向老天爷邀功 躲过生死命结 避开五壁三缺 此言一出 楚良好似没了生机 看样子 是被王吉网给说中了 而严守一等人面面相去 没想到楚良他们的理由 尽是这样的 为了自己能够活下来 却杀光所有 和自己同宗同源的人 这样的自私自利 还真没几人做得出来 严守一来到楚良身边 沉声问道 他说的有错吗 楚良一声不吭 那就是说对了 你 楚良对严守一怒目而逝 他无法接受自己一个老江湖 却被严守一轻易 看穿心思 而严守一 则是笑着看着楚良 刚才不确定 现在是真确定了 楚良哑口无言 他发现严守一这人做事 真是母猪带胸罩 一套又一套 似乎年纪大 老江湖 在严守一的面前 真的没有任何优势 严守一又问 所谓的顺天行 是谁告诉你们的 事已至此 楚良也没什么好端着的了 他老老实实地回答道 玄山的老大 新的还是旧的 自然是新的 他这么说 有什么根据 不可能他说什么 你们就信什么吧 严守一问 楚良无奈一笑 因为他就是那么做的 而后便从命节中活了下来 严守一眼神一正 他是谁 一个臭唱戏的而已 你敢这么评价你的老大 你不怕他吗 他也算不上是我们的老大 只是教给了我们很多方法 将我们联络到了一起 大家活了活命 根据他的指使 互相帮忙杀人 而我很不凑巧 被指派来杀何西平 却落到了你们的手里 顺天行 杀死同门 就可以躲过命节 严守一回头看向其他人 询问道 你们相信吗 王吉网摇了摇头 听着就很扯 阿公道 我也不信 那他们怎么就信了 罗宁问 因为那个所谓的悬山老大 真的活下来了 赵一摇皱着眉头说道 指不定他是说谎骗人的呢 面对大家的质疑 楚良缓缓说道 他没骗人 有人可以作证 什么人这么大的牌面 龙非诚好奇道 生死大事 非同小可 人无完人 也有作假的可能 全天下的人 都有可能为此事说谎 但唯独 这个人不会 因为他实力绝顶 位高权重 说是陆地神仙也不为过 他没必要为此事说谎 楚良又吐出了一口血 而后说道 他就是龙虎山天师 张印 印 此言一出 众人皆惊 就连严守一 也忍不住张大的嘴巴 难怪 难怪楚良之辈 会如此相信 那个玄山的戏子老大 有天师做背书 大家岂有不幸的理由 楚良说道 二十年前 戏子命节在即 不想死的他上了龙虎山 求教天师张印 但天师却说 此事无解 让戏子自己下山另寻出路 之后 戏子便销声匿迹 所有人都以为他已经死了 但五年之后 戏子重出江湖 并且执掌玄山 召集天下民间教派传人 广那个门阁派弟子 才成就如今的局面 根据戏子所说 当年他从龙虎山下来的时候 万念俱灰 想要一死了之 但后来有些人托梦 告诉他破解之法 于是戏子狠下心来 顺天而行 斩杀同门 那本该到来的命节 自然而然就消失了 不仅如此 他还夺了他人的气韵 不仅延年益寿 还实力大涨 这些就连张印都不可否认 如今 戏子执掌玄山 收留了一部分心腹 我便是其中之一 我们按照戏子的指使 互相帮忙 杀掉玄山心腹的同门中人 只为求躲开自己 或后代的命节 不再遭受舞弊三缺 这样的无妄之灾 在楚良讲了这么一段故事以后 严守一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他再次回头问道 你们信吗 不信 不信 我也不信 你们 楚良瞪大了 双眼看着他们 又忍不住吐了一口老血 太气人了 这帮熊孩子 太气人了 他们若是不信戏子的故事 岂不是在质疑楚良等人 这么多年 一直在努力做的事 当自己为之付出一切的事情 在别人眼里就是个笑话 可想而知 楚良如今 有多么的心腮 严守一站起身来 居高临下地看着楚良 淡淡地说道 用杀同门的方式 换取自己的苟且偷生 这种违背祖宗的行为 我可做不出来 所以 不管戏子的故事是真是假 我都不会相信 可那就是真的 楚良争辩道 是真的又如何 杀光了同门 你在这世界上 不觉得孤独吗 活着还有希望吗 你每多活一天 就是再多忍受一天的愧疚 这种煎熬的日子 活着还有什么意义 严守一质问道 楚良咬了咬牙 活着就是意义 死了就什么都没了 人世间总有一些东西 比命更重要 严守一淡淡地一句话 却好似一个大狼头 狠狠地垂在楚良的心头 众人也盯着严守一看 眼中有种说不出的敬佩 就连那刚刚与严守一结交的 戏法师何希平 也正在原地 是啊 人世间总有一些东西 比命更重要 亲人 爱人 朋友 孩子 甚至有可能是陌生人 大家都忍不住在脑海里思考 对自己而言 什么是比命更重要的东西 就连楚良 也出于本能地回忆了起来 让他觉得可怕的是 楚良回忆到的第一个画面 竟是跟在他的师父 杂志人百男身边的时候 那时候 楚良年纪也小 处处受到百男的照顾 对楚良而言 百男虽不是亲生父亲 但更胜亲生父亲 那段记忆 是楚良最美好的记忆 直到他们捡到了阿公 记忆开始变得不美好起来 百男将给楚良的东西 全都分成了两半 一半给楚良 一半给阿公 这些楚良都能容忍 他唯独无法容忍的是 师父将杂志人的真本事 传给了阿公 而没有传给他 为什么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难道那么多年的跟随 我始终都没有得到师父的认可 阿公他何德何能 抢走原本属于我的东西 一想到这儿 楚良心里就说不出的痛 甚至气上心头 又喷出了一口老血 眼手一脸色微变 低声对王吉网说道 你给他放血的口子哥太大了 他要失血过多了 那不正好吗 就让他这么痛苦地死去得了 王吉网铁了心 要杀楚良 眼手一也没再说什么 因为楚良作恶多端 杀他是必然 这一点不会改变 师父 师父 这时 楚良开始呢喃地喊起了师父 说着一些胡话 他的神志开始混乱 马上就要断气了 罗宁提醒道 阿公看着楚良 看着这个昔日 对自己照顾无微不至的师兄 回忆起当年的点点滴滴 他忍不住叹了口气 他蹲在楚良的身边 低声说道 师父带你如此 他不希望你走上杂指人的死路 所以才将真本事传给我 说白了 师兄你才是师父的儿子 我只不过是杂指人的传承者而已 师父 师父 也不知楚良到底有没有听到阿公所说的话 他依旧不停地喊着师父 人在预感到自己要死时 总是会喊出最重要的那个人 这也是阿公在最后一刻心软的原因 在众人的注视之下 楚良因为失血过多 终究是断了气 王吉网闭上了眼睛 深吸一口气 似乎也放下了仇恨 他拍了拍阿公的肩膀 道 我们就近挖个坑 把他给埋了吧 嗯 谢谢 阿公点点头 其实阿公与楚良 正好像王之来与王吉网 只不过他们的扎指人 师父百男 并没有想过 要将扎指人的本事一分为二 让师兄弟二人 共同面对劫难 而是选择把死路给阿公 把活路给楚良 说到底 百男还是更爱楚良多一些 只是这份感情 不知楚良在临死之际 能否领悟 何希平也送走了黄一山 这对恋人终究是有缘无分 何希平将一条安全的路 留给了黄一山 选择一个人 面对未来的荆棘 他回到严守一等人的身边 由衷地说道 今晚谢谢你们了 其实我本不知道 就玄山会不会派人过来 甚至已经做好了 与楚良决一死战的准备 但好在你们来了 因为严守一之前 舍命保护赵义堯和黄一山 也因为严守一方才 说的那番话 何希平对严守一很有好感 更对严守一一行人 感觉到亲切万分 他颇有种流浪在外的孩子 找到了家庭和组织的感觉 咱们同东同园 都是民间教派 礼当互相帮助 更别提戏法师 对救玄山贡献巨大 我们当然要来救你 严守一笑道 龙非诚问 你和那妹子 真就这么散了 她没有强留 我反而轻松不少 何希平倒是释怀 这样也挺好的 罗宁问 那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提到此事 何希平黯然神伤 我师父死了 我和珊珊又分手了 现在天下之大 我也不知在何处能安身 这是好事啊 严守一笑道 何希平一愣 为什么这么说 严守一拍了拍 何希平的肩膀 本来我还担心 拉你入伙 会不会太唐突了 现在好了 既然你没地方去 不如就跟我们在一块 相互也有个照应 何希平善笑道 这样不太好吧 怎么不好了 龙非诚问 我没什么钱 没钱 龙非诚哈哈大笑 我当是什么事呢 其他的问题不好解决 但没钱这个问题 太好办了 罗宁白了严守一眼 这家伙的老婆 已经是见周省首富了 跟着她混 咱们就不用愁吃穿了 何止是吃穿 吃喝嫖赌都不用愁了 龙非诚见笑道 严守一一脸无语地 看着这帮损友 合着你们和我做朋友 就是为了跟我一起帮大款啊 何希平不好意思地 对严守一说道 我真的可以 跟着你们吃白饭吗 严守一无奈道 顿顿烧烤 啤酒管够 行 那我加入你们 何希平爽快地 答应了严守一的邀请 至此 严守一的贼船上 又上来了一名无知的小可怜 众人在茶馆中 休息恢复的功夫 阿公和王吉 往前去掩埋楚良的尸体 没一会儿 二人回来了 身上还沾了些污泥 不过阿公并不在意 而是静止 走到严守一的面前 拿出了一封信件 说道 这是刚才从楚良身上搜出来的 你看看内容 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严守一疑惑道 你看看就知道了 严守一打开信件 心里还在怀疑 是否与新玄山派有关 但很快 他就被信件中的消息给吓到了 只见上头写着 清明龙虎 罗天大教 斩杀天师 成就无上玄山 这帮胆大包天的家伙 竟然要在罗天大教之时 上龙虎山杀老天师 看到这内容以后 严守一忍不住想到自己手里里 那位不靠谱的群主 虽然老天师和严仇有仇 但严守一并不想看到 他被新玄山派的这帮家伙给杀了 他将信件交给其他人 大家看完以后 表情也和严守一样精彩 新玄山的人疯了吧 竟然敢打老天师的主意 要知道 老天师可是被称之为 地表最强人类啊 龙非诚惊讶地说道 众人诧异地望着龙非诚 小龙 地表最强人类这个称号 你是从哪里听来的 难道 我说错了 龙非诚心虚地问道 大家摇了摇头 天师道行深不可测 这么多年来 人才被出 江山更迭 唯有老天师独领风骚 说他是地表最强人类也没错 那不就对了 龙非诚哈哈大笑 其实这个称号 是我临时想的 这样显得更融入 你们一些 众人 何西平面色古怪地说道 虽然新玄山派的人都很强 但我怎么觉得 他们去挑战老天师 是在找死呢 我倒是觉得不一定 这帮人都是疯子 但也不是傻子 没有十足把握的事情 未必会下令出手 王吉王反对道 唉 不管怎么说 龙虎山有麻烦了 严首一微微叹气 有麻烦 咱们避开不就好了 反正龙虎山那些名门大派 也看不上民间教派 罗宁撇着嘴说道 但是 严首一郁闷道 那罗天大教 我得去参加 啊 众人一愣 差一道 你疯了吧 罗天大教是他们名门大派搞的活动 历来和咱们民间教派 扯不到半点关系 你要是去参加 指定会被他们那帮心高气傲的弟子丢白眼的 我有必须要去的理由 严首一没办法解释太多 大家 虽然不能理解 但却也都接受了 阿公握拳道 既然躲不过 那咱们 就一起去 正好让那帮心高气傲的弟子们 见识见识 咱们民间教派的本事 草泥马 我燃起来了 赵义瑶高声呼喊 去大干一场吧 看到这帮家伙 比自己还要激动 严首一哑然失笑 好像是他们要去增添失之位似的 但不知为何 有这么一帮愿意跟着自己闯罗天大叫的朋友们 严首一心里有一股说不出的温暖 遥想半年以前 他还是孤身一人 从乡下来到荣城 刚到的第一个晚上 就因为扫黄被抓 嗨嗨 英雄不提当年勇 众人最后收拾了一下 悄悄地离开了茶馆 带着新成员何希平 连夜返回荣城西湖别墅 路上 严首一掏出了手机 先是给严筹发了一个报平安的短信 紧接着打开聊天软件 点开了与老天师的聊天窗 严首一 前辈 睡了吗 老天师 有何事 严首一 赵家 已经被晚辈解决了 老天师 哦 你杀了他们 严首一 那倒没有 我们谈胡了 老天师沉默了几秒钟 回复道 你打算让我替你约下一家仇人 严首一 劳烦前辈 请从最弱的开始安排 老天师 你小子还跳 严首一 我身边有一群小伙伴 需要找对手锻炼锻炼 老天师气笑了 合着你小子 把你爹的仇人 当做你朋友们的陪练了是吧 严首一回了一个不好意思的表情 道 这么好的资源 不用白不用 老天师 行 你小子等着 有消息我自会通知你 严首一 谢谢前辈 放下手机 严首一算了算时间 距离罗天大叫开始 还有两个月的时间 既然大家决定去参加罗天大叫 自然需要好好锻炼锻炼 他们有需要 而严首一有仇人 如此一石二鸟 岂不美哉 反言仇联盟聊天群 风过无痕 哎 近来这些日子 群里的成员越来越少了 王霸 是从血滴子去找严首一时开始的吧 那些去找严首一复仇的群友 去一个就退一个 宁静致远 还不是那严首一耍赖皮 竟挑弱的下手 上次查管杀楚良事件之后 严首一等人回到了荣城 距离清明还有断十日 林子彤又不在荣城 严首一闲来无事 便打算处理处理他老爹的那些仇人 通过老天师的联系 群里的仇家们 从最弱的开始找上门报仇 隔三差五便有几个人 要取严首一的向上人头 而严首一这边 也早就做好了准备 面对那些前来报仇的仇家 严首一秉承着 能谈和就谈和 谈不和就埋了的原则 逐步让原本热闹的复仇群 群员直接打了个对折 变成如今这冷冷清清的模样了 当然 这其中也有老天师的功劳 老天师虽然是复仇群的群主 但他似乎更加偏向于中立 严首一所在之处 都是由老天师来 私下通知复仇者的 老天师也不知用了什么招数 让那些知道严首一下落的人 紧闭着嘴 没有把严首一的位置泄露出去 不得不说 修道之人大多都是死心眼 都想着自己一个人把仇给爆了 所以 也极少有人拉帮结派来找严首一 在这帮送上门的经验的帮助下 严首一与他的小伙伴们 实战能力直线上升 就连戏法师何希平 现在在打斗方面也颇有建树 只是看着群里越来越少的成员 几个最活跃的大佬 有点慌了 王八 不能让严首一这么玩下去了 at往事如烟 群主 你直接把严首一的下落公布了 我们联手过去杀了他 风过无痕 没错 你也是严仇的仇家 没必要遵守那什么狗屁规则 杀了严家的人才是咱们的最终目的 宁静之远 at往事如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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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的群友也纷纷跳出来说话 要求群主公布严首一的下落 否则再这么熬下去 这个群都要被严首一给清空了 大家吵吵闹闹了许久 群主总算出现了 只见群主悠悠地回了一句 严首一刚刚给我发来消息 说近期不刷经验了 谁知道刷经验是什么意思 众人震惊 严首一这个瘪犊子 竟然真把他们这群仇家 当作游戏里送经验的小怪了 想想也没错 严首一只是在家坐着 他们这帮仇家 却千里迢迢地跑过去送人头 这不是送经验是什么 严首一这话伤害不大 但侮辱性极强 群里瞬间有不少人破防 纷纷叫嚣着 要砍了严首一的脑袋当马桶 几个活跃的大佬也憋不住了 不停地询问群主 到底是什么情况 风过无痕 那小子说不完就不完了 把我们置于何地 我们这是再报仇 不是在国家家 王霸 没错 报仇之事 岂是那小子说停就停的 麻烦群主转告那小子 我们不答应 宁静致远 你们俩是不是被严首一带到坑里去了 转告个屁啊 让群主公布严首一的下落 才是最重要的事 王霸 他妈的 我都气昏头了 你说的对 群主赶紧公布严首一下落吧 然而 大家在群里闹了半天 群主却直接潜水了 把几位大佬给气的呀 为了验证群主是真的没在看群 他们还悄悄发了好几个红包 见群主确实没有抢红包 他们才真的相信群主在忙 要是放在平日里群里但凡有红包 第一个抢的肯定是群主 无奈之下 大家只能聊起了别的话题 宁静致远 算算日子 还有一周就是龙虎山的螺天大叫了 王霸 螺天大叫 不过是那些名门大派炫耀自家弟子的舞台罢了 没意思 风过无痕 但今年的螺天大叫不太一样 王霸 怎么不一样了 不还是弟子打来打去 露个脸 领几样宝贝回家 真要寄认天师之位 必须要有龙虎秘文 可那玩意儿 大家都没有 比到最后 也没法继承天师之位 那还有什么意思 宁静致远 at王霸 你不会还不知道吧 王霸 知道什么 宁静致远 老天师今年突然宣布 说他有一名小弟子 获得了龙虎秘文 并且 这名小弟子 今年会参加螺天大叫 王霸 真的假的 你别晃点我啊 风过无痕 千真万确 王霸 我靠 那我要赶紧去订机票了 这种盛世 怎么能少得了我 说着 王霸就潜水去了 看样子 的确是去订机票了 宁静致远 和风过无痕 继续聊了起来 听说这名小弟子不姓张 本不是龙虎山培养出来的 只是他在外 得到了龙虎秘文 又被天师给发现 就带回龙虎山 秘密收作关门弟子 培养多年 外界全然不知 就连他们龙虎山的长老 也不知天师有这么一名弟子 风过无痕 的确如此 之前倒是有人见过 那名小弟子 不过他只是在 天师的院里扫落叶而已 根本没人在乎过他 没想到他 竟然获得了龙虎秘文 天师在罗天大教到来之际 宣布这名弟子的身份 恐怕是有十足的把握 让他迎下罗天大教 继任天师之位 宁静致远 照这么说 天师之位真的要一主了 不知为何 想到这件事 我就有种恍若格式的感觉 王霸 毕竟那糟老头子当天师 已经有百年之久了 我们出生的时候 他就是天师 现在咱人到中年 他依旧是天师 风过无痕 at王霸 你买好计票了 王霸 买好了 此等大事 可少不了我的身影 群里有不少人也表示 他们也会参加 此次的罗天大教 几名大佬当即约好 等到了罗天大教现场 大家一定要私下里见个面 也方便以后复仇 其实群里的成员 没准现实里本就认识 只不过 他们都用了小号 互相才不知道对方的身份 毕竟报仇这事 也不太光彩 而且群里正到邪道的人都有 用小号说话 才能避免双方的冲突 正在大家以为话题结束的时候 群主忽然又抛出了一个重磅消息 往事如烟 严守一不接受复仇 是因为他 马上要启程前往龙虎山 参加此次的罗天大教 这话如同往平静的湖水里 扔下一颗重磅炸弹 一旦激起千层浪 群里足足安静了半分钟 随后就被大家的消息给刷屏了 严守一要参加罗天大教 他不是民间教派吗 参加罗天大教对他有什么好处 而且群主在这个时候 公布他的去处 岂不是要让所有人 抓住机会去杀他 这和群主之前的做法 也完全不对啊 思想比较简单的人 已经开始筹划复仇计划了 心思稍微细腻点的 则在群里拉帮结派 希望能加入到别人的队伍里 一起刺杀严守一 而心思缜密的 则沉默不语 群主的这个通知 实在是太奇怪了 一点多的两只手都数不过来 他们担心这其中有诈 一时间居然还不敢吭声 该不会是陷阱吧 这他妈到底是什么情况啊 龙虎山 四汉天师府 天师殿 一名长眉白袍老者 盘着腿坐在椅子上 笑盈盈地放下了手机 他正是如今的龙虎山天师 张印 张印的实际年龄已经过百 长得先锋倒骨 看着慈眉善目 其行为举止给人的感觉 不过是六十来岁的小老头 谁知他已经一百多岁了 在发出了那条重磅消息以后 看到群里的人们 各种各样的反应 张印脸上露出玩味的笑容 乱点 再乱点才有趣 师父 您又乱打赏女主播了 张印的身旁 一名长发清秀的少年 满脸无奈地问 张印笑容一僵 嘴硬道 逆途 那不叫打赏女主播 那叫度化女施主 女主播有什么错 他们不过是迫于生活的压力 无奈在网上卖一把了 你以为他们 愿意这么做吗 不 你不知道 你也不在乎 你只在乎你自己 长发少年 我只不过 A了师父您一下 您老怎么把大招闪现 全都教了呢 随后张印又恢复过来 他收起笑容 摆出了天师该有的姿态 淡淡地说道 严守一刚才给我发来消息 他要暂停接受复仇 我推测 他要来参加罗天大教了 您将他的事情 说出去了吗 自然是要说的 那严守一 岂不是来送死 少年冷笑道 张印也笑了 他若是死在了来的路上 也没什么好说的 但他但凡踏入龙虎山境内 就不会死 龙虎山乃如今玄门霸主 就连佛门也对龙虎山低头 乖乖来参加过去 不屑一顾的罗天大教 一切都是因为 龙虎山有这位地表最强人类 老天师 龙虎山内不会死人 这就是张印的自信 也是他作为天师的自信 长发少年默默地摇了摇头 他其实不在意 严守一来不来 我更在乎的 是前些日子 大长老带回来的那个女人 长发少年说道 张印逆着眼问 你看上人家了 倒也是人之常情 那丫头长得确实不错 身世也过得去 最重要的是 她的魂魄配得上你 你若是有想法 为师可以替你 去找大长老说说没 长发少年怒道 师父 我没有那个意思 君子实色性也 我们龙虎山 没有佛门那么多清规戒律 只做随性之事 张印教育道 长发少年咬了咬牙 知道自己说不过这个老东西 只能说道 大长老带他去了观灵台 张印这才认真起来 他说道 那个丫头在进龙虎山之前 从未修行过 你何必把他当作敌人 就因为他进了观灵台 长发少年答道 龙虎密文散落在天下各处 由大气运者得知 当年我也是在外头 偶然得到了龙虎密文 才被师父宁接回龙虎山 但 天底下唯有一处地方 是大家都知道 存在着龙虎密文的 也就是观灵台 大长老突然在外收了徒弟 且回山才一个月 就急匆匆带着他进观灵台 师父宁不会不知道 这是为什么吧 其实理由很简单 大长老不想让张印的人 再继任天师 所以他从外头 收了一名女弟子 并且带他进观灵台 希望他也能得到龙虎密文 一旦如此 大长老有无数种办法 让那个女弟子道横飞升 与长发少年为敌 所以 天师之位 长发少年并没有万全的把握 反而对那名突然出现的女弟子 十分忌惮 看着自己这名小徒弟 张印不由自主地笑了 他指着长发少年 一字一句地说道 于露鸣 你永远成为不了天师 时间过得很快 眨眼已经来到了三月底 天气虽然已经有所回暖 但西湖却下起了连绵的细雨 雨丝好像棉线 连接着天雨湖 尼尔在雨中穿梭 如同天地间的手指 划过细雨构成的琴弦 严首一看着已经初步成形的西湖心房 心里越发觉得父亲的厉害 这西湖心房的风水格局 环环相扣 严首一光是 想要看懂 就要理解三天三夜 难以想象 如此复杂的风水格局 是怎么出自严仇之手的 在严首一眼里 此等风水格局 应该是天地所造 其鬼斧神宫之庙 不像是出自人类之手 更应该是无数个机缘巧合 导致出的神迹 严首一明白 自己要走的路还很长 前几天 他回了陈家村 给爷爷的坟上了香 因为清明过后 他就要去龙虎山了 所以只能提前回去 看他老人家一眼 在爷爷的坟前 严首一也思考了不少 他本是不愿意去 什么罗天大教的 但既然这是他爷爷的决定 严首一便也打算 去罗天大教闯一闯 看一看 毕竟他过去跟着爷爷 接触的都是江湖草莽 若论名门大派 严首一反而接触不多 正在严首一 欣赏着父亲的神作之时 他的手机忽然响起 他拿出一看 不由得挑了挑眉吗 打来电话的人 竟然是林小小 喂 林小小 严大哥怎么这么长时间过去了 你也不到峨眉山来看一眼啊 严叔叔他们都已经离开了 一个月前 严首等人离开了峨眉山 去了更西北的地方 这次严首一没多过问 因为他明白 严首在处理星玄山派的事情 严首一笑着答道 我在筹备着罗天大教 所以没时间过去看你们 林小小惊喜道 你已经决定参加罗天大教了 那太好了 我和掌门到时候也会出席 掌门现在对你可感兴趣了 到时候到了龙虎山 他肯定要见你一面 峨眉山的掌门 算得上是严首一奶奶的娘家了 严首一天然的 对峨眉山有好感 所以也想与峨眉山掌门接触接触 二人闲聊了一会儿 林小小又提起了其他人的情况 严大哥 燕师兄嘱咐我告诉你 他虽然和你化解了恩怨 但燕家还没有彻底罢休 所以他没法再与你单独联系 而且 若是你有去罗天大教 还是小心着点燕家的人 严首一苦笑起来 知道了 还有还有 长山师兄也打电话说了 明去了龙虎山 千万要躲着点寒山寺的人 严首一一愣 为什么 理由也是一样呀 长山师兄和你没矛盾 但寒山寺的那群老和尚 已经很透你了 林小小笑道 严首一万分无辜 他们不应该恨我爸吗 怎么连带着恨上我了 这事儿 可有的说了 林小小兴奋地说道 还记得我们分别的时候 长山师兄说 要徒步走回寒山寺吗 嗯 有什么问题吗 据说长山师兄回寒山寺的时候 全身拉里拉他的 脸上纹了一个色字 手里拿着两瓶啤酒 醉熏熏的也就算了 还带回去了两个大肚子的女人 当时寒山寺的方丈 气得差点就圆寂了 气得让人 把长山师兄抓起来 仗打一百 又关到后山里面闭 他们的方丈 最后将此事怪罪到你的头上 说是你把长山师兄带坏的 严首一 这 这尼玛关我屁事啊 长山在荣城的时候 严首一可压根没带着他 做过什么坏事 真是比斗鹅还冤啊 林小小笑道 总之 严大哥这次去龙虎山 一定要小心小心再小心 恐怕有好多仇家 已经在等着你了 严首一叹了口气 无奈之余 也没将此事放在心上 毕竟 最大的仇家 就是龙虎山老天师 和那位地表最强人类比起来 什么寒山寺 突离艳家家主 都是小菜一碟 既然仇家都已经这么多了 多几个也没什么影响 清明上司西湖好 满目繁华 争到谁家 绿柳株轮走电车 游人日暮向江去 醒醉喧哗 路转低斜 直到城头总是花 在鹰坛火车站 严首一一行人下了车 看着热闹的街景 心情也跟着明媚起来 前线日子 天气总是阴沉沉的 龙飞城总说 这是不祥之兆 还特意收敛了一些 没聚会所消费 免得又被夏之警官给抓到 此次前来龙虎山 真可谓是脱家带口了 严首一 龙飞城 罗宁 阿公 王极网 何西平 赵一瑶 这七人字不必多说 他们可是打算到 罗天大教来大展身手的 值得一提的是 王极网放心不下王之来 独自留在龙城 所以便将他带着一起上路 而老金则是从未参加过 罗天大教这种盛典 主动跟着过来 想掌掌见识的 众人走出了火车站 龙飞城忍不住左顾右盼 阿公好奇问 小龙 你在看什么 龙飞城压低了声音说道 明天就是罗天大教开始的日子了 今天车站 肯定有不少前来参加 罗天大教的各派高手 我在观察 呃 小龙 其实 嘘 龙飞城阻止了阿公 抢着说道 我最近跟着严格学了面向之术 如今正好用来锻炼 你们千万不要提醒我 让我自己研究 越是厉害的高手 越是低调 他们藏得很深 我得专心一些 可是 赵义尧指着龙飞城的身后说道 你看看你身后 看什么 龙飞城诧异地回过头 却见他们的身后 静停着十几辆大巴车 车的侧面拉了横幅 上面写着龙虎山欢迎各界人士 历临罗天大教 在大巴车前头 还有不少龙虎山的小道士 忙前忙后 除此之外 更是有各门各派道士 和尚打扮的弟子 举着写着自己门派名的牌子 配合着龙虎山弟子进行登记 龙飞城大跌眼镜 这是什么情况 他们难道一点都不避嫌的吗 如此正大光明 不怕被普通人看到吗 在龙飞城的眼里 这些门派就应该和严守一他们一样 藏匿身份 不轻易在普通人面前出手 可如今 他们举着牌子大张旗鼓的模样 实在和龙飞城想象的不一样 严守一笑道 他们是名门正派 没必要隐藏身份 此话怎讲啊 龙飞城依旧不理解 何西平解释道 现在各门 各派与时俱进 任何入门弟子 都必须持正上岗 大家的身份 都是登记在国家档案里的 所以没有隐藏身份的必要 罗宁紧接着说道 其次 他们是代表各自的门派 参加罗天大叫来的 自然要大张旗鼓 最好把名旗打出去 让普通人也知道他们的门派 否则他们大老远跑来樱坛 图啥呢 赵一瑶也说道 他们的门派 也是需要新鲜血液的 要是通过这一波宣传 能忽悠到几个弟子入门 对他们而言 就是赚到了 王吉网道 而且龙虎山 作为天下悬门之首 接待也必须有一定的规格 否则岂不是丢了龙虎山的脸 听了诸位大佬的一番解释 龙飞城勉强接受 但还是有点失望 他们真的没有一点隐藏的必要吗 这个 真没必要 不信你看 严守医随手拉住一名路人 对他说道 帅哥 算命吗 算你妈 滚 路人直接对严守医 竖了根终指 众人目瞪口呆 严守医叹了口气 解释道 现在的人已经不信这些了 普通人对罗天大叫压根不感兴趣 所以他们还有隐藏的必要吗 龙飞城 我理解了 严守医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衣服 带着大家走向龙虎山接待处 接待处的小道士 也是有一定眼力的 他们一眼就看出 严守医这伙人绝非常人 看他们的气势 似乎是某个名门大派的精锐弟子 所以 当即有两名小道士迎了过来 颇有礼貌地对他们行礼 然后说道 诸位这边请 完成登记以后 即可坐上大巴 我们会直接将诸位送到龙虎山后山去 如今 龙虎山已经变成对外开放的景区了 所以 天师府将龙虎山分成了前山后山 前山作为景点 后山则有弟子把守 不让普通游客进入 严守医他们这次若是自行前去龙虎山 怕是未必能找到后山所在 谢谢两位道长 严守医客气道 两名小道士 被严守医称作道长 笑得嘴都歪了 平日里在龙虎山 他们就是小打杂的 被严守医这么一喊 二人都有点飘飘然 这感觉 就好比喊护士做医生 喊医生做主任 喊主任做院长 跟着小道士 大家来到登记处 严守医拿过一张表格 才填到一半 就忍不住皱起眉头 这位道长 请问一下 民间教派该填哪一篮 小道士也愣了愣 什么民间教派 您二位不知道民间教派 龙非诚疑惑道 两名小道士对视一眼 态度竟然发生了 180度的大转变 他们拿回了严守医 填了一半的表格 柔成团扔进了一旁的废纸楼里 轻蔑地说道 我们罗天大教 只允许民门大派参加 你们这些民间教派 没资格参加 诸位还是 从哪来回哪去吧 瞧见这两名小道士 便连比番书还快 也着实把严守医惊讶了一番 回过神后 严守医拉下脸来 陈生说道 民间教派怎么了 谁说过民间教派 就不能参加罗天大教了 王吉网也忍不住道 龙虎山乃是悬门之首 罗天大教更是开放道 可接纳西方佛门参与 怎么我们本土的民间教派 反而不能参加了 民间教派鱼龙混杂 谁知道 你们是好人还是坏人 万一我们放你们进山 你们乱搞破坏 到时候谁来负责 两名道士如今眼笔天高 甚至都不拿正眼 瞧眼守医他们了 罗宁怒道 你们所谓的民门大派 在发展起来之前 和我们民间教派有什么区别 再说 我们都把资料填在这儿了 出什么事你们 找我们便是 有什么可担心的 我看这两个王八犊子 就是故意为难我们 赵一瑶喊道 眼守医 只要你开口 我就替你削他们 作为东北女汉子的赵一瑶 可是一点都不害怕干假 甚至众人当中 她是最想出手打架的人 小道士们此时才注意到 眼守医他们 就算是民间教派 可实力也不是他们 能招惹得起的 一时间有点犯怂 只能弱弱地说道 你们想做什么 鹰潭是我们龙虎山的家门口 你们若是要动手 长老们定饶不了你们 呵呵 你们龙虎山的长老 顶多管你们自家人 管不着我们民间教派 罗宁不屑道 双方的争吵 也引来了其他人的注意 不少民门大派的小弟子 听说眼守医他们 来自于民间教派 都忍不住抛来好奇的目光 不过这目光中 又带着严重的优越感 仿佛民间教派 就是低他们一等似的 正在此时 一道犹如铃声般 清脆的声音传来 颜大哥 颜首医回头一看 喊他的不是别人 正是峨眉山弟子林小小 颜大哥 我刚下车的时候 还想着会不会遇到你 没想到真的遇到了 林小小一蹦一跳地跑过来 翘生生地站在 颜首医的面前 又伸长了脖子问道 嫂子呢 嫂子怎么不在啊 颜首医尴尬道 你嫂子没跟我一起 不过 我们应该会在 罗天大教育上 随后 颜首医的目光 就转向了林小小身后 连她都出现了 峨眉山掌门 想必也就在附近 果不其然 林小小身后 正是有一群穿着白衣 气质出城的女弟子 且他们都跟在一名 老尼姑的身后 这老尼姑 虽然一把年纪了 但又见其风韵 可想而知 她年轻时 也是倾城容貌 颜大哥 林小小提醒道 她是我师父 也是峨眉山掌门 颜首医点点头 峨眉山掌门 冠云师太 她是无姓之人 名为冠云 同时也是 颜首医的奶奶 温玉仙的师妹 只见冠云师太 走到颜首医的身边 轻撇浮沉 目光注视着 龙虎山的小道士 这两名小道士 哪怕在龙虎山上 也是边缘人物 哪敢怠慢了 峨眉山掌门 他们连忙行李 卑躬屈膝的模样 和之前完全不同 老天师五十年前便已经宣布 罗天大教不设限制 不管是道门还是佛门 亦或是西方教派都可参加 龙虎山海纳百川 怎么到了你们这儿 就变得如此小家子气了 况且天下经典 并非天外来物 更不是凭空出现 百家百数都源于民间 民间教派才是悬门根本 你们有什么资格 瞧不起民教教派 不让他们参加罗天大教 关于师太一开口 别说是这两位小道士了 就算是龙虎山天师张映在此 也得给几分薄面 再加上他身为掌门的强大气势 直接就压得两名小道士 抬不起头来了 进也不是退也不是 只能面红耳赤默不作答 关于掌门说得好 这次是我们龙虎山管教无方 怠慢了几位来自民间教派的朋友 我代表龙虎山接绿堂 给大家赔个不是 这时 一道爽朗的声音传来 只见一名穿着道袍的硬朗中年道士 从后方走了出来 他瞥了一眼两名小道士 冷声说道 我平日里怎么教育你们呢 身为龙虎山的弟子 言行举止都要有大派风范 要是山里人人都像你们这样 龙虎山可成不了大事 两名小道士 似乎十分害怕此人 连忙下跪道歉 可中年道士却骂道 向我道什么歉 你们得罪了谁 就向谁道歉去 二人顿时反应过来 挪动着膝盖 转向阎首一他们 又意识到了不妥 赶紧站了起来 低着头对阎首一说道 是我等愚笨 怠慢了诸位 有人撑腰 有人打脸 阎首一心里的气也消了 犯不着和他们过不去 所以他淡淡地说道 我们也只是 前来参加罗天大教 没有闹事的意思 看样子 是得到了严首一的谅解 两名道士松了口气 又小心翼翼地 看向中年道士 只见中年道士 挥了挥衣袖 不耐烦地说道 回去面壁七天 罗天大教结束之前 都别让我再瞧见你们 二人一听 顿时面如死灰 郁闷不已 罗天大教可是悬门盛会 在他们这些弟子的眼中 热闹程度 甚至胜过了过年 他们盼星星 盼月亮 好不容易才等到罗天大教 结果还没开始 他们就要去面壁 等到结束了才出来 这是何等的心塞啊 要怪 就怪他们 仗着自己是龙虎山弟子 有眼无珠 心气太小 非要去惹不痛快 纯属自作自受了 严首一觉得 这种惩罚 也算是在正常范畴之内 所以也懒得开口 替他们求情 中年道士赶走了 那两名道士以后 才笑盈盈地 对关于师太行礼 龙虎山界绿堂堂主张山丽 见过灌云掌门 张山丽 龙虎山界绿堂堂主 位置相当于 龙虎山里的派出所所掌了 除了掌门长老他管不着 其余所有人 他都有权利惩处 就算是掌门的清传弟子 也不例外 传闻中 龙虎山界绿堂 有一笔梁天尺 那玩意儿打人 可叫一个痛啊 而张山丽的大名 也在龙虎山内外传遍 严首一 听说他可是 龙虎山里的头号猛虎 惩罚起弟子 来那叫一个冷血无情 不过今日一见 严首一道觉得 张山丽没传闻中的那么恐怖 他对弟子的惩处 也都在正常范围内 要说唯一的可能 也就是 此人铁面无私 不尽人情 该怎么罚就怎么罚 该怎么打就怎么打 有时候太过正直 在某些人的眼中 就变成可怕了 关云师太收了扶尘 搭在手臂上 淡淡地说道 几年未见 张堂主倒是和过去一样 雷厉风行 让关云掌门看笑话了 这次罗天大叫之后 我必要将门内好好整顿一番 这帮新来的弟子 总得吃点亏 才知道长记性 张山丽笑道 关云师太点点头 她身为一派掌门 倒是没必要和张山丽 走得太平起平坐 所以她 直接看向严首一 才露出了一丝微笑 首一 严首一连忙来到 关云师太跟前 露出干净的笑容 小姨婆 这个称呼一出 关云师太都有点没反应过来 她身后那群峨眉山的女弟子 一个个掩着嘴 肩膀颤抖 一看就是憋着笑 而且憋得很辛苦 但关云师太 并没有责怪严首一 反而是慈祥地说道 你这小子倒是认清 你奶奶是我的师姐 你喊我小姨婆 也没错 严首一道 对奶奶而言 峨眉山就是奶奶的家 我心里自然也是 把峨眉山当作老家了 所以我一见到您 就觉得特别亲切 好像见到奶奶似的 这话甜的 将关云师太 哄得合不拢嘴 她自己没有子孙后代 平日里所有的爱 都给了徒弟林晓晓 而如今突然出现了 严首一这么一个后辈 关云师太一时间 高兴得不行 更是疼得不行 这也是好在 严筹和温玉仙 提前去了峨眉山 打点好了关系 否则这次 关云师太见严首一 可就不是 现在这个模样了 搞不好拔剑 劈了严首一 都有可能 刚才多谢小姨婆解围 否则我们还不知 怎么参加罗天大叫呢 严首一感谢道 关云师太笑道 我只是实话实说罢了 没什么可谢的 你若是要谢 就谢这位张堂主吧 严首一赶紧转向张山丽 也对她行礼感谢 出人意料的是 张山丽居然对严首一 也颇有好感 甚至主动走上前 双手扶着严首一 她眯着眼睛问道 你可知道我是谁 张山丽自然就是张山丽 名字和身份 早已经曝出来了 但她还是这么问 显然想说出 她的其他身份 严首一想了想 忽然间眼睛一亮 问道 前辈和我干爷爷张山通事 张山通是我师兄 张山丽笑答 严首一恍然大悟 连喊了几声小叔公 把张山丽也给逗笑了 这乱任亲戚的功夫 严首一是跟着龙飞成学的 以前她也不太懂这些 但不得不说 这一招十分有效 张山丽因为知道 严首一和张山通的关系 所以也刻意地站在 严首一这一边 若不是考虑到影响 张山丽甚至要将 刚才那两名小道士 再罚重一些 严首一如今心里 忍不住感慨 谁说来龙虎山 是闯龙谈虎穴 这分明是大型认清现场啊 如今龙虎山戒律堂堂主 是自己的小叔公 峨眉山掌门 是自己的小姨婆 回头到了龙虎山后山 自己再多认几个亲戚 罗天大教使 岂不是能横着走了 她寻思着 自己要是能和老天师 再扯上点关系 就更好了 只不过很可惜 老天师是反言 仇联盟群的群主 想要策反老天师 恐怕没那么简单 张山丽亲自拿了资料表 指导岩手一他们填好 然后把岩手一一行人 与冠云师太等人 安排到了一辆大巴车上 我还需要在这负责接待来宾 就不亲自送你们进山了 这辆大巴会送你们到后山 到时候 自然有人安排你们的时速 待我回山之时 再找你拒一拒 张山丽站在车下叮嘱 岩手一颇为感激 直到这趟是遇到贵人了 两帮人将大巴车塞得满满的 岩手一自然是和 冠云师太并排坐在最前排 车子才发动 冠云师太就问了岩手一好些问题 例如 岩手一这些年是怎么过来的 温玉仙和剑王墓又是怎么一回事 此番为何会想要来参加罗天大叫 一连串的问题 岩手一也只能一个一个慢慢回答 看得出冠云师太对岩手一很是关心 她的神色也跟着岩手一的回答 也不停地变化 最后 冠云师太还问了一个问题 听说你娶了驴山派前掌门的 青传弟子为妻 那小丫头在哪呢 快领过来 给我看看啊 小小可是对你的妻子赞不绝口 说她是天下第一美人 而且又温柔又贤惠 重点是实力还不俗 岩手一哭笑不得 她跟着驴山派前掌门去办事去了 不过 我与她约好 会在罗天大叫上碰面 兴许她 此时已经在龙虎山里了 原来是这样 那回头到了龙虎山 你们俩碰面了 可得领过来让我瞧瞧 冠云师太笑道 我这个做小姨婆的 应该送几样像样的见面礼 给她 岩手一不好意思 连声说谢谢 大巴车行驶出了市区 开进了盘山公路 因为众人要去的是龙虎山后山 所以走的并非是 常规旅游路线的公路 而是蜿蜒齐驱的山路 山路不好走 车上有几位晕车的弟子 脸都白了 其中也包括了龙飞城 正在龙飞城抱怨 不知何时才能抵达目的地的时候 大巴车忽然停了下来 这时到了 龙飞城赶紧冲下车 在路边扶着树吐了好一阵 等她回过神抬起头来时 才察觉到不对劲 这里可不是龙虎山后山 而是山的半山腰 前不着村 后不着店 但最重要的是 山路的前方 侧倒着一棵大树 直接拦住了大巴车的去路 而那棵大树的后头 站着不少看着 就不太好惹的家伙 他们是什么人 大家纷纷从车上走下来 都察觉到了不对劲 来者不善啊 严守一也看到这群人了 他知道在这个时代 基本不存在拦路抢劫的情况 所以这帮人肯定不是 什么山贼强盗 那么对于他们的身份 就只有一个解释了 这帮家伙 是来找他麻烦的 严守一沉着脸说道 小姨婆 这帮家伙 恐怕是冲我来的 关于失态倾笑一声 都是一帮歪瓜裂走 不需要我出手 想必你也能解决他们 可他们只是一帮马前卒 既然他们这群歪瓜裂走 都敢明目张胆地 在龙虎山山脚下拦路 就说明肯定有强者在附近 暗中给他们撑腰 严守一分析道 关于失态略微吃惊 重新打量着严守一 忍不住夸奖道 不愧是严筹的儿子 年纪轻轻 便有如此洞察力 你可真是令我刮目相看 为何说这帮家伙来者不善 却全都是一帮小喽啰 很简单 这帮拦路的家伙 穿着打扮都十分古怪 说他们像乞丐吧 有的倒也西装革履 说他们像正经人吧 有的人扛着狼牙棒 有的人化着烟熏装 有的人满身纹身 而他们组织散乱 站位也各顾各地 光是站在那儿 就漏洞百出 丝毫没有强者风范 可见这帮家伙 只是一群临时凑到一块 前来找严守一复仇的小喽啰 不过严守一并没有因此 放松了警惕 事实上 他并不知道老天师 将他要参加 罗天大教的消息 放出去的事情 但既然这帮小喽啰 敢如此明目张胆地拦路 显然是有靠山在背后撑腰 如何应对这帮小喽啰 就成了问题 关云师太直接说道 你就坐在车上 我带着我们峨眉山弟子下车 替你扫清这帮障碍 小姨婆 小心有诈 严守一拦着关云师太 还是我与你一起下车吧 不管对方有十一招 我们接着便是 关云师太也觉得自己 没必要太护着严守一 这小子这么多年 风风雨雨照样成长起来 也没有缺胳膊少腿的 于是他答应了 与严守一一起下车 负责开车的小道士 自打进了龙虎山以来 就没在山下受过这等委屈 有人赶在龙虎山里拦路 他气不打一处来 直接下了车 指着这帮家伙破口大骂 哪来的萧小之辈 知道这是哪吗 此乃龙虎山 是天下悬门之首 而等赶在这里拦路 莫不是脑子让驴给踢了 趁我们的人还没到 我劝你们 扑啊 小道士话还没说完 靠近他的一名拦路者 上前就抽了小道士 一个大嘴巴子 小道士直接被山蒙了 捂着脸不可思议地看着此人 那人嘲笑道 你们的人还没到 你嚣张个锤子 你们 少废话 我们之所以在此 就是要杀严仇的儿子 严守医的 他在车上吧 把他喊下来 交给我们 其他人就可以滚蛋了 小道士忍不住回头 看了严守医一眼 他知道严守医的名字 但完全不知道 为什么这帮人要杀严守医 严守医出声道 小道长 这是交给我们解决 你回到车上去吧 没人会怪罪你什么的 小道士咬咬牙 摇头说道 不行 这里是龙虎山 没人能在天师脚下乱来 你们既然到了龙虎山 就是龙虎山的客人 我怎么能躲在客人身后 看得出来 这小道士学艺不惊 就连这帮小喽啰都打不过 可他居然有勇气拦在 他们的面前 甚至要挡在严守医前头 此等勇气 着实令人敬佩 他与之前那两名小道士 完全不同 就连关于师太也问了一句 小道长 你叫什么名字 小道士答道 我是外门弟子 我叫朱飞凤 朱飞凤这名字 听着有点像女孩 而且小道士模样 也确实清秀 严守医记住了这个名字 他上前几步 与朱飞凤并肩而立 对那群拦路的喽啰们笑道 不是说好了 一个个上门去找我的吗 你们怎么全都凑到龙虎山来了 可惜了 若是再等一等 你们好歹还能蹭上一顿席吃 但既然你们都来这儿了 那心仇旧恨 就干脆一起算了吧 喽啰们认出了严守医 顿时红了眼 你小子就是严守医 真是踏破铁鞋无秘处 得来全部费功夫 既然等到你了 那就没什么可说的 受死吧 喽啰们纷纷掏出武器 杀向严守医 严守医眼神一宁 手中迅速捏了一道五雷正法 正面批重跑在最前头的那一帮人 这帮小喽啰会的都是江湖招数 甚至见都没见过五雷正法 这种可怕的招数 当即被批的头发爆炸 嘴里冒烟 浑身抽搐地倒在地上 但好歹也有一些有真本事的家伙 避开了五雷正法 继续包夹严守医 看到这帮人围攻严守医 关于师太本想出手相助 但龙飞城他们 已经早太一步冲出去了 只见龙飞城手持踩威剑 另一只手则捏着掌心雷符 王吉网拿着两把菜刀 菜刀上的寒芒 令人不寒而栗 阿公扔出了纸蛇 那纸蛇他体型比大巴车还要大 罗宁只是打了个响指 附近的土地里 就爬出了几具腐烂的僵尸 赵一瑶也召唤出了他的黄丝皮 如同野狗一般大的黄鼠狼 还是直立行走 也着实吓人 何熙平扔出了神仙锁 似乎拴住了苍穹 他用力一拽 原本晴空万里的天空 忽然间乌云密布 闷雷作响 严守医微微一笑 在众人的拥促之下 召唤出了珠山灶 比起之前 珠山灶的体型更大 两颗獠牙如同两根长毛 可以轻易刺穿人的身体 七人各显神通 气势完全压倒面前的 这帮小喽啰 就连和严守医他们 站在同一边的小道士 驻飞凤 都瑟瑟发抖 这就是民间教派的本事吗 怎么感觉 比他们龙虎山的道士 还要恐怖得多啊 关云师太 也被这一幕给惊到了 他没想到严守医的这帮朋友 竟然都如此出色 小喽啰们面对着这个阵势 全都吓傻了眼 本以为只是普通的拦路杀人 如今就好像是 截到了一辆武装部队 一时间他们进退两难 这要是真打起来 他们恐怕没人能活下来 可来都来了 要是现在灰溜溜地走了 以后还怎么见人 不过 即便大家都拿出了真本事 但严守医 似乎并没有 要马上动手的意思 他完全无视了 面前的小喽啰 反而是对着 两侧的山林喊道 你们都是有头有脸的大人物 就别派一些小喽啰 过来当炮灰了 害不害臊啊 若真想杀我 我严守医现在就在这儿 有种就现身 正大光明的交手 祝飞凤感到十分震惊 这严守医不仅实力惊人 魄力和胆识 更是令人佩服 小喽啰们气不过 冲严守医喊道 什么炮灰不炮灰的 你是看不起我们 话音才落 林小小的额眉刺 已经顶在那人的眉心处了 只听小女人林小小悠悠地说道 我严大哥 让你开口说话了吗 那人的额头 忍不住留下了一滴冷汗 关于失态 看到林小小也冲出去了 不由得哑然失笑 这丫头果然跟着颜守医学坏了 这颜守医还没有真正出手 她的伙伴们便已经锋芒毕露 虽然他们的人数 比不上拦路的小喽啰 但气势竟已经完全将对方碾压 这帮小喽啰 虽然看着凶神恶煞 但在强大的实力面前 他们身上纹的那些龙形纹身 都仿佛变成了毛毛虫式的 弱小无助 颜守医 只要你一声令下 我就砍了他们 王吉网回头说道 颜守医摇了摇头 当街砍人太过残忍了 小喽啰们连忙表示支持 之前大家人多 一时间有点上头 如今见到颜守医本人 他们才发觉 自己被人当枪使了 他们脑子清醒以后 当然就不想当炮灰了 看到颜守医替他们说话 他们竟还有几分感激颜守医 谁知下一秒 颜守医便说道 男的抓起来腌掉 女的全毁容 我觉得这样合适一点 免得他们再大白天出来作妖 喽啰们 颜守医 你简直不是人 王我们刚才还对你有 那么一丝丝的感激 如今看来 你与你爹一样 都是挨牵刀的 小喽啰们火冒三丈 却又不敢抢先动手 只能站在原地 无能狂目 而王吉网他们 已经收到了消息 只见王吉网两手互摸菜刀 应笑着说道 我这菜刀 还没割过小丁丁呢 正好拿你们练练手 罗宁冷笑道 我的僵尸的指甲上 带着尸毒 只要让他们在脸上抓上一刀 必然整张脸都要溃烂 正好用来毁容 听着他们那令人毛骨悚然的描述 小喽啰们瑟瑟发抖 已经心生退意 他们一时间都有些搞不懂 究竟他们是坏人 还是严守一等人 是坏人 冠云师太 站在后方笑而不语 默默地观察着严守一 和他有趣的同伴们 动手 阿公低贺一声 指人就一拥而上 其他人也冲入人群 一通乱打 不到十人的队伍 杀进了百人的人群 却好像是狼入羊圈 杀得对方抱头鼠窜 跪地求饶 祝飞凤在车前看到这一幕 不由地感到惊叹 原来天下 除了龙虎山以外 竟然还有这么多高手 而且 他们都是 出自于民间教派 就好像在外漂泊的草根 不比名门大派的弟子环境优越 却还是年纪轻轻 实力非凡 祝飞凤本是以龙虎山为豪 而如今在见识到 严守一他们的厉害之后 他的信念开始动摇 龙虎山只是天下道统 民间教派 似乎才是万法之源 山林的暗处 山林保持着距离 隐藏在黑暗之中 互相看不到对方的容貌 也都各自隐藏了气息 我早说过 不应该找这群歪瓜裂枣 他们根本拦不住严守一的 本就不可能 指望他们将严守一给收拾了 让他们拦路 不过是试探试探严守一的本事罢了 如今看来 这小子的确不简单 是他和他身边的人 没一个是简单的 此言诧异 我看 那用雷劈桃木剑的小子就不咋电 好好的雷劈桃木剑在手里不用 下三滥的招数 阴损得很 如今 他们还只是在龙虎山下 若要动手 不如现在就动手 等他们上了龙虎山 恐怕咱们就没机会了 你们觉得呢 要动手你动手 这光天化日的 大家都是有身份的人 罗天大叫又近在咫尺 我可不想暴露身份 坏了名声 听您这意思 你应该是正道人士 你是邪魔外道 呵呵 老子不管你们了 我语言仇不共戴天 今日就要杀他儿子报仇雪恨 我先去了 在一阵激烈的争吵之后 一道人影 猛然从山林中标射而出 他的速度快如闪电 即便在复杂的地形中 也如履平地 只能留在一道残影 之后才是栩栩而来的风 摆动着路边的杂草 山林里陷入了几秒钟的沉寂 随后便有人怪笑道 他应该就是王爸爸 这名字起的 倒是很符合他的性格和本领 也好 咱们不想暴露身份 就让他出去挑挑事 能杀了阎首一 是最好不过了 杀不了 也替咱们探探底 山林中似乎还藏着不少人 他们十分有默契的 都没有露脸 也不探查侵犯别人的身份 只是做着简单的沟通交流 就如同在聊天群里的时候一样 阎首一等人 正收拾着小喽啰 忽然感觉到 一股强大的气势 从苍穹压下 阎首一面色一变 第一时间喊道 大家小心 有高手来了 所有人都提高了戒备心 而观云师太也皱起了眉头 这气息霸道蛮横 不似修道之人 是习武之人 只见山林中突然跳出一人 如同猛虎下山 他跳进人群后 一拳便打飞了拦在他面前的小喽啰 随后静止朝着阎首一跑去 沿途任何想要阻碍他的人 都被粗鲁地击飞或者踹倒 而龙飞城正好就站在两人中间 颜哥 我来拦住他 龙飞城跑到那人跟前 先是举剑虚晃一招 随后左手就要去戳对方的眼睛 谁知那人早有防备 一把抓住龙飞城的手腕 龙飞城面色一变 赶紧扔了采薇剑 伸手去掏他的当 可依旧被那人精准地拦住了 卑鄙小人 竟用一些下三滥的招数 滚开 那人面露鄙夷之色 直接将龙飞城扔了出去 好在何希平及时扔出了神仙锁 将龙飞城拽到身边 安然落地 龙飞城落地后 心有余悸地说道 这家伙什么来头 他的力气大的吓人 我的手被他抓着 就好像被钳子夹住似的 根本动弹不得 何希平沉声说道 此人不简单 看他的身材和手上的老茧 明显是恋家子 搞不好 是个武学宗师 武学宗师 天下道佛与民间教派 如今并称玄门 而武术一脉则独立在外 主要是 他们没有什么法术本领 全凭一身 硬实力走江湖 过去他们是看家护院高手 也是行侠仗义的大侠 也有可能是 溜门撬锁的江阳大盗 总之 他们和咱们 其实不是一路人 只不过 如今都被时代所摒弃 反而走到一块了 何希平也是走江湖的 而且他身为戏法师 其实多多少少会写 走江湖的武术把势 所以对此人还算了解 龙飞城道 你说了半天都是废话 我就问你 那家伙是什么来头 厉不厉害 颜哥能不能收拾他 何希平不确定道 这还真不好说 那家伙没录真本事 所以看不出是和门河派的 我靠 龙飞城怒道 我刚才都使出最强杀招了 竟还没把那人逼出真本事 看来他确实很强 何希平 杀出来的那人 穿过重重人群 最终杀到了严守一的面前 而严守一也早有准备 要出手迎接此人的杀招 然而 那人刚抬起拳头 严守一就忍不住瞳孔一缩 他分明在此人的身后 看到了一只巨大的猛虎虚影 这是什么人 出拳竟带着虚影呢 在这一刹那 关云师太认出对方的身份了 是三进行义门的大宗师马洪 三进本就是武术大省 无数武术门派伶俐 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 便是行义门 靠着一手行义拳 马洪成为了大宗师 在江湖上声名远播 行义拳有三体式装弓 五行拳和十二行拳 变幻莫测 且出手狠毒致命 哪怕是关云师太 也不想与马洪为敌 而如今 马洪竟只要对严守医出手 严守医根本不是他的对手 关云师太心里着急 但出手阻拦也来不及了 只见马洪一拳轰出 严守医心感不妙 用双手格挡 只听一阵清脆的声响 严守医双手禁断 下一秒就被马洪掐住了脖子 严守医也是万分震惊 他自认为见识过邹瞎子之流 世界上已经没几个高手 能让他惊讶的了 却没想到 便轻易破掉了他所有的防御 如今被对方掐着脖子 严守医才明白 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 他对这个世界的敬畏 还需要再提高几分 老子叫马洪 三进行一拳的大宗师 今日杀你 也不让你做冤死的鬼 便告诉你名字 等送你到了阴曹地府 你可得向阎王爷提上一嘴 你这个祸害 是我马洪除的 马洪声音洪亮 做事果断 刚说完就要动手杀人 只见他右手五指并拢 化作舌头 似要将严守医的脑袋冻穿 严守医咬咬牙 让勉强恢复知觉的手臂抬起来 努力去阻挡这恐怖的一击 马洪见严守医断了的手 还能动弹 也不由得感到几分惊讶 但并没有减缓手中的速度 严哥 严守医 守医 众人惊慌失措 却来不及帮忙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 就在马洪的攻击 即将落在严守医脑门上的时候 一道浮沉从天而降 缠住了马洪的手臂 愣是让马洪的手指 停在了严守医的眉前一厘米处 马洪暗暗心惊 他的拳速他是知道的 他要出拳 身后就算有石头牛也拉不住 可对方却拉住了 在这么短的距离 这么短的时间里 用的还是看着十分脆弱的浮沉 出手者的身份可想而知 刺杀失败了 马洪沉着脸松开了严守医 转过身看向后方出现的 一名老道士 抱拳说道 老天师 别来无恙啊 三晋省乃是一个武术大省 恒山派 万寿山庄 五台山 以及马洪所属的行义门 行义拳 原名新义路河拳 即新语义河 义语气河 气语立河 兼语跨河 轴语西河 手语足河 后来 行义拳又几经发展变革 逐步丰富起来 其中三体式装弓 五行拳和十二行拳 便是行义拳的精髓 三体式为行义拳 独有的基本功 和内功训练方式 五行拳结合了金、木、水、火 土五行思想 分别为劈拳、金、钻拳、水、崩拳、木、炮拳、火 和横拳、土 十二行拳则是仿效十二种动物的动作特征 而创编的实战技法 分别为龙形、虎形、熊形、蛇形、台形、猴形、马形、鸡形、雁形、雁形 每一种拳形都代表着一种拳意 与其他的拳意完全不同 所以每一种拳意都要从零开始修炼 真能将十二行拳全部融会贯通的人少之又少 在行义门中 若能将十二行拳融会贯通 则可称为大宗师 马虹便是大宗师 也是行义拳中唯一一名大宗师 刚才马虹出手 只用了虎形拳和蛇形拳 便差点拿了严守一的性命 虽然严守一是天煞师馈 但受到致命创伤 想要恢复也不容易 若不是身后 这位白美老头出手 严守一恐怕连融天大教都参加不了了 此时此刻 马虹转过身 望着那白美老头 脸色十分凝重 老天师 别来无恙啊 此人正是龙虎山老天师 龙飞城将之称呼为 地表最强人类的张艺 只见老天师不慌不忙地收回浮沉 露出慈祥的笑容 行义门这次 也要来参加融天大教吗 怎么没见你们行义门的后辈 老天师这是在质问马虹 你压不参加融天大教 跑来我龙虎山作甚 面对老天师 马虹还是拿出了应有的尊重 他抱拳说道 只是来处理一点私人恩怨 还请老天师给个面子 他日我必将登门拜谢 双手已废了的严守一 此时心里有点慌 别人不知道 但他心里可清楚 老天师可是他老爸的头号仇家 传说中 反言仇怜盟群的群主大人啊 虽然此时老天师 看起来慈眉善目的 但摸不准此人喜怒无常 下一秒就要动手杀人 毕竟谁一把年纪 还看女主播跳舞啊 不过吐槽归吐槽 严守一还是忍不住打量 这位活了上百年的老天师 老天师的头发 眉毛 胡子 白得好像血 一点污垢都没有 他一双通明透彻的眼睛 不像是一个迟暮老人能拥有的 反而像是一位刚出生的婴儿 老人的眼睛总是浑浊的 因为他们看过了太多的事态炎凉 入眼之处都是回忆 眼神无法再像孩子一样清澈 但老天师的眼睛却如此清澈 不仅让人对他的境界感到佩服 活到这个岁数了 还能保持初心 实属不易 难怪一把年纪了 还看女主播跳舞 男人至死是少年 看来就算是地表最强人类 也逃不过这个定理啊 老天师也在打量着严守一 还是那马虹再次提醒 他才回过神来 只听老天师说道 我龙虎山境内 不准杀人 这条规矩 马虹你不会不知道吧 马虹的脸僵住了 随后他指了指老天师身后的一块戒碑 说道 严格来说 他们还没进龙虎山的地界 众人回头一看 只见在老天师脚下不远处 正好有一块龙虎山的戒碑 戒碑后就是龙虎山的地界 戒碑前吗 而严守一他们一行人 正好距离戒碑 还有十几米的距离 原本大家以为老天师会因此而尴尬 谁曾想老天师默默地走到戒碑旁边 一脚便将戒碑踹得横移了十几米 正好停在严守一的身后 诺 龙虎山的地界刚刚扩张了 现在严守一在龙虎山境内了 老天师一本正经地说道 众人目瞪口呆 还特么可以这么玩的 老天师 您过于调皮了点吧 照您老这种扩张方式 明年龙虎山就能扩张到西伯利亚去了 老匹夫 山林里 此起彼伏地响起了骂声 这要是让严守一听到了 恐怕得感慨一声 看样子 老天师的人缘没比我爸好到哪儿去啊 马虎看着被踢到他身后的戒碑 气得脸都绿了 那些小喽啰更是不知所措 马虎咬牙道 老天师 您老这是要保严守一了 老夫可没这么说 老天师赶紧与严守一划清界限 只是龙虎山有龙虎山的规矩 任何人都不能坏的规矩 当然 若是你们对你们的实力足够自信 倒是可以来挑战挑战龙虎山 老夫不介意 亲手送你们去见祖师爷 众人沉默 谁敢和老天师作对 这不纯粹找屎吗 就连马虎都强忍了这口气 道 我与严仇不共戴天 他的儿子我必杀无疑 您老能护得了他一时 能护得了他一世 有本事就让那小子 一辈子别下龙虎山 只要他踏出龙虎山半步 我必取他性命 请自便 老天师对马虎的威胁 完全不放在心上 马虎冷哼一声 双手复背 我们走 小喽啰们如获大赦 赶紧跟在马虎屁股后头要走 这时候 龙非诚气不过马虎刚才那番行径 忍不住跳出来骂道 老匹夫给我站那 你们以多欺少 以大欺小 还舔着个脸放狠话 你咋那么有脸呢 真有本事 何必来为难我们这些小辈 你找严格他爹去啊 马虎没想到 自己都放弃杀眼手艺了 居然还有人要挑衅自己 一回头 见到是龙非诚这个无耻之徒 更是气得要吐血 臭小子 你以为我不敢杀你 龙非诚缩了缩脖子 转过头问老天师 老天师 您刚才说龙虎山内不能杀人 所以 您也会保护我的对吧 老天师微笑着点点头 有老天师撑腰 龙非诚直接放心了 他笑嘻嘻地对马虎说道 我就赌你不敢杀我 怎么爹 你一把年纪了 还来找我们这些小辈的麻烦 小杜鸡长这四个字 用来形容你再合适不过了 真有本事 就应该找严格他爹 你为什么不去找 哦 我知道了 你害怕 胡说 我乃武学大宗师 杀颜愁如杀鸡 我会不敢找他 只是他行踪不明 我找不到他罢了 马虎几乎是用吼出来的 龙非诚哈哈大笑 得了吧 吹牛谁不会啊 你 让龙非诚出来骂人 绝必得气死几个才算完事 也是幸亏这马虎是恋家子 身体好 否则此时已经脑溢血躺地上了 就连一旁的老天师都看不下去了 他小声在龙非诚耳边提醒道 老夫说 龙虎山内不能杀人 但没说不能打人 其实只要不死人 老夫就不会管 龙非诚文言 顿时浑身一僵 他小心翼翼地观察马虎的表情 发觉马虎似乎并没有听到老天师刚才说的话 庆幸之余 赶紧挥挥手说道 哎 小爷我懒得与你争 你们就在龙虎山外都等着吧 等我们何时出来了 自然喊 你们现身大打一场 马虎也是直肠子 没想太多 又撂下一句狠话 我记住你的模样了 下次见到你 我会生剖你的肚子 把你的肠子掏出来 绕在你脖子上 把你活生生勒死 龙非诚 我承认我刚才有点不礼貌 现在道歉还来得及吗 马虎撂下狠话后 就走进山林消失不见了 那些小喽喽也赶紧钻进山林里 不敢再次躲逗留 老天师看了眼手一眼 甩了甩浮沉 道 上车吧 到了龙虎山后 去天师殿见老夫 是 眼手一不敢怠慢老天师 忍着痛战了起来 等他再次抬头的时候 老天师已经消失不见了 不愧是老天师 神龙见首不见尾 都是常规操作了 手一 你伤得重不重 快给我看看 灌云师太关心地走上前 要替眼手一检查伤势 眼手一摇了摇头 小姨婆 我是天煞师魁 这点皮外伤 对我而言不算什么 一会儿上山就恢复了 灌云师太对眼手一 显然也有一定的了解 所以没太纠结此事 好在其他人也没有受伤 刚才那个家伙真是太恐怖了 王吉王忍不住说道 这也就是你 若是换作我 恐怕连他一拳都扛不住 其他人也是心有余悸 看来马虹给大家留下了 不小的心理阴影 灌云师太安慰道 他是武道大宗师 拳脚就是他杀人的利器 利害是必然的 但你们也太气馁 武道是有上限的 而你们没有上限 等你们站在和那马虹相同高度之时 他可不再是你们的对手了 听了灌云师太的话 大家心里好受了一些 算是重拾信心 严守一道 我们先上车吧 我想早点到龙虎山 想到方才老天师留下的话 严守一心里就忍不住好奇 想要早点上到龙虎山 去见见老天师 这老头儿亲自出现在山下 显然不是巧合 搞不好就是冲着我来的 但为何老天师不仅不杀我 反而出手相救 甚至利宝呢 这也太奇怪了 带着诸多疑惑 严守一和大家一起重新回到车上 绕过了拦路的大树 开始继续向龙虎山前进 而马虹灰溜溜地回到的山林里 这次他没必要藏在暗处了 而是光明正大的对着暗处喊道 刚才那么好的机会 只有我一人出手 若是你们也跟着我一起行动 严守一早就死了 确定山里有人答应道 你怎么知道 张印不是早就守在附近了 马虹一愣 那老皮肤真就这么闲 我看未必 张印显然是冲着严守一来的 看来在龙虎山上 咱们是杀不了他了 众人一阵遗憾 这严守依旧在眼前 可大家愣是杀不了他 这种感觉就好像隔靴搔痒 令人郁闷 有人提醒到 马虹 张印定的规矩是 龙虎山内不能杀人 但没说不能打人 马虹不理解 此人的话是什么意思 所以 所以 你刚才为什么不对那嘴臭的小子出手 马虹听了 沉默了得有十几秒钟 最后 他一拳轰在一旁的大树上 直接将大树拦腰打断 树上摔下了好几个无辜的潜水群友 操他妈的 经过马虹的这番刺杀 严守依变得更加谨慎了 他坐在位置上 看着自己瘫软的双手 虽在缓慢恢复 可马虹 方才那无可匹敌的力量 还是给严守依留下了一些心理阴影 天外有天 人外有人 上次严守依已经被楚良和邹瞎子给震撼到了 没成想 今日又遇到了一个马虹 关于师太轻声说道 马虹是五道大宗师 属于五道天花板级别的人物了 你年纪还小 低不过他也是正常 不必放在心上 严守依点点头 答道 小姨婆放心 我不会因此而畏惧的 我还年轻 是啊 你还年轻 关于师太感慨道 如今不管是玄门还是五道 话语权都掌握在我们这些人手里 但未来终归是属于你们年轻人的 年轻就是一切的资本 关于师太很欣赏严守依的观念 小姨婆 在你们的眼里 我爸是什么样的人 严守依忽然问道 关于师太一愣 不知严守依为什么会突然问起这样的问题 他想了想 答道 你父亲 是一个很矛盾的人 为什么这么说 他喜欢破坏规矩 但又喜欢遵守规矩 只不过 他破坏的是别人的规矩 是他认为不对的规矩 而他遵守的是 自己的规矩 是自己说过的话 做过的事 许下的承诺 总而言之 他敢于挑战那些我们 不敢挑战的规矩 哪怕是自然规律 哪怕是命运 哪怕是天道 他的这种不同 自然就招惹了许多 没守成规的家伙的厌恶 他们倒也不是真的厌恶你父亲 而是因为 他们不敢做的事情 你父亲却做了 他们脸上挂不住而已 所以他们站出来 与你父亲为敌 并非真是血海深仇 只是一种表态 如果他们不这么做 岂不是承认自己的怯弱 承认自己不如你父亲吗 其实你们严家人都是一样的 我们峨眉山千百年来的规矩 被你爷爷给打破了 气得我和你奶奶的师父 突发脑溢血 一身功力尽失 你爷爷把我师姐带走的时候 我真是恨死他了 可这么多年过去了 我忽然又好羡慕你奶奶 也曾想过 哎 这话可不能再说下去了 严守义不可思议地看着关云师太 心想 小姨婆这是私春了 她也渴望有个严百祥现身 然后带着她打破规矩 放下一身责任 离开峨眉山 当然 这些严守义也 只敢在脑子里想想 可万万是不敢说出来的 关云师太又笑道 你和你父亲很像 但又有许多不同的地方 虽然我才见到你不久 但我已经可以肯定 日后你的成就必定比你父亲要高 而且 你会走出一条和他截然不同的路 严守义谦虚道 我没有我爸那么高的志向 我也答应过我的妻子 度过死劫之后就回到荣城 隐退江湖 术欲进而风不止 你们的想法还是太简单了一些 关云师太道 何况这几年的时间 足够发生很多事了 到那时候你 未必会这么想 严守义答道 我还年轻 关云师太一愣 哑然失笑 你小子 小道士驻飞凤开着车 进入了不对外开放的龙虎山后山 不知从何时开始 周围的景色变得不真实起来 山峰在云层之上 白鹤在蓝天下翱翔 山林里时不时传来一些鸟鸣 放眼望去 一心能看到 远处的山中有几座渺小的道观 道观中生着烟 也不知是吹烟 还是道士们在开炉炼丹 倘若要拍一部仙侠电影 这就是最佳的场景 不需要任何特效 还需要一袭长袍 腰间配件 光是站在那儿 便好像穿越到了另一个世界 在如今这个时代 龙虎山还能保持着原始的风貌 反而说明了龙虎山的强大 如驴山派 虽在荣城核心的三方七巷内 可终究是世俗化了 车子终于驶进了天师府 在天师府的广场上 一辆辆大巴车停得整整齐齐 小道士们来来往往 接待着宾客 明日便是罗天大轿开启之日 今日则是宾客们最后的期限 该来的 此时差不多都在山里了 祝飞凤带着大家下了车 喊来了两名师兄 一番窃语之后 两名师兄走上前 毕恭毕敬地说道 灌云掌门 还有诸位民间教派的道友们 接下来 由我们师兄弟二人 送诸位去住处 灌云师太是龙虎山的常客了 他十分淡定地点点头 而其他人则是好奇地观察周围 这还是大家头一回到龙虎山 目睹天下道统的风采 祝飞凤则是来到严守一的身边 道 严先生 让我带您去天师殿吧 麻烦了 到了龙虎山 就要去见那古怪的老天师了 严守一让小龙等人先去住处等他 自己便跟着 祝飞凤往里走 跟在小道士身后 严守一打量着四周 他其实没去过龙虎山前山 但也知道 后山的风景应该更美 而且 这一栋栋宝金风霜的古老建筑 无不是诉说着龙虎山这千年故事 这种藏在斑驳中的美 是那些复制出来的崭新建筑 完全无法比拟的 沿途严守一看到了不少龙虎山的道士 他们神色内敛 但眼里却有着骄傲 他也看到了更多不属于龙虎山的客人 他们在参观龙虎山时 虽要端着自己门派的架子 但眼里还是忍不住流露出羡慕 龙虎山 天下道统 令人眼红啊 祝道长 严守一忽然道 祝飞凤煞事羞愧 赶紧转身弯腰 严先生还是喊我飞凤吧 严守一笑道 你受得起道长称号 不过喊飞凤也亲切一些 我就喊你飞凤了 这样极好 请问驴山派的人 抵达龙虎山了吗 两个月没见林子彤 严守一心里思念得很 刚上龙虎山就忍不住问了 祝飞凤答道 抱歉 我只负责领路 暂时不知驴山派是否抵达 不过一会儿 宋严先生抵达天使殿 我可以帮忙去问问 那就有劳你了 走了几步 严守一又小声问道 那个 飞凤啊 你平日和老天使接触多吗 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啊 祝飞凤尴尬道 我只是外门弟子 只有在老天使开谈讲法论道的时候 才能远远地看到他老人家 所以对他不是特别了解 这样啊 那你们龙虎山 有看女主播跳舞的传统吗 什么 嘿嘿 没事 二人说话间 已经是离开了广场 来到天使府身处 远远的 严守一便已经看到了 灰红的天使殿 不过他们并不是 要从正门进入 因为天使殿的前殿 是龙虎山弟子们 早晚诵经 演练法事 摘叫其壤的主要活动殿语 后殿才是天使 隐尸起居的地方 所以 严守一只是在外头 往里头看了一眼 便跟着 祝飞凤绕着走 在穿过一条小巷时 二人注意到 小巷里有一名 穿着和祝飞凤一样的 长发小道士 正拿着扫把低着头 落叶是墙后头长出的 一颗红豆山落下的 浅浅地铺了一层 小道士拿着扫把 看着竟有些不忍 破坏这层落叶的完美 祝飞凤靠近后 小声提醒道 你怎么还不快点扫落叶 要是大长老路过此路 怕是要训斥你了 那小道士抬起头 先是看了祝飞凤一眼 随后仔细地打亮严守一 我等你们过去再扫 小道士答道 祝飞凤眼神古怪地 看了小道士一眼 然后领着严守一 继续往里走 不知为何 严守一总觉得 这个长发小道士身上 有一种气息 与他很像 但随着走远 严守一也只能将 心里的古怪放在一旁 因为他已经走到了 天师殿的后门 穿过这道门 便有可能要见到老天师了 严先生 您自己走进去吧 我去听您打听一下 驴山派的消息 祝飞凤说道 严守一诧一道 不需要你进去通报一下吗 不用的 当咱们穿过那条小巷的时候 老天师便已经知道 我们来了 照你这么说 老天师一把年纪了 听力还是很好 那我刚才说 女主播的事情 话说到一半 严守一赶紧闭嘴 如果老天师 真的是顺风耳的话 此时他和祝飞凤的对话 老天师可就是听得一清二楚了 谢过了祝飞凤 严守一整理了一番仪容仪表 这才大步迈上台阶 走进天师后殿 谁知他刚刚迈进大殿 身后的房门忽然关上了 严守一吓了一跳 但很快就冷静下来 自己手里还有老天师 爱看女主播的把柄 要是老天师要杀人 他就用这个把柄 威胁老天师 老天师一把年纪了 应该不想晚节不保 正在严守一胡思乱想的时候 店内忽然亮起了烛光 只见正前方天师以上 一名老者背对着严守一而坐 从他的背影来看 似乎并不是在半山腰 遇到的老天师张艺 那会是谁 敢坐在天师以上 他就不怕老天师生气吗 只听那天师以上的老者 忽然发出一声怪笑 嘿嘿 孙贼 想你干爷爷我了吗 干爷爷 严守一听到张山通的声音 整个人都傻在原地 他左想右想也想不到 在天师殿里 自己见到的人不是老天师 而是干爷爷张山通 有干爷爷在 应该不会有什么危险了 严守一高兴地来到天师义旁边 伸长了脑袋一看 果真是张山通这个老顽童 张山通挪动着屁股 将天师义挪了个方向 伸手捏了捏严守一的脸 细皮嫩肉的 一看就是这几个月 吃苦吃少了 严守一哭笑不得 您可不知道 我这几个月是怎么过的 刚在山下还被人刺杀呢 出手的是 行一门大宗师马虹 张山通埋了严守一眼 你把对方的身份报得这么清楚 是想干爷爷 我替你报仇啊 哪有 我一向主张自己的仇自己报 严守一干笑道 张山通哼哼几声 显然是把严守一 拿捏得死死的 不管怎么说 在陌生的地方 遇到熟悉的长辈 严守一心里又开心又安稳 他好奇道 干爷爷怎么会在这儿 瞧你这话问的 张山通道 你干爷爷 我本就是龙虎山的人 陷在魂归故里 有什么问题吗 我以为您是被龙虎山赶出去的呢 那哪能啊 张山通笑道 自打从荣城出来以后 我沿途解决了一些私人恩怨 最近正好溜达到了龙虎山 又听说罗天大教要开始了 便到山上来认认清 顺便看看罗天大教 严守一诧一道 您一早就知道我会来 老夫神机妙算 算到你会来 便再次等候 张山通故弄玄虚 严守一苦笑道 您老就别装了 您肯定早就知道 我会来龙虎山 何出此言呢 张山通抖着腿问 您和我爷爷是好友 斩破刀也曾是您的武器 后来斩破刀被留在陈家村 我去取的时候 又遇到了龙虎山的龙虎密文 这怎么看 都像是您和我爷爷 合伙设计的圈套 嗯 不对 说圈套有点不合适 而且 咱们爷孙俩的关系 知道的人本不应该太多 但我刚到阴谭的时候 戒律堂堂主张山丽 就明目张胆地帮忙 可请不动老天师 唯一的可能就是您老人家了 您老就说说吧 忽悠我到龙虎山来 到底有什么目的 严守一这一通分析 算是把张山通整得无话可说了 小老头停止了抖腿 皱着眉头努力思考的表情 就差直接告诉严守一 你稍等我一下 我编个借口 严守一无奈道 您老知道我的性格的 发现端倪就想着刨根问底 所以 您不必找理由搪塞 我早晚会查出来的 臭小子 要不是因为你身上流着你奶奶的血 老子就抽你了 张山通寄道 你这脾气 简直和你爷爷那个老东西 一模一样 不过骂归骂 张山通最后还是道出了实情 龙虎山观灵台 乃是当年初代天师张道陵 炼成九天神丹的地方 正所谓丹城而龙虎县 指的就是那儿 如今的观灵台 聚集天下灵气 汇聚成潭 乃是人间仙境 据说到了那儿 可亏天道 所以我与你爷爷就寻思着 或许到了那儿 你就能找到破解死结的办法 张山通的一番解释 不仅让严守一知道了 此次自己来龙虎山的目的 更猜到了一些其他的故事 例如 为何爷爷要选择在陈家村落脚 其实并不是因为陈家村处在龙脉上 也不是因为那件王墓 而是因为 他们游历世界的时候 偶然间在陈家村 发现了龙虎秘文 要知道 获得龙虎秘文 可是成为天师的重要条件 随机散落在世界各处 有缘者得知 他们发现了龙虎秘文后 便想到了观灵台 最后 严百祥就决定在陈家村定居 且将斩破刀封在了龙虎秘文旁 这一切都是为未来的严守一铺路 观灵台 只有成了天师 才有资格进观灵台吗 严守一问道 张山通摇摇头 其实在罗天大教上夺得第二 也能够进入观灵台 不过 倘若你有能力争第二 为什么不去争第一 摆捡一个天师之位 这不好吗 严守一哭笑不得 什么叫摆捡天师之位 天师乃是天下道统之首 这位置就和玄门中的皇帝没区别了 严守一觉得自己 不过是江湖上的一根草 不可能去争这种位置的 就算他真的夺冠了 要继承天师之位 那些悬门里的老人 就愿意了吗 很显然 成为天师 只会给严守一带来一堆麻烦 可谓是百害而无一利 他想了想说道 既然我的目标是观灵台 而不是天师之位 那不如我就争个第二 去观灵台里看一看就够了 这可不行 角落里 冷不防传来了一道声音 吓得严守一一哆嗦 这天师店里还有别人 等等 能出现在天师店里的人 还能有谁 严守一回头一看 只见老天师张映 臭着脸走了进来 饶视张山通这种 放荡不羁的老顽童 脸上也浮现出了一些尊敬 还主动给老天师让座 老天师哼了一声 坐在了天师椅上 道 张山通 你也想做天师了 嘿 戴师伯 您老说的这是啥话呢 我这不是知道您要来了 特意给您暖暖椅子 太冰坐了 会拉西的 张山通这种老顽童 在面对老天师张映的时候 竟都是如此的毕恭毕敬 着实让严守一惊讶了一番 不过想想也对 张映好歹是活了上百年的老妖怪 张山通出生的时候 张映都三十往上了 那时的张山通看到张映 都得喊一声大眼 那种尊敬是从小培养的 哪怕张山通现在一把年纪了 再看老天师 也依旧会把他当作长辈 老天师没把张山通的奉承话 放在心上 而是盯着严守一 一字一句地说道 严守一 你有龙虎秘文 便是拥有成为天师的资格 这是多少人求而不得的东西 你应该好好珍惜才是 尽管老天师德高望重 但严守一还是表达了自己的想法 老天师 这龙虎秘文 放在您龙虎山弟子身上 那必定是无上荣耀 但放在我身上 可就是累赘了 成了天师 对我可没有半点好处 所以如果我的使命 是进入观灵台的话 那这天师之位 我就不争了 只争第二就够了 哼 你这是 瞧不起我天师之位 老天师当场翻脸 胡子都飘起来了 严守一顿时有点犯怂 不知要不要继续招惹这老天师 还是该暂时认怂为好 张山通笑道 大师伯 您就别吓唬 我这干孙子了 就算他想当天师 也得有这个实力不审 再说了 您不是受了个 拥有龙虎秘文的弟子了吗 为何还要闭严守一呢 老天师轻横道 鱼露鸣不够格 老夫倒是看好严守一 他若是成了天师 对悬门有好处 可对我没好处啊 严守一在心里吐槽 总觉得这个老天师 脑子里有根筋搭错了 不说老天师 自己培养拥有龙虎秘文的弟子 单说这老头 创了那聊天群的事情 严守一就觉得古怪 他何必扶持一个仇人的孩子 当天师呢 古怪 太古怪了 于是严守一硬着头皮说道 我若是不争这天师 会怎么样 你若成不了天师 我便杀了你 严守一 睡完的到底是哪一处啊 天下道统之守就 这副德心 但严守一敢怒不敢言 换作是别人 他还有信心碰一碰 但在面对老天师张印 严守一可没有任何底气 严守一小心翼地问 那你老这次喊我过来 是为了 便是要告诉你 这天师之位非你莫属 你若是不争不强 我便让你走不出龙虎山 可龙虎山不是不能杀人吗 老夫把你带出龙虎山 再杀 行吧 你抢你有理 既然老天师的话已经说完了 严守一也没有继续留在天师殿的必要了 他微微欠身 说道 那晚辈便先行告退了 滚吧 老天师挥了挥衣袖 张山通 那我 一起滚 好嘞 张山通拽着严守一 便飘出了天师殿 出了天师殿 严守一就忍不住忧怨地回头看 干爷爷 这老天师怎么喜怒无常啊 是不是到更年期了 呸 你家老头能来更年期啊 再说 他都一百多岁了 现在才来更年期 也太迟了些吧 张山通骂道 严守一无辜地挠了挠后挠勺 可老天师这言行举止 我怎么都猜不透呢 猜不透才正常 他几岁你几岁 若是天师的想法被你猜到了 那你就真成天师了 方才老天师说 我不争天师 他老人家就弄死我 这是真的吗 张山通叹了口气 道 我虽也猜不透戴师伯的想法 但有一点可以确定 那就是他说到做到 文言 严守一整个人都不好了 自己到底招谁惹谁了 为什么非要当着破天师不可 张山通笑道 不管怎么样 由戴师伯的支持 你小子这次在罗天大教 就好好发挥就行了 指不定他 还能暗中帮你几次 天师之位 多半是你的囊中之物 说的 我好像关系护士的 严守一心想 若是自己上了场 直接躺在地上认输 老天师也拿他没办法吧 不知为何 原本严守一觉得自己 对此行的目的还算了解 谁知现在上了龙虎山 反而越来越捉摸不透了 张山通问道 林子彤那小妮子呢 还有我亲孙子小龙呢 他们都上山了吗 快领我去看看他们 严守一和张山通 结伴往外走 走到先前铺满红豆山落叶的小巷时 忽然瞧见小巷的镜头 站着两人 其中一人 正是之前严守一见过的扫地小道士 而另一人 则是一名高大的老头 那老头和老天师一样 也是白发苍苍 只不过胡子是黑的 看起来有点凶 若不是之前见过了张山丽 说这老头是戒律堂堂主 严守一都愿意相信 因为这老头长得太凶了 比驴巾还凶 只见那老头 一手夺过小道士手里的扫把 重重地扔在地上 指着小道士不知在骂些什么 严守一想到之前 祝飞凤的提醒 说小道士若是不赶紧扫干净落叶 会被大长老给责骂 所以 那老头 就是龙虎山的大长老 那个带走柳一人的家伙 似乎叫张四水 张山通瞧见张四水 也是皱着眉头低声骂道 他妈的 回山最不乐意见到的 就是这张臭脸 孙贼 咱们绕道走 我跟你说 在龙虎山上 可千万别搭理这种温审 他可是贱人就骂的 哎 臭小子 我让你往这边走啊 张山通要带严守一绕道走 没想到严守一 已经朝着张四水走了过去 小老头一阵无奈 只能不甘愿地 跟在严守一身后 就算他不愿意搭理张四水 也不能让自己甘孙子 被欺负不适 严守一站得远 没太听清楚 龙虎山大长老张四水 在骂那扫地小道士的内容 不过他猜想着 多半是因为小道士 没来得及清扫落叶 所以才挨骂 他对这小道士 有种奇怪的认同感 所以忍不住想要站出来 替小道士说几句话 前辈 方才是我路过巷子时 耽误了这位道长 否则这些落叶 他早就清扫干净了 还请前辈不要责罚他 张四水听到声音 皱着眉头看向严守一 以往他在龙虎山上 训斥人的时候 可没人敢插嘴 看到严守一 张四水并没有第一时间认出来 但看到严守一 身后跟着的张三通 他的脸就更臭了 此乃我龙虎山自己的事情 哪轮得到外人多嘴 严守一确实没资格 对龙虎山指指点点 尤其是在张四水的面前 但他还是想声援一下小道士 于是他来到小道士身边 对张四水行礼 鲁班传人严守一 见过前辈 晚辈并非是对前辈有意见 只是想替这位小道长说说情 张四水却直接无视了 严守一的后半句话 只惦记着前半句了 你是严守一 那小道士也盯着严守一看 没错 这就是我干孙子 张三通忽然笑道 师兄 给我个面子 放过这小道士一码吧 张四水不耐烦地说道 你们懂个屁 滚一边去 严守一干咳两声 望向张三通 眼神里满是同情 看样子 干爷爷在龙虎山混的也不咋地嘛 方才在天师店 天师让他滚 现在出来遇到了张四水 张四水也让他滚 似乎是被严守一的眼神给惹到了 张三通突然硬气起来 他骂的 喊你师兄是给你面子 别给脸不要脸啊 这小道士老子户了 管你有没有道理 有本事 咱俩过几招 俗话说 软得怕硬的 硬得怕横的 横得怕不要命的 张四水现在就有点不愿意招惹张三通 于是他冷哼一声 板着脸从严守一和张三通中间穿了过去 然后回过头对严守一说道 让你们这种民间教派的无知野人进龙虎山 简直是天下最大的笑话 我劝你一句 罗天大教不是你该来的 那天师之位 你想都别想 张四水这一句话直接羞辱了严守一 足足两次 严守一双眼死死地盯着张四水 一字一句地说道 龙虎山乃是天下道统 前辈身为龙虎山大长老 应该对天下门派抱有一定的尊重 这般侮辱 只会显得宁老格局太小 让人质疑龙虎山是否有继续担任天下道统之称的资格 张四水一愣 没想到严守一这小子竟然敢正面反驳自己 但他并不打算和严守一纠缠 只是不屑一笑 好像显得他根本没有将严守一放在眼里 然后拂袖而去 向着天师殿走去 然而张四水不想和严守一一般计较 严守一却不打算就此罢休 他冲着张四水的背影喊道 前辈一口一个民间教派 张口闭口 就是无知野人 说我没有成为天师的资格 但我这次就 非要在罗天大教上夺冠 拿了你们龙虎山的天师之位 让你们这帮心高气傲的家伙们 好好瞧瞧 什么才是真正的民间教派 正走着的张四水 脚步一顿 随后更是不屑了 头也不回地消失在小巷的尽头 张四水才走 严守一就一改刚才嚣张的模样 不好意思地对张山通和小道士 挠了挠自己的后脑勺 不好意思啊 忘了您二位就是龙虎山的人 刚才的话 我只是说给张四水听的 张山通笑道 没事 你把那老家伙气死最好 人间就少了个祸害 说起来 你应该把小龙带来的 若是小龙在这里 指定要把张四水 气出几个大病来 严守一黑黑一笑 弯腰捡起地上的扫把 还给了小道士 还拍了拍他的肩膀说道 下次干活勤快点 就不会挨骂了 我 小道士刚要说什么 严守一便问道 对了 你认识住飞凤吗 我还不知道 我们要住哪呢 小道士想了想 干脆放下扫把 说道 我带你们去吧 你 可是你的落叶还没扫干净 万一一会儿 张四水又骂你怎么办 严守一问 没事的 反正也被骂习惯了 不管我做什么 他都会骂我 小道士笑了笑 转身就开始领路 严守一也没办法 只能跟上去 张三通诧异地 打量着小道士 总觉得这小道士 和其他的小道士 不太一样 小道士似乎 对龙虎山很是熟悉 微微低着头 不怎么看路 脚步却十分坚定 一路上 张三通都在感慨 自己离开这些年 龙虎山上的变化很大 严守一这才知道 原来张三通 也不过是今天早晨 才回龙虎山的 只比他早了一步而已 严守一回想起 刚才与张四水的 第一次见面 心里满满都是不爽 又想到 居然是这家伙 收了柳一人做弟子 心里就更不开心了 柳一人那种性格 奈何张四水 这种臭脾气待在一块 本来他还挺想 去看望一下柳一人的 但出了这档子事 严守一觉得 还是缓一缓为好 不如明日在 罗天大叫上 直接打招呼 小道士 你叫什么名字 是哪个辈的 张三通忽然问小道士 小道士答道 晚辈本不是龙虎山的人 目前也没有道号 也没有排辈 不管是道士还是和尚 道号法号 都是论辈而起的 例如 张三通和张三立是师兄弟 都是山自辈的 妙纪武僧应该是妙自辈的 通常知道对方是什么自辈的 就大概能推算出 二人相互应该怎么称呼 张三通听了小道士的话 认为小道士才来龙虎山不久 连道号都还没起 他夸奖道 你虽来龙虎山的时间不长 但是对龙虎山的路 却比我还熟悉 看来你的记性不错 既然你还没有道号 不如我给你起一个吧 小道士也没反对 前辈说什么就是什么 你这小子倒也顺心意 那就赐你一个顺字 按你入门的时间 多半是排在御字辈 所以你的道号应该是 御顺 如何 谢前辈赐号 小道士笑道 有了道号 严守一称呼 他也方便许多 他小声问道 御顺道长 你跟在老天师身边多久了 御顺答道 有一段时间了 这回答模糊不清 但严守一他们先入为主 认为这所谓的一段时间 应该是几个月左右 于是 严守一又忍不住问 那你知道女主播的事情吗 御顺脚步一顿 脸上首次出现不自然的表情 但他很快又恢复正常 把头片到一边说道 什么女主播 看来你也不知道 那就没事了 严守一这下确定了 老天师爱看女主播 应该是他私人的小癖 龙虎山上没几个人知道 御顺似乎也不想在这个话题上多聊 指着前方说道 宾客都住在太清风的侧风 我们马上就要到了 有劳御顺道长了 你还是直接喊我御顺吧 道长二字 我有点担不起 也行 那你也直呼我的名字吧 我叫严守一 两名年轻人多说几句话 也熟络了不少 严守一便直呼其名了 三人走了一阵 总算是来到了住处别院 龙飞城他们已经在各自的房间 放好行李了 出门瞧见严守一来了 都忍不住围上来 询问老天师单独见他 有什么事情 唯独是龙飞城认出了张山通 立马干脆响亮地喊了一声亲爷爷 把张山通逗乐了 不得不说 在庄孙子这件事上 龙飞城的确是秒杀严守一好几条街 鉴于玉顺也在场 严守一没有将与天师的谈话内容告诉大家 而是借口说并没有见到老天师 而是见到了张山通 大家觉得这个回答还算合理 就没有多问 就在此时 院外忽然传来了敲门声 只见助飞凤站在外头 他看到严守一已经到院子里来了 便松了口气 道 严先生 方才我去天师殿外等你 却没等到 想着你应该是先过来了 好在寻到你了 助道长快请进 严守一招呼道 助飞凤摆手说道 不必了 我来是想告诉你一下 驴山派的人暂时还没有抵达龙虎山 若是他们来了 我会过来通知你们的 麻烦你了 助飞凤又道 罗天大叫在明日晨时开始 地点在天师殿前的万法宗坛 诸位在山中的一日三餐 都会有弟子送来 龙飞城喊道 记得多送几人份的饭菜 我们胃口好着呢 助飞凤笑了笑 点头答应 通知到位了 助飞凤也该走了 玉顺想了想 也打算告辞 却在此时 众人忽然眉头一皱 然后齐刷刷地往东方看去 间隔了一秒以后 东方忽然传来了一阵 震耳欲龙的虎啸龙吟之声 此时 慢半拍的小道士玉顺 才面色凝重地看向东方 东方 一座不知名的山峰里 一道光柱直冲云霄 隐约可以看到有龙虎盘旋 其光芒盖过落日夕阳 将天上的云朵点燃 而那虎啸龙吟 同样震耳欲龙 何西平放在院里 桌上的茶盏 都被震得不停颤抖 里面的茶水激荡着洒了出来 龙虎山上 不论是龙虎山道士 还是外来的宾客 都忍不住走到屋外 惊讶或不解地看着东方 那是什么 罗宁皱着眉头说道 天降异象吗 龙虎山乃是天下道统 山里出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 好像也能够说得通 只不过 大家也都是头一回 见到这种异象 都忍不住想要去打听 到底是什么引发了异象 这样的异象 又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当年龙虎山初代天师张道林 在龙虎山炼九天神丹 丹城而龙虎县 没想到传闻竟是真的 龙虎山上真的有龙神虎神 王极王扎蛇道 其实在场的人中 倒是有几人知道 那异象意味着什么 龙非诚欲言又止 他看到丹守医冲着他摇头 这才闭上了嘴巴 今天的异象 和当初丹守医 在陈家村爬岩前山时的异象 是一模一样的 龙非诚当时虽然躺在陈家村里 但依旧被那异象 给深深震撼到了 而丹守医也明白 那是龙虎异象 这多半代表着 又有人获得龙虎秘文了 他心里也是诸多想法 燕南飞他们说 这次罗天大叫和过去不同 因为真的有拥有 龙虎秘文的龙虎山弟子参加 而且那人还是老天师的青传弟子 如今龙虎山又冒出了一个 这不就意味着 与我争夺天师之位的人 又多了一个 龙神虎神当时告诉我 天下同时 只会出现三名 拥有龙虎秘文的人 没想到 碰巧我参加的这一年 另外两个就全都冒出来了 真是造化弄人 那座山峰 应该也在龙虎山境内 也就是说 这回龙虎山出现了两名 拥有龙虎秘文的人 若是他们同门联手 恐怕我夺得天师之位的难度 又要增加不少了 对那天师之位 严守义的兴趣本就不大 只是方才在张四水面前放了狠话 如今骑虎难下了 除了龙非诚和严守义以外 在场还有两人知道那是什么 其中一人是张山通 他掐指一算 只觉得明日的罗天大叫 会十分精彩 便露出了意味深长的笑容 最后一人 乃是玉顺小道士 玉顺望着那冲天起的光柱 深深地皱起眉头 他这一整天都过得蛮顺心的 唯独这一会儿 他不顺心了 后山出现异象 恐怕天师要召我们回去 我就不多打扰了 玉顺说道 严兄 明日罗天大叫 咱们再见 严守义此时也有点心不在焉 和玉顺打了招呼以后 眼睛依旧盯着后山看 玉顺微微弯腰 便走出了院子 那柱飞凤左右看了看 也跟着走了 有趣 有趣啊 张山通飘在半空中 完卫地对严守义说道 你小子说说 这也真是邪了门了 过去这么多年 天下一个龙虎密文都没出现 等你小子到了龙虎山 就一下子出现了 俩 严守义苦笑道 干爷爷 您就别挖苦我了 要不咱 还是打道回府 这罗天大叫 不参加也罢 不参加 你忘了 你今天在张四水面前的豪言壮语了 就这么放弃了 岂不是丢人丢到姥姥家了 张山通对严守义吹胡子瞪眼 但他眼珠子一转 便对严守义 露出鄙夷的笑容 臭小子 我发现你这些日子学坏了 怎么处处给你干爷爷 我挖坑呢 嘿嘿 干爷爷您在说什么 我听不懂 听不懂是吧 我给你解释解释 张山通拍了拍严守义的脑袋 说道 之前见到张四水 你故意激我 让我帮他御顺小道士说话 现在你又说丧气话 目的难道不是 让我临时再教你几招 让你好去对付我们龙虎山的人 被张山通戳穿了想法 严守义也不害臊 厚着脸皮说道 您就说叫不叫就完了 滚犊子 要当天师 要进观灵台的人又不是我 张山通怒道 更何况我生是龙虎山的人 死是龙虎山的鬼 哪有帮你这个干孙子 对付自家人的道理 严守义小声说道 可我要是放弃了 到时候张四水长老 笑话我是小 笑话您老可救 你他妈 张山通指着严守义 半天说不出话来 最终败下阵来 恶狠狠地说道 罢了罢了 要怪就怪张四水 太招人讨厌了 我今晚便临时教你几招 多谢爷爷 得了吧 平日里就喊干爷爷 有好事就叫亲爷爷 老夫算是看透你了 众人看着这爷孙俩互对 倒也觉得挺有意思的 这其乐融融的氛围 冲散了大家 身在陌生环境的不自在 与此同时 天师殿 老天师坐在天师椅上 往正门看去 正好能看到 那冲天起的光柱 在缓缓消失 他淡笑着说道 四水 恭喜你了 没想到你这突然 招进山门的女弟子 还真的获得了龙虎密纹 站在下方的张四水 脸上那是真笑容 而且眼中带着深深的傲义 可老师天很快就补了一刀 即便他成不了天师 龙虎密纹也能让他受益无穷 张四水笑容一僵 拉下了臭脸 问道 他怎么就成不了天师 老天师淡淡地回答道 严守一世鲁般传人 于露铭在我身边多年 而你找来的这名女弟子 虽然天赋一禀 且颇有背景 但终究时间太短 他拿什么与他们二人竞争 张四水冷笑道 那可说不准 四水 老天师道 邪魔外道 可要不得 我还不至于沦落到 要让弟子修炼邪魔外道的地步 张四水道 当年初代天师见到龙虎 除了获得龙虎密纹 还获得了两部绝技 分别是 习赵万灵 与致命五月 据我所知 你那徒儿于露铭 这次可是一部绝技 都没能得到 那又如何 严守一得到的 多半是习赵万灵 而我这女徒儿得到的 必定是致命五月 只要她拿到这本绝技 赢下罗天大教 如同探囊取物 文言 老天师没在辩驳 仿佛他也认为 获得了致命五月 就能够赢下罗天大教 于露铭 你终究还是成不了天师啊 异象之事 不仅山上在讨论 山下更是讨论热烈 山林间 龙虎山石碑外 马虹靠着一棵大树坐着 看着已经完全消失了的异象 陈生说道 龙虎山又添一名龙虎秘文 这可有意思了 树上悠悠传来声音 原本只有一名龙虎秘文 那天师之位早晚都会是他的 而如今可不一定了 也不知道 这最新获得龙虎秘文的 是哪家的弟子 这次罗天大教 要比以往有趣太多了 要不是我的身份 不允许 我真想上山去看看 诸位还是省省吧 罗天大教 前后不过三天时间 到时候严守一下山 咱还得打起精神来 取他小命呢 忽然有道声音说道 恐怕严守一下不了山了 马虹抬头问道 何出此言 我会在山上就杀了他 那人答道 众人吃笑 别开玩笑了 那可是龙虎山 有天师盯着 谁能杀人 只怕你才动手 天师就已经杀到你跟前了 那人却说说道 谁说龙虎山上不能杀人 罗天大教的鄙视 刀枪无眼 有伤亡是在所难免的事情 马虹惊讶道 你要在罗天大教上杀眼手艺 其他人也万分惊讶 罗天大教不是只限年轻弟子参加吗 听你这声音 好歹一把年纪了 应该参加不了吧 我自有我的办法 简简单单的七个字 那人的语调 却从沧桑的闷声 变成了年轻人的朗声 大家的脑海里 也忍不住浮现出一名老者 变成了年轻人模样的画面 大家沉默了几秒钟 马虹忽然站起来说道 你若能在罗天大教上杀了眼手艺 便算我马虹欠你一个人情 不必了 杀了眼手艺 我便退隐江湖 从此不问世事 你马虹的人情 我要了也没用 话音才落 一道人影从树梢上冲出 就连马虹都没看清楚他的长相 那人就已经冲上了龙虎山 此人是个高手 一夜无画 第二天一早 眼手一起床后发现 今日大雾 整个龙虎山都雾蒙蒙地 站在窗台边 甚至看不清楚院子里有什么 众人洗漱之后 太阳已经升起 可阳光依旧穿不透层层浓雾 反倒能让人直视 之前没法直视的太阳 太阳挂在天上 如同碗里白粥的咸蛋黄 前来给眼手艺他们送早餐的 不是猪飞凤 而是扫地小道士玉顺 他送到了饭菜后 眼手艺招呼玉顺留下来一块吃 玉顺勉为其难地答应了 由于来龙虎山的宾客们 有相当大一部分是只吃斋饭的 所以玉顺送来的 也只是一些白粥咸菜和萝卜 不过味道却很好 就连龙飞城这种食肉动物 都少见得没有抱怨 眼手艺思考原因 应该是龙虎山人杰地灵 种出的咸菜和萝卜 都比外头卖得要好 吃饭时 眼手艺好奇问 玉顺 你参加过几次罗天大叫 玉顺摇头道 以前从未参加过 也是 怪我多嘴问了 你也才上龙虎山不久 眼手艺嘀咕道 老金也忍不住问 那你知道 今天有什么大人物出席吗 玉顺答道 最大的人物 应该就是我们龙虎山天师了吧 其他的 我就不知道了 有龙虎天天师出场 其余的人物 就都不能称之为大人物了 众人兴趣寥寥 大概是知道 从玉顺这个小道士口中 问不出什么 关于龙虎山的消息 眼手艺昨晚联系林子彤 问他 为何还没有抵达龙虎山 林子彤的回答是在路上 应该会耽搁一点时间 不过早来晚来都没有什么关系 眼手艺以为林子彤 并不打算参加罗天大叫 所以觉得 只要能在最后一刻 看到林子彤出现 那就足够了 吃过早饭 大家整装待发 最后也是由玉顺小道士领路 将大家带到天师殿前的万法宗坛 当大家抵达之时 万法宗坛里 已经站着不少门派队伍 乌乌央央的全都是黑脑袋 即便在浓雾中也十分显眼 好多人啊 赵义瑶说道 昨天大家分批上山 还没什么感觉 阿公也伸长了脖子打凉着 那些门派弟子 都有统一的服装 早知道 咱们也该弄几套 我倒觉得没必要 咱们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 各自穿各自的 才能体现出不同 王极王笑道 眼手一一回头 发现带路的玉顺 已经不知道跑到哪去了 不过也没关系 反正他们已经抵达万法宗坛了 玉顺也该忙他自己的去 大家找了个位置站好 恰好遇到了峨眉山的人 关于师太带着林小小 大家都会合到了一起 才见面 林小小就忍不住说道 昨天你们看到了吗 那龙虎异象 我师父说 龙虎山又多了一个神虎秘文 这次罗天大教 有两名神虎秘文的拥有者 争夺天师之位 今年的罗天大教 要比过去一甲子的罗天大教 加起来都刺激 眼手一面色古怪 他也拥有龙虎秘文的事情 知道的人并不多 林小小燕南飞等人就不知道 要是此时他告诉林小小 自己也是龙虎秘文的拥有者 不知道这小丫头 会做何感想 关云师太此时忽然提醒道 手一 你注意一下 注意什么 眼手一不解 他顺着关云师太的眼神 示意方向看去 恰好看到了两支队伍 其中一支队伍前头插着一面旗子 上面写着燕字 另一支队伍 则青一色的 全都是大光头 是出家的和尚 眼手一干咳两声 一旁的林小小笑着说道 那是燕师兄所属的昆仑山燕家 还有常山师兄所在的寒山寺 可不是吗 眼手一仔细一看 正好看到燕南飞和常山的身影 燕南飞倒没什么变化 常山那变化可就大了 之前的常山完全就是一个木头疙瘩 而如今 他的光头上已经长出了些许头发 眼神颇为迷离 最关键的是他果然在脑袋上 闻了一个色字 看到常山这副模样 眼手一心里忽然理解 寒山四方丈 为何要迁怒于他了 常山这回去的路上 到底经历了什么 眼手一问道 林晓晓小声说道 常山师兄沿途入室修行 据说送过外卖进过工地 体验了事态炎凉 最后认识了两个师族妇女 看他们可怜 便要将他们带回寺里 说是等孩子出生了 就收养那两个孩子 这不挺好的吗 龙飞城说道 好歹也算是积德行善了 本来也不是一件坏事 林晓晓叹气说道 但是常山师兄一根筋 一旦认定是好事 就会一直做下去 据说现在寒山寺 养着一百多名师族孕妇 其他寺庙的人都 嘲讽他们是鸡窝了 眼手一 虽是行好事 但佛门毕竟是清静之地 再加上其他寺庙的议论 就算是得到高僧 一时间心里也会扛不住吧 可怜的方丈啊 眼手一默默地同情了一下方丈 发现燕南飞好像看到他了 正笑着与他打招呼呢 于是眼手一也笑着挥了挥手 回应了一下 结果下一秒 燕家的长辈 就将燕南飞给拽到后头去了 还远远地瞪了眼手一眼 眼手一只能信信地放下手 这罗天大叫上 熟人不少 但陌生人更多 所以 眼手一收回目光 老老实实地和自己人待在一块 以免多生事端 众人在原地等了一会儿 忽然听到一阵钟声响起 那钟声厚重洪亮 犹如穿越了千年时光 来到此处似的 它撞开了浓浓的雾气 让阳光得以照耀在万法宗坛之上 万法宗坛的最中央 乃是一个巨大的太极八卦阵 光是太极中的两个阴阳语眼 面积便如同一辆小轿车般大小 阳光让天师殿的招牌 焕发出了金光 十分耀眼 而在那天师殿前 老天师张印 身穿法袍 手持扶尘 犹如天神下凡 令人望而生畏 天师身后 四名德高望重的龙虎山长老 并尖利 同样是身穿法袍 不过与天师的法袍 还是稍有不同 他们手持各种法器 庄严肃穆 看样子是要进行某种祭祀仪式 他们要做什么 龙飞城好奇地问 张山通让龙飞城小点声 虚 罗天大教 是道教斋教课一中 最隆重的活动之一 行医之目的是为祈求国泰民安 风调雨顺 所以你们之后什么比试都是其次 最关键的 便是这开场的祭祀仪式了 哦 龙飞城的声音也压低了下来 似乎是受到这种气氛的影响 他都变得正经不少 自天师殿之顶 滚下了五色布 遮住了半个万法宗坛 在大家的注视之下 老天师开始坟箱开坛 专门的乐师奏起了道乐 再配合着周围的云雾 让人仿佛置身在天宫仙境 接着 请水扬帆 宣榜档会 请圣摄照 顺心上表 落帆送圣 仪式进行得相当顺利 罗天大教照请有三敬至尊 十方上圣 玉京精确天地天真 十方师尊圣众 三界官署 一切威灵 所以这一事也要做足了 放在过去 罗天大教可是要皇宫贵族来主持的 一共需要开设九座法坛 教期 长达七七四十九天 并分七次举行七朝教典 可包括福教 齐安教 王教 水教 火教 九皇里斗教 以及三元教等 如今时代不同了 繁琐的仪式减少了许多 但仪式感却没有变 不管那些神仙们是否存在 罗天大教都表现了各个阶层 对未来共同的美好期许 等到所有仪式全部结束 老天师的神色才缓和了许多 不像是之前那样 一直紧绷着了 欢迎诸位参加本次罗天大教 老夫张应 代表龙虎山 感谢各位的到来 有老天师牵头 下方宾客们的气氛也轻松了 甚至有人大声与老天师打招呼 不过老天师不便搭理 承蒙天恩 老夫身在这龙虎山天师之位 已经一个甲子有余 这么多年以来 玄门才人被出 但却始终没人能得到龙虎秘文 实乃遗憾 不过今年不同了 诸位想必都已经收到消息了 我们龙虎山 去年出现了一名 拥有龙虎秘文的弟子 那名弟子已被老夫收入门下 成为关门弟子 而就在昨天 观灵台一向突起 又有一名弟子 获得了龙虎秘文 说到这儿 众人实在是安耐不住 也顾不上给老天师面子 开始小声讨论起来 老天师也适时地安静了一会儿 等大家讨论完了 才继续开口 或许 这就是天道的安排 龙虎山天师 有能者居之 若是天下唯一人不可 那这天师之位 便有可能荒废在那人的手中 老夫觉得 龙虎秘文 越多越好 最好天下修道之人 人人可得龙虎承认 最好罗天大教 人人都是龙虎秘文 就应当选出一名品德兼备 实力超凡的后生 做上天师之位 这一番言论 获得了大家的一致好评 简直是说出了大家的心声 如今龙虎山 乃是天下道统 天师更是道统之手 这位子实在令人眼馋 可天师之位就只有一个 而龙虎秘文 又不是人人都能得到的 就如同这次 大家盼星星盼月亮 最后还是盼来了 两名龙虎山弟子 至于他们这些外人 根本没这个机会 大家都想着 争夺天师之位 而阎首一 对老天师这番话的理解 却不太一样 他拥有龙虎秘文 所以他知道 获得他的条件是什么 那便是拥有 以天下苍生为本的品质 老天师说 愿天下 人人都有龙虎秘文 并不是想 天下人人都来 争着天师之位 而是希望 天下人人都能 心系苍生 倘若真有那么一天 人人安居乐业 百姓富足 天师之位 也就不重要了 有支持天师的 也有小生说闲话的 他们不敢正面面对老天师 只能在背地里 小生讨论 说那么多花里胡哨的 这下一任天师 还不是龙虎山自己选自己人 有咱们什么事 老天师似乎是 听到了那些人的话 他忽然说道 诸位 龙虎秘文在同一时间内 最多会出现三个 这其中两个 已经存在于我龙虎山 而这最后一个 其实早也已经出现了 且就在你们当中 众人震惊 不由得看向自己的四周 竟还有一个龙虎秘文 乖乖 这次罗天大教可真刺激了 三个龙虎秘文 争夺天师之位 最刺激的是 那最后一个龙虎秘文 并不是龙虎山的人 一时间 所有门派的弟子 都忍不住看向 自己门派年轻一代中 最强的人 他们纷纷猜测 自家师兄师姐 是不是偷偷获得了 龙虎秘文 却没有告诉大家 每一个人心里都清楚 自己不是拥有 龙虎秘文的那个人 所有人都在东张西望着 仿佛这样就能看出 谁是那个天选之子似的 只有一个人 从头到尾目不斜视 只盯着老天师看 那就是严守一 他苦笑着 本来打算闷声争夺的 这下好了 所有人都知道 还有一个龙虎秘文参赛 唯一值得庆幸的是 大家不知道 这最后一个龙虎秘文 是严守一所拥有的 就在此时 人群里忽然有人喊道 他就是最后一个 龙虎秘文的拥有者 严守一瞳孔皱缩 吓得连忙摇头 我不是你别乱说 小心我跟你急啊 然而回过神来才发现 似乎根本没人注意到他 所有人都望向了 站在严守一斜对面的 一名年轻人 此人来自于武当山 年纪和严守一相仿 看着倒是颇有实力的模样 长得也不俗 甚至可以说有些出臣 刚才说话的人 正是武当山的弟子 他们高喊着 我们赵师兄 就是最后一个 龙虎秘文的拥有者 他有个屁啊 龙飞城站在严守一身边 小声说道 最后一个龙虎秘文的拥有者 分明是颜歌你 除非这世界上 出现了四个龙虎秘文 要么就是那小子在撒谎 严守一道 我也有点搞不清楚状况了 要不要咱们也表露身份 龙飞城问 可千万不要 严守一道 不管那武当山弟子 是不是在撒谎 让他吸引大家的目光也挺好 我不想让太多人惦记 哎呀 严哥 你就是太低调了 咱们大家这次到龙虎山来 就是为了给咱民间教派 打出名头打出风采 要是都像你这么低调 那大家 还不如回家睡大觉呢 龙飞城郁闷地说道 其实他就是想装逼了 严守一安慰道 就算要公布身份 也不是现在 你想啊 万一他们知道 我是龙虎秘文的拥有者 到时候 不管是其他两名龙虎秘文的拥有者 还是其他对龙虎山 别有用心的人 肯定都会疯狂针对我的 如果我到最后再公布身份 这样名气也有了 也省了一堆麻烦 我说的对不对 好像 也有点道理啊 龙飞城想了想说道 而且 所有人都以为 武当山那小子 有龙虎秘文 结果到了最后一刻 严哥你跳出来 打了所有人的脸 卧槽 这装逼效果 直接拉满 什么都别说了 严哥 我支持你隐藏身份 严守一哭笑不得 说到底龙飞城这家伙 还是想装逼 二人谈好了 等最后再公布身份 就让那武当山姓赵的小子 先嘚瑟一阵 顺便替大家拉拉仇恨挡挡挡刀 林小小此时也打听好了消息 回来对严守一他们说道 那位好像是武当山掌门的弟子 属于年轻一辈中最优秀的存在 名叫赵丞相 据说他三岁上武当 五岁熟读经文 十二岁开始参加罗天大教 今年已经是他第四次参加了 而他的排名也在逐年进步 上一次罗天大教 赵丞相才十八岁 却已经挺进前十了 如今 大家本来就看好他 认为他是最有可能夺的 罗天大教榜首人选 而他又有了龙虎秘文 不出意外的话 他真有可能成为下一届天师 那赵丞相如今满面春光 主要也是旁人的奉承 几乎让他找不着北了 女弟子更是对他暗颂秋波 就连峨眉山的女弟子 都有些异动 频频往赵丞相的方向看 关云师太感慨道 赵丞相也算是人中龙凤了 只可惜 首义你若是拥有龙虎秘文就好了 你若是成了天师 可是狠狠地打了那些 名门大派的脸啊 只可惜 龙飞城的脸憋得通红 他现在可想将 严首义的身份说出来 让关云师太跟着开心开心 可严首义不让他说 他也没有办法 林小小嘟囔道 不知怎么的 我就是看照丞相不爽 也不知道另外两个龙虎秘文的拥有者长什么样 要是可以的话 我支持别人当天师 关云师太连忙说道 小小小心祸从口出 林小小撅着嘴 想了想到 还是严大哥好 严首义苦笑 这时 张山通忽然小声说道 孙贼 其实你干爷爷我觉得吧 太低调也不是好事 年少若是不轻狂 老来可就没轻狂的机会咯 严首义道 干爷爷 怎么连你也这么说 我倒是出于另一种考虑 张山通笑道 你想啊 老天师是不是一副 要把你当棋子的想法 估计他已经算准 你会隐藏身份了 要是你现在公布身份 做了一些他意料之外的事情 是不是就算打破了老天师的计划 你若是想知道 老天师为何要让你继任 倒不如就给他来一套乱拳 打死老师傅 说不定就有线索了 张山通这个思想的新奇角度 是他之前从未想到过的 不过仔细一想 倒也觉得有道理 与其一头雾水 任由老天师摆布 还不如主动出击 打破老天师的计划 反正以严首义的性子 虽然一向求稳 但更不愿意被别人给操控 想到这儿 严首一一不做二不休 直接站出来大声喊道 我才是第三个龙虎秘闻的拥有者 此言一出 本来汇聚在赵丞相身上的目光 顿时都转移到严首义身上了 龙非成目瞪口呆 严哥 说好的一起低调 你怎么自己一个人偷偷装逼啊 关于师太和林小小 更是吓坏了 首一 这话可不能乱说啊 有没有龙虎秘闻 老天师一艳便知 这是做不了价的 不仅是外人 就连同行却不知道 严首一拥有龙虎秘闻的 阿公罗宁他们 都是满脸的吃惊 不过他们更想不通的是 严首一为何要跳出来 接这个名头 难道只是为了帮助 民间教派打名歉 那赵丞相眉头一皱 用厌恶的眼神打亮着严首一 似乎不喜欢严首一抢 他的风头 同时 天师店外的老天师张映 饶有兴趣地看着严首一 严首一表露身份 的确让老天师很意外 但他并不惊慌生气 反而觉得有意思 甚至没有打断他们的想法 抱着看热闹的心态 面对大家狐疑和猜测 严首一昂首挺胸 拿出了自己的气魄 准备和赵丞相对峙 然而就在此时 人群里忽然又有人大喊 他们都是假的 我才是最后一个 拥有龙虎秘文的人 哈哈哈哈 看来真是藏不住了 那么多假冒伪劣的家伙 想要冒充我 你们就别装了 真正的龙虎秘文在我这 本来想以普通人的身份 和你们相处 但换来的却是疏远 不装了 我摊牌了 我有龙虎秘文 我才是第三个传承者 天师非我莫属 你可滚犊子吧 瞅你那B样还龙虎秘文 还天师继承者 屎屎啦你 靠 说归说 可别人生攻击啊 攻击你又怎么样 有本事动手啊 来就来 谁怕谁啊 靠 我弄死你 场面逐渐混乱起来 自打阎首一声 称自己拥有龙虎秘文以后 人群里居然又接连 跳出了二十几个 拥有龙虎秘文的人 这甚至把阎首一自己 都给整得有点不自信起来 难道天下 真的只有三个龙虎秘文 该不会是老祖宗 忽悠大家的吧 该不会真像老天师所说的那样 人人皆有龙虎秘文 这 这不科学啊 张山通叹了口气 对阎首一说道 他妈的 出了一群脚屎棍 现在不管你怎么说 都没有人相信你有龙虎秘文了 阎首一也搞明白了 其实大家来参加罗天大教 为的就是名气 至于天师之位 那是真正拥有龙虎秘文的人 才能争的东西 所以大家干脆破罐子破摔 如果拿不了好的名次 不如干脆冒充一下 龙虎秘文的拥有者 来博得更多的关注 反正到最后 没能夺得冠军 也没人在乎 他们是不是真的有龙虎秘文 怎么算 冒充龙虎秘文的拥有者 都是只有好处 没有坏处啊 而在阎首一站出来以后 那群混子就好像受到了启发 争先恐后地说 自己拥有龙虎秘文 其他人也不是傻子 当然知道 他们是在虚张声势 但麻烦的是 他们把阎首一 也当作是虚张声势的一份子了 也就说 大家现在只认赵丞相 而完全不会相信阎首一 论搞事情 我这次甘拜下风 龙非诚吐槽道 这帮家伙 真是太不要脸了 事已至此 阎首一也没有办法了 只能默默地回到队伍里 决定继续隐藏身份了 而天师殿外的老天师 见到这一幕 忍不住笑出了声 而他身后的四名长老 则完全不知道 老天师在笑些什么 难道是在嘲笑 张四水也忍不住笑了 对 不知廉耻 笑的 就是那鲁班传人阎首一 身为民间教派 一点自知之明都没有 还想蹭龙虎密文的明解 想到之前被阎首一顶撞 张四水就气不打一处来 所以他干脆不顾身份 也不顾老天师还没说话 便站出来呵斥道 肃静 龙虎山作为天下道统 说话还是很有分量的 更何况 大家现在还都在别人的地盘上 耸一点也很正常 所以大家很快就安静下来 不敢胡闹了 只听张四水冷声说道 真的假不了 假的真不了 天下就只有三个龙虎密文 且不是什么都人能得到的 若是名门正派弟子 品德兼优 自然更容易获得龙虎密文 而那些草莽之辈 不识礼数 不懂规矩 没有敬意 就别瞎掺和了 龙虎密文还轮不到你们来染指 都听明白了吗 看到张四水忽然发火 大家面面相去 有些门派的长辈 开始回头 斥责自己门派 刚才乱喊话的年轻小辈 但更多的人的目光 则是落在了 率先胡闹点火的 阎首一身上 大家开始议论 他是什么来头 怎么之前没有见过 很快 阎首一是鲁班传人的事情 就在大家之中传开了 而最早认出 阎首一的人 自然是和阎首一有仇的 艳家人 以及寒山寺的人 那小子竟然是鲁班传人 江湖上有数十年 没他们的踪迹了吧 我还以为鲁班一脉失传了呢 鲁班书记载了百家之所长 说不定你我们派的绝学 都在那鲁班书里 鲁班一脉实则是天下文贼 这种人有什么资格 参加罗天大教 不仅是他 那些民间教派 也都是些不入流的角色 应该把他们全都赶出 龙虎山才是 和他们站在一块 连从他们那吹过来的风 都有些脏 刚才那阎首一 也是不知廉耻 竟然带头谎称 自己拥有龙虎密文 简直不要脸 大家声讨着阎首一 仿佛已经站在了 道德的制高点 却不曾想过 刚才他们也跟着 阎首一乱喊来着 面对大家的指责 阎首一也没什么办法 现在他解释 再多都没有用 只能努力夺得 罗天大教的第一 然后再展示身份 到那个时候 该闭嘴的人 自然会闭嘴 他们会知道自己 做了多么愚蠢的事情 哎 阎哥 你可千万要夺得第一啊 龙非诚说道 否则咱们 就没脸在龙虎山上 继续待下去了 花鸟重鱼的议论 不必在乎 张山通也安慰道 冠云师太不知真相 却也安慰道 首一 咱们不管他们说什么 只要在罗天大教上 好好发挥 自然能赢得尊重 好了 大家都别安慰我了 严首一抬头 看向天师店 看着老天师和张四水 自言自语道 不管你们这次 要玩出什么花来 我都奉陪到底 一场闹剧结束之后 罗天大教的比试项目 正式开始了 所有报名参赛的选手 排成了好几队 依次抽取号码 号数相同的选手 则进行比试 败者淘汰 胜者进入下一轮 人家比试的 除了严首一以外 还有龙飞城 阿公 罗宁 王极网 何西平 赵一瑶 林晓晓 燕南飞 常山 还有那已经来过 四次的赵丞相 也全都去领取了号码牌 严首一拿到的是赎甲 按照十二生效 加上天干地支的排列顺序 也就是说 他竟是第一个 要上台比试的人 更有意思的是 另一个拿到 相同号码牌的人 就在严首一的身边 那人是龙虎山的小道士 祝飞凤 祝飞凤是拿着号码牌 来找严首一他们 打算倾诉一下 第一个上台的紧张感的 结果发现 严首一手上的 正是赎甲号码牌 直接将祝飞凤 挣在原地了 我我我我 我我对手是严先生 祝飞凤如同双打的茄子 直接粘了 他可是见识过 严首一的本事的 在大宗师马虹面前 都能撑一个回合 而他祝飞凤啥也不是 根本不是严首一的对手 龙飞城看到 祝飞凤的号码牌 直接喊道 完了 BBQ了 你这还比个毛线啊 祝飞凤郁闷道 我不是严先生的对手 干脆直接弃拳好了 反正我也只是凑个数的 本来也没希望撑到下一轮 然而严首一却靠近说道 别放弃啊 到时候上台我让着你点 至少让你体面的下台 你只要用尽全力 对我出手就好了 真 真的可以吗 祝飞凤弱弱地问 必须的 好歹咱们相识一场 你输得漂亮 回头在师兄弟面前 也不丢人 严首一笑道 那好吧 就按照严先生说的做 张山通眯着眼睛 他这个老狐狸 总能看透别人的心思 而此时他就觉得 严首一似乎有某种打算 不过张山通一时半会儿 还真猜不透严首一在想什么 可以确定的是 严首一和祝飞凤的首场比试 绝对不会像大家想象中 那样发展 搞不好会很有趣 严首一一行人中 除了没战斗能力的老金 和小屁孩王之来以外 其他人也各自抽了号码牌 万幸的是 第一轮并没有遇见 自家人打自家人的情况 大家的对手都是外人 有趣的是 自称是龙虎密文 拥有者的武当山赵丞相 抽中的竟然是鼠蚁 这意味着严首一比试完了 就轮到赵丞相上场了 准备阶段 龙飞城伸长了脖子寻找 大家帮我瞧瞧看 另一块龙兵号码牌 在谁的手上 趁着还没上场 我去给那小子下点药 赵业瑶吐槽道 你也太阴险了吧 你懂什么 孙子兵法有云 不战而屈人之兵 善之善者也 不战而屈人之兵 这句话 何着是你这么理解的 赵业瑶一时间 有点怀疑自己了 他怎么觉得 当初自己读孙子兵法时 这句话不是这个意思呢 老金黑黑笑道 谢要我这儿有 无色无味 而且威力巨大 就算你下给老天师 老天师都扛不住 得了吧你俩 这种事 要是被老天师给发现了 我怕你们俩扛不住 严守一警告两人 别做这种事 因为他怀疑 这两人如此猥琐 是真干得出这档子事啊 老金用胳膊肘 戳了戳严守一 小声道 说真的 要不我帮你去 给赵丞相下点 看他那得瑟的模样 太牵揍了 可不是吗 连王几王都看不下去了 声援支持老金 那赵丞相 如今春风得意 不少参赛的女弟子 都对他暗怂秋波 甚至峨眉山这边的女弟子 都瞧着赵丞相而脸红 这让严守一这边 一众单身狗 怎么能忍得了 我们还没下手呢 就被一个装逼饭给 抢了风头 这岂能忍 严守一笑道 给一个冒牌货下药 倒不如给那两位 真正的龙虎密纹 拥有者下药呢 说起来 老天师虽然公布了 龙虎山拥有两名 龙虎密纹拥有者的事情 却没有告诉我们 他们的身份 看样子 他老人家 也是不希望 自家弟子被针对 龙虎山内外 不希望龙虎山自家弟子 成为下任天师的人 大有人在 所以 一旦那两人的身份公布 所面临的 必定是大家的围攻 这也是严守一一开始 不想公布身份的原因 若不是为了 跟老天师作对 他恐怕会到 最后一刻才开口 龙虎山方面 准备了一阵子 万法宗坛 便被疼了出来 所有人退到了宗坛之外 被警戒线索拦住 每隔十米 还有一名资深的 龙虎山弟子站岗 防止有人闯入 万法宗坛内 而鄙视的场地 就在万法宗坛内 老天师和大长老 张四水都不见了 龙虎山的二长老 走进万法宗坛内 对大家宣讲鄙视规则 第一 鄙视场地 仅限万法宗坛内 任何一方倒地超过三秒 或者离开了比赛场地 就是做认输 第二 鄙视不允许使用任何法宝 暗器 除非是一些 只依靠外力修炼的 特殊门派 第三 鄙视不允许发生恶性事件 请大家点到为止 已到会友 第四 鄙视过程中 最后 由于参赛者数量较多 本轮鄙视将会将万法宗坛 分为四个区域 每个区域两名弟子 四个区域同时对战 胜者留在场地内 马上进行第二轮的四人争夺 只有站到最后的弟子 才能够晋级 最后一条规则宣布以后 大家都在心里算了算 乖乖 这第一轮鄙视 便是要筛选掉 7%的参赛弟子 剩下的八分之一 算起来也不过只有32人了 32人相互对战比试 也只需要再进行五轮比试 就能角逐出第一名了 仔细一想 倒也合理 罗天大叫前后就三天的时间 要是按照两两对决的方式进行 怕是打一周都打不完 而且 参赛弟子都是肉体繁胎 是扛不住高强度的连续交手的 否则打到最后 就算没有因为对手失手而死 自己也先累死了 这还不算有些弟子 在比试过程中受了伤 就算晋级了 也没力气打下一场的情况 所以严守一猜想 那些有希望进决赛的参赛弟子 大概率都会努力隐藏实力 能不出手就不出手 最好如龙飞城所说的那样 不债屈人之兵 大家自我整顿了一番 二长老再次上台 朗生喊道 鼠字 甲 一 丙 丁 一共八名参赛弟子 请上万法宗谈 严哥 加油啊 众人激动起来 但玄机大家想到 严守一的对手是祝飞凤 一时间又有点尴尬 阿公和何希平 上前对祝飞凤 也说了一声加油 祝飞凤可是非常有自知之明的 他苦笑一声说道 罗天大教参赛弟子 不过两百人左右 剩下都是由我们这些 才入门没多久的新弟子填补 说白了 我从一开始就知道 自己就是来当炮灰的 不过能和严先生这样的人交手 我也算不留遗憾了 你们不用安慰我 我上了 祝飞凤说完 就跑上万法宗谈 大家看到祝飞凤心态这么好 也松了口气 其实他们都想与祝飞凤交朋友 所谓朋友是不会让对方轻易伤心的 严守一也对大家抱拳 走上了万法宗谈 和祝飞凤站在同一比试区域里 其他的六名参赛弟子 也都纷纷走上台 他们信心满满 准备大展身手 在这万众瞩目的第一场对局当中 赢得更多的关注 咦 那不是最早假扮龙虎密文拥有者的家伙吗 还真是那小子 民间教派鲁班传人 叫严守一对吧 这小子居然第一个上台 这下有好戏看了 对手似乎是龙虎山的弟子 最好将严守一打得落花流水 没错 区区民间教派 也好意思来参加罗天大教 真如大长老张四水所说 真的假不了 假得真不了 虚下去吧 观众们的大声嘲讽 全都落在严守一耳朵里 哪怕在观众席里的龙飞城等人 都气得牙痒痒 但严守一没什么感觉 这第一轮 他有一个计划 一个大胆且有趣的计划 二长老再次提醒道 你们记住 笔试点到为止 谁要是在对方认输后再出手的 自动视为犯规 直接淘汰 都记住了吧 那么 笔试开始 随着一声铜锣声响起 笔试正式开始 除了严守一和助飞凤以外 所有参赛弟子 都卯足了进出手 另外三个场地 打得有来有回 观众们喝彩连连 只有严守一和助飞凤 这里异常的安静 靠近他们的观众 甚至都能听到互相的呼吸声了 最后有人忍不住喊道 喂 严守一 你们他们还打不打呀 不打就滚下来 浪费大家的时间 严守一懒得搭理台下的小鱼小虾 而是对助飞凤说道 助导长 动手吧 使出你的权力 不用怕会伤到我 助飞凤身知严守一的厉害 也不认为自己能伤到严守一 所以他握紧了拳头 道 严先生 那我就得罪了 您自己小心 说着 助飞凤举起了拳头 同时口中念念有词 念的是金光咒 只见助飞凤的拳头上 附了一层淡淡的金光 那金光十分粗糙 甚至还不完整 看起来似乎随时会崩溃掉 观众们大为失望 他们还以为助飞凤是什么厉害的角色 没想到 只是一个连金光咒都没学会的小道士 这种小道士 在他们的眼中 简直就是手无腹肌之力了 甚至不需要亲自动手 风一吹没准 就倒下了 本来希望看到严守一被胖揍的观众们 一时间无比失望 心想着 就算严守一再怎么不计 也不至于打不过这小菜鸟吧 严先生 接招 助飞凤冲到严守一的面前 一拳轰向严守一的胸口 令所有人都没想到的一幕出现了 只见严守一的反应 居然十分迟钝 整个动作慢了好几拍 等到助飞凤的拳头 都轰在严守一的胸口上时 他才想起来要进行防御 而一切都太迟了 助飞凤的拳头 结结实实地落在严守一的胸口上 发出了一声闷响 随后 严守一浑身抽搐 直接倒地不起 什么情况 所有人都梦了 助飞凤直接蹲下身子 摇晃严守一的肩膀 严先生 您没事吧 您怎么防都不防呢 他万分不解 自己的这点本事 怎么可能伤得了严守一 更别提一拳 把严守一打晕了 龙飞城等人更是傻眼了 严哥什么情况 难道助飞凤给严哥下药了 不对啊 助飞凤看起来 不像是那种人啊 观众也是呆若目击 不是吧不是吧 严守一还真就这么弱 我说民间教派没资格参加罗天大教了吧 哼 就他们这种水平 再修炼个几千年吧 可是我总觉得哪里怪怪的 就算是一个普通人上台 也不至于被那小道士一拳打晕吧 难道是严守一私下开了赌局 搁着打假塞 卧槽 你这么一说 还真有可能 而在燕家和寒山寺这边 高层也是忍不住吐槽 你们不是说严守一很有本事吗 怎么连那小道士一拳都扛不住 燕南飞脑的脑袋都快凸了 愣是不知该如何解释 除了严守一以外 根本没人知道 他到底想要做什么 就在所有人一头雾水的时候 倒在地上的严守一 忽然睁开眼睛 对助飞凤眨了眨眼睛 助飞凤一愣 连忙道 严先生 您没事 放心 我就算站在那儿 让你打一万拳 你也打不晕我 严守一小声笑道 助飞凤苦笑道 虽然话是这么说 但感觉我还是有被冒犯到 嗨嗨 对不起 严守一道 我就是想知道 如果我在第一局就认输 会怎么样 会怎么样 助飞凤疑惑道 那当然就是会被淘汰啊 那可不一定 怎么不一定了 助飞凤话刚问出口 忽然间感觉脑袋猛了一下 随后直挺挺地倒在了地上 严守一顺势爬了起来 他连忙向四周看去 果然在某个角落 看到了老天师张印的身影 打晕助飞凤的 当然不是严守一 而是悄悄出手的老天师张印 只见老天师远远地 对严守一竖起了中指 随后传音道 臭小子 老夫让你得第一 就算你中途自杀 老夫也有本事将你复活 不论如何 这天师的位置 你坐定了 严守一 传音之事 除了严守一 没人知道 他只能苦笑 事情果然如他所料 直接认输是没意义了 因为老天师一定会出手 就算他躺着也能赢 经过这么一测试 严守一可以肯定 老天师说 让他寄人的事情 不是开玩笑的 是十分认真的 否则他犯不着自降身份 帮助严守一赢 这小小的助飞凤 严守一叹了口气 只能站起身来 对裁判喊道 道长 助飞凤倒下了 台下众人一脸猛逼 刚才分明是你小子 被人一拳打倒 怎么下一秒 他倒下了你站起来了 有人忍不住骂道 严守一这小子 是不是耍硬招了 刚才他倒下的时候 那小道士上前关心 结果他趁人不备 悄悄偷袭 那小道士也是天真可怜 中了这件人的道 可恶 民间教派简直是悬门之耻 请老天师出面主持大局 把他们全都赶下山吧 我也不屑与民间教派为伍 这骂着骂着 居然又将矛头指向了民间教派 严守一也十分无奈 他也不想这样 这完全是你们道统之手 带头作弊啊 要骂也该骂老天师才对 不过严守一 当然不能当场戳穿老天师的猥琐行径 他只能忍气吞声 默默地把裁判喊过来 负责做裁判的龙虎山师兄 气势汹汹地过来 检查一番以后 十分不甘心地说道 祝飞凤昏迷不醒 这一局是严守一赢了 有没有搞错啊 这也让他赢 就应该判罚他出局才对 耍阴招的人 不配参加罗天大叫 那当裁判的道士 当然是向着自家人的 不过规矩就是规矩 他提醒道 比试中已经明确规定 不能用暗器 但没规定不能用计谋 严守一耍阴招虽然无耻 但也是他的本事 我们无话可说 严守一 还真就变成我耍阴招了 啊对对对 你们说什么就是什么 祝飞凤被抬走以后 严守一干脆坐在场上 闭目养神 尽管耳边全都是谩骂而嘲讽 但他并不放在心上 只等另外三局比试结束 台下的张山通露出笑容 在他看到严守一桩晕倒的时候 他就猜出 严守一大概想做什么了 后来又看到老天师 悄悄出手 张山通更是笑出了声 能把老天师逼得亲自做这种下三滥的事情的 也就只有严守一了吧 这小子是真不按套路出牌啊 这么一来 虽然严守一并没有打乱老天师的计划 但却摸清楚了老天师的目的 这老不死的 是真要让严守一继任天师呢 同台的另外三场比试 再交手了十分钟左右 总算也全都奋出了胜负 这三位胜者 分别来自于武当山 龙虎山 以及一个不知名的小门派 其中小门派的胜者勉强获胜 但自己也受了伤 为了不影响到根基 获胜后自己选择退赛 如此一来 四人的比试就变成三人了 严守一睁开眼睛 看到武当山弟子 与龙虎山弟子站在一块 心里就明白 这两人已经决定联手 先把他打下台再说了 武当山弟子喊道 就是你小子 刚才胆敢冒充我们赵师兄的身份 我这便邀提赵师兄 好好教训教训你 龙虎山弟子也喊道 助师弟带人真诚 没想到正是这一点害了他 你竟然用他对你的信任来伤害他 这点我绝对饶不了你 严守一起身 拍了拍一脚 对两人笑道 别说那么多废话了 你们一起上吧 我赶时间 武当山弟子骂道 呸 死到临头了还装逼 待会儿我叫你跪在地上 哭着喊爷爷 观众当中 几乎都是支持这两名弟子的 他们的喝彩声震耳欲聋 不知道还以为 都是来给严守一加油的呢 武当山的赵丞相冷笑道 这个严守一真是自作自受 这回谁也就不了他咯 话音才落 严守一动了 只见他转过身 背对着两名对手 对裁判问道 道长 之前二长老说 特殊门派可以用特殊手段 这话如何理解 倘若我是敢施人 召唤几具尸体出来战斗 这很合理吧 那道长眼角抽搐着说道 合理 但你是乳班传人 不是敢施人 没事 有您这句话就够了 严守一笑着转过身 意味深长地看着两名对手 那二人被严守一看得心里发毛 忍不住喊道 你又要耍什么把戏 没什么把戏 只是想到了一个 不出手也能摆平你们的办法 严守一微微一笑 随后抬起了右手 大声喊道 朱山造 这两个小垃圾就交给你了 切记不要伤他们性命 吓尿就够了 俺老住来一眼 只见严守一的身后 忽然窜出了一道妖气 随后迅速凝聚成实体 正是体型如同一辆小卡车 皮操肉后 带着骇人獠牙的朱山造 那两名弟子 看到如此可怕的朱山造 顿时傻眼了 龙虎山弟子连忙喊道 犯规 你这是犯规 咱们这是正经比试 除了玉兽山庄这类门派 其他门派不能使用灵兽参赛的 严守一哈哈大笑 谁说他是灵兽了 我是出马仙 让我的仙家出手 这合理吗 很合理啊 众人再次傻眼了 这看着比大象还吓人的玩意儿 是出马仙 别人家的出马仙 都是黄鼠狼啊 狐狸之类的 你这直接整出了一头 卡车大的黑野猪 闻所未闻啊 朱山造不屑地哼哼道 你们是不是没见过 如此俊俏的出马仙 俊俏你老母啊 裁判道长 虽然心里也对严守一很不爽 但也拿他没有办法 因为朱山造 的的确确是严守一的仙家 不犯规 你气不气 得到裁判道长的回复以后 严守一露出了玩意儿的笑容 朱山造 刚才我怎么说的 你就怎么做吧 好嘞 朱山造压低身子 眼睛上瞟 后退蹬地 一副要冲出去 撞死两名对手的模样 那两名弟子 当真要吓尿了 赶紧举手投降 妈的 不完了 严守一太不要脸了 朱山造喊道 别啊 我还没热身完毕呢 不完了 我没认输 要真被这大野猪给撞了 十条命都不够死的 武当山弟子喊道 之前他们有多嚣张 如今就有多狼狈 裁判道长也拿他们没办法 只能宣布到 出赛 获胜者 严守一 这宣布的有气无力 可以听得出 裁判道长也觉得 严守一胜之不武 不过 那又能怎么办呢 严守一打来的响指 朱山造就 乖乖回到了他的身边 两名对手灰溜溜地跑下台 台下的观众也面面相去 一时间都不知道该如何骂严守一才好了 谁知道 他一个鲁班传人 竟修炼成出马仙了 这操作 秀得头皮发麻啊 台下的赵义瑶都忍不住说道 给严守一这么一闹 以后我们赵家 恐怕都没脸来参加罗天大叫了 我估计着 靠着朱山造 严哥就能杀进半决赛了 龙飞成羡慕道 早知道他也去收服一只仙家 以后大家都不需要自己动手了 然而严守一还没有走下台 裁判道长忽然宣布道 从现在开始 各位参赛者 不能太过夸张地跨门派出手 例如 鲁班传人不准使用出马仙的仙家鄙视 龙飞成立刻喊道 靠 这不是明摆着针对严哥吗 然而其他观众却是拍手叫好 还是龙虎山民势力啊 虽然之前让严守一侥幸赢了 但之后这家伙 可就没那么好运了 对 没了那只野猪妖 严守一还有什么本事赢下大家 下一个回合 不管是谁遇到严守一 都一定要好好教训他 走下台的严守一苦笑一声 我什么都没做 怎么就成了全民公敌了 一场对局下来 严守一不显山不漏水 却是轻松拿下了比试 至少清楚严守一实力的那伙人 是这么认为的 而不清楚严守一实力的其他人 则纯粹认为严守一就是侥幸获胜 开始时靠耍英招 赢了小道士铸飞凤 后来又靠着朱山造 打了另外两名参赛弟子 一个措手不及 现在规定 不能使用朱山造助阵 大伙都认为严守一是前驴技穷了 下一轮比试 这小子肯定就要惨败收场 所以 此时即便赢的人是严守一 大家也把肚子里的嘲笑话语 全都说了得干净 好在严守一根本不在乎 他走下台 第一件事便是去看望朱飞凤 而下一轮 鄙视的参赛者 无缝衔接走上台 龙虎山的道士们还是很团结的 看到严守一朝他们走来 出于保护助飞凤的目的 师兄们纷纷拦住了严守一的去路 还是张山立站出来 呵斥众弟子 干什么干什么 这里是龙虎山 你们这么一群大老爷们 拦住别人的去路 不知道的 还以为你们是强盗呢 都让开 有弟子小声道 可是万一他对助师弟不利 有我在这儿 你们怕什么 张山立志问道 有张山立这句话 众弟子自然不敢继续顶嘴了 纷纷让开路子 严守一感激地看了张山立一眼 然后来到朱飞凤身边 此时朱飞凤已经悠悠转醒 严守一拍了拍朱飞凤的肩膀 对不住了 刚才拿你做实验 做实验 朱飞凤不解道 严先生是什么意思 难道刚才不是我自己 激不如人输掉的吗 朱飞凤知道严守一的实力 打从一开始他就没想过能赢 现在也只是 觉得自己输得有点莫名其妙罢了 他根本没有过多怀疑 更不会猜想到 真正让他昏过去的人不是严守一 而是他最尊敬的老天师 严守一笑了笑 反正谢谢你就对了 我这里有几颗不错的丹药 你拿去养身体 等罗天大教结束以后 咱们还是朋友 从东王葫芦里 严守一拿出了老精炼制的丹药 送给了朱飞凤 要知道龙虎山也是会炼丹的 所以严守一在龙虎山弟子面前送丹药 多多少少让人觉得 有些班门弄斧了 那些师兄们正要说话 却发现严守一拿出的丹药 不论是橙色还是要香 都远超他们现在 所能拿得出的最好的丹药 所以他们立刻就乖乖闭嘴了 不得不说 这严守一做人虽然不厚道 但出手还挺阔绰 朱飞凤没想太多 也不知道那丹药的珍贵 十分自然地就收下了 不过也说了声谢谢 张山丽此时出声道 严守一 接下来就别做实验了 好好比试 小叔公教育的是 之后我会认真起来的 严守一冲着张山丽笑了笑 然后返回到自己的队伍里 有龙虎山弟子 在张山丽面前说道 堂主 严守一有什么真本事 张山丽收起笑容 斜眼看了这名弟子一眼 冷笑道 他本事不大 打你十个是绰绰有余 龙虎山弟子 朱飞凤挠了挠后脑勺 他到现在还没想起来 自己刚才到底是怎么晕过去的 严守一回到自己的队伍里时 龙飞城王极王老金三人 正和那群看不起 民间教派的家伙 隔空对骂 三个人六根中指 感觉都有点不够用 何希平无奈地说道 严守一 他们正在为你争气呢 咱们民间教派的气 得大家一起争 严守一笑道 希平 你是牛乙 一会儿就要上台了 慌不慌 其实严守一倒不担心龙飞城 这家伙靠耍阴招 就能进前三十二 他反倒担心何希平 何希平是戏法师 照理说是没什么战斗能力的 尤其是这种正大光明的鄙视 更是不让何希平占便宜 何希平微微摇头 道 你知道牛乙这个号码 代表什么吗 严守一一愣 代表什么 在天干地之里 已是第二 英文字母表里 第二是B 牛 B 何希平点点头 一会儿我让你看看 我有多牛B 原来骚 还是何希平骚啊 本以为何希平话少呢 没想到这家伙骚在骨子里 看来天下民间教派 都是同道中人 这话真没错 一旁的罗宁和赵义瑶 直翻白眼 接下来上场的 都是一些无关痛痒的小角色 虽然他们尽力地表现自己 但实力的天花板 注定了他们的比试 没什么看头 不过 这才是悬门年轻一辈的正常水平 天才之所以称之为天才 就是因为他们人数稀少 严守一观看了比试 最大的感受便是 这些大门派弟子 都是一群温室花朵 或许他们还没到需要下山历练的时候 但从他们的种种表现来看 其实和阿公他们 差得还是太远了 不仅仅是境界 更是战斗经验 临场发挥等等 看来民间教派是野孩子 也不全是坏处 几场比试过后 总算是轮到何希平这个场了 在大家的加油打气之下 何希平空着手走上万法踪弹 只见何希平昂首挺胸 气定神弦的站定以后 朗声道 在下民间教派戏法传人 何希平 对方是一名男弟子 长得十分俊俏 他饶有兴趣地打量着何希平 用细细的声音打道 物真派流浪 操 听着声音就知道是个小浪蹄子 龙飞成在台下吐槽道 怎么物真派的家伙 也敢来参加罗天大教 之前那位陷害严守一的伊和欢 就是物真派的 物真派名声极臭 都快沦落到邪魔外道去了 所以物真派的人出现在这儿 龙飞成大为不解 悬门中人不抵制物真派这种门派 反而对民间教派嗤之以鼻 这是什么操作 关于师太解释道 物真派名声不好 但说到底也是道家全真分支 他们想要参加罗天大教 按规矩是没人能拦着的 这个流浪该不会是个鸡老吧 真他妈受不了 王吉网浑身不自在 大喊道 希平 替我多打他两拳 谁知流浪立刻看向王吉网 冲着他舔了舔嘴唇 然后咬着下嘴唇说道 晚上来我房里 我让你打个够 操 王吉网差点就没忍住 要提刀上去砍人了 严守一和龙飞成拦着王吉网 安慰道 交给希平 交给希平 裁判道长也有点看不下去了 等其他的参赛弟子一站定 立即就宣布比试开始 头一回 观众们竟然都希望何希平能赢 毕竟民间教派也没有恶心谁 但这个流浪 着实把大家恶心到了 只不过 大家又对何希平没什么信心 毕竟何希平只是一个变戏法的 而流浪该说不说 毕竟是物贞派的弟子 实力摆在那 阿公 我放出三元 你也放出纸人 去周围看看 物贞派的人来了 依和欢说不定也在 咱们上次的账 是得找他好好算算 严守一说道 阿公点点头 翘无声息地放出了几只纸扎的小鸟 只是轻轻吹一口气 他们就飞到天上去了 严守一也从胯包里拿出了三元 三元新鲜地看着四周 却也没有忘记自己的任务 小眼睛仔细地观察着 而此时 台上的何希平终于出手了 台上 何希平忽然抖了抖袖子 手里多出了两条神线索 裁判道长也是眼尖 立刻提醒到 何希平 鄙视过程中不能使用法宝 何希平答道 我是戏法师 拿出点戏法装备出来 很合理吧 裁判道长 一时间有点拿不定主意 回头和龙虎山二长老商量了一下 说道 你的这些戏法装备 只能是普通物件 不能是法宝 当然是普通物件 请道长检查一番 何希平也十分自信 随手将神仙索扔到了裁判道长手中 裁判道长一阵检查 心里纳闷了 还真是普通物件 这普普通通的绳子 拿出来做什么 那流浪怕事轻松 就能将绳子给扯断了 这是普通绳子没错 还有其他的吗 裁判道长一边归还绳子 一边问道 何希平又抖了抖袖子 没想到他的袖子里 却是另有乾坤 叮令光朗地 掉出了一堆东西 什么唱戏用的旗子面具了 表演吹火用的吹火筒了 甚至还有两个绿油油的大西瓜 所有的东西 堆得比他人还高 让人根本想不通 他是怎么将这些东西 塞进袖子里 还能正常行走的 纵视对面的流浪 也是看得目瞪口呆 何希平说道 这些都是我们戏法师的物件 裁判也没办法 只能亲自下场 一件件检查 同时吐槽道 你带这么多没用的东西做什么 这可不是没用的东西 何希平笑道 即便我没有任何修为 这些普通物件 在我手里也能玩出花来 因为我们戏法师玩的是戏法 不是魔法 更不是仙法 只是纯粹用技巧 完成的表演而已 这些年来 戏法师也少有露面 所以 即便是龙虎山上的裁判道士 也对戏法师不太了解 他们只是听了一些传说而已 等到他们将所有的物件检查完 其他的三台比试 早就分出胜负了 裁判倒是说道 全都没问题 你赶紧开始吧 多谢道长 何希平大袖一挥 地上那堆积成山的小物件 竟然瞬间消失不见 好似被他收入袖中 光是这一手 就已经令观众大开眼界了 这民间教派 还真有两把刷子 你得说清楚了 那是戏法师有本事 不是严手艺有本事 对 民间教派是民间教派 严手艺是严手艺 这个何希平再厉害 也不妨碍咱们瞧不起严手艺 严手艺 罗宁笑道 看来你这体质 是天生拉仇恨的好手啊 台上 流浪调整了心态 要对何希平出手了 却见何希平 再次拿出神仙锁 用力地甩向天空 再次拴住了苍穹 两根神仙锁笔直入云霄 何希平轻松爬到了 十几米的高空 流浪见状 也想顺着神仙锁爬上去 对付何希平 但那神仙锁在何希平手里 就听话无比 到了流浪这儿 滑溜得好像泥丘似的 流浪根本爬不上去 他忍不住骂道 你以为你归缩在天上 我就拿你没办法了吗 何希平压根不搭理流浪 一手拽着神仙锁 竟被他拽来了一团小雷云 雷云直径不过十几米 连万法踪弹都没法覆盖住 但里头闷雷阵阵 却是吓人 流浪一脸猛逼 不是说这家伙只变戏法吗 只听何希平大喝一声 雷云里果然有闪电批出 倒是那流浪反应极快 一个翻身闪过了 紧接着 闪电仿佛是长了眼睛似的 尾随着流浪批了一路 愣是将万法踪弹的地面 给批得面目全非 众人在感叹何希平厉害之时 也没小瞧着流浪 毕竟何希平声势浩大 但流浪也毫发未损 流浪闪过了闪电 来到神仙锁下方 他两手抓着神仙锁 跳起来狠狠甩动 想要将何希平给甩下来 这一招的确有效 何希平很快就稳不住身形 从神仙锁上滑了下来 他刚刚落地 不等流浪出手 便张口吐出了熊熊烈火 流浪一个躲闪不及 脑袋上着了火 吓得他赶紧后退 不停地拍打天灵盖 才勉强灭了火 烈火之后 何希平手持吹火筒 腮帮子鼓起 看样子嘴里全都是火龙油 再喷个四五口 是没什么问题 流浪心有戒备 不敢再次靠近 何希平却张口就吐 流浪大惊失色 结果 这回何希平吐出来的 不是火球 而是单纯的唾沫 正好落在流浪的眉心上 流浪几乎抓狂 我要杀了你 他大吼一声 浑身被真气覆盖 身子一闪 就来到何希平的身后 何希平没能反应过来 将自己的后背 完全暴露在流浪的面前 流浪喜出望外 一手做刀 直接劈在何希平的后颈 令人没想到的是 这一手刀尽锋力无比 直接将何希平的脑袋 给砍了下来 这 就连流浪自己都没有料到 会是这个结果 何希平的脑袋滚落在地 身体也无力地跪下了 观众纷纷惊呼 这可是本次 罗天大叫头一回 出现死人的事件 就连裁判道长 也纷纷下场 准备控制住流浪 检查情况 然而 就在所有人 都没反应过来之时 何希平的身体 忽然又涨 出了一个脑袋 他迅速起身 扣住了流浪的脖子 然后用神仙锁 将他五花大绑 速度之快 让流浪根本来不及反应 等他回过神来之时 竟还被何希平 多扇了俩耳光 这 这是什么情况 裁判道长都梦了 大家定睛再往地上一看 地上的那脑袋 根本不是脑袋 而是何希平之前 从袖子里拿出来的大西瓜 你们所看到的 未必是真的 何希平微笑着说道 众人面面相去 许久才缓过神来 他们感觉自己 观看的不是一场比试 而是一场表演 一场戏法师的表演 何希平欺骗了 所有人的眼睛 短暂的沉默过后 场下爆发出了 热烈的喝彩声 厉害啊 这民间教派 确实不俗 这个何希平 赢得了我们的尊重 但不妨碍咱们 骂严手一 严手一 流浪几次挣扎 都无济于事 他恶狠狠地 对何希平说道 我不服 你怎么不服 何希平问 你这不是戏法 分明是幻术 你搞清楚了 戏法是真的 而幻术是假的 流浪咬牙道 你怎么能证明 你的戏法是真的 何希平看了看四周 示意裁判道长 退到场外 同台的另外三名对手 顿时如坐针毡 看样子 何希平要对他们出手了 只见何希平 像是拉动电灯开关似的 伸手拽了拽 那拴着雷云的神仙索 雷云以极快的速度 降下三道天雷 这速度 比刚才攻击流浪的时候 要快上数倍 那三名对手 完全没来得及反应 便被天雷击中 浑身抽搐地晕了过去 流浪瞪大了双眼 何希平淡淡地说道 这回是真的了 众人看着 大气不敢喘一下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 他们绝不敢相信 戏法师有如此本事 就连严守一他们 也是十分惊讶意外 真没想到 希平竟然这么厉害 阿公忍不住感慨 严守一说道 说来也是 上回咱们遇到的 可是储良 那家伙放在龙虎山也是 能有排名的 希平对付不了储良 但对付流浪这种货色 肯定是绰绰有余 关于失态道 悬门中人 遗忘民间教派太久了 这次是该让他们开开眼了 在众人的热切目光中 何希平轻松迎下鄙视 惬意地走下万法踪坛 王吉网激动道 希平 刚才真是好样的 我看到了 你悄悄扇了 那流浪的耳光 哈哈哈哈 解气 何希平小声道 其实是二十个耳光 只是我手速太快 你们看不清而已 现在那流浪没什么感觉 但几个小时之后 他的脸就会红肿溃烂 没个半年是 好不了了 众人 龙飞成道 这是得单身多少年 才能拥有的手速啊 反正我这辈子 是望尘莫及了 但不得不说 何希平当真 刷新了大家对他的印象 不仅仅只是实力方面 何希平的一系列骚操作 让大家领悟到 这家伙才是隐藏在他们当中 最大的逼亡啊 自何希平之后 其余人也一次登台亮相 两百多号人马 大大小小地打了一百多场 终于是筛选掉了 八分之七的混子选手 32名参赛弟子脱颖而出 光是选出这32强 便是从早上打到太阳落山 令人惊讶的是 这32强当中 竟有七名来自民间教派 也就是说 包括颜首一在内 他们一行七人 竟然全部都进入了32强 起初 大家并没有放在心上 但当32强名单 被公示出来的时候 大家才发现端倪 什么情况 32强里竟然有 七名民间教派传人 我发现好几个大派 竟然连32强都没进 这下丢人丢大了 是啊 他们嘲讽颜首一也就算了 可是连颜首一都进32强了 他们自家却没一人进32强 这简直是天大的笑话 听说那些没能进32强的门派 纷纷痛定思痛 决定这次回去之后 对门中弟子进行魔鬼训练 争取在下一次罗天大叫 将面子给挣回来 操 我就是你们口中的那些门派 我运气不好 遇到了赵丞相 输掉了鄙视 本来只是倒霉点 师父们都能理解 现在好了 因为颜首一的缘故 我们所有人回山以后 直接要面壁三个月都怪那颜首一 我也是 我与颜首一不共戴天 兄弟们 到时候下了龙虎山 大家一起把颜首一绑起来揍一段 算我一个 可是他身边那些民间教派的家伙 确实挺厉害的 咱们打得过吗 众人陷入了沉默 颜首一在无意之间 又吸引了一波仇恨 搞得他如今走在龙虎山的路上 总觉得有一些不怀好意的眼神 在盯着自己 好像随时就会有人 从某个角落里冲出来 捅他一刀似的 要说这海选有水分 颜首一也认为是有的 因为龙虎山这家伙 就走了狗屎运 还真就不战而胜了 龙虎山上台的时候 对手赛前紧张去上厕所 一不小心掉毛坑里了 之后浑身臭轰轰的 冥死也不上台比试 所以龙虎山就不战而胜了 后来的四人角逐 另外三人虽然赢下第一局 但都身受重伤 没有再战之力 于是 龙虎山又什么也没做 就这么进了三十二强 就连那裁判道长 都忍不住说龙虎山 今日是福星高照 此时 大家已经结束了 全部的比试 结伴往住处走去 老金勾搭着龙虎山的肩膀 猥琐地笑道 小龙 你就坦白了吧 是不是你悄悄地跟踪对手 然后把对手 推进毛坑里的 怎么可能 我是那种人吗 龙虎山怒道 众人望着龙虎山 默默地点了点头 龙虎山严肃地解释道 第一 我想不到这么好的办法 第二 我要是真这么做了 肯定会特别自豪地告诉你们 合着你还真觉得挺自豪是吧 严守一无奈道 现在整个龙虎山 除了他严守一以外 就属龙非城的名声最臭了 如果评出32强里最弱的两人 严守一估计会排第二 龙非城妥妥地排第一 除了龙非城之外 其他人的胜出 都是在严守一意料之内的 当民间教派传人各显神通之时 就连那些名门大派的弟子 也忍不住喝彩 最后还是被自家门派 长辈呵斥 才平息下来 民间教派虽然赚足了人气 但其他的32强弟子也毫不逊色 尤其是武当山的赵丞相 这家伙的确有几分实力 张山通道 那个赵丞相倒也不弱 出手干脆 三两下便将对手全部解决 可以看出 他的实力是高出正常水平一大截的 对比咱们呢 王吉网问 张山通想了想 若是赵丞相对上你 你们二人三七分 他七 你三 王吉网一阵不服 他好歹也走了这么多年的江湖 输给强者他福气 但输给温室里的花朵 他可就不服了 不过比起赵丞相 我倒是更好奇 32强里的龙虎山弟子们 严守一说道 林小小很快就明白严守一的意思 严大哥是好奇 那两名确定了的龙虎密文拥有者 对 罗宁道 老天是真是只老狐狸 竟然让那些有潜力的龙虎山弟子 全都戴着面具上场 这样 大家就分不清那些弟子的身份 无法确定 谁才是龙虎密文的拥有者了 这本是不允许的 但考虑到这次情况特殊 大家也都能理解 关于师太说道 龙虎山弟子 有不少是天众之姿 自打他们上山起 就被各大门派悄悄关注 如果他们以真面目参赛 各大门派很容易就能通过 目前手里掌握的资料 推断出 谁最有可能拥有龙虎密文 然后想方设法地针对 天师之位是真的很重要啊 严守一叹了口气 龙虎山自张印以后 已经是百年道统了 其他门派想必十分眼红 早就想从龙虎山那儿 夺走道统之名了 想要夺走道统的名号 只有两种办法 要么熟悉老天师的行事风格 再找机会争夺 要么扶持新天师上位 趁着新天师根基不稳 趁乱夺取 所以对各大门派而言 谁是下一任天师 就尤为重要了 如果未来的发展 和他们预料中的不同 肯定会有很多人不开心 他们不开心的后果 可是很麻烦的 这次上龙虎山 对严守一而言 也是有诸多顾虑 抛开龙虎山内部的问题不谈 严守一他们心里 还藏着一件大事 新玄山派的那帮疯子 可是要趁着罗天大叫之时 来杀老天师呢 心里揣着事 严守一也觉得不踏实 所以在跟着大家 回到院子后没多久 严守一便独自走了出来 前往天师殿想 单独见见老天师 去天师殿的路 他已经记熟了 所以没多久 就来到熟悉的小巷 没想到 地上还是那么多落叶 玉顺小道士 正抱着扫把 坐在路边呼呼大睡 严守一笑着走上前 摇了摇玉顺的肩膀 把玉顺晃醒了以后问道 你要是再这么偷懒 下回张思水再找你麻烦 我可都没理由帮忙了 玉顺道士打了个哈欠 问道 罗天大教比试结果如何 我进了三十二强 严守一答道 应该的 玉顺一点都不惊讶 他站起身来伸了个懒腰 说道 天师不在殿内 你可能要走空了 那老天师何时能回来 玉顺道士道 这个时间 天师习惯在藏经阁里练字 不过大约一刻钟以后 他就能回来了 你要是愿意等 正好咱们能闲聊几句 那就等吧 严守一和玉顺 在天师殿后门的台阶上坐下 他笑道 本以为龙虎山的规矩会很多 看你倒是蛮惬意的 龙虎山规矩是蛮多的 但我已经被骂习惯了 所以就不在乎了 玉顺不像严守一那样坐着 而是直接在阶梯上横躺下来 嘴里还悠闲地叼着跟小树枝 严守一忽然觉得 这个玉顺小道士 竟有几分先家风范 慵懒惬意当中 却带着几分的潇洒 这种潇洒是他都没法表现出来的 于是他也捡了根小树枝 学着玉顺的模样躺着 躺平的感觉真好啊 严守一感慨道 玉顺悠悠地恩了一声 其他弟子都瞧不起 我们民间教派 怎么你好像没这种感觉 严守一忍不住问 玉顺答道 一是因为你的确厉害 二则是因为我们门派修行 你们民间教派行事 这修行和行事 本来就不能混为一谈 有什么可瞧不起的 你才入龙虎山不久 看得倒是很开吗 严守一笑道 二人在天师殿外看了一阵晚霞 严守一忽然理解 为什么玉顺的性格如此躺平了 因为这龙虎山的夕阳 实在是太美了 美得让人可以忘乎一切 就想躺在这发呆 就算挨骂也都值得 等到严守一回过神来之时 阶梯 张四水沉着脸看着二人 怒斥道 天师殿外四仰八叉地躺着 你们俩成何体统 还不赶紧爬起来 严守一还有点不好意思 连忙爬起来 又想起嘴里还叼着小树枝 赶紧吐出来扔了 而玉顺却已经完全躺平了 就算张四水上前扇他俩耳光 这货估计都不带起来的 还是老天师开口才管用 起来吧 别让严守一看笑话了 玉顺极不情愿地爬起来 却没有丢掉嘴里的小树枝 他一声不吭地爬到阶梯上 去开天师殿的门 老天师则是对严守一笑道 请便说吧 张四水本也想跟进去 但老天师却故意顿了顿脚步 挡住了张四水的去路 张四水只能拾去地亭下脚步 只不在天师殿外 严守一跟着老天师 再次走进天师殿 二人走进后 玉顺开始关门 神奇的是 玉顺并没有出去 而是也留在了天师殿内 严守一心想到 连张四水都没能进天师殿 玉顺却当自家后院式的 进进出出 难怪要挨张四水的骂 只见老天师在天师椅上坐定 浮沉轻轻一甩 搭在了胳膊上 随后冷笑一声 你是不是以为 我要让你当天师这事 是在开玩笑 严守一 玉顺小道士还在呢 老天师您这么说 真的不怕传出去败坏名声吗 严守一看了一眼玉顺 心里在想 这事要不要让玉顺回避一下 老天师却说道 玉顺是我贴身小道童 嘴巴沿得很 你有神妖事 但说无妨 既然老天师都这么说了 严守一也就没了顾忌 他苦笑着说道 为什么是我呀 你拥有龙虎密纹 不是你还能是谁 龙虎山不是还有另外两位吗 他们不行 至少在我这儿还不行 严守一无奈 只能拉玉顺入伙 玉顺 你说说看 老天师让我一个外人当天师 这合理吗 玉顺点点头 确实不合理 那 严守一摊开双手 老天师 您这样胡闹 到时候不能服众啊 老天师却直接耍起了无赖 老夫不管 严守一 好一个老夫不管 以老卖老和臭不要脸 这两个精神 被您老发挥得淋漓尽致 经过今天白天的事情 严守一已经知道老天师的态度了 所以 接下来的比试 他会尽力而为 今晚之所以来找老天师 也不是为了吵这个的 他不想多费口舌 于是话风一转 老天师 有人要杀你 老天师眯起眼睛 丝毫不觉得这话题转变得有多快 哦 何方神圣 新玄山派 严守一道 玄山派最初是我爸他们一伙人创立的 后来我爸进了监狱 就玄山派分崩离析 而新玄山派趁势而起 他们的领头人是个戏子 据说曾经上龙虎山找过宁 为求破解死劫之法 但并无收获 之后 他销声匿迹 在出江湖之时 却已经成功度过命劫 如今 他笼络民间教派传人 与各大门派的叛逃弟子 成立新玄山派 在民间四处掠杀同门 散播所谓顺天而行的思想 前不久 我们抓住了一名新玄山派 核心成员 从他身上搜到了一封密信 信中只写着一句话 清明龙虎 螺天大叫 斩杀天师 成就无上悬山 说着 严守一奉上了密信 让老天师过目 一旁的玉顺守着门 面无表情 但眼神里 却有几分关心 老天师看完了密信 沉默不语 似乎陷入了回忆 大约一盏茶的功夫 老天师才说到 确实有这么一号人物 您还记得他 当然记得 唱大戏的李跟苗吗 严守一一愣 跟苗 这么厉害的人物 名字近起得这么老土 越土越好养活 农村里叫狗蛋的还少吗 老天师笑道 李跟苗 严守一将这个名字 记在心里 忍不住又问起更多 有关于李跟苗的事情 老天师徐徐说道 李跟苗 也是你们民间教派的传人 之所以喊他戏子 是因为他是 挪挪鬼戏的传人 挪鬼戏 严守一重复着这三个字 脑子里也慢慢涌现出了 小时候 爷爷对他提起的 挪鬼戏的故事 传说中 鬼挪戏是远古人类 为了消除灾难 危难 而研究出的一种巫术活动 流传在湘西眉山地区 实际上 鬼挪戏并不是一个戏班子在场 而是只能有一个人 听鬼挪戏的人 也不是活人 而是死人 鬼挪戏不在繁华的地方唱 只在深山老林里 简单地搭建一个草台子 鬼戏子就上去唱 这一唱 就能从他天黑唱到天亮 方圆百里的孤魂野鬼 全都会被他的戏腔吸引而去 乖乖地坐在台下 听鬼戏子唱戏 一方戏罢 鬼戏子会向孤魂野鬼们 索要好处 孤魂野鬼们 可以用生前财物 不为人知的秘密 甚至是后人的福禄兽 当作赏钱 送给鬼戏子 鬼戏子高兴了 再唱一首 然后送这些孤魂野鬼 去极乐世界 要是没讨到好处 鬼戏子生气了 就唱一曲 扛眉山 那些孤魂野鬼 听了一个个心惊胆战 一曲唱罢 甚至能叫他们魂飞魄散 所以 鬼戏子既是黄泉的百度人 也是黄泉的拦路强盗 他们的名声 毁育参半 由于鬼挪戏的特殊性 导致每一个鬼戏子的命运 也是无比的悲惨 甚至要比严守一 这样的鲁班传人 还要凄惨 他们出生便是天生残疾 小时候会连受重病 几次显向还生 等到稍微长大一些 鬼戏子师父就会找上门 花一点小钱 或者干脆出手抢夺 把看中的弟子给抢走 大多数情况下 丢了孩子的父母 都不会去寻找 他们只会觉得松一口气 甚至宁愿不要钱 都要把这丧门心孩子给送走 而被鬼戏子师父带走的孩子 先要割掉他们的脸面 这样可以方便 佩戴唱鬼挪戏的面具 而后还要破坏他们的声带 把弟子的声音 变得无比难听尖锐 之后便让弟子每天 对着哭警练鬼挪戏 那种诡异的唱腔 普通人若是听到了 只会觉得难听恶心 听久了 甚至会觉得心慌想吐 但偏偏鬼 就喜欢听这种戏腔 什么时候 人家的蛇虫鼠蚁都忍受不了 逃出洞穴的时候 这就算是成了第一步 紧接着 鬼戏子师父会带着徒弟 去一些荒坟或者乱葬岗 给他们开小灶 用那里的孤魂野鬼练练胆 开开枪 有时候 那些孤魂野鬼听得不开心了 张牙舞爪要吃掉弟子 鬼戏子师父也不拦着 因为鬼挪戏很看重天赋 如果天赋不够 被鬼吃了也要认命 这一来二去 鬼挪戏就十分难以传承 他们这一教派 甚至比鲁班教还要更早销声匿迹 如此严苛的传承条件 即便不经历战乱和科技进步 也会被历史淘汰 严守一也是在小时候 听爷爷简单地提过一次鬼挪戏 即便他跟着爷爷行走江湖多年 也从未真的见到过鬼挪戏 没想到那星玄山派的老大 竟然是一名鬼挪戏的传人 李根苗 这名字听着就是个贱民 也配他悲惨的前半生 李根苗 为何要杀您 严守一问 老天师闭着眼睛 淡淡地说道 兴许是因为我以前没帮他 这么说 您也不知道为什么 严守一急道 如果那密信没骗人的话 搞不好此刻 星玄山派的人 已经潜入龙虎山了 您应该尽快做好准备 应对这些疯子才是 知道了 老天师点点头 见老天师反应如此淡然 严守一还以为是他眼界太高 根本看不上李根苗这帮乌合之众 但能说的话 严守一都已经说了 老天师不放在心上 他也没有办法 于是 严守一皱着眉头 犹豫了一阵 最终抱拳说道 老天师 我已经人之一尽 若是真有 新玄山派的家伙杀进来 到时候 我与我的朋友们 也会尽量 在龙虎山流到最后 也请您自己多保重 说到底 严守一和老天师 非亲非故 甚至老天师 还一手创建了 反言仇联盟聊天群 严守一能做到这些 的确是人之一尽了 老天师睁开眼 笑道 你好好争夺天师之位 即便我死了 又何妨 我 严守一不解道 您为何如此看中我 不是看中你 是看中龙虎山 老天师说着 还不经意地看了于露明一眼 于露明总算有一点表情了 他的眉头皱得很紧 严守一叹了口气 抱拳告退 走出了天师殿 于露明迟疑了一下 上前关上门 然后对老天师说道 您该有所防范 龙虎山这么多人呢 不会有事的 老天师不在意道 严守一忧心忡忡地 走出天师殿 看到守在外头的张四水 张四水好奇 严守一与老天师 说了些什么 但又放不下身段开口问 只是站在严守一 离开的必经之路上 等待着严守一 主动开口打招呼 谁承想 心事忡忡的严守一 压根没兴趣 和张四水多说半句话 直接无视了他的存在 宁愿绕路 也不往张四水的方向走 张四水顿时绷不住了 严守一 你可知李树 山野村夫 不知李树 严守一头也不回地回答 直接让张四水噎住了 是您整天骂我是野人的 野人不懂李树 不是很正常 张四水吃了哑巴亏 也没办法再刁难严守一了 只能眼睁睁地 看着这家伙离开 最后 他无奈地嘀咕道 就这么一个破小子 哪点值得我那宝贝徒儿喜欢了 聂元 真是聂元啊 一夜无事 第二天晨时 众人再次汇聚在万法宗坛 罗天大教一共三天期限 第一天进行了海选 这第二天便要加快速度 直接从三十二强中选出前二名 让他们休息一晚 养精蓄锐以后 在第三天进行最后绝逐 所以 今天要打的价 有很多 从三十二进十六 十六进八 八进四 四进二 足足要打四轮 一共三十场 为了迎接这高强度的比试 各门各派也都准备好了各种丹药 给参赛弟子服用 尽量让他们不至于因为受伤原因 而无法再前进一步 为此 老金也做了准备 他给严首一的东王葫芦里 塞满了丹药 随时可以拿出来给大家服用 倒是唯独严首一 不需要这些 因为他是天煞失魁 林子彤还没到吗 大家才站定 罗宁就问严首一 严首一叹了口气 我昨天与他打过电话了 最近是雨季 前来龙虎山的路上 出现了塌方 埋了不少人 他留在那救人 耽搁了一点时间 不过 最迟下午也会赶到了 罗宁笑道 总算不用我监视你了 我还需要监视吗 严首一怒道 我与你说话的次数 都比与赵逸瑶说话的次数多 严首一正要为自己的名声证明 那熟悉的铜锣声再次响起 众人的注意力都被吸引了过去 龙虎山二长老再次站出来 对大家宣布道 今日进行四轮比试 将从32人当中 选出最终两人 请各位做好准备 前来抽签 还是熟悉的抽签方式 严首一拿到的是胡饼 他环顾了四周 乍一眼并没有看到 另一个胡饼在哪里 却在这时 龙非诚哀嚎一声 完了 BBQ了 这还比个啥呀 众人凑近一看 只见龙非诚手里拿着的 正是鼠甲号码牌 证明他要第一个上场 第一个上场倒不是问题 问题在于 另一个鼠甲号码牌 在武当山大师兄赵丞相的手里 如果说运气也终有尽头的话 龙非诚的运气 此时便是走到尽头了 之前两次不诈而胜 龙非诚连出手的机会都没有 结果这回 就遇到了武当山赵丞相 这赵丞相虽然装逼 但实力还是摆在那儿的 据说武当山年轻一辈 即便入门比赵丞相早 如今也会尊称他一生大师兄 不是因为别的 就只是因为 这赵丞相天赋一柄 实力超群 已经是大家心目中 内定的下一任武当掌门 龙非诚遇到赵丞相 可以说是半点机会都没有 完了完了完了 龙非诚懊恼无比 又看向王吉网 王哥 要不咱俩换一换牌子 王吉网哭笑不得 你当那些裁判道士 是瞎子吗 哎 龙非诚惋惜道 看来这次 我要无缘冠军了 众人无语 林小小道 你想夺冠 除非给全山的人下药 林小小倒是提醒龙非诚了 他眼睛一亮 问老金 老金 昨天不是说 有那种无色无味的歇药吗 给我来点 你还真想给赵丞相下药啊 老金说着 就拿出了一个小葫芦 关于失态 连忙将老金拦下 别坏了规矩 民间教派本就不被大家欢迎 若是被发现 你们用一些手段迎下鄙视 以后民间教派 就更别想参加罗天大教了 也是 咱们是该爱惜自己的羽毛 老金收起了葫芦 龙非诚喊道 可我又不是民间教派的人 说得也对啊 拿你拿走吧 老金又将葫芦给掏了出来 严守一哭笑不得 老金 别反复横跳了 投机取巧终究不是办法 小龙 这段时间 我教了你不少本事 不论如何 你与赵丞相过过招 输赢都是一种历练 说得轻巧 一会儿挨揍的人 又不是你们 龙非诚忧愿地说道 大家也来不及给龙非诚出主意了 因为另一边的赵丞相 已经登上了万法宗坛 赵丞相俨然已经把自己 当作龙虎密文拥有者了 形式做派 甚至隐隐要学着老天师的模样 其他人看着觉得赵丞相颇有风范 但严守一等人 看着只觉得赵丞相是个真小人 龙非诚气不过 咬牙道 他妈的 我这就上去 戳穿赵丞相的丑陋嘴脸 说着 龙非诚跑上万法宗坛 比起赵丞相那 假装出来的仙人风范 龙非诚则是事快到了极点 爬上万法宗坛的他 觉得屁股加裤子了 还伸手掏了掏 赵丞相一眼认出 龙非诚是和严守一一伙的 便嘲笑道 我期待了一晚 没想到今日遇到的第一个对手 竟然是你 真是令人失望 少他妈装逼了 你这个冒牌货 龙非诚对赵丞相竖了根终止 我言歌才是真正的龙虎密文传人 此言一出 观众哄堂大笑 压根没人相信龙非诚的话 不仅如此 武当山的弟子们 还对着严守一等人一阵挑衅 赵丞相故作清高 不与龙非诚计较 实则心中已经做好打算 一会儿出手便要 让龙非诚领教到他的厉害 让他吃点苦头 这时 龙虎山二长老喊道 两件事 第一 为节省时间 一如昨天 将万法宗坛一分为四 四场比试同台进行 第二 从本轮比试开始 大家可以使用 我们龙虎山提供的反兵铁器 考虑到有些门派弟子 从小练剑 只有手持利剑 才能发挥正常实力水平 为了不影响大家的实力发挥 龙虎山才修改了比试规则 同时 二长老又喊了 值得一提的是 另外三组中 也有严守一的熟人 正是叶南飞和常山 好在他们并没有 被分到同一组 待所有参赛弟子站定 台上一共有八人 各自挑选了兵器 赵丞相傲娇无比 竟然两手空空 他觉得 对付龙非诚这种小角色 但凡拿兵器 都是对自己的侮辱 而龙非诚 为了胜算大一点 从兵器架上 挑选了一柄 衬手的铁剑 外形和采尾剑 倒有点像 裁判道长提醒道 刀剑无眼 还请大家手下留情 点到为止 说完 裁判道长 重重地敲响铜锣 宣布比试正式开始 铜锣声还没有消失 龙非诚就已经大喊着 冲向赵丞相 那赵丞相 站在原地不屑一笑 等到龙非诚冲到面前 一剑劈向他时 赵丞相才一动脚步 躲过了龙非诚这一剑 随后 赵丞相抓住了龙非诚的手腕 先是将他往身后一拽 又是一掌拍在龙非诚的胸口上 顿时将龙非诚震退好几步 龙非诚捂着胸口 疼得呲牙咧嘴 他不明白 赵丞相动作轻飘飘地 看起来柔弱无力 为什么打在身上却这么疼 任他距离来打我 牵动四两拨千斤 这赵丞相用的是太极拳 冠云师太轻声说道 男尊武当之说 武当山的太极拳 八卦掌 以及太极剑法 都是十分强悍的招数 且武当山十分注重门派绝技 这么多年从未外泄过 就连严守义的鲁班书中 都没有记载半点有关武当山的招数 外人想要研究 更是难上加难 这个赵丞相 的确有两把刷子 张山通也给出了极高的评价 要知道 张山通这个小老头 可不随意夸人的 那小龙不是输定了 何希平担心道 众人纷纷看向何希平 一口同声地说道 就算赵丞相不会太极拳 小龙也不是他的对手 何希平干咳几声 他才加入严守义他们不久 对龙飞城的实力 还没有清楚地认知 再加上龙飞城经常吹牛 干扰了何希平对他的判断 才导致何希平产生了龙飞城 能与赵丞相一战的错觉 严守义道 但小龙终归是咱们的人 所以不妨碍咱们 给他加油打气 小龙加油啊 众人一起喊道 万法宗坛上的龙飞城 一阵头疼 别喊这么大声啊 搞得我下不来台 想认输都不好意思了 他咬了咬牙 心里给自己定了一个小目标 若是下一个回合 自己还是 没法从赵丞相那儿 讨到好处 就干脆一点直接认输 能屈能伸 才是男子汉大丈夫 哼 一个废物也配合我当对手 赵丞相对龙飞城十分不屑 若要让他在此时 给最讨厌的人排个名 严守一排第一 这龙飞城就要排第二 两个无能之辈 走了狗屎运 才闯入三十二强 还不知好歹 要与我赵丞相作对 要不是此地是龙虎山 这么多双眼睛看着 我非杀了你俩不可 赵狗子 看见 龙飞城突然给赵丞相 起了个外号 赵丞相气得蹊跷声言 他正要冲杀 却忽然脚下一滑 竟然在众目睽睽之下 摔了个狗吃屎 什么情况 观众纷纷惊呼 这赵丞相再怎么不小心 也不可能在 比试过程中摔倒啊 而且摔得还如此狼狈 一身白衣都摔得 满身是灰 门牙刻在地上 都冒出火星子了 颜哥 要说厉害 还是咱们鲁班秘书厉害 龙飞城一边向赵丞相跑 一边兴奋地喊道 避摔交数 老金忧愿地说道 这一招我也领教过 鲁班书里 虽然记载了百家之所长 但鲁班自家的招数也不少 尤其是这种捉弄人的小把戏 抓一把地上的沙土 稍微湿皱 就能让被湿术者摔跤 偏偏正是这种小把戏 在这种重要的场合起了作用 赵丞相日房夜房 也没想到龙飞城会使出这种手段 没等赵丞相回过神来 龙飞城就竟冲到他的面前 他没有选择攻击最脆弱的脑袋 反而是一招龙着手 抓住了赵丞相的致命弱点 啊 赵丞相发出一阵惨绝人寰的叫声 这声音 让在场的男观众都忍不住打了个寒战 太狠啊 大师兄以后该不会废了吧 鹰 应该不会吧 龙虎山金丹庙要有不少 多半能让大师兄重整雄风 那叫龙飞城的小子也太狠了 赵丞相挺住啊 别让这种小人进入下一轮 赵丞相顶住了巨大的痛苦 颤抖着身体爬了起来 龙飞城见识不妙 又加大了力度 停 停手 再用力 我就真废了 赵丞相实在是扛不住 求饶起来 裁判道长也看不下去了 出声制止道 龙飞城赶紧松手 不准再攻击这些部位 龙飞城好不容易抓住赵丞相的把柄 现在让他松手 多少有些不甘心 不过规矩就是规矩 连裁判道长都开口了 他再坚持下去 可是要被逐出龙虎山的 于是 龙飞城很干脆地松开了手 赵丞相松了口气 额头上痘大的汗珠都滴下来了 随后他双目圆瞪 杀意浮现 今日就算是拼着违规 也要砍着龙飞城一剑 于是 赵丞相刹那间 从龙飞城手里夺过铁剑 刚要举剑砍他 却见龙飞城高举双手 边跑边喊 我认输 我认输了 你要是再动手 你就是违规了 这么多双眼睛 在这看着呢 你 赵丞相怒火中烧 手里的剑举了半天 愣是没法再砍下去了 他这次来罗天大叫 可是为了夺冠的 为了报复一个小小的龙飞城 实在是不划算 可这龙飞城也太贱了 得了好处立马认输 愣是让赵丞相 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 刚才抓鸡之仇 都没机会报了 和赵丞相不同 龙飞城压根没想过 自己能在罗天大叫上走多远 在他看来 刚才帮助严守 一出了一口恶气 自己就算是圆满了 所以他一身轻松 甚至走起路来 都一蹦一跳的 开开心心地 跑下万法踪弹 瞧他那嬉皮笑脸的模样 不知道的 还以为赢的人是龙飞城呢 裁判倒是也很无语 但既然龙飞城都认输了 他也只能宣布结果 赎甲胜出者为武当山赵丞相 赵丞相一气之下丢掉了铁剑 咬牙切齿地走下台 走下台时的脚步还略显虚浮 差点又摔了一跤 可见龙飞城刚才使了多大的劲 也多亏赵丞相修为够深 否则今日怕是要上演一场鸡飞蛋打 龙飞城下了台 回到严守一等人的面前 吐槽道 那赵丞相修为太高 愣是练出了一对铁篮子 太他妈硬了 老金猥琐地笑道 他只打了你一掌 你差点断了他的子孙 这一局你赢妈了呀 是吧 哈哈哈哈 龙飞城哈哈大笑 其他的男生也发出了认同的笑声 只有罗宁 赵义瑶 林小小三名女生 感觉有点不好意思 不过有一说一 看到赵丞相倒霉 就算是这三位女生 也觉得心里很爽 爽归爽 还是要小心武当山的报复 阿公提醒大家 让他们来呗 台上我单打独斗 斗不过那赵丞相 台下我有你们这群好兄弟 还怕他不成 龙飞城还不忘对张山通喊了一声 是吧 亲爷爷 张山通哼哼一笑 只要不是武当山掌门亲自找上门 一百个赵丞相过来也是找死 这不就得了 龙飞城彻底放下心来 严守一这群人 当真是输了比赢了还开心 龙飞城和赵丞相 奋出胜负后没多久 燕南飞和常山也相继胜出 他们运气不错 遇到的对手都不是特别难对付 下一轮 林晓晓 罗宁 王极网 何希平四人同时登台 好在他们都没有遇到自家人 罗宁和王极网轻松胜出 林晓晓显胜 而何希平则是出乎所有人意料地输了 赢了何希平的是一名龙虎山的弟子 看身形颇为年轻 只可惜戴着面具 看不出容貌 民间教派当中 本是何希平最被大家看好 他那一首戏法出神入化 虚虚实实 令人捉摸不透 上回那流浪 愣是什么都没弄明白 就输在了何希平的手中 然而这一次 何希平遇到龙虎山的道士 那倒是任凭何希平如何变换 他自微然不动 最后只出了一件 就将何希平送到了场外 轻松获胜 这一招 格外惊艳 大家纷纷猜测 这小道士的身份 再下一轮 阿公也登台了 严守一一行人当中 就只剩拿到牛甲的赵一瑶 与拿到牛饼的严守一 还未登场 其他人都已经打过了 值得一提的是 在这一轮中 严守一他们 见到了一位老熟人 物贞派 一和欢 还真是那骚娘妈 龙非诚不悦道 他还活着呢 赵一瑶眯着眼睛 打量着一和欢 就是他害死了我哥 你不是不在乎 申田一郎吗 严守一问 申田一郎 与我同父一母 且从小就看不起我 我和他虽然有一半的 血是相同的 但却是水火不容 他死了就死了 只不过 赵家一向团结 也不容许给别人当刀使 赵一瑶难得认真起来 看样子 很想亲自与一和欢动一次手 半个小时不到 第三轮比试的结果也出来了 阿公 一和欢都晋级了 一同晋级的 还有两名不知名的女道士 此时观众们都按耐不住了 十六强的席位 已经有了十二 而这十二人当中 竟又已经有三个人 是民间教派的人 分别是阿公 王极网和罗宁 这可是四分之一的概率啊 要知道 罗天大教可是代表着 如今道门年轻一代 最强的实力水平 能被各家师门带来参赛的 就已经是人中龙凤了 结果这十二个人中龙凤里 竟还有三个 是他们瞧不起的野人 是没有优越环境 在江湖上漂泊的民间教派 这让那些名门大派 情何以堪啊 于是乎 最后一轮才刚开始 场下的人就已经义愤填膺 他们一看到严守一上台了 立即高呼起来 要求严守一的对手 一定要将严守一 狠狠地踩在脚下 不能再让民间教派 占据十二强的席位了 严守一和赵一瑶 走上万法宗坛 听到下方人的嘘声 赵一瑶当即就忍不住 大骂回去 她本来就是东北女汉子 嘴巴快起来 就和机关枪似的 骂人一个脏字都不带的 却是能把人祖宗十八代 全都问候一遍 更可怕的是 她仅凭一人之力 就骂得场下几百名观众 说不出话来 这战力也算是龙虎山一绝了 这帮别独子玩意儿 骂得老娘口都干了 严守一 去拿瓶水给我 赵一瑶干着嗓子说道 严守一回过神来 笑嘻嘻地去给赵一瑶拿水了 也不管谁是主谁是仆 能炒赢就是老大 拿水回来以后 裁判道长呵斥他们 不准再吵架了 要不是严守一拦着 只怕赵一瑶连裁判道长 都要骂一顿 等到再次在万法宗坛上站定 严守一才开始观察对手 这名对手 有意思了 他身穿深蓝色长袍 手持一面鹅毛扇 鹅毛扇轻摇 颇有点高手风范 昆仑山 燕家的人 严守一笑问道 燕南飞是你什么人 堂弟 对方答道 所以 你的名字是 燕姑潮 严守一记住了这个名字 这位燕姑潮的气势 看着可比燕南飞要凌厉不少 估摸着是个狠人 台下燕家和寒山寺的人 开始为燕姑潮加油打气 好不容易让自家后辈 遇到了严守一 可得好好出口恶气才行 燕姑潮 替我们好好收拾严守一 台下有声音大喊 比起之前遇到的那些小喽啰 这个燕姑潮光是从气势上 就足够让严守一重视了 更别提严家和昆仑山燕家 还颇有渊源 这一场比试 就变得不那么简单了 这几乎是燕家明面上 争一口气的唯一机会了 所以燕家十分看重 严守一淡淡地问道 你想怎么比 燕家并不擅长打斗 他们更擅长摆弄风水 若是硬动手的话 燕姑潮估计不是严守一的对手 严守一也不想胜之不武 燕姑潮轻摇额毛扇 道 听闻你在戎城西湖 一脚踩断西湖原脉 短短几分钟便叫西湖断流干涸 此事可为真 燕姑潮可听说了不少严守一的传闻 但大部分观众并不知道严守一的过去 所以此时大家纷纷表示不相信 就这个严守一 一脚让西湖断流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严守一笑道 区区小事 不足挂齿 燕姑潮又说道 鲁班淑吉百家之所长 据说连山 龟藏 还有那封后奇门遁甲 都被记录在其中 想必你的风水造诣 应该不差 略懂 略懂 严守一的回答 谦虚不已 台下的燕南飞苦笑 严守一这次 还真是谦虚过头了 上回他在荣城 见识过严守一的本事 回头便将严守一的实力 形容给燕家人听 可奈何燕家人 似乎还是不够重视 毕竟 留给燕家人心里阴影的 是严守一的父亲严仇 而不是严守一 既然你也懂风水 那咱们今日比试 就比风水 且只比一招 一招定胜负 燕姑潮朗声说道 严守一 你可敢一战 冠云师太不知严守一身前 还忍不住替他说话 天下都知道 昆仑岩家在风水树上 乃天下一绝 燕姑潮要和守一比风水 这不是拿自己的长处 和别人的短处比吗 放心吧 那小子 能行 张山通却对严守一 很有信心 你就如此信任守一 冠云师太问 他比他爹要优秀 张山通的回答 顿时让冠云师太 无从反驳了 果不其然 严守一毫不犹豫地 答应了这个不公平的提议 好 就比风水 就比一招 一招定胜负 你说 具体怎么比 燕姑潮收了鹅毛扇 远远对着严守一抱拳 燕南飞对你评价颇高 今日一见 至少这气魄我是服的 只是很可惜 你终究要败在我的手里 我的笔法很简单 风水乃是借天地太极 五行八卦之事 牵移发而动全身 以极小的代价 换取巨大的变化 正所谓若能了达阴阳里 天地都在一掌中 所以 我们各自出一招 改这龙虎山天地环境 谁的手比大 谁就赢了 此言一出 就连天师殿外的那大长老张四水 都忍不住说道 昆仑燕家这位 可是狂傲得很啊 竟要动我龙虎山的风水 老天师轻笑道 年少怎能不轻狂 难道像你一样 一把年纪 还是狂妄到没边啊 张四水黑着脸道 咱们现在一致对外 就让他们折腾吧 龙虎山毅历千年不倒 自然有他的道理 怎么可能因为 两个小辈的比斗 就变了风水呢 老天师可是一点都不担心 反而十分期待 龙虎山的默许 让这场比试 变得备受瞩目 严首一和燕姑潮 两人所吸引的目光太多 甚至让人忘记了 边上还有三场比斗正在进行 严首一后退半步 对燕姑潮说道 规矩是你提出来的 就让你先出招打个样 如何 我也不占你便宜 燕姑潮说完 上前一步 只见他手持螺盘 一脚踏地 脚下顿时生出了一张复杂到 令人眼花缭乱的螺盘 寻常螺盘 内外共分三盘 其中中盘为最主要的部分 上面刻着诸多信息 厉害的螺盘中盘 最多能分52层 每一层都可以转动 每一层又以格子划分不同的信息 且越是外层 格数就越多 记录的信息也就越多 用途越广 严首一手里那个燕星螺盘 便是52层的螺盘 实属顶尖级别的了 然而此时燕姑潮脚下的螺盘 竟足足有63层之多 直接超出了所有人 对风水螺盘的认知 这燕姑潮可真不简单 张山通忍不住感慨起来 他脚下的螺盘 比顶级螺盘还多11层 的确如此 灌云师太很是认同 如果这11层 是燕家多年来的研究心血 传给燕姑潮 那也还好 但如果这11层 都是燕姑潮自己研究出来的 那就太可怕了 听着两位大佬的谈话 龙飞城等人 也忍不住紧张起来 似乎这燕姑潮特别猛的样子 那燕哥不是着了他的蛋了 万一比风水输了 燕哥岂不是无缘天师之位 燕哥 加油啊 龙飞城握紧拳头 低声加油 台上燕首一看着 已经将自己囊括起来的螺盘 脸上也有一丝惊讶 随后便转变 为了好奇 这多出来的11层 你是怎么研究出来的 燕姑潮骄傲地说道 我自有我燕家的办法 我燕家传承千年 祖祖辈辈将风水研究的透彻明白 止步不前就是倒退 有所突破 不是应该的吗 燕首一一边低头研究着 一边用赞许的语气说道 不错不错 想法很惊人 闭嘴 你这个小偷 不配评价我燕家的绝技 燕姑潮忽然发怒 一脚踏山河 引发整个万法宗坛的颤抖 一脚踏山河 引地动山摇 有点意思 燕首一的身体纹丝不动 气息也没乱 饶有兴趣地说道 燕姑潮更是生气 只见他坐手中弓 以手拨螺盘 脚下的螺盘随之转动 忽然 快速转动的螺盘停下了 燕首一的脑袋上 猛然聚集起了 沉甸甸的云雨 随后便下起了 瓢泼大雨 这燕姑潮的风水造诣 竟然如此之强 甚至已经到达 借天地之势的地步 张四水惊讶道 这下这个燕首一 想不输都难啊 沉甸甸的雨云中 隐约可以看到 一条水龙翻云覆雨 这个场景 着实令人叹为观止 但这只是开胃菜 燕姑潮再次拨动螺盘 将燕首一锁定 那落在地上的雨水 竟然迅速结冰 天上还没落地的雨丝 也化作了一根根尖锐的冰针 叮叮当当地落在地上 还不曾碎裂 燕首一无视了那些冰针 因为两人刚才已经说好了 改的是这龙虎山的风水 而不是对对方出手 所以这些冰针 不是冲他而来的 冰针密集地落下 有人注意到 燕首一身边 一处的冰针 尤其落得密集 不一会儿 就已经穿插成了一棵 一人高的小树 那小树由冰针穿插而成 金银剔透 如同一名名雕美人 美艳无双 冰树落成 一丝寒意散发而出 众人抬头看去 沉甸甸的雨云不见了 倒是原本晴空万里的龙虎山之巅 竟然已经阴云密布 如果说之前的雨云 是燕孤潮用风水树凝聚而成的 那么如今的万里阴云 则是燕孤潮夺天地之造化 强行改变的 此子风水树之强 已经能够呼风唤雨 厉害 燕南飞也忍不住咬牙 倒不是生气 只是被这堂兄的大手笔给震到了 她的眼里充满了憧憬 那是对强者的向往 对自己未来的期盼 可以说 如今燕孤潮已经成为了燕南飞的偶像 燕家人的脸上 都露出了骄傲之色 燕家出了个燕孤潮 这风水一脉 百年之内 怕是无人再能与燕家争风 就连老天师也惊叹到 龙虎山赋一而抱羊 一年之中少有大雨 我这天师殿更是不沾人间水 没想到这燕孤潮用一棵冰树 硬是破了万法宗潭的风水格局 引来万里阴云 实在是令人惊叹 后生可畏 后生可畏啊 张四水也笑道 这回那不知里数的小子 应该输定了吧 未必 老天师摇头 这 这还未必 张四水气击败坏道 燕孤潮都这样了 眼手一还有什么办法 赢他 稍安勿躁 安心看戏 老天师那轻描淡写的回答 让张四水抓狂不已 万法宗潭上 眼手一轻轻地鼓掌 妙急 妙急 眼手一夸赞道 昆仑燕家 不愧是风水世家 此等手笔令人惊叹 燕孤潮收了脚下的罗盘 副手而立 淡淡地问道 还要笔吗 眼手一来到那冰树旁 绕着看了好几圈 然后抬头笑道 自然是要的 燕孤潮有些意外 都这样了 还有笔的意义 你没见过我出手 怎么知道没意义 眼手一反问 燕孤潮不屑一笑 你出手也不过是多此一举 除非你呢 燕孤潮的话还没有说完 眼手一已经踏出一脚 自他的脚下 巨大的罗盘急速扩张 竟超出了整个万法宗潭的范围 将天师殿都囊括在其中 燕孤潮直接傻眼 不说这罗盘层数有多少 光是这扩盘的范围 就已经大得吓人了 照他这罗盘的尺寸 百米之外取人性命 都不是无稽之谈 燕孤潮在心中不停地安慰自己 冷静 冷静 罗盘大卫必就一定厉害 只要他的层数没我多 依旧要被局限在传统风水术的格局之内 他没本事破局 就没本事赢我 可他心里还是 隐约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面积如此之大的罗盘 层数 真的会不如他的多吗 巨大的罗盘 超出了万法宗潭的范围 囊括了整个天师殿 观众们在震惊之余都忍不住低下头 开始点算脚下罗盘的层数 如此巨大的罗盘 究竟是在层数上也超过燕孤潮 还是只是须有起表 外强中干呢 眼手一脚踩罗盘 微然不动 表情动作风轻云淡 留给大家充足的时间来点算自己的罗盘 31 32 光是万法宗潭范围 就已经有32层了 你们再往外挪一挪 我有点看不清了 不行 这边被天师殿给挡住了 数不清层数啊 我感觉眼手一的罗盘 好像真的比燕孤潮的层数要多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天下风水出昆仑 昆仑风水又以燕家为尊 燕孤潮怎么可能不如眼手一 就是啊 你别信口雌黄散播恐慌 让我再数数 观众们的情绪态度各不一样 但所有人都伸着手指头 如同小鸡灼米似的 点算着层数 但因为层数实在是太多了 稍不留神 就有可能忘记自己数到哪 又得重新算一遍 其中 属燕家人数的最积极 他们虽有着在风水上的自信 却又隐约觉得 眼手一很可怕 到底是被那巨大的罗盘给震撼到了 所以他们 比任何人都迫切知道结果 就在所有人乱成一团 互相推嗓着的时候 天师殿外的老天师忽然说道 别数了 眼手一脚下的罗盘 一共108层 老天师的声音不大不小 却让所有人听得一清二楚 观众们陷入了五秒钟的沉默 随后爆发了剧烈的讨论声 比之前还要更乱了 刚才说话的是老天师 老天师亲口承认 眼手一的罗盘 有108层 应该不会有假吧 我觉得此事难说 毕竟老天师年岁已高 眼睛花了也正常 你可拉够八道吧 你瞎了 老天师都不可能瞎 我刚才也粗略地数了一下 虽然没老天师那么精确 但眼手一的罗盘 肯定超过100了 我刚才数到了77 不管怎么说 眼手一的罗盘层数 已经是碾压燕孤潮了 我的天 燕家这回都崩溃了吧 举全族之力研究这么多年 结果竟然不如眼手一 这换作是我 估计我得羞愤得到心崩溃 当场自杀啊 燕家前行研究这么多年 本应该在这次罗天大叫上 一鸣惊人 名流轻蚀 结果却成了眼手一的垫脚石 大家冷静一点 没准眼手一的罗盘 只是外墙中干 看着厉害 实际效果远不如燕孤潮呢 对 咱们还是要拿结果说话 观众们议论纷纷 台上的燕孤潮 差点就真的到心崩溃了 他的身体和瞳孔一样 在颤抖 看着脚下那密密麻麻复杂无比的罗盘 嘴里哆哆嗦嗦 半天说不出话来 太震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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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足足108层罗盘 自己那63层罗盘 在眼手一的罗盘面前 仿佛只是一个小弟弟 班门弄斧 也不过是形容这个场面了 孤潮 守住本心 切莫被眼手一所影响 他的罗盘虽大 但未必有我们燕家的厉害 还是燕家人忍不住提醒了燕孤潮 才让燕孤潮勉强冷静下来 裁判道长冷声提醒道 燕家人 之后不许再出声提醒燕孤潮 否则是做违规淘汰 其实裁判道长这么说 已经是偏袒燕家了 因为他心底里 也希望燕家能赢 燕孤潮冷静下来 深吸了一口气 抬起头对眼手一说道 继续吧 观众们也全都安静下来 他们心里极度好奇 眼手一能用这108层的罗盘 做出多么惊世骇俗的壮举 亦或者是 就此而已 在众人的瞩目当中 眼手一点点头 轻声说道 上回在荣城 我一脚 让西湖断流 今日在龙虎山 我一掌叫斗转心仪 一掌让斗转心仪 这可能吗 难道这不是神技 眼手一再怎么厉害 也终究是凡人 就连龙虎山老天师 都不敢说 自己能让斗转心仪 眼手一凭什么有这个本事 他在吹牛 他一定在吹牛 手一疯了 观云师他也觉得不可能 他皱着眉头说道 斗转心仪 那是仙人的本事 他怎么可能做到 我信那小子 张山通笑道 观云师太一愣 不敢相信道 这你都信 为什么不信 张山通反问道 我跟孙子 何时吹过牛 他说出的话 就一定会办到 至少在我眼里 他是这样的 观云师太回忆了一下 他见到眼手一 才不过三天 但眼手一却 给他一种十分沉稳的感觉 他不会随意开口 他一旦开口 便一定会做到 可 斗转心仪 实在是太梦幻了 甚至让观云师太都忍不住 去怀疑眼手一 所有人都觉得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张四水更是直接笑出了声 认为眼手一在说大话 可老天师却没笑 张四水健壮 也笑不出来了 这种天方夜谭 不会连老天师也当真吧 他缓缓将目光 移动到万法宗坛上的 眼手一身上 此时此刻 另外三场对局 已经奋出了胜负 他们自觉递下了台 将整个万法宗坛 都留给了眼手一 和燕孤潮 准确来说 是留给眼手一 因为眼手一带着他 那巨大的108层罗盘 站在了万法宗坛的最中心 前三连 坤六段 郑养鱼 更复晚 离中虚 坎中满 对上缺 迅下断 眼手一伸出手 轻轻拨动着脚下的罗盘 竟将那巨大的罗盘缩小 与万法宗坛完全重合 在那巨大的太极阵上 八卦罗盘丝毫不差地融入其中 当眼手一转动罗盘之时 仿佛万法宗坛上的太极阵 也跟着转动 燕家人见到这一幕 都忍不住燕唾沫 太极生两仪 两仪生四象 四象生八卦 眼手一将八卦罗盘 与太极阵融合 这是反扑归真 大道归一的境界 光是从这一举动 那些原本等着反转的人们 就已经死心了 眼手一在风水学上的造诣 强悍到令人发指 伤门 离火 惺惺之火 可以燎原 罗盘锁定 众人忽然感觉脚下一热 却见万法宗坛的地砖里 竟然涌现出了大量的地火 那地火瞬间将燕孤潮的冰雨融化 就连那颗晶莹剔透的冰树 也没能坚持多久 冰树融化 龙虎山的风水格局得到恢复 众人脑袋上那万里阴云 忽然被开了一道口子 阳光从中照射在地上 正好照亮了整个万法宗坛 而严守仪站在万法宗坛中央 沐浴着人世间唯一的阳光 一时间宛如真仙灵凡 令人忍不住生出鼎领膜拜之心 燕孤潮脸色苍白 心跳加速 感觉心脏都快要跳出嗓子眼了 他精心布置的风水局 被严守仪轻而易举地化解 别看严守仪只是融化了一棵冰树 要知道那冰树可不普通 那是燕孤潮定下的风水局 如果不知其中奥妙 即便拿天雷轰它 它也纹丝不动 严守仪能融化冰树 说明他早就看穿了燕孤潮的风水局 轻描淡写 便将之破解 这一局对决 到此时为止 其实燕孤潮就已经输了 台下的燕家人自然也懂 他们无不是脸色阴沉 如丧考彼 本想着在罗天大教一鸣惊人 名垂青史 待在报当年之仇 结果不仅没能如愿 还被严守仪狠狠地打了一耳光 从此以后 人们不会记得 昆仑燕家的63层罗盘 只会记得严守仪的108层罗盘 不会记得燕孤潮波动罗盘 震龙虎山千年风水 只会记得严守仪轻描淡写 让阳光洒满万法踪弹 万里阴云很快消散 温和的阳光重新笼罩整个龙虎山 那从地缝中烧出的地火 也消失不见 接下来 他该怎么做 众人大气不敢喘一下 只想看到严守仪 是否真的能做到斗转心仪 却见严守仪破了燕孤潮的风水局以后 并没有着急出手 而是覆手而立 闭目养神 这一养便是十分钟 大家有修为在神 可等的也是口干舌燥 道心紊乱 终于忍不住催促严守仪 严守仪 你到底行不行 别打扰我颜哥 龙非诚喊道 你们都不懂 我严格在养溢 等一到了 自然会出手 话虽如此 但这么等下去 也不是个事啊 又等了五分钟 裁判道长终于出声提醒 严守仪 最后给你三分钟时间 你若是依旧没有行动 便是做弃权 好在 裁判道长话音才落 严守仪就睁开眼睛了 到真如龙非诚所说的那样 严守仪好像真的在养溢 在他睁开眼的那一瞬间 他的眼中 仿佛闪过了星辰大海 随后 他徐徐开口 缓缓道 时候 到了 时候到了 什么时候到了 众人茫然地望着严守仪 等待他表演 所谓的斗转星仪 突兀的 有人揉了揉眼睛 随后面露不可思议的表情 指着天空喊道 大家快看 天 黑了 天黑了 众人这才反应过来 纷纷抬头看天 此时不过早上十点左右 正是阳光最好的时间 然而 那悬在天空中的太阳 却湿了颜色 显得暗淡无光 再过几秒 又有人喊道 好像是日时 大家看到太阳被啃掉的那一角 才都恍然大悟 还真是日时 严守仪所谓的斗转星仪 原来指的是日时吗 可日时只是一种自然现象 和严守仪的风水 完全无关呀 大家可不是傻子 不可能让严守仪轻易地忽悠了 不到一分钟的时间 太阳就被完全遮住 天地仿佛都失去了颜色 龙虎山里的动物更是吓得瑟瑟发抖 只听万法宗坛上的颜守仪轻声念叨 我自有一影金乌 乘风而上九万里 山穿大地无颜色 鱼虾不跃飞鸟藏 众人忍不住被颜守仪的诗句给吸引 这两句诗倒是有几分霸气之意 也对现在的场景 但若和之前他所说的斗转星仪比起来 却是逊色几分 不够霸气 在那已经胜出的其余十五名参赛弟子中 有两名戴着龙虎山面具的弟子 抬头望着天空 其中一名男弟子问另一名女弟子 你怎么看 你觉得他真的能做到斗转星仪吗 女弟子的眼睛里已经映出了漫天星辰 他答道 先让白昼变黑夜才有斗转星仪的可能 到如今为止 他都还没有真正出手 你对他了解很深吗 毕竟是就相识了 女倒是轻叹一口气 当黑暗笼罩大地 天地鸦雀无声 严守依终于再度出手 他伸出双手 仿佛握住了脚下罗盘的把手 费力地转动着 大家的耳边 好似想起了齿轮转动的声音 有人回过神来 焦头接耳地询问其他人 是否听到了那声音 后来大家一合计 得出了一个共同的结果 那是严守依转动天地自然的声音 这世界就好像一个巨大的齿轮机器 万事万物 都是这台机器里的一个小齿轮 任何一个齿轮转动 都会带动整个机器的运转 严守依正是在拨动某个齿轮 引动着天地自然发生改变 迁移发而动全身 最终改变的是他早就算到的结果 斗转心仪 在黑暗之中 唯有严守一脚下的罗盘 散发着幽蓝的光芒 所有人都感觉口干舌燥 他们不是渴了 而是太紧张了 突然 严守依大喝一声 天地间有声共鸣 四海童精密阴阳 五周共叹乱乾坤 天上的星辰 开始动了 闪烁的星辰开始缓慢移动 有眼尖者发现 严守依竟然促成了一个九星连珠之天相局 竟然是九星连珠 疯了疯了 这小子真的疯了 我在做梦吗 严守依到底是凡人还是神仙 他怎么可能做到斗转心仪 这小子真有这本事 岂不是真可以密阴阳 乱乾坤 我一时间分不清楚 严守依到底是人是仙 是鬼是神了 星空之下 莫有不惊讶者 他做到了 他真的做到了 灌云失态的脸上 写满了不可思议 仿佛在做梦一样 张山通虽然一直相信严守依 但看到如此震撼的画面 也依旧感到惊讶 更别提龙飞城等人 都忍不住雀跃欢呼 之前对话的那名男道士 低声说道 我本指把你是做劲敌 可如今看来 严守依才是最大的隐化 女道士笑道 你怕他了 怕 是真的怕了 但斗转星仪之术 毕竟不能用来杀人 我与他谁计高一筹 还是要交手才知道 女道士盯着九星连珠 低声说道 前世今生 他都是这样的人 如同天上的星星 仿佛触手可及 实则遥远 我只能看着 却追不上 抓不着 你和他还真是老相识 老到上辈子去了 难道是取笑道 女道士转移目光 眼神复杂地望着眼手衣 人群之中 还有另一人 他背着长枪 脸上带笑 眼里满是骄傲 万法踪坛之上 燕姑朝抬着头 看着九星连珠 渐渐地失去了力量 最终面朝天地 躺在地上 盯着天空发呆 这一次 他输了 输得不冤 输得心服口服 输得毫无悬念 昆仑燕家千年的研究 与传承 原来如此不值得一提 在那个叫做 严守一的小偷面前 不过耳 仔细一想 严守一也不是小偷 哪个小偷有如此本事 做出超越正主的 丰功伟绩 我输了呀 燕姑朝自言自语道 在那璀璨的星空之下 在那令人神往的 九星连珠之下 在所有人的注视当中 严守一缓缓低下头 摊开了手掌 一煞仿佛成永远 天地至里一掌中 这最后一句诗 仿佛一柄利剑 十次人心 大家此时才在脑海中 将严守一所念的 四句诗串联起来 我自有一影金屋 乘风而上九万里 山川大地无颜色 鱼虾不悦飞鸟藏 四海同精密阴阳 五周共探乱乾坤 一煞仿佛成永远 天地至里一掌中 此情此景 此人此师 都不似凡间俗物 只因天上才有 这是多大的气魄 多强的实力 多高的心境 才能完成这一壮举 天师殿前的张四水坐不住了 他慌张地对老天师说道 上一次九星连珠 乃是在四千多年前 五帝没落 下商周建立 这时不仅仅是王朝更迭 更是世界的巨变 严守一这小子 引来九星连珠 搞不好会颠覆 咱们现在的世界啊 你慌了 老天师笑眯眯地问 您不慌 张四水心里何止是慌 简直是慌的一批 都要抓狂了 老天师到底懂不懂 这其中的影响 有多么巨大 老天师笑道 看来严守一把 你们所有人都给骗了呀 张四水愣住了 骗 什么骗 他只是一介凡人 我不否认 他风水造诣很高 但我们所知的风水 也仅限我们所知的世界 你环顾环宇 咱们的世界 在宇宙之中 不过是沧海一素 而严守一 只是沧海一素里的沧海一素 他凭什么 能叫那九星连珠 这简直是就是 皮肤汗术 天方夜谭嘛 可天上那九星连珠 只是这小子 牵动风水 改变气象 造成星光折射 迷惑了大家的眼睛 让大家误以为 他真的做到斗转星移 还一手造出了九星连珠罢了 逆乱阴阳的也不是他 是日时 九星也没有连成一线 一切都是假象 老天师一语点醒梦中人 张似水知道其中的奥妙以后 瞬间又恢复正常 他看到老天师如此气定神闲 又想到 刚才自己慌乱无比 一时间心里有气 自己与老天师 终究还是隔着一道银河 这种差距 此生不知还有没有机会跨越 都怪那严守一 什么斗转星移 都是骗人的 但张似水转念一想 如果不是老天师点醒 他也不知何时 才能领悟其中的奥妙 只不过是被点醒以后 太才觉得 此事简单罢了 可这事儿 难就难再要骗过所有人 这事儿别人办不到 严守一办到了 那就得承认 严守一厉害 日时 缓缓消失了 所谓斗转星移 九星连珠 也跟着消失了 阳光重新回归人间 众人如梦初醒 却是心有余悸 在望向万法宗坛上的 严守一时 大家眼里不敢再有 之前的不敬 反而生怕冒犯了严守一 严守一握紧了 瘫开的手掌 自言自语道 可惜了 这么装逼的场面 臭丫头没瞧见 也不知道小龙他们 拍下来了没有 他望向地上躺着的 燕姑潮 不由地一愣 我刚才没打你吧 你怎么躺地上了 燕姑潮躺在地上 一脸生无可恋 他答道 别理我 我就想躺着 这就是传说中的躺平 严守一哭笑不得 看来自己给燕姑潮 带来的打击太大 把这孩子吓得不轻 怕是心生魔杖了 不过严守一并不担心 也不愧疚 因为他料到 早晚燕家人会研究出 这场鄙视的奥妙之处 到时候解了心头之祸 燕姑潮也只会笑话自己 当时没想明白 而不至于心生魔杖 止步不前 于是 燕家人上台 将燕姑潮抬下去了 严守一喊住了燕家人 拿出了燕心罗盘 说道 当年我爸确实不应该 拿你们家的宝贝 现在物归原主 希望你们燕家 不要再记恨我们了 谁知燕家人 依旧不肯收这燕心罗盘 今日之战 还是我们输了 燕家有燕家的骨气 你好好保管这燕心罗盘 等到我们下次赢了你 再亲自取回 这调调 果然和燕南飞所说的一样啊 不过严守一觉得 是不是燕家人 研究出了63层罗盘以后 就不把这52层的 燕心罗盘当宝贝了 留着燕心罗盘 就是为了和燕家结两子 不过 燕守一从燕家人的眼神里 的的确却读到了尊重 想必之后 两家人应该不至于不公待天了 与之前不同 这回燕守一下台时 几乎听不到什么叫嚣声了 如果说上次赢了祝飞凤他们 是因为侥幸和开挂 那么这次赢了燕孤潮 可就纯属燕守一自己的本事了 风水 炼丹 画幅 百镇 都是悬门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悬门不只有打打杀杀 任何人在任何方面 获得显著成就 都能赢得他人的尊重 只是观众里 依旧有一些不和谐的声音 我承认燕守一的风水造诣很高 但大家不要忘了 他的身份 他是鲁班传人哪 对 他依旧没有把本家的本事拿出来 而且 鲁班书里的风水学 也不是他们自创的 都是从各大门派偷来的 我呸 读书人的事情 那能叫偷吗 我觉得 你们就是酸了 酸了又如何 这次罗天大教本质是 武斗不是文斗 就算燕守一的风水术再厉害 下一回合 对手要和他动手 他还有什么能耐 没错 到时候燕守一一就要落败 我还是不看好他 观众对燕守一的评价 从人人喊骂变成了褒贬不一 不管是好话还是坏话 都落在燕守一的耳朵里 好在他并没有放在心上 一举鄙视 就能让这么多人对他改观 若是再比几次 就一定能让那些瞧不起他的人闭嘴了 燕哥 燕守一刚走下台 龙飞城等人就赢了上来 燕哥 你牛逼 太牛逼了 一掌叫着龙虎山斗转心仪 九星连珠 还有那首急信师 堪称装逼界的典范 无辈之楷模呀 燕守一谦虚一笑 其实我也没那么厉害 只是昨晚关注了一下天气预报 知道今天有日时 便借题发挥了一下 你就别谦虚了 承认自己牛逼没那么难 王吉网拍着燕守一的肩膀说道 龙虎山上一脚踩出 108层螺盘 万法宗坛里 一掌叫那斗转心仪 九星连珠 此等事迹 足够在悬门里出名好一阵子了 其他门派那些奔着出名来的弟子 别提多羡慕了 不过羡慕归羡慕 大家心里也知道 这次罗天大叫里 除了燕守一以外 怕是再没人能有如此惊天之举了 燕守一在大家的簇拥之下 走回了自己的位置 张山通笑嘻嘻地对燕守一说道 本来觉得惊为天人 但后来仔细一想 你小子真是鬼机灵 竟然骗了所有人 你老看出来了呀 燕守一不好意思地 挠了挠后脑勺 纵观龙虎山上下 张山通也算是顶级人物了 他能看穿燕守一的小把戏 燕守一并不觉得奇怪 慢慢地 其他人也都会陆续发现的 张山通笑道 虽说是把戏 但你赢了 那燕孤潮也是名副其实 关云师太点点头 对 燕孤潮已兵树镇龙虎 你用地火将之破局 就已经是赢了燕孤潮了 说说吧 那108层罗盘 是怎么回事 张山通好奇问 传统罗盘不过只有52层 燕守一一脚踩出108层 足足是之前的两倍有余 着实太惊人了 能做到此等地步 也足以千古留名了 燕守一轻声说道 多亏了爷爷 张山通说了一声卧槽 随后不爽道 你爷爷这个家伙 有这一手本事 竟然连我都瞒着 关云师太感慨道 如果后续的罗盘 都是由你创造的 那就太不可思议了 得知是你爷爷 我心里倒是觉得平衡了不少 你爷爷确实有那本事 燕守一太过年轻 年轻的人太过优秀的话 大家怀疑也很正常 谁知燕守一下一句 却补充道 我爷爷在晚年时 将52层罗盘 开创到了86层 爷爷死后 我花了三天的时间 将86层补充到108层 张山通和关云师太 不由得一愣 这 你没在开玩笑吧 关云师太震惊道 也就是说 这开创罗盘还是有你的功劳 而且 你只花了三天的时间 你小子是天才无疑了 张山通叹息道 人再惊讶到极致 就会忍不住感慨命运的不公 为什么燕守一如此有天赋 而自己如此平庸呢 这不只是老天爷赏饭吃那么简单了 简直是老天爷捧着饭碗追着喂饭呢 燕守一谦虚道 其实最难的还是打破传统 从52层到53层 爷爷足度研究了7年 但从53层到86层 爷爷只用了两年的时间 而且 爷爷在死之前 其实早就画好了罗盘的蓝图 我不过是继承了爷爷的衣钵 按照爷爷的思路 去补充完善而已 说到底 真正厉害的 依旧是我爷爷 张山通和灌云师太对视一眼 依旧是感慨万千 即便燕守一这么说 两人也不需要再怀疑燕守一的天赋 风水一脉 燕守一怕是研究得十分透彻了 就算与燕家的老祖 也能畅聊几句 后生可畏啊 张山通苦笑着说道 正聊时 燕南飞忽然走进 燕守一他们的队伍当中 何希平并不认识燕南飞 刚要阻拦 就被燕守一拦住了 这位是自己人 燕南飞笑道 我爹 让我过来 与你打个招呼 燕家派燕南飞过来打招呼 这分明就是主动示好了 燕守一露出笑容 看样子 自己的确是用实力 征服了燕家的人 他问道 燕姑潮没事吧 家族长辈正在给他做心理辅导 燕南飞苦笑道 谁让你不明则已 一鸣惊人 把我堂哥都吓傻了 他会没事的 燕守一哈哈一笑 看样子 燕家人还没看透 自己刚才的奥妙 燕南飞道 你们一直在比试 想必还没来得及观察 其他的参赛者吧 王吉网点点头 的确如此 而且好些人物 我们连他们是和门河派 都不知道 看来燕南飞过来 便是主动来给燕守一他们 介绍介绍其他参赛者的 燕南飞道 如今场上还剩十六人 除了你们几位以外 今年还有不少黑马 劳山剑派的袁剑星 毛山派的韩三 武当山的赵丞相 这三位都是罗天大教的常客了 名声在外 不必多说 别啊 龙飞城赶忙说道 你了解我们又不了解 还是麻烦 你给介绍介绍吧 嗨嗨 是我考虑欠周了 燕南飞尴尬地笑了笑 然后指向人群 那位 劳山剑派的袁剑星 大家顺着方向看去 只见人群里站着一名年轻人 他长相平平 但是怀里却抱着一个剑侠 沉闷孤独的样子 和旁人格格不入 曾经龙虎山 毛山 劳山 并称道门三大名山 可惜如今劳山派没落了不少 且不像龙虎山这般统一 现在劳山有大大小小几十个道观 都是各管各的 互不干扰 交流甚少 大部分道观 连参加罗天大教的资格都没有了 只有劳山剑派一只独秀 劳山剑派的弟子 已剑出名 他们斩妖除魔 全靠手里的那柄除魔剑 剑法一代比一代凌厉 可惜的是 劳山剑派入门规矩繁多 每年根本招不到几个新弟子 所以 今年只来了一个袁剑星 他们要么就是年纪大了 不满足参加罗天大教的条件 要么就是年纪太小还没出师 总之挺惨的 不过袁剑星确实厉害 上一次罗天大教 他才十七岁 已经进入八强 最后败给了龙虎山的风云人物张无马 燕南飞又换了个方向指 那站着的是毛山派 毛山派的穿着 打扮十分鲜明 黄色道袍在身 头顶黑帽 腰间别着武帝铜钱 背上背着金钱剑 其中一位年轻人 长相英俊 其他的弟子 在他身边都黯然失色 他似乎也很享受 这种特别的光环 那位是毛山派的韩三 这家伙也是老面孔了 上次也进了八强 这家伙自恋 极度的自恋 几乎是看到镜子 就忍不住要照一下 而且他总觉得 女生都对他有意思 上次因为调戏了 某门派的女长老 而被揍了一顿 腿都打断了 还嘴硬 说是让那女长老 不要在乎世俗目光 爱就是勇敢表达 这也推不要脸了 他这长相连我都不如呢 龙非诚问 后来呢 后来他另一条腿 也被打断了 众人默默地点头 活该 最后一位是赵丞相 这位就不用我多介绍了吧 燕南飞笑道 武当山的大师兄 被大家认为 最有可能在今年 夺冠的潜力骨 这家伙我了解 龙非诚笑道 赵铁蛋吗 赵铁蛋 燕南飞一愣 不明白龙非诚是什么意思 老金黑黑笑着解释道 小龙不是掏了那家伙的当吗 据说赵丞相的当比铁还硬 刚才小龙和我一和解 就给他起了个外号 叫赵铁蛋了 哈哈哈哈 众人听了解释 先是一愣 随后哄堂大笑 张山通笑的前仰后合 要是他还活着 估计假牙都要笑掉了 关于师太 林晓晓 罗宁和赵义瑶等人 虽然是女生 要些矜持 却也是憋不住眼嘴偷笑 那咱之后就喊他赵铁蛋了 严手一笑道 武当山擅长太极拳 八卦掌 还有太极剑法 都是以柔克刚的本事 大家要是遇到赵丞相 切记不要和他硬碰硬 燕南飞点点头 又说道 他们三人是老面孔了 实力水平 大家心里都有个数 倒是有几位黑马 第一位是隋山派的弟子王赫 这家伙虽然年纪轻轻 但身发老到 之前好几个抢手 都意外输给了他 第二位和第三位 都是龙虎山的弟子 一男一女 他们戴着面具 所以暂时辨别不了他们的身份 不过可以推测男的 应该是张无马 至于女弟子 就分析不出来了 这第四位最神秘 她是个女子 从始至终都戴着面纱 据说是一名散修 到目前为止 她还没有用出 任何自己门派的本事 不过刚才上台的时候 她选用了一杆铁枪 杀得对手毫无还手之力 十分令人瞩目 严守仪目光 扫过这四位黑马 最后停在了 那神秘的女散修身上 女散修似乎察觉到了 严守仪在看她 便转过身去 躲进人群里 你还看 罗宁忽然拍了严守仪一掌 林子彤叮嘱过 我要盯着你 没想到防住了赵一瑶 没防住那女散修 严守仪哭笑不得 我观察一下对手也不行了 这话 你跟林子彤解释去 没办法 严守仪只好收回目光 还有一时值得一提 燕南飞最后说到 根据老天师所说 龙虎山此次有两名 龙虎秘文弟子参加 而如今 场上只剩下三名龙虎山弟子了 如果那龙虎秘文的拥有者 不是太弱的话 那么眼下的三名弟子其中 必定有两名拥有龙虎秘文 大家的表情顿时严肃起来 开始仔细打量 那三名龙虎山弟子 没准 下一个天师 就是他们三人之一 一番整顿之后 龙虎山二长老宣布 第二轮比试开始 从本轮开始 将不再多场同台比试 且规则限制再一次放宽 不仅可以使用自带武器 还可以使用自带的一些服录法宝 比试越到后头 个人的能力 就越是需要靠武器法宝来展现 例如牢山剑派的元剑星 他修的就是剑 要是上台后不让他用剑 那还不如直接弃拳呢 而毛山派的韩三 主用服录 可按照之前的规定 除非他现场画服 否则自带的服录都不能使用 也是实力大减 同样的抽签过后 二长老宣布道 本轮第一场比试 寒山寺长山 对战龙虎山困顶 所谓困顶 并不是这位龙虎山弟子的名字 而是根据六十四卦 而定的代号 龙虎山为了隐藏 龙虎秘文的拥有者 让所有弟子都戴上了面具 仅凭身形 让人无法分辨其身份 名字自然也需要隐藏 听闻长山上台 大家都打起了十二分精神 准备看看长山的本事 有没有长进 然而结果却令人出乎意料 长山的道横的确更深了 一招活佛精神 用得出神入化 王吉网甚至觉得自己的菜刀 没法破长山的精神 可长山的对手 那名代号为困顶的龙虎山弟子 却是一剑破精神 直接将长山踹出万法宗坛 比试结束之快 令人怀疑 是不是长山放水了 但是严守一却能看得出来 长山没有放水 确实是那困顶太厉害 之前忙于比试 他并没有太关注其他的参赛弟子 如今站在台下 严守一才真正发现 这次罗天大教 的确是藏龙卧虎 到了如今这个地步 大家也都不藏着掖着了 所以这万法宗坛的气氛 突然就变得紧张起来 下一场 民间教派杂指传人阿公 对战劳山剑派袁建新 长山输给了龙虎山弟子困顶 已经是很让大家意外了 如今阿公又要上台 对战早有盛名的袁建新 大家都隐隐有些担心 但阿公的反应 却出奇地平静 反过来安慰大家 这次的主角不是我们 问鼎龙虎之巅 是严格的任务 咱们的任务 就是打出民间教派的风采 获得大家的尊重 所以不论输赢 只要我们展现出自己的本事 这就足够了 龙飞成和何希平表示很赞同 尤其是龙飞成 他笑道 是啊 有时候输了比赢了还爽 比如说 我打赵铁弹的那一局 燕南飞干咳两声 小声点 你们要是再喊赵成相叫赵铁弹 我怕他真会忍不住和你们拼了 拼就拼呗 我有我亲爷爷在 我亲爷爷是不会做事不管的 龙飞成根本没在怕 别人都在拼爹 只有龙飞成在拼爷爷 袁建新已经走上万法宗坛 抱着剑侠等候了 阿公也整理了 一下自己 大步走上台 观众们对阿公还是比较感兴趣的 这位杂志传人 在昨天花样进出 自己根本没动手 就从八人之中脱颖而出 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许多人也感到好奇 为什么阿公要戴着面具 难道是为了让自己看起来 显得更加神秘一些 带着阿公站上台 向袁建新问好 没想到袁建新并不领情 冷冷地说道 废话 就别说了 我对你的名字也没兴趣 手下败将不足挂齿 阿公听了也不生气 他会用行动 让袁建新记住他的名字的 比试开始 龙虎山二长老敲响铜锣 袁建新刚要动手 却听阿公喊停 他忍不住皱眉 你还有什么事 稍等一下 阿公说完 抬手摘下了面具 台下的严守一等人纷纷惊讶 不理解阿公 为什么要在这个场合摘面具 他的脸可是重度烧伤的 然而 当阿公摘下了面具后 严守一等人又是一愣 站在万法宗坛上的 不是面容丑陋的阿公 而是一名长相 十分清秀的年轻人 这 这是什么情况 严守一惊讶到 此人不论是身形还是生意 都是阿公无疑 但他脸上的烧伤疤 去哪了 只听身边的老金轻声笑道 上回我们杀了楚良以后 阿公也破除了自己的心魔 他悄悄找到我 让我替他恢复容貌 并且不让我告诉你们 打算给你们一个惊喜 还真是惊喜 王极网感慨道 从此我们身边又多了一个大帅笔 阿公模样清秀 属于小奶狗类型 想必会获得不少大姐姐的青睐 他选择在这个时候摘 阿公丢掉了面具 对袁建兴说道 没事了 开始吧 袁建兴根本不在乎阿公长什么样 在听到阿公的话后 下一秒 袁建兴便冲向阿公 奇怪的是 袁建兴将剑侠留在了原地 自己空手杀向阿公 虽然袁建兴没带剑 但阿公不敢轻敌 他从袖中扔出了两张纸人 纸人瞬间活动起来 如同死士护卫 不顾安危地冲上去 拦住袁建兴 这个阿公挺有天赋的 老天师欣赏道 但袁建兴也不是好惹的 张四水已经习惯性地 与老天师唱反调了 四水 你觉得他们二人 谁的胜算更大 自然是袁建兴 张四水说道 袁建兴自小练剑 十三岁就练出了剑意 乃是劳山千年一遇的天才 传闻这小子是吕祖转世 他的实力有目共睹 那阿公虽然天赋不错 但终究不会是袁建兴的对手 老天师笑而不语 似乎在他的眼中 这一场战斗的结果 还是个未知数 只见袁建兴捏着剑指 手中无剑似有剑 冲杀越过两名指人以后 那两名指人瞬间一分为二 无力倒地 看到这一幕 阿公心里一沉 这个袁建兴手里没有剑 却更是用剑指带着剑意 就能淋漓到将他的指人斩断 若是袁建兴用真剑 岂不是更加可怕 这罗天大叫 果然是藏龙卧虎 阿公拿出了十二分的认真 开始与袁建兴争斗起来 乖乖 袁建兴的剑意比起上一次罗天大叫 又有所精进 此子可是劳山唯一希望 剑派自然是大力栽培 阿公也是出乎意料 竟然和袁建兴暂时战成平手 是啊 我原以为会是一边倒的局面 没想到阿公竟然稳住了 民间教派确实有几分实力 你们可别忘了 袁建兴至今还没取剑 现在不过是在试探罢了 等袁建兴拔剑 这个阿公就撑不住了 台下观众议论纷纷 台上阿公和袁建兴已然过了数百招 阿公召唤的各种指人 袁建兴一指破支 袁建兴的剑指杀招 阿公也有指人解围 二人你来我往 杀得酣畅淋漓 竟是罗天大叫以来 除了严守一对燕孤潮以外 最精彩的一局 打得好 袁建兴 快拔剑吧 颜值极正义 我们支持阿公 没想到这才打到一半 阿公和袁建兴 都各自吸了不少粉丝 颜守一问大家 刚才我在台上的时候 也有人这么喊吗 罗宁白了他一眼 想多了 大家本来都想看你出洋相的 可我最后真的做到斗转心仪 九星连猪了呀 那可能是你 长得没阿公帅吧 颜守一摸了摸自己的脸 不至于吧 阿公顶多和我平分秋色 难道你们女生现在口味变了 都喜欢小奶狗了 赵一摇想了想 答道 你看看那些为阿公呐喊的人 都是什么年纪 颜守一回头一看 顿时懂了 那些为阿公呐喊的 年纪最小也有三十了 龙非诚羡慕道 阿公命真好 年纪轻轻就被富婆看中 我什么时候才有这个命啊 别闲聊了 认真看比试 张山通提醒道 众人连忙将注意力 转移回万法宗坛上 阿公与袁建兴二人 斗了足足有十分钟 谁也奈何不了谁 那袁建兴总算是忍不住了 他退回到剑侠边 冷声说道 本以为收拾你这种货色 我根本不需要出剑 但不得不承认 你是一名优秀的对手 你叫什么名字 看来袁建兴是要正视 阿公这位对手了 没想到阿公反击道 问别人名字时 应该先自爆家门吧 袁建兴一愣 正要说出自己的名字 阿公却又打断道 算了 手下败将 不足挂齿 这一波嘴炮反击 直接将气氛推到了最高点 所有人都在为各自看好的一方加油呐喊 双方的火药味极浓 被阿公反击 袁建兴落了面子 虽然依旧面无表情 可大家却能感受到袁建兴的脑目 碰 袁建兴一掌拍在剑侠上 那剑侠如同一个木桩似的 直接被钉在了万法宗坛上 青石地砖直接开脸 老天师眉头一皱 他妈的 明年别让这小子参加罗天大叫了 每年不知有多少地砖碎在他手里 只见袁建兴按下开关 剑侠开启 里头是一柄黑色的桃木剑 那是雷劈桃木剑 龙飞成疑惑道 和我的彩维剑一样吗 一样 但是也不太一样 燕南飞解释道 据说袁建兴的剑名为桃星 原料是千年桃木 劈他的天雷也不寻常 那是劳山剑派的前掌门 用命换来的五色天雷 那不还是雷劈桃木剑吗 龙飞成酸溜溜地说道 张山通给了龙飞成一个脑瓜崩 企鹅是鹅吗 黄鼠狼是狼吗 熊猫是猫吗 虽然都是雷劈桃木剑 但他的桃星和你的彩威 还是有本质的不同的 更别提他的桃星 是用前任劳山掌门的命换来的 以性命换天雷 以魂魄翠桃星 袁建兴的这柄剑 不弱于我那柄斩破刀 没想到张山通对袁建兴的剑 有如此高的评价 龙飞成想起了斩破刀的可怕 顿时也对袁建兴的桃星 畏惧有加 剑戳 万法宗坛上 袁建兴从剑匣中拔出桃星剑 一时间那桃星剑的剑身上 竟闪过了五色雷光 看着很不好惹 阿公也严肃起来 他知道袁建兴开始认真了 自己也必须拿出 压箱底的本事出来迎战 只见袁建兴手持桃星剑 行走在五色雷光之中 不知从何处吹来的风 让袁建兴的衣服胡乱摆动 他的眼中似乎燃起了火焰 这一剑名为破军 你若能接下 我袁建兴就教你这个朋友 一剑横扫 力破千军 袁建兴直剑横扫 剑一化作剑气 覆盖了半个万法宗坛 让阿公无处可躲 阿公双手伸进袖子里 快速地扯出了两根长条 如同圈轴般滚出 人们不禁好奇 阿公的袖子究竟藏了多少东西 只见那两根长条 瞬间化作两条白米扎指巨蟒 其中一头巨蟒 用巨大的蟒头驮着阿公 将它送到了十几米的高空 另一只巨蟒 则是拦在阿公身前 用尾巴鞭挞袁建兴的剑气 碰 二者碰撞 惊起浓浓烟尘 都拿出真本事了 观众们瞧手已盼 纷纷猜测 那浓烟之中 到底是谁能站到最后 却见一条纸扎巨蟒 从浓烟中狼狈地钻出来 最后无力地倒在万法宗坛边 差点就压到了外围的观众 巨蟒很快就没了力气 身上那逼真的蛇铃 开始迅速燃烧 眨眼的功夫 百米巨蟒就烧成了灰烬 紧接着 是袁建兴从浓烟里走出来 看样子 还是袁建兴计高一筹啊 众人感慨道 那阿公也厉害 但像这样的杂质巨蟒 他还能召唤出几条 就在所有人都以为 袁建兴占了上风之时 浓烟当中 那条驮着阿公的巨蟒 缓缓探出头来 阿公坐在巨蟒的脑袋上 毫发未损 下一秒 令人震惊的一幕出现了 巨蟒的身后 竟又钻出了两颗脑袋 还没等众人开始惊讶 更多的巨蟒 从浓烟中钻出 仔细一数 竟是足足九条巨蟒 这 众人说不出话来了 袁建兴一剑能斩一条巨蟒 如今九条巨蟒现身 袁建兴岂不是要斩九次 初见九次 只是为了杀阿公 召唤出来的纸扎巨蟒 还没伤到阿公本身半分 这两人 依旧没分出胜负 待得浓烟散尽 众人终于看清那九条巨蟒的全貌 原来阿公并非是召唤出了九条巨蟒 而是召唤出一条九头巨蟒 九头巨蟒自身的威慑力 甚至超过九条巨蟒夹在一块 阿公站在中间那颗巨蟒脑袋上 颇有种傲视群雄的感觉 乖乖 我说前些日子 阿公在忙什么呢 原来是扎了这么个玩意儿出来 龙飞城忍不住喊道 以往 大家对杂指人的认识 还停留在人形杂指的诡异层面 而阿公的出手彻底刷新了 大家对杂指行当的认知 大家此时才想起 杂指人过去扎的马 能跑能拉车 扎的鱼儿甚至能在水里游 如今阿公扎出一条九头巨蟒出来 好像也没什么不对劲的 原剑星转身看着九头巨蟒 表情不再是僵硬的了 他的眼里爆发出浓浓的战意 似乎在此时 他才认同了阿公 认为阿公有资格成为他的对手 只见原剑星将桃星剑放在胸前 一手持剑 另一手用剑指按压剑刃 他闭着眼睛默念口诀 剑刃上很快就再次出现了五色雷光 这一剑 名为苍穹 桃星剑上的雷光越来越亮 甚至与太阳争灰 许多人都忍不住眯起了眼睛 用手掌遮挡 却又不想错过任何一个画面 只能透过指缝去观察 阿公面色凝重 他知道原剑星不好惹 但坐以待毙不是他的性格 所以他直接指挥九头巨蟒 去与原剑星拼一次 九头巨蟒扑向原剑星 张着血盆大口的脑袋 一个接着一个 突然 原剑星睁开眼 轻描淡写的一键刺出 剑光瞬间洞穿了五个巨蟒脑袋 那些五个脑袋瞬间破碎 化作漫天的黄纸 飘向四方 天空好像下了一场雨 只是落在地上的 并非是雨点 而是黄纸 厚厚的黄纸迅速在地上堆积 如同落叶 直接摸到了原剑星的脚踝 他迅速转身 带起的芬将脚下的黄纸吹散 同时再出一剑 又破了三个巨蟒脑袋 当他的剑停下之时 阿公和最后的一颗巨蟒脑袋 与那剑尖近在咫尺 只要原剑星再进一步 便能击败阿公 众人悬着的心 此时才放松下来 看样子胜负已分 阿公虽然出色 但终究不是原剑星的对手 原剑星盯着阿公 忽然眉头一皱 随后向前一大步 淘心剑直接贯穿巨蟒脑袋 从阿公的后背刺出 什么 众人大惊失色 罗天大叫的鄙视 可是点到为止的 原剑星也不是第一次参加 怎么突然就下杀手了 燕南飞林小小等人 甚至都忍不住喊出了声 阿公 然而当原剑星拔出淘心剑的时候 阿公的身体 竟然和巨蟒脑袋一起 狠狠地摔落在地上 没入到黄纸当中 不见了踪影 那是 指人替身 关云师太惊讶到 原剑星打了半天 都在与一个替身打斗 连关云师太都如此惊讶 更别提台下的其他人了 原剑星能够看穿阿公的替身 也是十分不易 眼手一看得出来 此人心境极佳 如今 万法宗坛上 只有厚厚的黄纸堆 原剑星一人持劲力 众人根本找不到阿公的身影 突然 原剑星似乎被什么东西 抓住了脚踝 随后 整个人被拽入黄纸当中 众人忍不住点起脚尖查看 但却只能看到 黄纸堆里 时不时翻起如同海浪式的画面 根本看不到底下发生了什么 几个呼吸过后 动静忽然变小了 紧接着 一道剑光闪过 遍地黄纸忽然被推上了天空 众人这才看到 万法宗坛里的情形 原剑星浑身蓝绿 身上有不少伤痕 嘴角还流着鲜血 但他却平举桃心剑 剑的另一端 指着阿公的咽喉处 哎 龙飞成大声叹气 还是说了 太可惜了 众人也才缓过神来 皆是万分感慨 原剑星已经很强了 没想到这杂指人阿公 还能将他逼到这个地步 虽然阿公这次输了 但他也给大家留下了足够深的印象 以后各大门派的弟子 提起杂指传人 必将第一个联想到 这位叫阿公的年轻人 精彩 真是太精彩了 原剑星闷着一口气 问面前的阿公 认输吗 不认的话可以再打一场 却见阿公摇了摇头 答道 不打了 打不动了 那就是认输了 嗯 阿公点点头 随后猛然向后倒下 他的身体 再次化作了一团黄纸 原剑星双目圆瞪 还是替身 这家伙 到底有多少个替身 没等众人反应过来 真正的阿公 已经出现在万法宗坛的另一端 他喘着粗气 被裁判道长说道 我认输 打不动了 裁判道长很是惊讶 真的打不动了吗 袁剑星的状态 可不比你好多少 阿公摇摇头 事前准备的指人全都用光了 况且 我是真的没力气了 说吧 他就瘫倒在地上 沉沉地睡下了 操纵指人是十分消耗精力的 可以看得出 阿公是真的筋疲力尽了 而袁剑星虽然受伤 却没伤到根基 若是再打 他还能再战上百个回合 所以 阿公迟早也是输 不如让自己华丽退场 裁判道长回过神来 连忙宣布道 本场比试 劳山剑派袁剑星胜 头一回 胜负已分场上 却鸦雀无声 大家还沉浸在 阿公带给大家的惊喜当中 袁剑星也是持剑无言 心里甚至有些怀疑自己 斗了半天 也只是在和阿公的指人斗 若是阿公再厉害一点 或者是准备再充分一些 今日输的人岂不是自己 缓了好一阵子 袁剑星终于走出魔障 而严守一等人已经走上台 抬着睡过去的阿公往回走 老金替他检查了一下 确认他只是太累了而已 并没有任何伤势 慢着 袁剑星忽然拦着严守一他们 严守一问道 怎么了 他叫什么名字 众人玩耳一笑 严守一答道 他是民间教派扎指传人 阿公 我记住了 袁剑星点点头 将陶星剑收入剑侠 然后默默地抱着剑侠走了 龙飞城不满地说道 这家伙真能装逼 用剑之人 就必须冷酷执拗拗一些 若不是因为袁剑星这样的性格 怕是他也不会那么早练出剑星 严守一评价道 我也是耍剑的呀 龙飞城不服道 你是耍剑吗 你那是耍剑 罗宁嘲讽道 众人理解了一下 才笑出声 华夏文化果然博大精深 龙飞城面红耳赤 一时间无言以对 阿公虽然输了 却还是给大家赚足了面子 大家带着阿公回到台下 龙虎山弟子默默地上台打扫 边打扫边骂娘 这遍地的黄纸都堆成山了 他们想破脑袋也想不明白 阿公从哪儿弄来的那么多黄纸 最后还是张山立出手 一把火把纸全给烧了 然后挥了挥袖子 将灰烬给吹走 如此一来 万法宗坛又恢复如初了 下一局了 燕南飞看着整理好的万法宗坛 轻轻叹气 下一局是谁来着 老金问 燕南飞无奈道 下一局我对罗宁 他举着虎字牌 而另一张虎字牌 就在罗宁的手里 罗宁并没有意外的表情 显然他也早就知道自己的对手是燕南飞了 众人叹了口气 还是到自家人打自家人的时候了 燕南飞拱手道 罗小姐 一会儿出手千万别客气 咱俩都拿出真本事 打个尽兴 好啊 罗宁诡异一笑 转身朝着山里吹了一口哨子 紧接着 山林中无数金鸟飞起 大地隐隐传来震动声 似有什么庞然大物 正在靠近万法宗坛 远处的张山丽忽然面色一变 大喝道 有邪物靠近天师殿 罗天大叫暂时停止 所有弟子准备迎战 保护好天师 如此明显的地动山摇 不用想也知道 来者是个庞然大物 更吓人的是 在场的都是有修为 在身的 所有人都闻到了一股浓浓的尸气 龙虎山直接进入戒备状态 弟子们纷纷拿出 看家法宝严阵以待 兵客更是一脸严肃 如灵大敌 如此重的尸气 肯定不止一只僵尸 莫不是有人在龙虎山里养尸 会不会是狮王出世 该不会是汗拔吧 不可能是汗拔 汗拔一出必然干汗 要真是汗拔 咱们都活不了了 到底是什么怪物 众人担忧不已 却见山林当中忽然发出一阵咆哮 随后一只小山般的人影 跳了出来 他速度不减 一口气冲刺上百米 然后三连跳 最后一跳 直接从众人的脑袋上越过 稳稳当当地落在了万法踪坛上 此时 大家才看清楚 这家伙的模样 这是一只足足有五米之高的巨人 三头六臂 皮肤呈现出深灰色 如同水泥胶柱 浑身肌肉隆起 青筋和血管无比明显 这是僵尸 这分明是怪物 大家注意看 那怪物手里还拎着一具尸体 想必是刚刚杀了人了 就在大家即将要对这怪物 采取行动的时候 罗宁忽然出现在怪物的身边 张山丽连忙喝道 女娃娃小心 这怪物可不好惹 大家都以为 罗宁会被那怪物撕碎 然而事实 却和他们想象的不太一样 只见罗宁伸出手 那怪物便跪在他的面前 任由罗宁抚摸他的脑袋 仿佛是一条人畜无害的宠物狗 这 众人面面相去 说不出话来 罗宁安慰大家道 我是赶诗人 又学了凤诗术 它是我制作出来的僵尸傀儡 名为哪吒 大家回过神来 发现这怪物 竟然是罗宁喊来的 一时间议论纷纷 仰诗乃是阴邪之术 尚不得听堂 怎么还让这种人 参加罗天大将 看着怪物模样丑陋 想必死后受了不少苦 真应该一把火将它给烧了 如此怪物 怎么能起中坛元帅三太子的名字 简直数点忘祖啊 兴许是因为 刚才被罗宁给吓到了 大家都有些恼羞成怒 一时间所有人都在数落罗宁 甚至有叫嚣着 让他滚出龙虎山的 罗宁的性格和林子彤 赵一瑶有很大的区别 林子彤是个富家千金 身上满是光环 气质自信 赵一瑶则更简单一些 就是个来自东北的女汉子 说话粗鲁 性格鲁莽 而罗宁是跟着他舅舅中旗 一起走江湖的 他在乎的和普通人完全不一样 所以大家的嘲讽 罗宁根本不放在心上 甚至说道 三头六臂不就是哪吒 哪吒要是生气了 让他自己拿火箭枪捅我 他都没怪罪 你们嚷嚷什么 一帮狗腿子 众人没想到 这罗宁竟然还敢回嘴 一时间被这伶牙俐齿的姑娘 对得哑口无言 老天师则是哈哈大笑 认为罗宁非常有意思 不 应该是民间教派的传人都有意思 比那些门派天才有意思多了 那些门派天才 一个个被娇生惯养 没怎么见过世面 十分无趣 和严守义等人根本没法比 张山丽倒是不排斥罗宁的身份 反而觉得 这僵尸是自己人 倒还松了口气 他问道 他手里拿着的这具尸体 是怎么回事 罗宁低头一看 这才发现了尸体 也露出了疑惑的表情 低声与哪吒交流了几句以后 罗宁的表情严肃起来 答道 我知道哪吒不方便上龙虎山 所以这几天 一直让他在山下躲着 刚才召唤他的时候 他在半山腰捡到了这具尸体 就带过来了 你确定 这人不是你的怪物杀的 有人质问道 罗宁微微一笑 僵尸不杀人 僵尸要么吸血 要么吃人 留不下全尸 台下提问的人 顿时打来的寒颤 不敢多嘴了 生怕罗宁晚上 只使哪吒去吃了他 张山丽让人 将尸体带走调查 并且就此事 专程与老天师交流了一下 之后他才宣布到 尸体的面部被破坏了 暂时分辨不出身份 我们龙虎山会深入调查 大家有什么线索 也请及时告诉我们 至于罗天大叫 继续举行 这突然冒出来的尸体 总给人一种不祥的预感 尤其是对严守一而言 他知道 这次罗天大叫 不仅表面激烈 暗地里也是波涛汹涌 新玄山派的人 要来杀老天师 半山腰 还有一堆人 在等着杀他 这尸体 到底是哪方人骂的 比试继续进行 燕南飞慢吞吞地 走上万法踪弹 面对罗宁那只可怕的怪物 燕南飞心里着实有点发怵 他只擅长风水 而风水又不能用来对付僵尸 更何况 还是如此可怕的僵尸 所以 燕南飞没能坚持太久 就主动认输了 好在燕家人也不怪他 毕竟燕姑朝这个一号种子选手 都没燕南飞走得远 燕南飞能够闯到这一步 已经是让燕家人很满意了 于是乎 罗宁轻松迎下比试 闯入八强 下台之时 燕南飞无奈苦笑 学风水就得了他人 救不了自己 罗宁与燕南飞的比试 也依旧是被人津津乐道 有可圈可点之处 美中不足的就是 哪吒的存在 令许多人感觉不舒服 第四场 总算是看到陌生面孔了 这一场 双方都是龙虎山弟子 且一男一女 因为戴着面具 所以不确定是谁 但有一点可以确定 那就是 男弟子并非是击败长山的困顶 女弟子手持一柄玉剑 显得有几分不自然 严守依观察他的身材体态 总觉得似乎在哪见过 他又注意到 罗宁又要开口警告了 赶忙收回目光 善笑几声 现在的罗宁 可是有哪吒做保镖的 比之前还惹不得 万法踪坛上 鄙视的铜锣刚刚敲响 又发生了令人意外的一幕 那位男弟子 忽然摘掉了面具 在他摘掉面具后 立刻有人认出了他 原来此人就是龙虎山弟子张无马 张无马也是罗天大教的老面孔了 上次就是他击败了袁剑星 这位张无马 是龙虎山三长老的青传弟子 但此人也经常单独出入天师殿 据说受到过老天师的指点 更有人说 张无马刚入门的时候 就在天师殿外扫落叶 所以 综合大家对张无马的了解 此人最有可能是拥有龙虎密文的人 一时间 厂下的议论声此起彼伏 大家都在奇怪 为什么张无马要在这个时候摘掉面具 只见张无马扔掉面具后 长叹一口气 随后将手里的剑收起 远远地对着对面的女弟子抱拳 他喊道 这一局 我认输 认输 张无马认输了 听到这个消息 就连面贪脸袁剑星都面露惊讶之色 张无马年轻又有实力 是夺冠大热门 更是袁剑星星里少有能够获得他认可的人 他本还期待着 下一轮能遇到张无马 报上次败阵之仇 结果张无马竟然直接认输了 袁剑星直接喝道 张无马 在你开什么玩笑 张无马转身对袁剑星笑了笑 却根本没有解释 直接走下了万法宗坛 众人更是绷不住了 大喊着 有内幕 他们好奇 另一名女弟子的身份 不过 很快大家就讨论出了一个结果 这位神秘的女弟子 很有可能是 其中一名龙虎秘闻的拥有者 更有甚者 认为老天师 想要扶持自家弟子夺冠 所以利用张无马当亲道夫 为那两名龙虎秘闻 拥有者清扫对手 等到遇到自己人了 就直接认输 为其让路 这无异于是打假赛啊 说好了 天师是有缘者得知 如今三个天师继承者 有两个出自龙虎山 结果龙虎山 还用自家弟子为其开路 这对最后一名继承者 是极为不公平的 观众里喊得最凶的 就属武当山了 他们还真将赵丞相 当作是最后一名龙虎秘闻 拥有者了 看着下方愤怒的众人 老天师轻叹一口气 张四水幸灾乐祸道 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这众怒 恐怕没那么容易平息 无马不是在与我置气 而是在与自己置气 老天师自言自语道 他天赋异禀 一直是龙虎山的骄傲 然而尽管如此 他却因为没能获得 龙虎秘闻 无缘天师之位 无马这次不战认输 是认为他的坚持 没有意义了 天师之位 竟然是有缘者得知 何必又设置什么龙虎秘闻 抬高门键 这不是搬起石头 砸自己的脚吗 张四水冷哼一声 龙虎秘闻不是物品 而是一种认可 天师之位事关重大 若以利论尊卑 悬门早晚会毁在 那些实力强大 却心术不正的人手里 四水 这个道理 你应该明白的 老天师回头笑道 我知道 你对天师之位有所想法 却因为得不到龙虎秘闻 而心怀芥蒂 但你有没有想过 或许正是因为你太想当天师了 才得不到龙虎秘闻呢 张四水似乎被说中了心事 一时间恼羞成怒 我何时对天师之位有想法了 你那弟子鱼入名 不也想当天师吗 凭什么他就能获得龙虎秘闻 你还是不懂 老天师轻叹一声 转过头去 不再搭理张四水了 他喊来张山丽 让他传消息下去 罗天大教结束之后 允许张五马进入一次观灵台 这算是龙虎山对张五马的补偿 至于如何平息观众们的愤怒 老天师也有应对之策 他喊来了几个小道士 低声对他们说道 你们几个去底下悄悄散播消息 就说我亲口说过 赵丞相不是龙虎秘闻的拥有者 小道士们一愣 不解道 既然赵丞相没有龙虎秘闻 老天师 您为何不直接宣布 要的就是这种小道消息 老天师黑黑一笑 现在喊得最凶的就是武当山 但是只要他们一听到这消息 必然会心虚闭嘴 而武当山都闭嘴了 其他人没了主心骨 自然也就没坚持闹事的必要了 一旁的张四水 听得又忍不住咬牙 天师果然是人精 不管是他张四水 还是那些宾客 似乎所有人都被这个糟老头子 玩弄于鼓掌之间 张四水无法想象 自己何时才能像老天师那样 轻描淡写的游戏人间 这种压力 让张四水心里十分难受 却又感到万分无力 今年的罗天大教 果然大不一样 有趣 有趣 张山通贼兮兮地笑着 好像自己不是龙虎山的人似的 看到老天师身陷舆论风波 他笑得比张四水还开心 关云师太也感慨道 往年不牵扯到天师之位 大家还算和谐 可今年却是暗潮汹涌 意外连连 那名女弟子 多半就是龙虎密文的传人了吧 王吉网分析道 龙飞成则问 你何之来不是吉网之来吗 你们直接算算 不就知道了 王吉网无语 解释道 要知道他们的过去未来 至少要知道生辰八字吧 没生辰八字也行 好歹让我看一眼面相 可他们全都戴着面具 我能看到个锤子 听王吉网这么一说 龙飞成也理解了 他低声说道 限制这么多 那感情你们的本事 也没什么用处吗 王吉网哼哼哼一声 我虽然算不了他们 但算你还是绰绰有余的 龙飞成顿时来了劲 那你给我算算 我什么时候能发财呢 预测未来是我弟弟的本事 我能算到的 是你蹲过几次耗子 被扫黄抓过几次 小时候偷看过女生洗澡 打住 打住 可别说了 我服了你还不行吗 龙飞成为了挽救自己的形象 连忙认怂 严首一没参与讨论 而是注意着台上那名女弟子的反应 女弟子似乎也并没有想要出手和解释的意思 张无玛认输下场以后 她也默默地下场 与那击败长山的男弟子站在一块 观众们的意见还是很大 闹得最凶的就属武当山了 其他的门派不过是小辈发发牢骚 武当山甚至是带队长老领头闹事 甚至闹得鄙视无法继续进行 但忽然不知从哪传出消息 说是老天师亲口承认过 赵承相并非是龙虎密文的拥有者 很快 武当山就老实下来了 赵承相的表情显然不像之前那样自然 看起来心虚得很 却又极力要保持镇定 比试总算得以继续进行 第五场 由林小小对战伊和欢 林小小一手峨眉刺刷的出神入化 加上长相乖巧甜美 场下也有不少她的粉丝 这次她遇到了伊和欢 可谓是仇人见面分外眼红 要将辛仇旧恨一起算 所以出手也格外认真卖力 遗憾的是 上次交手过后 伊和欢的实力似乎又有所提升 打了五十几个回合以后 她一脚将林小小提出了万法踪弹 林小小败下阵来 气得直跺脚 撅着嘴巴回到队伍当中 没憋住掉了眼泪 台上的伊和欢嘲笑道 哼 小女孩才会哭鼻子 你这种货色 来参加什么罗天大叫 回去玩过家家吧 这次赢了比试 还要嘲讽几句 台下有不少人都觉得不太舒服 对伊和欢声出了几分厌恶 隔着上百米 小爷 我都闻到伊和欢身上的骚气了 龙飞城安慰道 林师妹 咱们别与那公交车置气 伊和欢面色一变 你说什么 信不信我把你嘴撕烂 论说骚话 龙飞城比不上伊和欢 但论起说垃圾话 十个伊和欢也比不上龙飞城 龙飞城护着林小小 就像哥哥护着妹妹似的 指着伊和欢破口大骂 伊和欢已经算是心理防线 比较强大的了 但还是被龙飞城骂得喘不过气来 最后沉着脸主动走下了万法宗坛 骂赢了伊和欢 龙飞城黑黑笑道 林师妹别担心 下次他再敢欺负你 你就跟我说 我虽然不擅长打斗 但朱星这一块还是有点心得的 看到龙飞城帮自己出了恶气 林小小心里这才好受一点 不再掉眼泪了 灌云失态见状直摇头 心里怀疑自己是否太过保护林小小了 其实他更希望林小小能独立一些 第六场 赵丞相对王极王 那赵丞相本来就看不起严手一一行人 加上刚才大家开始议论他身份的真伪 所以他更加迫切地要表现自己 奈何王极王也不弱 两把菜刀在他手里 可进可退 可攻可守 杀得赵丞相压力倍增 只可惜 最后还是赵丞相技高一筹 以轻伤为代价 将王极王击败 败下阵来的王极王 也不生气 只是回忆着 刚才与赵丞相动手的细节 盘算着自己的失误 这就是王极王 他之所以能走到今天这一步 就是因为 他喜欢从失败中吸取教训 这是他强大的根本原因 王极王下场以后 叹了口气 对严守一说道 这个赵丞相确实不弱 下一轮你要是遇到他 千万要小心 他的招数用蛮力是破不了的 严守一点点头 安慰道 下一场若真遇到赵丞相 我就帮你和小龙出一口恶气 喊他一声 赵铁弹是少不了的 龙飞成笑道 罗宁问 最后两场了 还没轮到你吗 严守一拿出了自己的号码牌 道 我是杨自排最后一场 那你的对手是谁 马上就知道了 第七场 又拿到了马自排的参赛弟子上台 上台之人 乃是毛山派韩三 与黑衣持枪的女伞修 所以 第八场严守一的对手 便是最后一位 来自随山派的王赫 王赫这家伙 一路闯入十六强 却不显山不漏水 至今为止也没人知道 王赫真正的实力 在什么水平 而且不知为何 严守一总觉得 这个王赫怪怪的 不过 没等他多想 二长老都声音忽然将他的注意力 完全带回万法宗坛 第七场 由毛山派韩三 对战散修 赤青真人 赤青真人 严守一 林小小 燕南飞 龙飞成他们 全都愣住了 赤青真人这个名号 不正是之前林子同起着 糊弄燕南飞他们的吗 这一瞬间 严守一的眼神 变得热切起来 其实他心里早就对这个黑衣散修的身份 产生怀疑了 不过碍于罗宁在身边 他不敢直接去找他求证 如今看来 自己的怀疑和直觉 都是对的 他是赤青真人 是隐藏了身份 杀上龙虎山的林子同 果不其然 在名号被爆出来以后 台上的黑衣女散修 也看向了严守一他们的方向 那一双眼眸 刚与严守一对视 一切就藏不住了 因为这双眼睛 严守一再熟悉不过 是他 真的是他 严大哥 林小小刚要说什么 严守一便笑着打断道 没错 是他 林小小顿时面露喜色 原来林师姐真的来了 我就说嘛 她不可能错过的 众人都激动起来 感情嫂子藏了半天 原来一直都和咱们在一起啊 不过他这么做 又是图啥呢 关云师太见大家如此激动 不由地问起了原因 这一问之下 关云师太甚至比其他人还要激动 哪儿呢哪儿呢 守一的妻子 快让我看看 小姨婆真是操碎了心啊 不过此时林子彤还戴着面纱 看不清楚容貌 关云师太盯着 看了老半天 还是忍不住夸赞道 光看身材和气质就知道 这姑娘一定是个大美人 守一 你可千万不能辜负人家 严守一哭笑不得 指着罗宁说道 有她的闺蜜团盯着 我哪有机会啊 罗宁则是笑道 等她回来了 就让她自己盯着你 不用麻烦我了 知道林子彤真正身份的 只有严守一一行人 其他人却是不知 众人只是好奇 这一届散修 还是个女子 是怎么立压各大门派青年才俊 杀到这十六强的 而她的对手 是毛山派的韩三 韩三虽然自恋 但实力也摆在那 多半她不是韩三的对手了 万法宗坛上 韩三背着金钱剑 打量着林子彤 随后调侃道 这位美女 我之前从未见过你 难不成你是慕名而来 只为在罗天大叫上 与我交手 赤青真人林子彤淡淡一笑 眯着眼睛说道 少说点废话 否则一会儿输了 就下不来台了 韩三浑然不觉 林子彤对她的嘲讽 还笑道 喜欢我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你无需自卑 一会儿输了以后 我愿意为你单独做心理辅导 谁让你是个大美女呢 哈哈哈哈 林子彤冷哼一声 用枪尖挑起地上的一块石头 然后狠狠地鞭打出去 那石头如同子弹 射在铜锣之上 一旁的龙虎山二长老 都吓了一跳 比试开始 林子彤自己宣布 随后便朝韩三冲去 二长老无奈 只能连忙喊道 比试开始 刀剑无眼 你们切记点到为止 不过她这话 显然不是用在这场比试上 因为按照以往的惯例 但凡韩三的对手式的女生 都会被韩三气得火冒三丈 最后比试就变成了不死不休 最要命的是 韩三这家伙 还没有半点自知之明 事后还调侃对手 虽然我是你永远也得不到的男人 但你千万不要 因为得不到就想毁掉啊 所有观众心里都默默祈祷 这一次 最好让这位赤青真人 给韩三这小子 好好上一课才好 林子彤手持长枪 速度如电 瞬间杀到韩三的面前 身为女子 林子彤却有着极强的进攻欲望 这代表着她和其他的女人不同 她对自己的实力十分自信 饶视韩三也吓了一跳 表情变得严肃起来 看来 你为了今天与我这一战 准备了许久 滚 林子彤一枪刺出 韩三连忙拔出身后的金钱剑格挡 那由红线串成的金钱剑 看似不堪一击 却挡住了林子彤的长枪 但巨大的力道 却将韩三冲飞了出去 狼狈地在地上打了几个滚 最后 她落在了玩法总坛边 愣是用双手抠着地上的石砖缝 否则怕是要摔出万法宗坛了 下手这么狠 韩三狼狈地爬起来 脑袋上的道帽都掉在地上了 此时 她也顾不得去捡 观众们此时发觉 韩三恐怕要认真了 众所周知 韩三是个极度自恋的家伙 他十分在意自己的形象 而此时的韩三 帽子掉了也不减 显然是忌惮林子彤 在她弯腰的一瞬间出手 林子彤冷哼一声 枪指地下 道 捡起你的帽子 认真与我交手 韩三松了口气 露出笑容 弯腰去捡帽子 谁知林子彤 根本没给韩三机会 再次杀到她的面前 趁着韩三捡帽子的功夫 长枪直刺 怎么对我还耍小心思呢 韩三大惊失色 直接一个前空翻 不禁躲过了林子彤的偷袭 还捡起了帽子 重新戴在脑袋上 我说 让你捡帽子 又没说不打你 你这 长得漂漂亮亮的 怎么形式风格如此无耻 你是跟谁学坏的 韩三痛心疾首地说道 林子彤不自觉地 瞟了一眼台下的严首一 严首一一脸猛逼 她看我做什么 我平常形式很无耻吗 争论无耻 也是小龙更无耻一些吧 燕南飞默默地说道 上次你忽悠我们的时候 就挺无耻的 小龙也笑道 我那顶多叫baby 离无耻还差一点呢 严哥你才是大无耻 严首一 合着自己一身正气 这帮家伙们看不到 光盯着自己无耻的那部分了 但人走江湖 偶尔就应该无耻一下 这也是严首一的爷爷 教给他的道理 台上 林子彤和韩三重新交手 一个呼吸间 就已经打了十几个回合 却是难分伯仲 这个赤青真人 还真有点本事 我原以为他 只是侥幸杀到这里的 却没想到 竟能和韩三平分秋色 但韩三肯定比他厉害几分 你们没看到 上次韩三参赛用的招数 这次一个都还没拿出来吗 现在双方都在试探 我觉得 那赤青真人 也没拿出真本事 不过话说回来 赤青真人应该是个大美人 他身上的气质 隔着面纱 我都能感受得到 咱们这些阿猫阿狗 就别想了 着实是配不上啊 大家知道 韩三还没有出真本事 毕竟毛山厉害的是毛山树 咒树福禄这些玩意儿 韩三一样 都还没拿出来呢 而严首一他们也知道 林子彤也没有拿出真本事 至少到现在为止 他连一招驴山派的招数 都没拿出来过 一番交手过后 令人惊讶的一幕出现了 最先忍不住的人 不是林子彤 而是韩三 他憋不住 开始使用毛山树了 角积之精 甲以神灵 阳波鼓舞 云雷速星 群魔游石 静解雷霆 千千解手 万万减刑 顺舞者生 逆舞者轻 稍微无令 如逆上轻 急急如律令 韩三刚开始念咒语 严首一就知道 这家伙要用的是掌心雷了 而万法宗坛上的林子彤 其实也对掌心雷十分熟悉 他当即后退 开始闪躲 韩三心里还纳闷 自己表现得很凶猛吗 为什么对方想都不想 就后撤了呢 外人若是不知道掌心雷的咒语 肯定不会这么快就做出反应 奈何韩三遇到的是林子彤 而林子彤身边有严首一 银色的电蛇 在韩三的掌心若隐若现 他一掌击出 顿时放出了一道雷电 直击林子彤 好在林子彤身法了得 轻松闪过 韩三有些生气 下一次便一口气 放出了三条电蛇 林子彤依旧有所准备 让韩三竹篮打水 奇怪了 韩三一怒之下 一掌拍向地面 电蛇钻入地下 让遍地的石砖都开始颤抖起来 银色的雷光从地缝中钻出 林子彤脸色微变 将长枪狠狠地插进地砖的缝隙里 然后一跃而起 单脚站在枪杆末端 任地面被电蛇吞噬 林子彤站在枪杆子上 全然不受影响 等的就是这一刻 韩三忽然将手掌举过头顶 整张脸都仗红起来 万法踪弹的上方 突然出现一道晴空霹雳 正是朝着林子彤而去 观众们都忍不住平住呼吸 却见林子彤拿出了一张道符 道符无火自然 瞬间化作一柄红色的油纸伞 他飞快地撑开油纸伞 正好挡下了从天而降的掌心雷 掌心雷劈在油纸伞上 好像雨水似的 向四面八方分流 所落之处石砖破碎 草木焦黑 可油纸伞却毫发无损 林子彤单脚踩着抢杆 金鸡独立 手持一把油纸伞 随意地搭在肩上 再加上他身穿黑衣 戴着面纱 头顶上有雷光四向流动 这一幕 着实令人震撼 有不少观众 瞬间被林子彤吸粉 而且喜欢他的 不仅仅是男的 更多的是女弟子 这些女弟子在修行路上 没少被男弟子瞧不起过 林子彤的出现 仿佛就是为了他们争了一口气 赤青真人太洒了 这个赤青真人 是什么来年 天师殿前 老天师好奇地问张四水 张四水心不在焉地答道 二长老不是已经说过了吗 他是散修 他当然不是散修那么简单 老天师说道 你看到他手腕上戴着的手链了吗 张四水眯着眼睛看了一阵 总算是认出来了 驴山派的招魂灵 这么说 他是驴山派的人 各门各派弟子来参加罗天大教 为的就是出名 这丫头倒好 隐藏身份 这是什么意思 而且 他的招魂灵上有一条蛇形纹路 这是我从未见过的 他身上的秘密 不比严手一手啊 老天师感慨道 张四水问 您看好他 还是韩三 老天师摇摇头 不好说 赤青真人是厉害 但韩三也不弱 他可是年纪轻轻 就达到了三平转通 正决胜境界的家伙 毛山派有十平转通之说 一平转通 力能至一方中轻重事 为此别决胜 二平转通 得知世界有无极凶事 为此得决胜 三平转通 能达知最福 一切宿命来往牲畜 果报游去 为此正决胜 四平转通 能以心密照 未然俘获因中事 为此通决胜 五平转通 普之十方无极世界 一切缘运游去修否事 为此大决胜 切缘运游去修否事 为此大决胜 到那十平转通 便是观普查普明普照 无忧无名 动之天地 光显十方 湛然长存 为此动名大决志真大胜也 如今的茅山派掌门 也不过是五平转通 而年纪轻轻的韩三 就已经是三平转通 仅次于茅山派的一些 出色长老而已 别看韩三吊儿郎当的 是个自恋狂 他的实力 一直摆在那 否则以他那性格 早就被人截杀了 见老天师都拿不定主意 张四水更加好奇 赤清真人的身份了 他直接命人去联系 驴山派 想要问个究竟 来人 去联系一下驴山派掌门 驴静生 如今的驴山派掌门 已经不是驴静生了 而是驴精 老天师打断道 驴精 那个红脸倒是 嗯 和你一样 都是臭脾气 来人 去联系驴精 万法宗坛上 韩三看着毫发无损的 林子彤 也是颇为意外 他好奇地问道 你那是什么发戚 红神伞 林子彤毫不忌讳地答道 真是个好宝贝啊 韩三叹了口气 道 有这玩意儿在 我毛山的掌心雷 怕是伤不了你了 要是没法子了 就赶快认输 林子彤建议道 韩三哈哈大笑 认输 认输是不可能认输的 这辈子都不可能认输 台下的龙飞城 摸了摸鼻子 怎么感觉这家伙说的话 有点耳熟呢 韩三接着说道 这么多年来 毛山派就出了我 这么一个天才 下一届螺天大叫 我就要过了年纪 不能参加了 这次说什么 也得拿个冠军回去 光宗耀祖 那你怕是要失望了 我这一关 你闯不过去 林子彤淡淡地说道 韩三一愣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众人疑惑 林子彤的回答 有什么问题吗 为何韩三如此敏感 只听韩三质问道 你来参加螺天大叫 不是为了你自己 而是为了守官 守官 为谁而守 众人也没有想到 韩三的提问 居然如此一针见血 仔细一想 似乎还真如 韩三所说的那样 他是为了给其他参赛弟子 扫除障碍的吗 难道又是龙虎山的暗奇 目的是为了保护龙虎山弟子 让他们顺利夺冠 成为天师 韩三一旦激起千层浪 所有人都议论纷纷 林子彤一时间 也不知如何作答 为了转移注意力 林子彤干脆摇动招魂灵 诡异的铃声响起 所有人的注意力 果然被吸引了 只见林子彤的身后 飘出了一团黑气 逐渐凝聚成人形 这飘出来的家伙虽然不高 却十分魁梧 身披藤甲 手持武士刀 看着气势不凡 他正是身田一郎 在霓虹国收服的士神 黑川路 而此时此刻 他是林子彤的部下 黑川路刚出现 就散发出了强大的气势 韩三忍不住喊道 裁判 他作弊啊 这是请外援 裁判道长 一时也有些为难 因为林子彤是散修 无法确定其门派 也就说不清楚 这是神能不能用了 这时 一道声音传来 他是我驴山派的弟子 驴山派擅长招魂 自然不算犯规 人群之外 顺着声音看去 只见驴精带着几个驴山派心腹 出现在众人的眼前 驴精掌门也来了 龙非诚高兴道 他相逢故人 甚是亲切啊 罗宁道 你最近是不是开始读书了 我以为你会说老乡见老乡 两眼泪汪汪 一个意思一个意思 驴精身后 都是些熟悉的面孔 黄海 周玉泉 全都在其中 剩下的即便叫不出名字 也是参与过平安大厦 围剿白石洗的精英弟子 严守一猜想 多半是这些人陪着林子彤 去走访周边门派 后来又马不停蹄地赶来了龙虎山 大概是想给自己一个惊喜 所以林子彤才隐藏身份 并且让驴精他们都躲起来吧 龙虎山二长老 自然也认识驴精 不由地皱着眉头问道 驴精 你这是什么意思 二长老 驴精先是行李 随后对着台上的林子彤说道 不用隐藏身份了 摘掉你的面纱吧 林子彤点点头 既然严守一都已经发现他的身份了 确实没有隐藏的必要了 于是他伸手摘掉面纱 任凭面纱随风飘向人群 面纱之下 是那清澄之帽 他的相貌清纯美丽 双眼澄澈空灵 兵机迎澈 看着美若天仙 似乎褪去了俗气与艳腻 虽生于凡尘 但一瞥一笑 一举一动 甚至是一个回眸 无一不流露出仙子气息 无一不令人陶醉 这不正是所有男人的梦中情人吗 韩三更是看傻了眼 他虽然猜到 面纱下的容颜会很美 却没想到这么美 在林子彤的面前 一向自恋到眉边的韩三 都想化作一条田狗 因为他头一回发现 这个世界上还有 让他都配不上的女子 台下妩媚妖娆的伊和欢 忍不住咬牙切齿 他修的是魅火之术 练的是美貌之功 但即便他用尽了办法 也只是让一些 好色的男人上钩而已 而林子彤什么都不需要做 只是静静地站在那 就有无数男人被他吸引 为他沉醉 这是何其的不公平 当所有人都被林子彤的 美貌所震撼时 驴经介绍道 他是我驴山派下一任掌门 林子彤 之前以散修身份参加罗天大教 乃是有一些特殊原因 现在我驴山派在此 澄清林子彤的身份 他自然可以使用招魂灵汉帮手 听闻林子彤竟然还是下一任 驴山派掌门 众人更加觉得他太过遥远了 美丽 有气质 实力强大 还是下一任驴山派掌门 这妥妥的 就是小说里女帝人设 不知未来会有哪个小子走狗屎运 得到林子彤的青睐 裁判道长回过神头 悄悄地看向老天师 见老天师点头 这才答应道 即使如此 那便恢复林子彤的身份 鄙视没有问题 现在继续 韩三还没回过神来 那黑川路已经杀到他跟前 他不得不用金钱 剑与黑川路交手 而林子彤却还站在远处 观众们惊讶到 林子彤召唤出来的魂魄好厉害 不过看打扮 怎么是个霓虹人 霓虹人 我看多半是诗神吧 这才是驴山派的真本事 现在看来 林子彤的胜算很大 我也愿意看到林子彤赢 韩三那家伙 我四年前就想揍他了 正所谓颜值及正义 大家看到林子彤的模样以后 轻一色地站到了他这边 而韩三 韩三这几年太过自恋 早就给自己拉满了仇恨 大家恨不得看到他倒霉呢 韩三与黑川路边打边退 嘴里还骂骂咧咧的 大概意思就是 林子彤本来就已经够难缠的了 他竟然还可以喊帮手 这个打个锤子 转眼的功夫 韩三就被黑川路逼到了 万法宗坛的边缘 他退无可退 只能咬牙道 找帮手是吧 真当我不会吗 只见韩三顺手一道掌心雷 将黑川路逼退 随后伸手进口袋 抓出了一把豆子 撒在自己的面前 翻悬宝号 普利无边 诸神卫虎 天罪削迁 金丸翻落 云配回天 各尊法旨 不得及言 咒语才念碧 那地上的一颗颗豆子 竟然变成了一个个张牙舞爪的阴兵 开始围攻黑川路 见到这一幕 眼手衣不由的脸色一沉 撒豆成冰 完了完了 嫂子能摇人 那韩三也能摇人 而且 那家伙摇的人更多 龙非城担忧道 撒豆成冰是茅山派的法术 我们的鲁班书里 记载了不少茅山法术 唯独没有这撒豆成冰 眼手一叹了口气说道 那些鹰兵实力不如黑川路 但拖延黑川路 肯定是够格了 接下来 那韩三肯定要找子童的麻烦 果不其然 鹰兵刚刚困住黑川路 韩三就直奔林子童而去 此时此刻 韩三已经认真起来了 黑川路被鹰兵所困 林子童不得不再次单独面对韩三 这韩三可是茅山派最出色的弟子 林子童一开始就将他当作大敌 所以从未掉以轻心 在韩三冲向他时 林子童便已经捏起了法印 口中念念有词 四十八节 阴望而生 神不内养 外作邪精 九丑之鬼 知辱姓名 无鬼斗煞 听无号令 急需带去 不得久听 急急如律令 此乃无鬼斗煞咒 万法宗坛上 凭空钻出了五个恶鬼 每一个都人高马大 看着着实不好惹 他们拦在林子童与韩三之间 韩三若是继续向前冲 必将被无鬼锁阻 韩三咬了咬牙 忽然将手里的金钱剑横扫 砍下了脚下的一撮杂草 那几根杂草被斩断 飘向半空 落下之时 竟已经变成了五匹栩栩如生的白马 韩三便是骑到了一匹白马的背上 朝着无鬼冲去 斩草为马 张山通摸了摸胡子 评价道 茅山树看来 已经被这小子穴到头了 我靠 本来是一对一单挑 愣是被他们打成了群殴 龙飞城忍不住感慨道 的确 原本宽敞的万法宗坛 如今显得有几分拥挤 一头是黑川路和阴兵们在打架 另一头是 无鬼拦着韩三和无匹马的去路 要是再让这两人召唤下去 怕是要把整个万法宗坛给填满了 到时候就不是一对一的比试了 而是两个团之间的战争了 众人在惊讶于林子彤和韩三的实力之时 韩三已经骑着马 越过蓝路的无鬼 来到林子彤的面前 林子彤也已经做好准备 从长枪上跳了下来 收起红神伞 当作武器 二人又是一阵短兵相接 不过这一次 又不仅仅只是冷兵器的碰撞 韩三时不时释放掌心雷来干扰 而林子彤也施展了一些 驴山派独门法术进行反击 不知不觉 又是上百个回合 这一战 可以说是全场最为胶着的一战 驴精一直目不转睛地看着 心里也赞赏林子彤的实力 看来这些年 师兄驴晋升已经将一波全部传给了他 打着打着 韩三忽然发现 这样下去并不是办法 黑川路的实力是远超那些阴兵的 如今阴兵已经被斩杀过半 如果等到黑川路解决了阴兵 前来支援 他必将陷入被动境地 留给他的时间不多了 必须尽快奋出胜负才行 于是 韩三咬咬牙 从口袋里 掏出了一张金色的道符 大部分人认为 道符就只有一种颜色 那就是黄色 可实际上 道符共有五种颜色 不同道符的颜色 威力也不同 最低级的是黄色 依次网上是蓝色 紫色 银色 金色 其中金色的道符威力最强 所以当韩三拿出金色道符的时候 所有人都吓了一跳 裁判倒是盲问道 韩三 这金色道符 可是你自己画的 若是别人画的道符 你可不能使用 否则就算违规 金色道符威力巨大 如果这道符 不是韩三自己画的 那么就不能使用 否则以后罗天大叫 人人带着金色道符上台 打得天昏地暗 谁有钱谁 就能活到最后 但如果是自己画的 那就没问题了 韩三大笑道 当然是我自己画的 此乃请神佛 请神佛 韩三可真是豁出去了 请神容易送神难 韩三都被逼到这个份上 看来那个林子彤 确实厉害 请神佛可比鬼上身还麻烦 成功后代价可不小 韩三估计 是太想要夺冠了 毕竟 这是他最后一次 参加罗天大叫的机会 众人议论之时 韩三已经捏着道符 念起了咒语 香气沉沉硬乾坤 燃起清香透天门 金鸟奔走如云剑 玉兔光辉四车轮 玄天真武大将军 五方五帝显如云 扶到鸡瞳来开口 指点弟子好胜分明 神兵急急如律令 咒语才念完 韩三手里的金道符 便无火自燃 然后化作一道金光 冲天起 金光钻进苍穹之中 好像一枚信号弹 玄机风云变色 一道雷光从天而降 正披韩三的天灵盖 这次天天装逼 总算被雷给劈了 燕南飞激动道 关云师太打击道 这可不是被雷劈 这是请神成功的表现 真的请神了 赵一摇皱眉道 他会请来什么神 张山通笑道 多半是阴神 眼手一脸上 露出了一丝担忧之色 他看出了韩三的厉害 又不知林子彤 这一个多月来经历了什么 实力是否有所长进 是否还藏着什么杀招底牌 却见韩三挨雷劈以后 便翻起白眼 浑身抽搐 模样和中邪没什么区别 林子彤也算讲道义 之前那么久都没有出手攻击韩三 如今他回过神来 打算趁着这个时候 直接将韩三踢出万宗法坛 一劳永逸 然而 他刚刚跑到韩三的面前 那韩三忽然身体一僵 整个眼睛都变得漆黑无比 冷森森地盯着林子彤 大张旗鼓地请我过来 就是为了收拾这么一个丫头 请神 成功了 林子彤立刻后退 因为分不清楚 韩三请来的是什么神仙 一时间不敢贸然出手 你是谁 林子彤冷声问 韩三冷冷地答道 无奈十大英帅 日游神饰演 果然是英神 地府有十大英帅 黑白无常 牛头马面 皆在其中 除此之外 还有日夜游神 豹尾 鸟嘴 鱼腮 黄蜂和鬼王 这日游神 是负责在白天四处寻游 监察人间善恶的神奇 别看他是神 却是一名货真价实的凶神 如果冲犯了日游神 必将会招来不幸 真正的日游神 是一副玉力打扮 披散着头发 手持木牌 上写日寻二字 此时日游神上了 韩三的身 虽然模样 还是韩三的模样 衣服还是韩三的衣服 但他眼里透露着的死气 却是韩三不曾拥有的 林子彤光是看一眼 就有些不寒而栗 可事已至此 就算对方是神 林子彤也要斗上一斗 叮铃铃 林子彤摇动招魂铃 吴鬼立刻转身 张牙舞爪地去攻击韩三 可韩三满不在乎 转身对着吴鬼 便是一声怒吼 这一吼震耳欲聋 连观众都忍不住捂住了耳朵 可即便捂住耳朵 大家也是感觉头晕胸闷 甚至想吐 这是魂魄受到影响的结果 那吴鬼首当其冲 直接被猴腿战役全无 吓得魂飞魄散 林子彤健壮 脸色不太好看 他发现了 这位日游神 可是完全克制自己的存在 驴山派擅长招魂之术 而这位日游神 乃是地府英帅 本就是鬼魂最惧怕的存在 自己就算照一百次 无鬼现身 他们也不是日游神的对手 果不其然 韩三转过身后 不屑地笑了起来 你所召唤的无鬼 在地府里 不过是本帅的阶下囚 你让他们来对付本帅 一向天开 痴人说梦 场上情况对嫂子大不利呀 龙飞城着急道 都走到这一步了 输了也没什么 严守一沉声说道 我现在最希望的是 子彤不要受伤 放心吧 日游神虽然厉害 但他终究是被 困在韩三的驱窍里 有这身驱窍限制 日游神再厉害 也不会厉害到哪去 只要灵丫头 不使用招魂类的招数 还是有机会赢的 张山通安慰道 严守一微微叹气 林子彤会的法术 不都是传承自驴山派吗 他除了招魂类法术 其他的可是真不擅长 如今对上这日游神 几乎没有什么胜算 事实上 大家看到日游神出现了 也都开始为林子彤感到惋惜 他已经很厉害了 人美实力又强 第一次参加罗天大教 就走到了今天这一步 只可惜 他遇到的是韩三 在所有人都不看好林子彤之时 林子彤却不显慌张 他默默地拿出了一张道符 再次使用燃符取物 手中多了一把古琴 那是 严守一一愣 随后惊讶到邹叔叔的古琴 王吉王也露出惊讶之色 龙非诚恍然大悟 我明白了 嫂子这是要用古琴驱鬼 上次我听嫂子弹琴 就有种心神不宁 恶心想吐的感觉 当时还以为是嫂子弹得不好 现在一想 原来嫂子是在使用精神攻击 严守一默默地不说话 其实你嫂子 当时就是单纯地谈得难听而已 不过时隔一个多月 林子彤重新拿出古琴 必然是有所准备 只见林子彤盘膝而坐 单手抚琴 韩三见状 不屑道 区区古琴 能奈我何 林子彤轻声说道 管你是鬼是神 我这一曲肝肠断 让你从哪来回哪去 在英帅面前都敢如此说话 此等魄力 已经是让很多人汗颜了 林子彤拨动琴弦 刹那间密集紧张的音律 从古琴中传来 一股绝望之意扑面而来 闻者伤心流泪 听着悲痛欲绝 而首当其冲的韩三 也是瞬间面色难看 忍不住咬着牙 眼神凶狠 好一个一曲肝肠断 是本帅小看你这古琴了 没想到一把破古琴 竟然能影响到本帅的魂魄 众人闻言 乌不大惊失色 林子彤竟能伤到日游神的本体 这姑娘今日怕不是要是神哪 一曲肝肠寸断 管你是神是鬼 林子彤静坐万法宗坛的郑东方 盘膝而坐 邹瞎子那破旧的古琴 就枕在他的双腿上 他的食指在古琴上来回波动 古琴发出的琴声 甚至已经肉眼可见 扭曲了空间 形成阵阵波纹 向韩三席卷去 自东方好似刮来强风 让韩三在琴声中艰难站立 他的帽子已经被吹飞 长发向着身后乱摆 甚至连睁开眼都十分吃力 谁也没能想到 林子彤能一次又一次地 给大家带来惊喜 以女伞修为名 闯入十六强 对战韩三却不怯场 公布身份后 又用驴山派弟子的身份 召唤黑川路与乌鬼前来助阵 又是力压韩三一头 而如今 即便是对上寝神上身后的日游神 林子彤还是能够拿出古琴 以超群的琴迹 让日游神都为之忌惮 太强了 这女人太强了 眼手衣也颇为惊喜 臭丫头的情迹 果然有所提升 虽然还不如邹叔叔那般老练 却也已有自己的风格了 这一曲《甘肠断》 想必也是出自邹瞎子的情谱 但若是由邹瞎子弹出来 必定是七七惨惨七七 而林子彤如今所谈的 不是那种悲伤欲绝甘肠断 而是那种一往无前甘肠断的感觉 王吉网听着琴声 怀念着自己死去的父亲 不自觉地红了眼 王之来察觉到哥哥的异样 默默地抱着他的腰 可恶 韩三愤怒无比 在那情声的干扰之下 他的面部表情十分扭曲 日游神的魂魄 甚至已经渐渐与韩三分离 众人可以看到 韩三身后那黑色的虫影 看样子 甘肠断的确有效 他就是专门为魂魄和精神 而研究出来的曲子 只见韩三咬咬牙 顶着巨大的痛苦 开始朝林子彤靠近 林子彤也不躲 或者说已经没有回头路 可走了 要是他现在停下来后退 韩三必将找到机会 将他击败 只有硬着头皮 加快弹奏的速度 争取将日游神 驱出韩三的身体 于是 林子彤加快了速度 加快了力道 让琴声变得更加激昂起来 啊 韩三突然仰天 发出痛苦的吼叫声 甚至将日游神的魂魄 甩出了身体 日游神同样在嘶吼 日游神不愿意 在一个人间丫头的面前认输 他努力回到韩三的体内 拔出了金钱剑 往前冲了几步 总算是来到林子彤的面前 区区凡人 本帅这就取你性命 林子彤眼神一凝 双手将琴弦向外扫 送出的波纹 竟形成了一道道利剑 先一步斩在韩三的身上 韩三顿时倒飞出去 身上出现了好几道剑伤 而他体内的日游神 也被这突如其来的攻击 给冲出了韩三的身体 韩三请来的 并非是日游神本体 只是日游神的一道残魂而已 所以 在日游神离开了韩三身体之后 他的魂魄就迅速消失 只是那不甘和屈辱的嘶吼声 还在万法踪坛上回荡着 日游神 被林子彤赶走了 众人直到此时 才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他们有的人脸色胀红 此时才发现自己刚才 居然因为过度紧张 而忘了呼吸 而没了日游神的支持 韩三的如同被抽光了蚕丝的蚕 变得虚弱无力 浑身的肌肉犹如萎缩了一般 就连身高似乎都缩水了几厘米 老天师叹气道 韩三这小子 最后一次参加罗天大叫 想尽力夺得一个好名次 这倒没什么 只是请神上身 这一招太过鲁莽了 好在也没有伤到根基 好好休养几个月 也能恢复过来 话虽如此 输给了林子彤的韩三 心里怕是万念俱灰 他双目无神地看着天空 脑子里不知在想些什么 这一场 驴山派林子彤获胜 二长老宣布道 林子彤默默地散去了 古琴与红神伞 拔出了插在地上的长枪 准备下场 却在此时 韩三挣扎着坐了起来 喊道 慢着 林子彤脚步一顿 想听听 韩三输了以后会说什么 只听韩三虚弱地说道 输给了你 我心服口服 从此以后 我愿意自甘堕落 成为你的丈夫 像气轿子 林子彤 众人 茅山派众人 丢脸啊 韩三啊韩三 你他妈真是自恋到了极致 都到这个地步了 还觉得人家林子彤喜欢你 而且 你这一副勉为其难的语气 是怎么回事 当下就有一些 林子彤的谜地谜媚 想要上台 再走韩三一顿了 林子彤无语过后 轻轻地摇摇头 说道 不劳麻烦你了 实不相瞒 我早就结婚了 韩三如遭雷击 直接吐了一口老血 你 你你你 就因为得不到我 所以你就随便 找了个男人结婚 秀 林子彤的长枪 与韩三擦肩而过 狠狠地插在韩三的身后 枪杆轻轻晃动 都碰到韩三的耳垂了 你再胡说八道 我杀了你 林子彤冷声说道 韩三顿时打了个寒战 不敢再乱说话了 看到韩三这副模样 众人丝毫不觉得 林子彤做的有什么错 甚至一个个拍手叫好 就应该好好教训 教训韩三这个无耻之徒 不过 林子彤已经结婚了 众人心里一时无法接受 这女神刚刚降临 就宣布结了婚 这不是 让大家的美梦破碎吗 我 我只有最后一个问题 韩三弱弱地说道 那个男人到底是谁 这也是所有人心里 最想问的问题 提到那个男人 林子彤脸上的寒霜褪去 化作了春风一笑 我丈夫就在现场 众人连忙看向自己的左右四周 寻找那个 能够配得上林子彤的男人 你们不用找了 严守一大步走上万法宗坛 目光与林子彤交汇 眼里满是温柔 谁曾想 他还没站稳 就被观众给拉了下去 行了行了 风头也别让你一个人出境了 我们承认你有点本事 但想要配得上林子彤 还是差得太远 赶紧下来吧 严守一被大家强行拽下万法宗坛 一脸猛逼 连忙解释道 我真是他丈夫啊 是是是 我们信 林子彤也是 我们大家的梦中情人 看样子 完全没人相信严守一 严守一无奈 只能向林子彤 送去求救的目光 林子彤看到 严守一有理说不清的模样 忍不住扑呲一笑 这一笑 可谓是沉于落雁 碧月羞花 回眸一笑百媚声 也不过如此 大家 甚至都看傻了眼 忘了 再去拽严守一 严守一趁机正拖出来 跑到万法宗坛上 一把抱住林子彤 林子彤也毫不做做 钻进了严守一的怀中 两人紧紧相依 真是小别圣新婚啊 吕金笑道 瞧把这两人给折磨的 瞧见女神主动投怀送抱 大家此时才终于相信 林子彤的丈夫 竟然真是那个 鲁班传人严守一 可恶 逼让这小子装了 女神让这小子 给抢了 怎么世界上所有好事 都落在他的头上了 韩三更是吼出了 所有男性弟子心里的话 严守一 夺妻之仇 不共戴天 严守一回头看了韩三一眼 冲着他笑了笑 然后抱着林子彤 狠狠地作了几口 扑 韩三当即气得吐血晕倒 杀人诛心 杀人诛心啊 不再理会旁人的声音 严守一低声问林子彤 为什么要隐藏身份 没别的想法 就是为了给你一个惊喜 林子彤怯笑道 分开的日子 你没吃苦吧 有驴精掌门他们在呢 一时住行 都由他们安排 我轻松得很 那路上有人刁难你们吗 告诉我 回头我替你收拾他们 你想太多了 此行特别顺利 回去我就可以继承掌门之位了 二人小声交谈着 看着他们如骄似漆的模样 一些想要挖墙脚的家伙们 也死了心 也不知为何 此时在看 严守一和林子彤 竟觉得他们有几分般配 甚至不忍打扰他们重聚的时刻 奈何 万法宗坛是进行 罗天大教比试的地方 不能让严守一他们 占据太长的时间 所以 龙虎山二长老 只能咳嗽几声 提醒道 严守一 你们要叙旧的话可以等一等 马上要进行下一场了 严守一微微一笑 捏了捏林子彤的脸蛋 道 你先去小龙他们那儿等我 我一会儿就来找你 嗯 林子彤乖巧地点点头 走下了万法宗坛 和小龙他们碰面 大家也格外开心 而韩三 也被毛山派的人给抬下去了 这十六强进八的比试 只剩下最后一场了 正是严守一对战那最后一名 随山派的王赫 所以 严守一压根不需要下台 只能王赫上台 就好了 不一会儿 随山派王赫走上台 这是一名看着十分阴郁的年轻人 他的皮肤辣黄 两塞凹陷 一副营养不良的模样 但严守一却觉得 王赫身上藏着很强的实力 一会儿动起手来 可千万不能轻敌 与此同时 张山丽悄悄地来到了老天师身边 之前罗宁带来的尸体 查得如何了 老天师随口问 张山丽低声说道 查清楚了 尸体是随山派派来参加 罗天大教的弟子的 老天师似乎并不觉得意外 他叫什么名字 王赫 身后的张四水不由得一愣 如果尸体是随山派王赫的 那么此时站在台上的人又是谁 张山丽担心道 老天师是否要派人将台上的王赫抓起来 不必 等他们打完了再抓也不迟 老天师笑道 正好让这家伙去探探严手艺的底子 张山丽点点头 下去安排去了 张四水忍不住问 天师 您知道台上王赫的真正身份 知道呀 老天师答道 他赫山派掌门 王岐赫 他隐藏身份 参加罗天大教 是否要对我们龙虎山不利 老天师微微一笑 不必担心 王岐赫参加罗天大教 只有一个目的 杀严手艺 除了老天师等人 此时还没有人看穿王岐赫的身份 包括严手艺 严手艺也仅仅只是觉得 王岐赫有些古怪罢了 林子彤走下万法宗坛 和龙非诚他们会合以后 只是简单地叙旧几句 注意力就全放在严手艺身上了 大家也知道 林子彤心里只有严手艺 所以也没有多打扰 驴精带着驴山派众人 来见张山通与冠云师太 他难得和和气气地抱拳行礼 平道驴山派掌门驴精 有理了 张山通摆了摆手 咱也不是第一次见了 不必见外 冠云师太直接笑着喊了一声亲家 驴精和张山通 冠云师太他们算是同一时代的人 如今年纪相仿 也都各自身居高位 平背相论 驴精走近后 冠云师太笑道 林子彤是你的徒儿吗 他真是太出色了 说来惭愧 他是我师兄的关门弟子 你师兄 驴静生 冠云师太疑惑道 说起来也古怪 驴静生怎么好端端地不做掌门了 他上哪儿去了 驴精叹了口气 摇头道 似乎是游历四方去了 冠云师太不是太理解 游历之事 大家年轻的时候都已经做过了 如今大家都一把年纪 大多就求个安稳 哪会再跑出去游历 不过他并没有多嘴问 只是一个劲儿的夸林子彤 驴精与他们寒暄了两句 也望向万法踪弹 他说道 这个王赫倒是出乎我意料 隋山派这些年月发沉寂 我还以为 他们已经没有传人了呢 张山通皱着眉头道 只是王赫从始至终 都没有使用隋山派的本事 这很是古怪 不管怎么样 我相信手艺 王赫肯定不是他的对手 冠云师太信心满满地说道 张山通哭笑不得 真是风水轮流转啊 之前严守一对燕孤潮 关云师太担心了半天 如今他对上了王岐赫 关云师太倒是十分自信了 反而是张山通自己 有点说不出的感觉 如今台下的观众 早已经将严守一 列入死敌名单了 夺妻之仇 不共戴天的口号 喊得口干舌燥 他们看到严守一对上 深藏不露的王岐赫 纷纷露出幸灾乐祸的表情 嘿嘿 之前严守一两次走运 这次遇到王赫 我看他还有什么招 他的风水造诣确实厉害 但不代表他武斗也厉害 这个王赫我观察过 不弱于寒三语言见心 这回严守一要倒大霉了 龙虎山二长老此时宣布道 最后一场 鲁班传人严守一对 随山派王赫 比试开始 熟悉的铜锣声响起 严守一没有主动出击 那王岐赫 竟然也站在原地不动 众人安静下来 都好奇 这场比试 会是什么样的结果 严守一远远地问 为何不动手 王岐赫盯着严守一 冷笑道 我在等 我查过天气预报了 今年都没有第二次日识了 严守一调侃起来 王岐赫毫不在意 他说道 还有两炷香的时间 就是你父亲严筹 十六年前杀害我儿子的时间了 此言一出 众人皆惊 严守一的父亲 杀过这个王赫的儿子 等等 这个王赫看起来才二十岁出头 怎么可能有儿子呢 严守一也察觉到不对劲 心中对王岐赫的怀疑 瞬间到达了顶峰 他沉声问道 你到底是谁 王岐赫缓缓抬起了手 鸣笑起来 进我的阵 我单独告诉你 话音踩落 万法宗坛的四周 忽然爆发出了一阵强光 观众忍不住惊呼 似乎闪躲 才发现他们的脚下 不知何时 已经被摆出了一个大阵 这个大阵 将万法宗坛完全包围 不好 张山丽面色大变 急忙喝道 赶紧去将严守一带出来 二长老距离万法宗坛最近 但连他都来不及出手 万法宗坛便已经被一层结界所包固 结界里只有严守一 和王岐赫两人 二长老尝试着破阵 奈何那结界坚不可摧 他根本没有闯进去的本事 张山丽也来到阵法外 他心里其实早已经知道 王岐赫的真实身份 但由于老天师的阻拦 所以刚才他只能继续观战 本以为王岐赫会堂堂正正地 和严守一在万法宗坛上过招 没想到王岐赫早有准备 竟然提前布阵 将所有人挡在了外头 如今严守一要单独面对一派掌门王岐赫 这绝对是超出他的能力承受范围的对手 张山丽暗暗后悔 之前就应该直接抓住王岐赫 万一严守一在王岐赫的阵中被杀 他心里恐怕要愧疚一辈子 破阵 所有人一起想办法 务必要将严守一救出来 张山丽和道 这突发的状况 让所有人都不知所措 就连林子彤都有些没缓过神来 但很快 他就从张山丽的反应中看出了端倪 他二话不说 带着龙飞城等人来到结界外 开始尝试破阵 吕金 冠云师太 张山通等人也齐上阵 就连燕家的长辈 也开始寻找破阵之法 可惜的是 除了他们以外 普通观众却不太想出手帮忙 原因很简单 他们并不喜欢严守一 作为一个民间教派传人 在罗天大教上得了太好的名次 这对传统门派而言 可不是什么好事 他们这倒也不是落井下石 只是事不关己 高高挂起 一群人围在结界外焦头烂额 却奈何不了结界半分 林子彤咬了咬牙 目光看向了天师店外的老天师 见老天师竟然还坐在那儿 满不在乎的模样 他几乎抱走 老天师 这里是你龙虎山的地盘 我们前来参加罗天大教 是相信 您龙虎山的威慑里 有恶人混进罗天大教 找严守一的麻烦 这不怪你们 但若是因为你们的怠慢 害他在你们这儿出了什么岔子 我就算是 拼死也要掀了你的天师店 张四水喝道 放肆 天师的想法 岂容你来揣测 张四水这个回答看似帮腔 实则是在拱火 直接加剧了大家认为 老天师无动于衷的想法 吕金安慰道 子彤 咱们别一起用事 还是赶紧想办法 帮助严守一出来才是 龙非城焦急道 可是这结界 怎么也打不开 在所有人焦急万分之时 老天师总算是开口发话了 都别浪费力气了 此乃赫山派独门的阵法 名为八宫园阳阵 此阵一旦不成 就算是我出手也破不了 只能等两炷香之后 结界减弱 我们方可尝试破阵 两炷香 众人更加焦急起来 两炷香的时间 足够做很多事情了 就算严守一实力强大 但在面对不同层次的对手时 他又能撑多久 怕不是两炷香之后 结界被破 万法宗坛里 只剩下严守一的尸体了 可恶 王吉网咬咬牙 挥刀砍向结界 只可惜毫无作用 老天师淡淡地说道 你们难道不信任严守一吗 这不是信任不信任的问题 对方隐藏身份 明显是有备而来 燕南非着急道 老天师叹了口气 两炷香 只要他能撑过两炷香 到时候 我自会亲自出手 破了结界 可我们等不了两炷香了 龙飞城最为着急 他虽然实力不强 却是尽了全力 不知疲倦地 一件又一件批在结界上 众人看到龙飞城如此努力 也都静下心来 不管能不能破阵 大家都不愿放弃 哪怕是早一秒破阵 也是给严守一多争取一秒的机会 于是乎 林子彤 吕金 张山通 关云师太 罗宁 王吉网 何西平 赵一瑶 燕南非 林小小等人 全都开始使出浑身解数 攻击结界 没一会儿 燕家人也加入其中 紧跟着 龙虎山的两名入围道士 也开始出手破阵 最后 就连劳山剑派的袁剑星 也加入队伍当中 龙虎山小道士助飞凤 见到这一幕 默默地抱着一块大石头 费力地走到结界前 举过头顶 狠砸下去 老天师见到这一幕 欣慰地笑了 虽然他们这些人 家在一块 都不如在场宾客的 十分之一多 但朋友向来不在多少 而在于真不真心 只是在这龙虎山上 就有这么多人 愿意为了严守一而努力 可见 这小子的人缘 不是一般的好 若是换作自家的 那个鱼露名 怕是没几个人 愿意帮忙吧 老天师忍不住在心中感慨 你爸当年 要是有你这么会交朋友 今天也不至于 会有这个意外发生 八宫园阳镇内 结界遮天蔽日 镇内漆黑一片 但严守一一息 还是能看到 对面站着一道黑影 那人正是赫山派的王岐赫 只不过 严守一此时 还不知对方的真实身份 尽管身陷危机 严守一还是十分克制 保持冷静 他冷声问 敢问阁下是什么来头 与我父亲有什么仇怨 王岐赫也不着急 您笑着说道 无奈赫山派掌门 王岐赫 掌门啊 严守一心里轻叹 今天还真是遇到硬茬了 他在年轻一代 自诩顶尖 但在老一代强者的面前 他还是有些不够看 毕竟对方 可是比自己多活个几十年 就算再没有天赋 也肯定能有一番成就 不是他们这种 刚刚展露头角的 年轻人能比的 杂指人楚良 大宗师马洪 驴精 关云师太等人 在他们那一代中 属于二三流级别 却依旧能轻易制服 严守一等人 这就是差距 几十年的光景 不是天赋 能够轻易弥补的 老八呀 都是凝造的孽啊 虽然心里感慨 但严守一并没有灰心丧气 当年我儿 王佑下山历练 却遇到了你那个 不当人子的父亲严仇 招惹到了无妄之灾 惨死在你父亲手下 当我收到恶号之时 你父亲早已经了无音讯 这么多年来 我一直在寻找 你们严家人 好在皇天不负有心人 你们父子俩 总算是重出江湖了 这次杀到龙虎山 便是要先杀了你 让严守也体验一回 白发人送黑发人的苦 然后我再亲手 送他上西天 严守一 你还有什么意言 面对王岐赫的威胁 严守一竟然一点都不害怕 反而笑出了声 你笑什么 王岐赫怒道 严守一笑道 赫山派和劳山派 世书同门 也算是名门正派了 所以我料想 前辈应该也不是什么坏人 只是被仇恨迷了眼 前辈 您该不会认为 您儿子是什么好人吧 王岐赫眼角抽搐 你这话是何意 在我小的时候 因为没有母亲 夜里总是闹腾着不肯睡 我父亲便常常在床头 与我讲他的故事 其中令我记忆深刻的 便有您儿子王佑 听到自己儿子的名字 王岐赫瞳孔一缩 连呼吸都变得急促起来 他没有打断严守一 便是让严守一继续说下去 严守一问 王佑是死在精灵吧 王岐赫咬牙答道 没错 那应该就是同一个王佑了 严守一道 我父亲告诉我 他曾经在精灵 杀了一个恶贯满盈的家伙 正式叫做王佑 王佑在精灵 奴役了三万孤魂 让他们为自己建造阴宅 自己则是当起了土皇帝 在阴宅里肆意杀戮 我父亲撞见此事后 震怒无比 这才和他的兄弟们 杀进阴宅 将王佑斩于他的龙椅之上 王岐赫听了 紧咬牙关 从牙缝里挤出了三个字 不可能 前辈若是不幸的话 大可自己去精灵看一眼 虽然时间过去了很久 但我大概还记得地址在哪 到时候您看完了 再定夺我的生死也不迟 严守一淡淡道 不可能 这次 王岐赫总算是忍不住了 直接打断严守一的话 双眼瞪得滚圆 黑暗中 他的眼睛 似乎都冒起了红光 严守一甚至可以想象出 王岐赫眼睛旁 凸起的青筋的样子 王岐赫吼道 我儿天性纯良 又有我教导有方 怎么可能会是 你口中的那种人 你分明是想编造故事 拖延时间 严守一微微叹气 或许每一个孩子 在父母的眼中 都是善良可爱的吧 人之初 性本善 这六个字 是严守一不认可的 人的本质也是动物 在百万年前 也用獠牙和利爪争斗 喝的也是鲜血吃的 也是生肉 只是如今明智开化 有了道德的约束 人们也不需要 再为了活下去而拼命 才开始追求善良 小孩的心智不够成熟 还没有领悟到 生命的珍贵 对生命没有敬畏之心 但这不过是一时的 而像王佑那样 明明已经长大成人 却依旧不把生命 当一回事 这就是恶 无可解释的恶 如果王岐赫 能早一点明白这个道理 兴许就不会纵容王佑 王佑也不会死在 眼瞅的手上 时间快到了 王岐赫巅狂地笑道 十六年了 我这等这一天 已经十六年了 今日我必要让你也下地狱 去给我儿子当牛做马 眼看劝不了王岐赫 严守一也只能躺平 前辈就放心吧 我要是死了 必然是下十八层地狱 你儿子未必能见得着我 王岐赫完全听不懂 严守一在说什么 忽然便消失在原地 下一秒 手持长剑的王岐赫 便杀到严守一的面前 严守一连忙 拔出斩破刀 挡住了王岐赫 与此同时 他大喝道 朱山灶 出来帮忙 他并不是孤军奋战 他的体内 还有朱山灶这位帮手 俺老朱来演 朱山灶 从严守一体内钻出 直接闷头 撞向王岐赫 王岐赫之前关注 严守一许久 早就料到 他会有这么一招 所以 并没有被朱山灶 偷袭成功 他用长剑挡住 朱山灶的獠牙 被朱山灶 顶着后退了十几步 随后他一个侧身 借力打力 将朱山灶狠狠地甩了出去 碰 朱山灶跌落在地 疼得嗷嗷直叫 但也很快爬起来 严守一前后 夹击王岐赫 严守一手持斩破刀 金光咒与掌心雷并用 但那王岐赫 竟然丝毫没有乱了阵脚 有条不稳的接招 不愧是一派掌门 严守一心中一沉 之前收拾储粮 他们是钻了空子 这次与王岐赫单打独斗 他已经明显感觉到 双方的实力差距 照这么下去 搞不好今日 还真有可能交代在这里 老朱 玩套路 严守一喝道 朱山灶答应了一声 直接甩开王岐赫 来到严守一的面前 严守一也毫不客气了 一拳轰在朱山灶的身上 这一招果然有效 毫无准备的王岐赫 忽然遭受一拳 忍不住发出一阵闷哼 这是透镜 隔山打牛 老江湖王岐赫 瞬间明白 严守一他们玩的是什么招数了 之前的比试当中 严守一从未使用过透镜 这才打了王岐赫一个措手不及 朱山灶间套路有效 兴奋地喊道 老大 打我 狠一点 往死里打 严守一当然是使出最快的拳速 瞬间在朱山灶的肚子上 打了十几拳 王岐赫尝试着躲避 但严守一的每一拳 都出现在不同的方向 他根本防不胜防 没有法子 王岐赫只能默念道绝 在周身撑起了 犹如金光骤般的光照 光照十分有效 竟将严守一的透镜 全都挡下了 严守一看到透镜不再有效 也没有拖沓 立刻与朱山灶分开 使出一道五雷正法 然而王岐赫竟也发出了一道雷法 甚至比严守一的五雷正法 威力还要更大 直接将严守一的雷法劈碎 引得严守一遭到反噬 连退了好几步 嘴角也流出了鲜血 朱山灶面色一变 老大 你没事吧 我都吐血了 看着像没事人吗 严守一苦笑道 朱山灶怒道 看我老猪的 猪突猛进 朱山灶怒喝一声 后提直接将脚下的轻石砖踩碎 身体如同一辆急速行驶的大火车 直直朝王岐赫撞去 王岐赫毫不慌张 随手丢出了一张道符 丢出了手里的长剑 道符飞到了长剑身上 无火自燃 随后长剑竟分化出了十几个分身 化作剑与刺向朱山灶 朱山灶暗道不好 却来不及躲闪 只能寄希望于 自己足够皮糙弱厚 挡住这些飞剑 头级柄飞剑 的确没能破了朱山灶的皮毛 这让朱山灶很是得意 但他很快就发现 越是后头的飞剑 威力越是巨大 他的皮毛渐渐扛不住了 被划出了好几道血淋淋的伤口 再这么下去 朱山灶怕是要被这剑羽大卸八块 严手一只能强行将朱山灶召回 感应到严手一的召唤 朱山灶咬牙道 老大 我这一回去 怕是短时间内出不来了 召唤仙佳是需要时间的 一旦朱山灶回去了 严手一就要一个人面对王岐赫 严手一却是不容置疑 现在不把你喊回来 你必要死在王岐赫的手上 别反抗了 保命要紧 我自有办法 朱山灶也没有法子了 只能乖乖地回到严手一的体内 王岐赫冷笑起来 仿佛胜券在握 严手一 没了这野猪妖 你已经孤立无援 你还有什么手段 其实严手一心里也没底 这王岐赫的赫山派 乃是龙门权真派的分支 和劳山派失出同门 所以王岐赫的剑法 不比袁建兴差 但他并没有打算就此放弃 不管是袁建兴还是王岐赫 说到底都是肉体繁胎 只要自己抓住机会 命中王岐赫的要害 王岐赫一样要完蛋 而他唯一的优势便是不惧受伤 因为他是天煞失魁 拼了 严手一握紧斩破刀 深吸一口气 使出纵地金光 主动杀向王岐赫 纵地金光的速度 令王岐赫都有些猝不及防 待他反应过来之时 斩破刀已经杀到王岐赫的跟前 王岐赫连忙招架 却只是堪堪躲过 手臂被斩破刀 划出了一个大口子 鲜血直流 眼看伤到了王岐赫 严手一一瞬间信心倍增 落地之后一个垫步 斩破刀又袭向王岐赫的下盘 赫山派的近身剑法 也不是吹出来的 王岐赫反手持剑 甩出一个剑花 乱了严手一的阵脚 他趁机一剑刺向严手一的心脏 只是王岐赫自己 也露出了破绽 严手一看准时机 一刀砍向王岐赫的左臂 打算拼着受伤 也要先让王岐赫 实力大打折扣 扑刺 王岐赫的剑刺入严手一的心口 伸入半指之身 严手一眉头一皱 一声不吭 心口并非是他的致命弱点 这种伤势他 很快就能痊愈 只要自己的这一刀能够砍中 王岐赫必然陷入烈势 然而 令严手一震惊的一幕发生了 只见王岐赫的左肩上 竟泛起了金光 一道金色的道符 被他藏在衣袖当中 金色道符起了作用 让斩破刀 如同砍在铁驼子上似的 不仅没能伤到王岐赫 反而让严手一阵的虎口发麻 我苦等十六年 就为了今日杀你 岂能没有准备 王岐赫冷笑一声 踢开严手一 随后掀开了自己的道袍 只见他的道袍内 密密麻麻贴满了金色道符 这一瞬间 严手一面如死灰 金色道符的威力他 可是见识过的 更别提使用者是王岐赫 王岐赫哈哈大笑 剑指苍穹 衣服里藏着的金色道符 便排着队飘了出来 排着队燃烧 下一秒 一道又一道天雷 接连轰向严手一 哄 哄 哄 严手一举着斩破刀 顶着金光骤 却是苦苦支撑 节节败退 无奈之下 他只能扔出三张道符 大喝道 三元 木魁法天 三张的道符燃镜 化作金光 钻进三元的体内 三元瞬间化作巨鸟 冲向天上的金色道符 严鬼 出来帮忙 严手一又从樱幕中 召唤出了无面鬼严鬼 严鬼刚出现 便化作一团鬼气 与三元一起配合 抢夺天空中的金色道符 王岐赫也不在乎 转身又是一剑指 袖中藏着的更多道符 也齐齐飞出 化作一柄柄剑影 刺向严手一 这些剑影的威力 丝毫不比之前围攻诸山造的弱 严手一其实也有不少道符存货 可奈何 这次参加罗天大教 不能轻易动用 所以没戴在身上 结果就造成了 如今被动的局面 王岐赫猖狂大笑 哈哈哈哈 严手一 我看你 还有什么招数 面对那不停袭来的剑语 严手一也只能搏一把 无视洞中太义军 头戴七星部四灵 手执龙刀镇上力 力训寻离直至坤 对护游行至前害 遥望天门夜帝君 坎子横山顶上过 直下更攻封鬼门 敢有不顺无道者 驱来剑下化卫尘 急急如律令 斩破刀上燃起了烈焰 他不停地击退剑语 竟顶着剑语前行 王岐赫剑状 加快了剑语落下的速度 严手一顿时压力倍增 好在三元和炎鬼 及时处理了天上的金色道符 开始干扰王岐赫 为严手一争取到了机会 纵地金光 严手一得到机会 再次施展纵地金光 来到王岐赫的面前 一刀砍向他的脖岗 王岐赫正要用剑阁挡 炎鬼却缠住了他的右臂 不让他动弹 他又要驱动道符 三元却又从天而降 发出了一道五雷正法 劈得王岐赫浑身抽搐 王岐赫准备的防御道符 果然起了作用 金色的光照挡住了斩破刀 可此时的斩破刀 有离火加持 瞬间焚烧了之前 无法破解的光照 突破了王岐赫最后的防御 这是个机会 严手一大喜过望 准备一刀了结了王岐赫 然而 在他的斩破刀落下之前 自己先是感觉胸口一阵脚痛 斩破刀停在了半空中 严手一一低头一看 只见自己的胸口 竟有个血淋淋的窟窿 而且没有要恢复的趋势 王岐赫的胸前 有一柄木剑项链 正是这小木剑 刺穿了严手一的胸口 而王岐赫 只是左手捏着剑指 便操控了这柄小木剑 我早知道 你是天煞失魁 即便是神兵利器 也杀不了你 所以我特意为你准备了 这柄梧桐木剑 王岐赫冷笑起来 严手一 那把我逼到这个地步 你也算是天赋绝顶了 可那又如何 我王岐赫前行修炼数十年 若是连你这个矛头小子 都斗不过 哪还有颜面活在世上 这一场比斗下来 严手一几次将王岐赫上绝路 若不是王岐赫早有准备 说不定还真就阴沟里翻船了 可惜的是 王岐赫就是奔着杀严手一来的 不做万全准备 他也不会选择在罗天大叫上动手 严手一感觉到身体一阵虚弱 手脚也变得有些冰凉 天煞失魁 是堪称完美的身体 但依旧有一个弱点 那就是惧怕梧桐木 但凡是梧桐木造成的伤口 短时间内都无法恢复 要是王岐赫再用梧桐木剑 刺穿严手一的丹田心脏 怕是再无回天之力 所以 严手一时隔许久 终于再一次感受到了死亡的威胁 严手一 去死吧 王岐赫大喝一声 挣脱了眼鬼 手握梧桐木剑 瞬间在严手一的胸口 又狠狠地捅了几下 鲜血甚至喷溅在了王岐赫的脸上 让他看起来无比猙獰 剧烈的疼痛 让严手一格外清醒 潜力也被逼到了极限 他将心意横 直接丢掉了斩破刀 用双手死死地锁住王岐赫 不让王岐赫逃跑 而后他一跺脚 直接动用了奇门盾甲的108罗盘 伤门 离火 惺惺之火 可以燎原 脚下的罗盘瞬间锁定 严手一和王岐赫脚下 瞬间冒出可怕的地火 将二人吞噬 王岐赫万万没料到 严手一会用这种拼命的方式 要知道 严手一虽然是天煞失魁 能恢复伤势 但痛绝却是不可避免的 也就是说 严手一和他一样 承受着躯体焚烧之苦 但是严手一别无选择 能够克制梧桐木的 也就只有火了 只有承受住这种痛苦 他才能战胜王岐赫 才有一线生机 王岐赫痛苦地哀嚎起来 他的毛发皮肤 正在被火焰飞速吞噬 放开我 严手一咬着牙 死死地锁住王岐赫 他的身体也在寸寸焚烧 这种痛苦根本难以言喻 十八层地狱 也不过如此了吧 好在严手一的意志坚定 即便承受着这样的痛苦 也依旧保持着理智 努力维持着地火 啊 王岐赫的哀嚎声 穿过了结界 钻进了阵外林子彤他们的耳朵里 林子彤愣了愣 这 这不是大傻子的声音 龙飞城喜出望外 难道是严格大显神通 打赢了对方 有这个可能 王岐王也激动起来 大家悬着的心 稍微放下了一些 但手上并没有停下攻击阵法结界 结界内 王岐赫已经筋疲力尽 他的身上没有一块好肉 表皮甚至已经呈现出 碳化的黑色了 严手一也不好受 尽管他有信心能活下去 但这种痛苦 还是让他精神违离 我儿 我儿是个好孩子 他不会做那种事 一切都是 你爹胡编乱造的 王岐赫虚弱地争辩着 严手一一声不吭 他还需要维持着地火 生怕让王岐赫 承虚逃跑 王岐赫越来越虚弱 到后来每说一个字 都需要喘好几口气 他愿读地说道 严手一 没想到我会死在你的手里 但即便是死 我也不会让你好过 我赫山派有一门独门秘书 正好可夺舍你这僵尸之躯 以后我将会奴役你的身体 囚禁你的魂魄 让你永世遭受折磨 说完 王岐赫便断了气 但他的蹊跷当中 却钻出了他的魂魄 瞬间钻进严手一的口鼻当中 严手一双眼一瞪 地火瞬间消失不见 他痛苦地跪在地上 想要阻止王岐赫的夺舍 可他根本阻止不了 眼鬼焦急地飘在严手一的身边 几次出手 都被强大的王岐赫所撞开 三元不停地扇动着翅膀 在一旁不知所措 严手一的耳边 响起了王岐赫的声音 今日便是你的死期 严手一 严手一的体内 王岐赫的魂魄 在一片意识海中重聚 他看着一片漆黑的四周 心里忽然放心了 虽然这是最后无奈之举 但夺舍了严手一 也算是成功了 这小子的意识海如此干净 毫不设防 却是便宜了我 以后 我有数十年的记忆 再加上这小子天煞失魁的身体 怕是比我 守着那副腐朽之躯 更好得多 想到这儿 王岐赫甚至有些开心得意起来 自己不仅报了沙子之仇 还为本已经快走到尽头的人生 强行续了一条潜力无限的命 真是老天爷开眼啊 王岐赫哈哈大笑起来 却在他猖狂嚣张之时 他的身后忽然传来了一道声音 你是何人 为何闯入我的地盘 王岐赫的笑声戛然而止 这是什么情况 严手一的意识海里 竟还住着其他人吗 王岐赫的魂魄 此时万分惊恐 他万万没想到 严手一的体内 竟还藏着另一个人的意识 即便王岐赫再厉害 这里终究是严手一的身体 他只是一个外来者 而另一道意识 熟悉严手一的身体 甚至不被严手一的身体所排斥 那么王岐赫的魂魄 可就危险了 尽管心中惊恐 但王岐赫还是要装作一副 强势的模样 冷笑道 你又是谁 快快现身临死 这具身体 如今属于我王岐赫 对方听后 竟发出了一声不懈的痴笑 随后便不搭理王岐赫了 这反而让王岐赫心里没底 忍不住吼道 别在那装神弄鬼 给我出来 对方依旧不吭声 王岐赫的心理防线渐渐崩溃 开始在严手一的意识海中乱窜 出来 给我出来 别以为我怕你了 严手一的身体属于我王岐赫 就在王岐赫忙无目之时 他的脚下忽然涌出了无数黑气 这可把王岐赫吓得不轻 这是煞气 这煞气浓得吓人 也不知道杀多少人 才能达到这个地步 怎么会出现在严手一的体内 这不可能严手一才多大 就算他从娘胎里开始 一天杀一人 也不可能累积到如此可怕的煞气啊 王岐赫惊慌失措 奈何他主动进入了严手一的意识海 如今根本无路可逃 很快 伴随着无力恐惧的哀嚎 王岐赫被浓浓的煞气所吞噬 下一秒 王岐赫猛然睁开眼睛 发现自己正站在一片竹林里 他剧烈地呼吸着 甚至直接跪在地上 因为刚才的恐惧 让他许久都没缓过身来 不知过了多久 王岐赫的魂魄终于有了力气 他惊讶地看着四周 怎么严手一的意识里 还有一片竹林 竹林里 有篱笆 有菜园 甚至有一座小屋 小屋的房门虚掩着 里头似乎有人 王岐赫顿时感到一阵恼怒 想必就是这屋里的家伙 刚才在故弄玄虚 于是他二话不说 直接使用剑掘 想要毁了小屋 然而 没等王岐赫出手 屋里的人竟然主动出来了 那人抬起手 隔空掐住了王岐赫的脖子 王岐赫顿时被提到空中 竟丝毫没有反抗之力 凭你也想夺舍这具身帖 庆江将军冷笑道 王岐赫吓傻了 他从未见过如此强大的力量 自己在他的面前 如同婴儿一般 庆江将军随手一扔 便将王岐赫扔进竹林里 摔得他七昏八速 王岐赫狼狈地爬起来 不敢再对庆江将军不利 转身想要逃跑 但进了这片空间 没有庆江将军的允许 就算是严守医 都找不到回去的路 何况这个外来者王岐赫呢 庆江将军淡定地看着王岐赫 看着这家伙 如同无头苍蝇似的 在竹林里乱窜 随后 他拿起了放在小屋外 和那扫把 一起靠着墙角的长剑 一剑横斩 王岐赫面前的竹林 瞬间断裂 断口光滑如镜 王岐赫吓傻了 不敢动弹半分 他是赫山派掌门 修炼时间超过了一甲子 尤其是在用剑上的造诣极高 他可以看得出来 身后那个神秘的家伙 哪怕是这随手一剑 也比他高明了不知多少倍 有话 有话好好说 王岐赫连忙道 庆江将军将剑放回角落 双手赴背 淡淡地问 外面那小子打不过你 王岐赫不知庆江将军 与严守一的关系 哪敢轻易回答 支支吾吾 半天不知该说什么 说话 王岐赫一愣神的功夫 庆江将军已经来到他的身边 近距离与这名强者接触 王岐赫猛然发现 自己身居高位多年的气势 在这位男子面前 竟然毫不管用 这位男子 才是真正的身居高位 气势非凡 说是有一股帝王之气都不为过 他到底是谁 王岐赫都要疯了 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我不会问第三次 庆江将军冷冷地说 王岐赫赶忙答道 他 他也不是打不过我 只是想拉着我同归于尽 我的肉身扛不住了 便用秘法 想要夺舍他的身体 嗯 庆江将军脸色一沉 王岐赫吓了一跳 立刻改口 但小人要是知道 这里早就是您的地盘了 即便再给小人一万个胆子 小人也不敢纠战雀巢 小人这就离开 将此地还给大人 庆江将军的脸色好看了一些 王岐赫心里一阵分析 忽然觉得 没准这位男子之所以出现在这里 也是想要夺舍严首义的身体 于是他试探地说道 大人 要不要小人帮忙 帮你夺舍了这具身体 庆江将军 竟然似乎真的有兴趣 哦 怎么帮 很简单 您放小人离去 小人替您毁了严首义的意识海 让他魂飞魄散 到时候 这具身体 就成了无主之物 以大人您的手段 还不是手到擒来 庆江将军听后 默默不说话 王岐赫心里却是没起来了 只要能离开这里 他大不了先放弃一切 让自己的魂魄顿走 留得青山在 不愁眉柴烧 至于严首义的身体 还有这不知名的神秘人 王岐赫一概不想多管了 这时 庆江将军开口道 其实我只是一道意识 甚至是一道残念 不可能控制严首义的身体 而且他若是魂飞魄散了 我也就跟着没了 王岐赫一愣 您这是什么意思 所以 我还是做个顺水人情 把你给灭了 到时候让严首义替我办点事 王岐赫顿时面色大变 事已至此 想要让庆江将军改变主意 是不可能的事情了 王岐赫只能使劲浑身解数 想要逃出这片空间 然而庆江将军出手的速度更快 他直接扼住了王岐赫的脖子 单手便将之拧断 王岐赫瞪大了眼睛 瞳孔不甘地颤抖着 为了今日杀严首义 他做足了一切准备 甚至愿意舍弃自身 夺赦严首义 可他万万没有料到 严首义的体内 还有如此强大的家伙存在 死吧 庆江将军轻而易举地灭掉了王岐赫 纵然王岐赫心中千万不甘 无数怨恨 此时只能化作金破消散 但这还不算完 庆江将军一挥手 将王岐赫的金破收集起来 去填补之前那些被他斩断的竹子 这些竹子并非真实存在的 只是庆江将军 靠着自己的意念制造的 王岐赫的金破 正好用来填补消耗 竹林恢复原样以后 庆江将军的手里 还捏着一枚金色 如同稻谷般大小的光丽 他闭言感应了一番 自言自语道 原来是这老家伙 苦苦修炼了一甲子的建议 有意思 今日严首义应差阳错 给我送来大礼 我便回赠他一个礼物吧 说吧 庆江将军快步返回到小屋当中 烧水漆茶 当严首义再次睁开眼睛 便已经被庆江将军 拉入小屋内 坐在茶桌的对面了 他惊讶道 将军 我这是怎么来到这儿的 刚才有个老家伙闯了进来 想要夺射你的身体 被我顺手给灭了 庆江将军笑着答道 严首义恍然大悟 王岐赫 将军 您又救了我一命 之前我多有虚弱 很难与你沟通 倒是这次阴差阳错 吞噬了那老家伙的魂魄 强壮了不少 之后或许可以多与你交流 听了庆江将军的话 严首义想通了不少 原来之前他一直没能再次 与将军对话 不是因为睡得不够沉 而是因为将军自身太虚弱 我有不少问题想问您 严首义到 庆江将军给严首义倒了一杯茶 你问 上次见面 我遇到了江无声 斩杀江无声之时 他曾提到过一个名字 文言公主 听到这个名字 庆江将军的动作 明显有些迟钝了 严首义观察他这副模样 便知道这个文言公主 对将军而言 也是很重要的人 只不过 不管是在将军这儿 还是在联合的记录当中 似乎都没有提及到文言公主 江无声还说了什么 将军问 他说 你背叛了文言公主 背叛了整个庆江国 而且 我似乎感觉 那江无声对文言公主 有很深的感情 他之所以坚持这么久 想要杀我 全都是为了证明他比我 或者说比你优秀 严首义十分注意用词 他担心 自己会说了不该说的话 触怒到将军 好在庆江将军 虽然杀人如麻 但这么多年来 心境早已经锤炼得如同明镜 他轻叹一口气 说道 文言 是庆江国的公主 我与他青梅竹马 两小无猜 严首义露出了然之色 其实他心里 早也是如此猜测的 文言从小就喜欢我 我也知道此事 但我就是 对文言生不出爱意 我的心全在他那儿 当文言 知道我另有所爱意后 他伤心欲绝 在我劫走于蜀国公主后 庆江皇帝为了 弥补北方大国的怒火 同时与北方大国结盟 一起对付于蜀国 便要将文言 嫁去北方大国 心灰意冷的文言也同意了 文言在被使臣 护送去北方大国的路上 北方大国已经出兵 讨伐于蜀国 他见大势已去 便在北方大国的国境外 跳崖自尽 用自己的性命 权衡了国语家 也让我尝到了心碎的滋味 我一身戎马 征战四方 向来无愧于心 杀回庆江国 杀去北方大国 叫那千万人与他陪葬 可真正 最应该跟着他去的 并不是庆江国那位昏庸的皇帝 也不是北方大国的兵马 而应该是我 若不是我 文言也不用委屈求全嫁去北方 更不会在半途中跳崖自杀 说到此处 这位堂堂男子汉 统领数十万兵马的人徒将军 竟然失了眼眶 频频落泪 严首一事情的来龙去脉 原来在庆江将军 和渔蜀公主之间 还加着一个文言公主 而这位文言公主 因为太过懂事 所以从不向庆江将军要求什么 只是一个人默默地忍受默默地付出 到最后 他只是默默地看着庆江将军 与渔蜀公主远走高飞 而他自己则是为了国语家 远赴北方 最后为爱而死 从始至终 文言公主都是孤独一人 想到这儿 严首一也忍不住心疼文言公主 她身为一国公主 在爱情中却如此卑微 到死也什么都没获得过 可爱情里 总有人会受伤 这是永远无法改变的 此时 严首一也只能静静地 陪着庆江将军 陪他一起悔恨 不知过了多久 庆江将军才控制好自己的情绪 他说道 我欠文言的太多太多 几辈子都还不清 而且我与他纠葛太深 说不定你这辈子还会遇到他 我还会遇到他 严首一大吃一惊 赶紧回忆那些 自己所认识的女孩 他们之中 谁会是文言公主 你们不仅会相遇 她还是会像上辈子那样爱上你 这 这吃瓜吃到自己身上 也真是没谁了 严首一顿时头疼苦恼起来 实际上 他的性格和庆江将军还有些不同 庆江将军好歹是人徒 行事风格更为果断 而严首一不一样 不论何事 严首一一向力求两全 但爱情哪有两全的办法 总不可能一夫多妻吧 严首一心里过不了这一关 更不可能过得了林子彤那一关 将军 我该怎么办 严首一无奈 只能求助于将军 庆江将军苦笑一声 我若是知道能怎么办 当年也不会辜负文言 爱 二人不约而同地叹气 严首一想了想 我该如何才能认出这一世的文言公主 如果在遇到文言公主之前 便与她保持距离 说不定这一世 她就不会爱上自己 只能先下手为强 所以 严首一必须先认出文言公主才行 只听庆江将军回忆到 庆江图腾 什么图腾 庆江国与属国毕竟都在属地 文化多有相近之处 其中图腾尤为相近 与属国的图腾乃是一条手尾相连的蛇 而庆江国的图腾则是一条盘蛇 严首一听后忽然间想到了什么 不由地张大了嘴巴 你怎么了 将军问 严首一用手蘸茶 在桌子上画了一个图案 然后问 庆江国的图腾是这样的吗 将军低头看了一阵 皱着眉头说道 虽然不全对 但也有几分意思 完了完了 严首一的脸色十分难看 他画在桌子上的 并不是盘蛇的图案 而是一个便便图案 之所以会想到这个 是因为他曾经给柳一人 送过便便手链 其实 当时他也没想太多 只是脑子一热 就将手链雕刻成便便形状了 而柳一人一个大家闺秀 也神奇地喜欢便便图案 当时连柳家人都感到莫名其妙 如今想起来 一切就都解释得清楚了 柳一人就是转世后的文言公主 他对庆江国的爱 即便转世投胎 也依然烙印在魂魄当中 只是因为烙印模糊 再加上时代不同 才被柳一人理解成了便便图案 而严首一在见到柳一人后 潜意识也发挥了作用 才阴差阳错地雕刻出了便便图案 那所谓的便便图案 其实是庆江国的图腾 适应在庆江国军旗上的符号 严首一侧头看向将军的戏林凯 那护心的位置上果然是盘蛇图案 你怎么了 将军着急道 严首一长叹一口气 来不及了 我已经遇到文言公主 且和她有一定的纠葛了 庆江将军也是一阵头疼 二人沉默了一阵 将军说道 前一世我无能为力 这一次你还有机会补偿 算是我欠你的人情 不论如何 这一世不要再亏欠她了 这我很难向你保证 严首一哭着脸说道 现在的社会倡导一夫一妻 而且以这一世 于鼠公主的性格 是肯定无法接受我一脚踏两船的 再说我也不愿意 庆江将军怒道 你小子别得了便宜还卖官 我说的都是实话 这件事本来就难两全 况且当年你贵为将军 实力强大 连你都办不到的事情 凭什么要求我办到 严首一回怼道 庆江将军顿时冷静下来 他叹息道 我们不能再欠文言了 我当然也知道 只是此事还需要从长计议 严首一也只能叹气 庆江将军掐指一算 道 你差不多该回去了 让我回去吧 回去后见到了这一世的文言 我再想想 该怎么办 严首一只能硬着头皮去面对 我送你一样东西 庆江将军伸出手 掌心处正是从王岐鹤那儿得到的剑意 剑意浓缩成一颗稻谷 通体金黄 散发着强烈的剑意 这是那老家伙 修炼一甲子的剑意 我除掉了里面的杂志 如今它是最纯净的剑意 将军说道 虽然你用的是刀 但刀剑本就是想通的 你消化了这剑意后 再利用剑意去学习刀法 必能突飞猛进 迅速获得一番造诣 严首一也不推辞 对庆江将军说了声谢谢 庆江将军随手一谈 剑意顿时飞进严首一的眉心 没入其中 严首一感觉到剑意来袭 脑子顿时有些昏胀 你这就回去吧 记得不要亏待文言 就当是还我救你一命的人情了 庆江将军说完 便将茶水泼出 严首一的身体也随之飘了起来 很快飞出了竹林的范围 看到严首一离去 庆江将军忍不住回头 看向自己的戏林凯 戏林凯心口位置的那面 盘蛇小旗 其实就是文言公主 当年亲手缝制的 他希望他在战场上 英勇杀敌 保家卫国 而他却在战场上 寻得了一生挚爱 甚至为了他抛弃家国 远走高飞 孽债还能还 这秦债该如何还 八公园扬阵之中 严首一抱着一具 烧得不成人形的尸体 猛然睁开眼 严鬼和三元都在天空上飞着 担忧地看着严首一 看到他再次睁开眼睛 二者都松了口气 刚才他们真以为严首一 要被王岐赫给夺赦了呢 现在看来 王岐赫应该是失败了 严首一依旧承受着 地火灼烧之苦 他连忙收了奇门盾甲之术 就在他收了罗盘的一瞬间 两炷香的时间到了 八公园扬阵破碎了 阳光重新照进万法宗坛 严首一得以重见天日 阵外 林子彤他们担心地看向阵内 只见严首一浑身焦黑 沐浴烈火 犹如浴火重生的凤凰 严哥还活着 龙非诚惊喜地大喊 众人全都松了口气 老天师也是露出笑容 本以为他能撑过 两炷香的时间就不错了 没想到 他竟然将王岐赫给反杀了 有意思 张四水心里虽然瞧不起严首一 但此时此刻 他也不得不佩服严首一的本事 王岐赫再怎么说 也是老一辈中的人物 比严首一他们 多活了几十年 又是名门正派 这次也是 准备充分地前来杀严首一 就这样 严首一也还是活下来了 命可真是硬啊 地火渐渐熄灭 林子彤正要上台 查看严首一的伤势 忽然间脚步顿住了 脸色变得古怪起来 其他人也多是如此 龙飞城 王极网 何西平等一众男子 眼神震惊 甚至有些小小的自卑 罗宁 赵一瑶 林晓晓等一众女子 全都是面红耳赤 连忙将目光移开 严首一并未觉察到不对 他一把推开 已经不成人形的 王岐赫的尸体 笑着对林子彤招手 我没事 我还活着 林子彤无奈扔出了红神伞 红神伞在严首一的胯下撑开 严首一一脸猛逼 他此时才发现 大家的反应好像有点不对劲 低头一看 他顿时傻眼了 刚才他用地火与王岐赫同归于尽 整个人都被烧了个遍 身上的伤口还能愈合 但衣服经不住烈火焚烧啊 所以八公园阳阵破碎以后 严首一一个大老爷们 光溜溜地站在万法宗坛上 不论是龙虎山的弟子 还是来参加罗天大教的宾客 全都将严首一看了个透 严首一的心顿时凉了 三元 严首一大喝一声 三元顿时从天而降 用翅膀护住严首一的身体 挡住了大家的视线 老天师对身边的小道士使了个眼色 小道士便赶紧去拿了新衣服 送到万法宗坛上 严首一在万法宗坛上换好了衣服 红着脸走了出来 这回是真的射死了 在这么多人面前遛鸟 以后算是没脸见人了 谁知龙非诚等人跑上台后 第一时间便说道 严哥 你藏得挺深啊 我一直以为我已经是 龙城第一小白龙了 但没想到 严哥 你才是巨龙转世 你看到滔滔江水 连绵不绝 以后您就是无备楷模 是我等穷极一生 也要追逐的目标 实力强不强 咱先抛开不提 光是这尺寸 已经是让他们难以望你向背 今日一见 怕是要一辈子活在你的阴影之下了 别再说了 严守一羞耻万分地捂住龙非诚的嘴巴 恨不得当场挖个洞 把龙非诚给埋了 他觉得自己有必要想办法 弄几件水火不清的衣服 否则下次打架上头了 不管是输还是赢 都得当一回六鸟侠 龙非诚被严守一捂得激进窒息 好在严守一急时松开了手 龙非诚也老舌不守 严守一又看向林子彤 却听林子彤满不在乎道 你别看我呀 我不在意 你不在意 严守一一愣 他以为自己痛失真结 会让林子彤心里有疙瘩呢 谁知林子彤红着脸小声笑道 我瞧见了 他们的表情都很羡慕 你也算是给我长脸了 严守一 大姐 你争第一 好歹也有个度吧 这玩意儿第一 有那么让你开心吗 林子彤的性格从小要强 严守一没想到 他在这种世上 也如此要强 想必是台下不少小姐姐 露出憧憬的表情 让林子彤很是受用 他不仅不觉得尴尬 反而觉得骄傲了 合着台上台下 就只有我一个人 感到羞耻尴尬 严哥 你的胸口在喷血 龙非诚提醒道 严守一这才想起 自己的胸口 刚被王岐贺用梧桐木戳过 伤势没能快速痊愈 好在他的心脏并不在胸口 这种伤势 并不能要他的命 面对大家关心的眼神 严守一直接席地而坐 道 不过是些小伤 老金来帮忙处理处理 很快就能没事的 老金可是队伍里的随行队一 他没参加罗天大教 却不妨碍他为大家出力 所以他早就准备好医疗用品 立刻上手给严守医疗伤 与此同时 龙虎山弟子 也开始进入万法宗坛 收拾残局 张山丽来到严守一的身边 道 守一 我奉天师之命 过来问你几个问题 但你若是身体不舒服 待会儿问也没关系 别看这位张山丽小叔公 在龙虎山凶巴巴的 实际上 他对严守一 却是十分和气 甚至会考虑严守一的感受 严守一闭着眼睛说道 小叔公 我的状态很好 只是受了点皮外伤而已 你有什么问题 就尽管问吧 好 张山丽问道 你知道刚才那人的身份吗 赫山派的掌门王齐赫 是来寻仇的 在他的八公园阳镇内 你们都说了什么 也没说什么重要的事情 不过是提了提当年的恩恩怨怨 王齐赫没能听我劝 最终还是要与我撕破脸皮 那你最后又是怎么赢他的 王齐赫确实厉害 把我逼上绝路 我也是没办法了 才抓着他打算同归于尽 好在我是天煞失魁 扛得住烈火焚烧 王齐赫就没那么好运了 张山丽一边问话一边记录 又问了几个问题以后 就回去向老天师赴命了 看到严守一身上的伤 王齐王有些生气 这个王齐赫混入罗天大教 龙虎山也有责任 老天师难道不打算赔礼道歉吗 咱们多大的面子 还想让老天师给咱道歉啊 罗宁自嘲一笑 在罗宁看来 即便他们在罗天大教上 证明自己的实力 名门正派也依旧把他们当外人 谁又会对外人赔礼道歉呢 若老天师真站出来道歉了 那反倒是在承认民间教派的地位 想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 这相当于是老天师带着龙虎山集体 给民间教派荡靠山 告诉其他门派 民间教派 我龙虎山保了 然而 罗宁话音才落 却听天师殿外的老天师起身 缓缓地走下天师殿 来到万法宗坛 这还是罗天大教开幕到现在 老天师第一次走下天师殿 所有的目光都聚集在了老天师的身上 只见老天师缓缓来到严守一的面前 老金实相地暂停了治疗 还推了推严守一的肩膀 提醒他该睁开眼睛了 严守一睁开眼 瞧见老天师来到面前 还主动对他笑了笑 我没事 没事就好 老天师从衣袖里拿出了一个药盒 塞到了严守一手里 对他说道 将王岐鹤放入龙虎山 还让他参加了罗天大教 此乃我龙虎山办事不周 老夫在这里给你赔个不是 希望你能够原谅龙虎山 你手上的是老夫亲自炼制的丹药 应该对你的伤势恢复 能起一定的作用 众人目瞪口呆 观众洗礼 鸦雀无声 老天师竟然 竟然真的向严守一道歉了 他们民间教派 何德何能 就算老天师不搭理严守一他们 严守一他们也神妖办法 但老天师坚持这么做 岂不是在昭告天下 龙虎山接纳民间教派 刚才还觉得 此事不可能的罗宁 此事更是大为震惊 他心里觉得 如果光是他们 这群人上山来 恐怕受不到这样的待遇 老天师之所以这么做 肯定是因为严守一 不过严守一 有什么特殊之处 值得老天师这般对待吗 赵承相在场外 更是看得红了眼 虽然他是武当山的弟子 但能够得到龙虎山天师的青睐 必定是无上的荣耀 他恨不得刚才上台 和王岐鹤对打的人是他 老天师如此有诚意 其实严守一知道 这老狐狸 心里打的是什么算盘 老天师担心自己 这一战之后 就直接戒伤下场 不掺和天师之争了 所以 不仅赔礼道歉 还送丹药 就是要让严守一 赶紧恢复过来 然后接着打下一场 老天师这番压榨人的能力 当真是资本家看了 都自愧不如啊 好处是 老天师亲自出面 替民间教派背书 承认民间教派 在悬门中的地位 也算是一笔隐形交易 就看严守一接不接受了 严守一拿着丹药 想了想问道 能多嘴问老天师一句 您这丹药值钱不 你说什么呢 关云师太生气道 难不成你 还想把这丹药卖了不成 严守一黑黑笑道 我伤得不严重 有老金 出手足够了 这丹药现在吃得太不值 我想留着以后用 老天师白了他一眼 这小子 还真是得了便宜还卖乖 不过他现在也算是 有求于严守一了 只能说到 丹药的名字和用处 都在药盒里了 你回去自己研究 眼下吃不吃 都看你自己的打算 不过我瞧你 现在这状态 接着参加罗天大叫 应该没问题吧 严守一不着急回答 而是先打开药盒看了一眼 药盒里还有一个小药盒 丹药就放在里头 而外头则是留有一道道符 应该是保鲜用的 除此之外 果然有一张纸条 上面写着丹药的名字 乾坤仪器丹 看到这丹药的名字 严守一露出吃惊的神色 随后赶紧将丹药收好 老天师见他这模样 心里忍不住吐槽 真是个鬼精的家伙 要是我这丹药给得不够好 怕是这小子 就要装死下场了 严守一起身说道 老天师 我没有大碍 现在就可以接着打 老天师 行 既然你没事 那么罗天大叫继续进行 至于那王岐鹤之事 你放心 交由我们龙虎山处理吧 我们一定会给你 一个满意的答复的 老天师说完 便转身走回天师殿 观众们面面相去 严守一战胜王岐鹤 已经足够让大家惊讶的了 而后来老天师亲自下场 更是出乎大家的意料 这一下 说严守一闲话的人 直接少了一半 事情平定下来 二长老重新开始主持大局 让剩余的参赛者抽签 如今还留在场上的 也只剩八人了 严守一 林子彤 罗宁 一和欢 赵丞相 袁建兴 龙虎山的困顶倒是 与对张五马不战而胜的女道士 抽签过后 林子彤皱着眉头问严守一 你真的没事了吗 严守一答道 其实也不是完全没事 伤口部位 还有一些疼 那你怎么还答应要继续参赛 林子彤生气道 我这就去找老天师 不用 严守一微微一笑 拿着自己的号码牌说道 要是下一个对手是别人 我还担心几分 但我下一个对手是他 林子彤看了一眼严守一的号码牌 发现 他竟然是下一轮第一个上台的 而他的对手不是别人 正是武当山的赵丞相 林子彤顿时轻松不少 赵丞相虽然厉害 但大家一直对他多有关注 已经将这家伙的路数都磨清了 即便是受了伤的严守一 收拾这个帽牌的天师继承人 也是信手拈来 所以林子彤直接放心了 你的对手是谁 严守一问 林子彤拿着号码牌 看了一圈 也是笑了 真是冤家路窄啊 林子彤是第二个上台的 而他的对手 正是物贞派的伊和欢 伊和欢得知自己的对手是林子彤后 已经有些心神不宁了 他心里很清楚 自己不是林子彤的对手 林子彤 不论是在容貌 气质 亦或是实力上 全都碾压伊和欢 林子彤不在的时候 伊和欢还能炫耀几分 而自打林子彤出现 这罗天大叫 就再没他伊和欢的戏份了 这对喜欢受到关注 和追捧的伊和欢而言 是莫大的耻辱 所以此时的他 眼里露出了凶光 今天他不论如何 都不能说